他们手腕上还带着有炸弹的ID表 刚才他们试着联系过委托人 委托人也联系不上了 现在不仅是委托人生死不明 他们一群人的命都还悬着 还好毛利先生发现的及时 只有四楼左侧的会议厅和附近房间被火势波及 消防人员擦了擦头上的汗 正色道 另外 起火点就是会议厅 准确来说是会议厅和隔壁房间中间的密室 密 密室 毛利小五郎惊讶 是的 消防人员点了点头 继续道 那里改建过 租客私自修建了密室 还改动过原本的灭火装置和警报器 木木十三 看到有人抬着担架出来 而担架上不是伤员 而是鼓障的装尸体的袋子 心里咯噔一下 连忙问道 有人员伤亡吗 一共有两个人遇害 不过死因应该不是在大火中丧生 消防人员神色沉宁道 起火点的密室和隔壁房间烧毁得很严重 两具尸体都是在密室里发现的 还有一些被烧毁的不明电子设备 由于火势太大 死者尸体 现场痕迹都被破坏得很严重 但我们发现 其中一具尸体头部有子弹贯穿的弹孔 另外一具尸体 暂时还不确定死因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是人为纵火 没有助燃物的话 现场的火势不会这么大 辛苦了 木木十三道 接下来调查的事 就交给我们警方来处理吧 消防人员点头 转身招呼同伴 把尸体送到大厅旁边的房间 他们灭火 判断一下起火点还行 牵扯到杀人纵火事件 那恐怕得火灾客和刑事客一起来才行了 毛利小五郎 趁三个孩子和毛利兰说话的空档 凑近木木十三耳边 神色凝重道 木木警官 遇害的两个人 很可能是那个委托人和秘书 什么 木木十三也反应过来 看向毛利小五郎手腕上的ID表 脸色十分难看 那也就是说 是啊 福布评次加入悄悄话小队 低头盯着手机上的时间 最后的时间里 他心里反倒没有急躁或者懊恼 只是觉得沉重 如果局面再糟糕 因为委托人死了 远程操控设备也被烧毁 那么 死的就不止是两个人了 还得加上带着装有炸弹的 ID表的我们 现在 ID没有爆炸 也就是说 就算远程操控设备被销毁 也不会引爆 对吧 木木十三说着 也不等其他人回答 急忙道 我立刻让人过来 帮你们拆除腕表 只要没人操控引爆腕表 那么 不行 已经来不及了 时间只剩两分钟不到了 毛利小五郎 抬手看了看手表 神色严肃地看着 因他提醒而待住的木木十三 沉声道 木木警官 请帮我们准备一个单独的房间吧 另外 因为不知道 我们汇聚在一处的爆炸范围有多大 还请警方组织民众 远离我们待的地方 接下来的时间 我会陪孩子们一起度过 木木十三沉默了一下 重重点了点头 转身找人安排房间 警方在一楼找了一个大一点的餐厅 让ID万表上的人汇聚到一处 除了知情的毛利小五郎 柯南 福布评刺之外 还有全然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毛利兰 远山荷叶 光燕 不美 圆泰 林木原子和阿力博士 由于没有带着有炸弹的万表 被拦在了门外 在林木原子不解质问时 木木十三还是低声把情况说了 神 什么 万表里有炸弹 林木原子一脸惊愕 连忙转头看向会议厅里 那也就是说 小兰和小鬼头 他们有危险吗 木木警官 不好意思 在这种时候 我要进去陪着孩子们 阿力博士 对木木十三笑了笑 毅然推开门 木木十三连忙伸手 试图阻拦 阿力博士 我也要进去 林木原子说着 一脸坚定地走进门 管他什么爆炸 我才不怕呢 屋里 毛利兰和远山和叶正 弯腰跟三的孩子说着话 听到林木原子进门时说的话 疑惑抬头 什么爆炸啊 原子 是啊 附近是不是又出什么事了 林木原子见这里 还有人不知道真相 愣了愣 一时不知该说不该说 毛利小五郎 就站在自家女儿身旁 也沉默着 他是想过进来之后 就如实相好 但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他们进来之后 时间就只剩不到一分钟了 说清楚情况 他们也没时间再给谁打电话 虽然不甘心 虽然觉得大家都有话 想对其他人说 但在这最后短短时间里 他不想自家女儿和孩子们 在恐惧中度过 餐桌旁 柯南皱眉思索 努力想找办法破局 要不要直接强拆万表呢 不行 如果没有工具和观测仪器辅助 冒冒失失拆万表的话 说不定会触动炸弹 提前引爆 那他们死得更快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办法呢 找委托人的手机试试 可是委托人的手机 好像连同那些仪器被烧毁了 可恶 柯南懊恼抓头发 其他人却没有再关注他 到了这个时候 每个人心里都压着事 却又好像渐渐平静下来了 没有烦躁 恐惧 反而想起了很多遗憾的事 浮不平次 看着一脸疑惑的远山荷叶 也沉默着 一旁 辉原哀低头盯着拿出来的手机 却迟迟没有下一步动作 柯南叹了口气 抬头看到走过来的阿力博士 又看到辉原哀 低头看着手机走神 低声问道 博士进来了 你不是想打电话吗 时间太短 打电话也说不了什么 还会让人担心 那不如不打 辉原哀看着手机屏幕 轻声道 还有最后十五秒 柯南 看向福布评刺 福布 你呢 我说 你们是不是忘了 这东西 也有可能不会爆炸 福布评刺低声说着 突然笑了起来 站起身往远山荷叶那里走 不过 我就不陪你们讨论了 我呀 要到那边去 柯南看了看毛利兰 跳下椅子 转头笑着招呼挥原哀 我们也过去吧 和大家待在一起 时间还剩五秒 那边 远山荷叶看了看 愣在门口的林木园子 又看了看 或沉默或迷茫的其他人 分 怎么了吗 时间还剩三秒 阿力博士顺手把门关上 笑道 没什么 两秒 一秒 十点钟过了 走到远山荷叶身旁的福布评刺 特地多等了两秒 才拿出手机看时间 神色呆滞的呢喃 我的手机不会出问题了吧 晚上十点钟已经过了 静 知情的人不说话 不知情的人 一头雾水地左右张望 再次等了十多秒 林木园子猛然冲上去 抱住毛利兰 大笑着 眼角却憋出了眼泪 太好了 你们没事 真是太好了 啊 毛利兰猛 毛利小五郎 想着自家女儿和一群小鬼头 不用因为他的委托死了 笑了起来 就又哭得稀里哗啦 是啊 真是 真是太好了 阿力博士 抬手悄悄擦眼泪 感觉自己除了太好了 也没别的话可说了 腹部平次 常常松了口气 黑一下笑出声 低头对同样在校的柯南姐妹弄眼 看来还是被我说对了 最后时刻 也不能放弃啊 老天是 站在我们这边的 会员挨嘴角也带着笑意 把手机收回口袋里人 有了牵挂之后 就是那么麻烦 连面对死亡都没法坦荡了 喂喂 平次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啊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不是 你也很不老实验 热闹了一阵 门外的木木十三 没听到爆炸声 猜到危机过去了 立刻进门查看情况 二十分钟后 带着工具的炸弹拆除人员赶到 小心翼翼地 把所有人手上的腕表拆除 回收 阿力博士 被三个孩子缠得头疼 见瞒不住了 也就说了事情的经过 啊 袁太猛了一下 看向被回收的一代 ID万表 委托人居然用我们当人质 还好ID万表没有爆炸 林木原子握紧拳头挥了挥 愤愤不平道 那家伙实在太可恶了 看来也不用我再进行推理了呢 毛利小五郎 放松活动了手腕 得意笑了笑 很快又想到 委托人已经死了 也就没了谩骂的心思 话说回来 答案是什么 远山和夜没有经历过之前的忐忑 心态恢复得很快 好奇看了看福布评次 评次和大叔已经知道了吧 那是当然了 毛利小五郎劫后余生 持续嘚瑟 委托人让我们调查的 其实跟两个月前发生横滨的银行抢案有关 在抢案之后 其中一个劫匪被灭口 剩下的两个人 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委托人就是其中之一 把大致案件情况说了一下 毛利小五郎笃定道 他想知道的 就是灭口案件的真相 而真相是 杀人的是在狙击枪瞄准镜上 留下睫毛膏的清水粒子 咦 福布评次有些惊讶地看了看毛利小五郎 他们还以为毛利小五郎会弄错 急急忙忙赶过来 没想到毛利小五郎跟他们得到的答案一样 不由笑着低声感叹 大叔也不赖吗 柯南看着毛利小五郎 嘚瑟跟其他人分析 解释 有些心不在焉地思索着 两个月前 那期抢案的真相是弄清楚了 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委托人遇害 和饭店火灾的真相 福布评次感慨完 也想起了委托人的问题 摸着下巴猜测道 喂 宫腾 委托人找我过来的时候 告诉过我 他还找了其他侦探 不过那些侦探没有解决委托 所以死在万表爆炸中了 你说 会不会是跟那些侦探有关的人报复啊 我的ID万表没有爆炸 说实运气好 设备销毁就解除了爆炸 也不是不可能 但一般来说 已经激活的程序 就算设备被摧毁 已经在运行的程序 也不可能被终止吧 那就有可能是因为 凶手有很重要的人死在万表爆炸中 所以才会帮我们解除爆炸程序 有这个可能 柯南政策低声道 委托人也跟我们说过其他侦探的事 我记得他说他之前找来的侦探 有茂木摇屎 羌田玉美 两位国际有名的侦探 还有一个是毛利叔叔认识的 在背护侦探事务所的龙侦探 如果他们突然失踪 他们的好朋友 亲人之类的人 或许会过来调查 但我不认为 他们身边的人 会做出杀人纵火这种事 至少从时间来说 他们不会这么快地下定决心去杀人 是啊 福布评刺赞同 如果我们的推理没错 委托人应该是一东莫艳不会错 而他大概是一个月前从医院消失的 就算他从医院出来之后 就开始做准备 但是他布置这些设备需要时间 在ID1表里安装炸弹需要时间 联系侦探需要时间 对方赶过来需要时间 那至少也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来准备 假设他找的第一个侦探 半个月前就被他杀害了 那帮对方报仇的某个人发现侦探失踪 找过来 调查清楚 至少也得一周以上的时间吧 更不要说找到他之后 还要制定计划 准备枪支 如果凶手是为了帮某个侦探报仇 那就说明 凶手在调查清楚后立刻有了杀人的想法 对于普通人来说 要是很重要的人被杀害 瞬间升起杀人的想法 那也只会是冲动杀人 这样的凶手 说不定会找上委托人进行对峙 之后在情绪激动中 杀害委托人 至少不会想到 提前准备助燃物来销毁现场痕迹 这次的事件 不像是冲动杀人 柯南神色沉重起来 那么就是蓄谋已久的了 可是 如果不是冲动杀人 对于普通人而言 就算心里恨不得对方马上死掉 但真的制定计划前 怎么也要纠结上一段时间 怎么可能立刻起了杀机 就立刻冷静地计划 做准备 一直到实施犯罪呢 嗯 伏不平次琢磨了一下 这么看的话 凶手就不太可能是为死去的侦探报仇 才行凶杀人的 不过也不排除这个凶手本身性格就比较冷酷 对于杀人也没有过多的心理负担 还等警方调查的结果吧 柯南心里还是觉得 认识那些侦探的人 不太可能这么丧心病狂 转头看向安排人去现场勘察的警方 却发现身旁的灰元哀 一直低着头 一脸阴郁又带着惊慌 顿时觉得奇怪 灰元 你怎么了 脸色很难看一眼 伏不平次注意到灰元哀的异样 蹲下身好奇打量灰元哀 你不会还在后怕吧 灰元哀没有接伏不平次那个显得很欠揍的问题 抬起头看着面前的柯南 脸色依旧不太好 干脆利落地行凶杀人 之后又用一把火或者爆炸 将所有痕迹全部湮灭 你就没有想到什么人吗 柯南一愣 不确定灰元哀说的是什么意思 想到 什么人 灰元哀盯着柯南 低声道 我是说他们 他们 柯南想到灰元哀之前神色间的金黄 反应过来 脸色大变 你说的难道是 是啊 组织的人 灰元哀说出来之后 神色反倒舒缓下来了 今天在去会议厅上的路上 似乎有什么人在盯着我们 那种气息 让我很不舒服 所以我才跟你说 让你今天小心一点 为什么不告诉我 柯南急切打断 伸手按住灰元哀的肩膀 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 啪 灰元哀半月眼 把柯南的手打开 疼 柯南捂着被打得通红的手背叫疼 那种感觉消失得太快 而且 我也不是很确定 不然我怎么可能 让大家继续留在这里 灰元哀面无表情地撇着柯南 无语解释道 当时我还以为 那是我欲敢委托人用心不良 所以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看到纵火消除痕迹这种手段 想到了早上的奇怪感觉 但现在我不确定是他们 只是觉得 有这个可能罢了 会不会是你太紧张了啊 伏不平次挠头 却看到柯南突然冲了出去 连忙站起身追上前 喂 等等我啊 咚咚 柯南 柯南冲出门 神色凝重地往电梯跑去 他必须确认一下 是不是那些家伙 伏不平次跟着柯南 到四楼会议厅没多久 木木十三 阿里博士 辉元哀 毛利小五郎也上来了 现场勘查持续了一夜 但现场烧毁得太严重 警方也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柯南在现场转了一圈后 到了外面 在走廊 安全通道楼梯 电梯间打转 又拉着伏不平次 去看了饭店的监控 四楼走廊左侧的监控 都被一东莫验拆除了 但他们 还能看饭店大门口的监控 看看能不能找到可疑的人 根据警方的调查 火灾现场的助燃物式汽油 尸体身上 现场设备 现场的地面都被泼洒过汽油 典型的毁尸灭迹 但凶手或者凶手的同伴 要把那么多汽油带进饭店 肯定有办法锁定人的 警方也想到了查监控 但根本没有得到线索 饭店的监控在前一天晚上出了故障 在一东莫验跟毛利小五郎见面的当天 正好是饭店找人来维修的时间 饭店不仅一整天都没有监控 之前的监控录像也因为维修的缘故 而全部被清空掉了 阿力博士跟着跑了一晚 走在一楼走廊间 转头看了看窗外亮起的天色 无奈叹了口气 现场的线索都被大火破坏了 监控又没了 这样一来 所有的线索都被切断了吗 可不只是这样哦 服部平次跟在一旁走着 嘴角带着一丝笑意 目光却满是沉思 尸体烧毁得太严重 不过一东莫验出车祸时 曾经有牙齿损毁的诊疗记录 警方从医院调来的诊疗记录 和尸体的牙齿对照 可以确定 中枪死亡的人 就是一东莫验没错 可是奇怪的是 现场缺少了一些东西 缺少了一些东西 阿力博士疑惑 就是子弹和弹壳啊 服部平次低声道 警方调查过尸体的状况 一东莫验应该没有康复 也就是说 他的身体 至少有大半部分是瘫痪的 如果凶手 把他移动出去 杀害之后再移动回来 放火毁尸灭迹 不是多此一举吗 既然那么麻烦 把人带出去 这里又有领海又隐蔽的地方 杀人之后 沉湿海底不就行了 为什么要把尸体再带回来呢 带着一具尸体来回移动 是很有风险的 而且门外走廊 电梯 楼梯间 都没有任何拖动过尸体 或者别的可疑痕迹 柯南接过话 正色道 说明四楼就是第一现场 那现场就应该会留下弹壳 和贯穿了一东头部子弹 但凶手似乎连子弹和弹壳都带走了 房间里被烧毁的严重 地面都被设备的爆炸 和电路故障 摧毁的凹凸不平 不确定子弹有没有打进过地面 伏部平次嘴角挂着笑意 但特地带走子弹和弹壳 这次的凶手 还真是细心又老练呢 为了防止警方 留下弹道检测记录吗 阿里博士思索道 可能是吧 伏部平次贪手道 一时代因为一东的尸体在椅子上 前方就是显示屏和其他设备 在起火之后 那些东西就砸了下来 再加上大火 虽然找到了一东的牙齿 但想要拼凑出他的头骨都困难 连凶手用的是几毫米子弹 都没法确定 阿里博士脸色白了白 左右看了看 见没人注意他们这边 压低声音道 难道真的是他们 很有可能 线索断绝得太干净了 柯南看了看辉原哀 继续道 照辉原的说法来看 是他们的风格 而就算不是他们 也不会是简单的罪犯 走廊 电梯之类的地方 根本没有任何可疑的痕迹 不过不可能一点线索都没有 只要做了 就肯定会有痕迹可循 福布评刺目光坚毅地说完 干劲十足地 抬手拍了拍柯南的头顶 继续吧 龚腾 我去找酒店的人 调查登记记录 虽然对方也可能用假名 但说不定能发现点什么线索 你呢 就用小孩子的模样 迷惑其他人 去问问酒店里的工作人员 最近有没有看到过 什么奇怪的人 与此同时 池飞池和贝尔摩德 已经回到了东京 还顺便 把殷曲严男带回来的现金安排好了 才开车离开 跟殷曲严男碰面的仓库 送你去哪儿 池飞池继续担任临时司机 送贝尔摩德 去个交通方便的地方 贝尔摩德突然想起一件事 笑得暧昧 去你哪里怎么样 或者你选的地方 要是你想去 我也没意见 池飞池面不改色地回应 都熬了一晚了 不赶紧回家洗洗睡 贝尔摩德还瞎调戏个什么劲 拉克 你才二十岁 不害羞就不可爱了 让我多少有成就感吧 贝尔摩德笑着点了支烟 不过说真的 如果你把吴明带过去 我是很乐意去你那里的 池飞池停了车 转头看向贝尔摩德 那你现在想去接吴明 贝尔摩德 很好 居然把问题丢还过来给他 池飞池继续看着贝尔摩德 不管他选择不回答 回答去接吴明 表示不想去接吴明 贝尔摩德都有的说 像是怎么不回答 在考虑吗 这么认真啊 开玩笑的 表示拒绝 是因为害羞吗 怎么都有的说 那就把问题丢给贝尔摩德 他倒是想看看 贝尔摩德怎么回应 其实看贝尔摩德 没立刻顺着话回应 他就知道 贝尔摩德还是那个撩完就跑真刺激 负责是什么我不知道的渣女 那么 渣男套路也是很实用的 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 飞池好奇 探头出衣领 看了看沉默对视的两人 这是又冷场了吗 好像就没有主人撩不死的天 主人真厉害 还是下次吧 贝尔摩德笑了笑 也算是顺着台阶下 主动暗示停站 送我去附近的车站就行了 池飞池重新发着车子 往附近车站开去 贝尔摩德也正经了 说起正事 那天你在红宝饭店里跟我见面 后来我去查饭店登记记录的时候 还想着帮你清理一下登记记录 不过没有找到 我怎么可能留那种东西 池飞池一脸平静道 他那天确实在红宝饭店的房间里待了很久 不过去预定房间 登记的是组织一个外围成员 他在紧跟着过去 饭店不会不允许客人的朋友进饭店 甚至问都没过问 他进去之后 一路搭电梯上楼就行了 他只是去待一会儿 实地观察一下红宝饭店的内部构造 红宝饭店距离奇迹乐园的距离等情况 顺便跟贝尔摩德碰个头 为什么要冒着被人记住模样的风险 跑去登记 甚至连易容去登记都没必要 太麻烦 你还真是谨慎啊 贝尔摩德笑着低声感慨了一句 又道 对了 那一位说 让你先休息几天 那么 关于基尔行踪的情报 我到时候告诉你 这是含蓄表达 坦白一点来说 就是 情报暂时不跟你分享 等那一位的指示 时飞时判断了一下 觉得自己不是被怀疑 只是因为 他昨天盯清水粒子太久 显得自己很不正常 而贝尔摩德跟那一位告状了 你不休息几天 我大概也会休息两天 如果请酒不催促的话 贝尔摩德拿出手机看时间 突然撇到日期 笑道 最近几天的天气都会很热 气温高 还都是晴天 估计他是不会催促的 吃飞吃懂了 天气最热的时候 请酒就想放假休息 而休假结束之后 请酒又得赶一下 平时琐碎的行动任务 肯定不会催促调查结果 不过 请酒会催调查结果吗 他对贝尔摩德的说法 表示怀疑 贝尔摩德沉默了一下 那倒是没有 吃飞吃没再问下去 他就说吧 请酒就不像会急吼吼催情报的人 情报不详细 情报有一点 好 那么行动延后 大家休息 贝尔摩德觉得自己 可能是熬迷糊了 选择抽烟提神 话说回来 你和请酒相处的 好像一直很不错哦 时飞时想了想 请酒挺好相处的 加入组织之前 他还以为 请酒就是个试杀成性 喜怒无常 暴躁残忍的蛇精病 当初他都做好了 请酒很难相处的心理准备 不过接触下来看 请酒压根没他想象中 那么难相处 比心理预期好上太多 他甚至觉得 请酒脾气挺好的 但他也从来没有小看过请酒 要在组织偷点研究资料 顺便探探组织 跟菲尔德加有什么关系 就没必要去惹一个难缠的敌人 而请酒也选择了 跟他一样的相处模式 大家都互相尊重一点 别急吼吼地踩到雷 慢慢试探 推进了解 找到合适的相处方式 这么说起来 他和请酒有时候考虑方向 行动步调很默契 触着触着 就像认识了很久一样 那相处起来 自然会轻松得多 不只是请酒 很多组织成员 包括那一位 他相处起来 都没觉得太费劲 反倒柯南那些人 特别是柯南 他时不时就会有一种危机感 总觉得柯南这个刁民会害他 至于原因 他心里也明白 因为他本质上 并不属于柯南那一类人 他没有那么善良 没有那么多的同情心 他甚至可以动手杀人 而且跳戏之后 这个世界的一些人 在他眼里就像纸片人 他比所有人都缺乏 愧疚 不忍这类情绪 双方从根子里 就是不一样的人 而柯南 是不可能容忍 他做的那些事的 有一小船 本身就在风头浪尖上 疯狂作死 他不会为了 这艘小船勉强自己 一辈子装出 和大家合拍的样子 意识他可以忍 一辈子那也太久了 而且 有的是不是 勉强自己就能成的 早晚有一天 敏锐的名侦探 会因为某一个细节 发现他心底的冷漠 小船翻的会更彻底 对于这种不稳定的情谊 他习惯一开始 就控制好自己的感情投入 他可以对柯南好一点 再好一点 但再加大感情投入 他想做也做不到 我问过他同样的问题 他的回答也差不多 说你没有他想象中 那么难相处 贝尔摩德道 持非持回神 纠正道 我本来就不难相处 是 是 你们都不难相处 贝尔摩德 故意回答的 散漫而敷衍 组织里接触过 这两个人的人 随便找一个出来 有一说一 谁会觉得 好吧 他想想 也觉得这两人不是太难相处 要说脾气不好 有时候是还算讲道理 可是说脾气好 总觉得 那完全是对好这个字的玷污 反正就是两个不太正常的蛇精病 他也说不清楚了 等到了车站附近 贝尔摩德下车 摆了摆手 混进人群中 持非持开车离开 准备去119号训练场补教 在睡之前 他还能翻翻药物研究资料 把左眼的能量 耗到10以下 能量坚决不能浪费 当天 柯南和福布平次一唱一鹤 以昨天没有好好玩 今天要补回来为理由 在横冰留了一天 拖了一天 毛利小五郎想念着跟朋友 约好的酒局 没耐心再在横冰待下去 孩子们的父母相继打电话 给阿丽博士 询问回东京的时间 孩子们也惦记着 之前就说好的 要和阿丽博士去海边玩 想提前回去准备 而福布平次 远山荷叶 也得回大阪去 一群人也就散了 各回个家 啊 那个委托人是骗人呢 清晨的太阳下 五个小学生走在街上 准备去商店看看 买一些去海边玩 能用上的东西 是啊 毛利叔叔联系过龙侦探 龙侦探说 对方确实找过他 不过他没有解开暗号 对方就给了他一笔钱 让他演一场戏 才录下了那段 死亡视频 柯南如实道 至于枪田侦探和茂木侦探 警方也已经联系过了 枪田侦探在美国 近期根本就没回过日本 茂木侦探在北海道那边 奇怪的祭典活动 他们接到委托人的电话之后 就以自己不方便为有拒绝了 委托人说 他们也死了 根本就是为了 吓唬毛利叔叔撒得谎 这么说的话 那个委托人也不是很坏吗 袁太道 话不能这么说 会原爱戴了顶蓝色鸭舌帽 一脸平静地走在街上 如果不是出了意外 而毛利大叔 又没有找到真相的话 他未必会放过我们 把别人的生命 捏在手里的人 怎么都不能说是好人吧 这么说也对了 而且他们还抢劫银行 杀害了一个无辜的警卫 不过我总觉得 事情没那么简单 光严认真脸分析到 委托人是被人杀害的 对吧 之前警方怀疑 凶手的杀人动机 是为了替他害死侦探报仇 但如果没有侦探去世的话 那就不是因为这个了 我觉得 强案嫌疑人 说不定还有别的同伙 而委托人 就是被那个神秘的同伙灭口了 没错 柯南心里默默认同 不由看了看 灰云挨头上戴的帽子 神色沉重 他们没有从监控 登记记录之类的地方 找到任何可疑的人 线索早就被切断了 唯一可以称的上市收获的发现 就是饭店员工提到的 暑假期症状 他在找饭店员工 打听可疑的人的时候 顺便问了一句 那有没有奇怪的事 结果还真就有了发现 一开始是饭店的一名厨师 据说是去洗手间时 突然头晕 失去了意识 醒过来是在走廊里 回餐厅后 听其他人 说他帮忙送过餐 还觉得莫名其妙 不过不止一个人看到过 而他确实有帮忙送餐的习惯 就以为自己 是因为最近天气太热 在去洗手间之后迷糊了 再之后 是饭店的经理 供电室和监控室的安保队长 一个清洁人员 这些人都一样 在饭店某个地方突然头晕 醒来发现 自己在另一个地方 而且在这段时间里 他们似乎都做了一些 自己没有印象的事 由于最近天气太热 饭店走廊和一些地方的空调 时好时坏 而他们做的事 也符合平时的一些习惯 所以饭店的人都觉得 是天气太热 导致的奇怪中暑症状 让这些人不记得 意识迷糊时做过的事 如果不是辉员不确定的预感 他还不会想到组织头上去 也不会觉得 这些人的暑假期症状奇怪 但如果这些人那个时候 是真的昏迷了 有人在此期间 替代他们出去活动过呢 这个想法听上去 让人毛骨悚然 但有一个人 可以用出神入化的易容术做到 贝尔摩德 易容成厨师 可以调查出各楼层 房间的送餐情况 易容成饭店经理 可以调查饭店登记入住 和租住房间的名册 易容成供电室 和监控室的保安队长 可以从供电情况 确认某一楼层里 是否有异常供电 确认有没有人 使用大型电子设备 或者有没有人 藏匿在某个地方 易容成清洁人员 可以具体到某一个 楼层的某条走廊 甚至是房间探查情况 怎么看 都像是有人在刻意调查 易东莫宴的位置 而且还多方面确认之后 实际探查过 再加上 安保队长出现 暑假期症状的次数是两次 第一次是在饭店经理之后 第二次是在监控 出现故障的当天晚上 那么 第一次有可能是为了调查 第二次 就是为了制造监控设备 和程序的故障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两个月的银行抢案 确实值得怀疑 深山伤势的董事长 被继德引过去的警察抓住后 很快也交代了 稀伪政治 清水粒子 易东莫宴 就是两个月前 抢劫银行的抢匪 清水粒子是主谋 现在三个抢匪全部死亡 警方也还没有想到 那笔钱的下落 背后也好像有黑手 在推动这一切 让人去抢银行 把人灭口 吞下那笔抢来的钱 这跟公野明美那一次的事很像 那一次他把钱追回来了 却没能救下公野明美 而这一次 抢匪都死了 钱没有追回来 这种让人沮丧又恼火的无力感 也很像 而对方留下的痕迹少得可怜 调查线索全部被切断 想要做到这一步 至少得在抢案一开始 甚至还没开始的时候 就着手布局 这也符合那个组织的形势风格 不过这些跟警方说了也没用 仅凭暑假期症状和辉员的一点感应 根本没法让警方相信他的话 而且因为辉员无法肯定 因为缺乏一些支撑推断的依据 连他也没法信誓旦旦的说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只是有着强烈的预感 这件事跟组织脱不了干系 并且以此作为前提条件 来串联一些蛛丝马迹 以预感作为前提条件 那就不能称之为推理 而就算警方里有高木警官这种熟人 可以暂时相信他们 他们也不知道组织那些家伙在哪 该从哪里找证据 另外 这个案子里也还有很多问题 西伟政治是清水粒子杀害的 这一点可以确定 但伊东莫宴的车祸 具体是清水粒子所为 还是那个组织策划的 清水粒子是不是真的死了 是死在那个组织的人手里 还是自杀身亡 如果没死 清水粒子又在哪里 会不会加入那个组织 还有 伊东莫宴找侦探过去 到底是想让他们调查 西伟政治被杀的真相 还是调查自己车祸的始作俑者 亦或者是在明渊 想找侦探把背后的黑手 也就是 那个组织给揪出来 他会不会又一次错过了 别人释放的求救信号 一旁 三个孩子还在讨论这件事 听说 警方已经去调查 那个死在抢案中的警卫身边的人了 不美道 他们应该还在怀疑是有人报复 这也难怪啊 袁泰半月演道 因为最后三个抢匪 还有那个委托人的秘书都死了 所以 也有可能是他们做了坏事 遭到了别人的报复 柯南想到 曾经月影岛上的事件 想到提前释放过信号 最后却在他面前自杀的麻生成时 不由懊恼地抬手挠头发 挠头发 挠头发 这次的凶手 是不是又给他们释放过死亡讯号 而他们是不是察觉得太晚了 会原爱不想三个孩子 因为这个案子冒冒失失去调查 被组织注意到 转移三个孩子的注意力 案子由警方去调查 比起这个 博士说 明天带我们去海边港海 今天要准备的东西有不少呢 对哦 光燕拿出小本本 翻开看着 我看看 遮阳的帽子 大家各自把平时戴的帽子戴过去就可以了 应急医疗箱和应急药物 阿里博士会准备 但我们还是 要去买挖被壳用的小铲子 装被壳用的桶 大家一起堆一个大沙宝吧 不美也思索着 那就要顺便带小铲子过去 别忘了准备防晒霜 会员挨抬头看了看天上晴朗的天空 明天会比今天热得多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原泰一脸严肃地停下脚步 转头看旁边的店铺 光燕 不美 会员挨 疑惑看过去 再看到店铺橱柜里 一排一排的鰻鱼饭便当后 无语沉默 柯南也好奇看了看 心里呵呵干笑起来 也发现自己刚才钻牛脚尖了 没再折腾自己的头发 决定先把那个案子放一放 笑道 鰻鱼便当啊 还真是原泰的风格 嘿嘿 我去看看 原泰欢拖地跑过去 趴在橱柜前 很认真地看橱柜里的鰻鱼便当 好像每一份都不错言 但是要去港海的话 肯定要准备一大份 其他人跟了过去 不美思索着到 如果港海收获丰盛的话 大家可以一起做海鲜汤 池哥哥也会去的 那就不用再准备便当了吧 啊 光燕认真脸翻自己的小本班 我昨天发消息问过池哥哥 他说自己不擅长料理隔离 便当就到港海的地方去买 那附近有便利店 而且最近不少人 趁着暑假带孩子去港海 便利店卖的食物 肯定有不少适合小孩子的 不美笑着转头看原泰 那原泰的鰻鱼饭 也可以到时候再去买咯 在海边的店里的鰻鱼 应该会比这里大得多吧 其实是差不多的了 柯南出生到 海边的海产品很多 很难买上高价 要是有个头比较大的鰻鱼 反而会运到东京来销售 个头是很大 原泰一直保持着 趴在橱柜上的姿势 直勾勾盯着玻璃后的鰻鱼饭 口水差点就下来了 我好想尝尝看 柯南无语打了个哈欠 原泰这个吃货 根本不是在考虑明天的便当 就是单纯的馋嘛 不过话说回来 池飞池居然说自己 不擅长料理隔离啊 每次池飞池 和不擅长联系到一起 他就会想起某人说的 不擅长解暗号 简直可恶到了极点 哗啦 周围上空突然传来一声异响 原泰转身 顺着声音来源看过去 脸色大变 危险 对面马路边的工地上 楼上吊的钢材 突然脱离了吊绳 往下坠落 而在正下方的路上 一个拿着小号旅行包的年轻男人 正好走了过去 柯南惊恶看去时 视线鱼角捕捉到对面街角 一个熟悉的人影 对方刚从街口转过来 穿着印了一个小熊头的白色T恤 黑色长裤 黑发下的脸不带什么情绪 似乎也听到了前方的异样动静 抬头看向前方时 目光似乎也是冷淡的 驰飞驰 这家伙又来祸害他们米花艇 哄 接到对面 男人摔倒在落地的钢材旁 也不知道有没有受伤 喂 没事吧 钢材砸在地上的巨响 让柯南回神 跳过马路的栏杆 跑到男人身旁 其他四个孩子 也连忙跟了过去 不美看着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男人 惊慌问道 砸到他了吗 没有 光焰语气笃定道 我看到他往后躲闪了一下 应该没有被砸到 只是昏过去了 柯南转头看向光焰 光焰 是 叫救护车是吧 光焰熟练地拿出手机 突然发现 身侧光线背过来的 什么人挡住了 转头 仰头 瞬间认出了来人 池 池哥哥 啊 不美 袁泰 这才注意到 过来的人是池飞池 池飞池朝一脸惊讶的 三个孩子点了点头 表示打过招呼 又看向地上的男人 蹲下身 拉起男人的手腕 他脉搏 怎么样 柯南凑近 急切问道 他没事吧 池飞池把男人的手 放了回去 没死 柯南 池冤哀 其他三个孩子 池飞池站起身 见小鬼头无语盯着他 解释道 我又不是负责急救的医生 柯南想了想 还没真没想到什么可反驳的话 只能无语问道 话说回来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到米花亭的流浪动物收容所来帮忙 池飞池道 昨天收容所救助了三只情况不太好的小狗 我和另一个医生过来帮忙看病 昨晚就住在收容所 刚准备回去 这两天组织放假 Sank公司没他什么事 他老爸老妈那边也不找他 他想去碰的头都没办法找到人 他除了昨晚给警示厅 警察厅送了几份宅急便之外 就想去真池宠物医院待着帮忙 结果真池宠物医院也不忙 正好昨天收容所救助了三只情况不太好的小狗 他和另外一个动物医生就被外派过来帮忙了 是被遗弃的小狗吗 布美问道 袁太监池飞池点头 恼火道 随便遗弃宠物的人真是太可恶 柯南半月眼瞥池飞池 作为兽医 池飞池去收容所帮忙很正常 可是池飞池这家伙一冒出来就得出事 还隔段时间就来祸害他们米花亭一次 他想建议警方把池飞池送到外太空去 池飞池冷眼回望柯南 名侦探 这是什么眼神 柯南半月眼 叮 居然视线恐吓他 怎么 还不允许别人看了 Doing 在柯南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拳头已经落在柯南头顶 腾腾腾 柯南伸手抱头 眼泪差点飙出来了 池飞池收回手 别用那种奇怪的目光看着我 米花医院离这里不远 救护车很快赶到 把昏迷的年轻男人抬上了车 五个孩子跟着上车 池飞池也不急着回家 跟着到了医院 没多久 高牧社去事故现场勘察完 也到了医院 找医院了解伤员情况 少年侦探团五个孩子 坐在医院休息处等着 见高牧社过来 光燕连忙问道 怎么样了 高牧警官 高牧社走上前 看样子好像只是单纯的掉车操作失误 所以不是事件 就只是一个意外咯 柯南问道 是啊 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事件啊 高牧社无奈笑了笑 好奇打亮着柯南头顶还没消散的包 不过柯南 你头上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之前钢板掉下来的时候受伤了 那得去让医生看看 才不是 是池哥哥了 柯南顿时忧怨 池飞池这家伙 居然因为那点小事就捶他 跟毛利大叔一样过分 如果不是打不过池飞池 他真想跟池飞池拼了 不过 那也是因为柯南用奇怪的目光 盯着池哥哥看吧 不美甘笑道 光燕和袁太奇刷刷点头 是啊 这样很不礼貌 有什么话直说不就好了吗 你们 柯南有口气堵在胸口 因为多盯着看了一会儿就被捶 这算什么道理 好了 辉原哀坐在沙发上盘着飞翅 出声接过话题 比起这个还是关心一下 那个倒霉鬼怎么样了吧 倒 倒霉鬼 高木舍憨了憨 低头看自己的记事本 我刚才去护士站问过了 听说那个人在跌倒的时候 造成一条腿骨折 但头部检查和脑电波检查 都没有任何异状 不过因为 他一直昏迷不醒 问不到姓名住址 没办法确认身份 袁太看了看自己怀里抱着的旅行包 递向高木舍 我差点忘了 这个是那个人的东西 说不定这里面 有能够知道他身份的东西啊 高木舍收好记事本 接过旅行包放在桌上 拉开拉链 把里面的东西往外拿 一条长麻绳 一双白色的工作手套 皮夹 还有一封信 信里的纸条上写了一句话 我已经厌倦在活在这个世上了 光艳听着高木舍把内容念了一遍 惊讶到 这个是 遗书 柯南神色沉重起来 不美惊讶 那个人本来是想要用这根绳子上吊自杀吗 驰飞驰看着那双被放在桌上的手套 谁自杀 还会特地带一双工作手套 绳子 遗书 手套 怎么看都更像企图杀人 在伪造成自杀 当然 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巧合 或者想法奇怪的人 仅凭一双手套 也不能说 这个人就是想干坏事 只不过这个可能性最大 高木舍拿起皮夹 从里面翻到了驾驶证 看着上面的信息 真忠大二郎 27岁 一旁 驰飞驰也转头看了看 驾驶证照片 是一个棕色短发 带着自然卷 五官清秀的男人 双眼轮廓线条偏圆 显得温和无辜 确实是那个 差点被刚才 砸到的男人 原籍是背护艇 现住址是米花艇四丁目 明明才二十多岁而已 就说什么 对活下去感到厌倦 高木舍有些不解 这不是老人家才会说的话吗 柯南心里赞同了高木舍的话 看向桌上的白色手套 还有一个更奇怪的一点 护士站的护士走了过来 跟高木舍表示人 可能要醒了 于是一群人决定进病房看看 高木舍坐在病床边 等了一会儿 发现男人睁开眼 松了口气 真中先生 你总算醒了 病床上 真中大二郎的思绪 还停留在钢板杂下的时候 迷茫转头看高木舍 我是警察 高木舍把手里的信 白色手套和绳子举高 问道 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真中大二郎脸色微变 视线飘向另一边 我想请你说明一下 高木舍正色说着 见真中大二郎不解释 放中了语气 真中先生 真中 真中大二郎重新看向高木舍 一脸迷茫 那是我的信吗 高木舍猛 呃 是 真中大二郎看着天花板皱眉 很快一脸痛苦地用双手抱着头 不行 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高木舍忙站起身 我去帮你叫医生 迟飞迟跟出了病房 回到了休息处 撒谎的痕迹太明显了 就算不用左眼录像慢放 刚才真中大二郎脸上的惊讶和心虚 也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没一会儿 惠元埃找到了坐在休息区 沙发上的池飞池 在一旁坐下 医生说 他的脑部没有受伤 或许是之前摔倒时 他头部受到了撞击震荡 或者自身受到惊吓 所导致的短暂性失忆 不过 居然会连自己是什么人都忘记了 好可怜哦 三个孩子和柯南走了过来 辉元埃转头看 也就没再说下去 好 袁太干净满满地伸手挽袖子 看我用冲击疗法来治疗他 这个想法不错 池飞迟突然出声附和 辉元埃一愣后 嘴角微微扬起 看来不用他提醒 飞迟哥也注意到了 那个人不一定是真的失忆了 不过知道内情 在听飞迟哥这话 摆明了就是讥讽吗 是吗 袁太得到认可之后 更加自信 转身就要 往病房去 那我 等等 袁太 光焰连忙拉住袁太 不可以了 如果让他恢复记忆 搞不好 他又会做出自杀的举动来啊 袁太停住 也 也对 现在高木警官守在病房里 暂时是没关系 但是他不恢复记忆 就不记得自己认识的人 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恢复记忆的话 他说不定又会去自杀 不美情绪有些低落 用求助的目光看向 在场年纪最大 他觉得很靠得住的池飞池 到底该怎么办 池哥哥 池飞池被不美 用完全依赖的目光看着 考虑到今天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看看 这次是什么事件 也就不打算再看戏 站起身道 去查一查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对哦 光焰激动拍掌 只要弄清楚他自杀的原因 帮他把问题解决 他就不会想要自杀了吗 不 池飞池停下往电梯走的脚步 转头看光焰 是调查他说谎的原因 啊 光焰不明所以 说谎 柯南失笑 起身跟上池飞池 走吧 我们先调查完再说 有节奏一致的小伙伴在身边 感觉真好 让人很有干净 五个小鬼头 跟着池飞池到了医院楼下 袁太突然想起一件事 对了 我们从哪里开始调查 柯南仰头看向池飞池 池哥哥刚才探头看了真钟先生的驾照 应该 本集东京都背护艇六丁目五番地 住所 东京都米花艇四丁目二十番地十五号 池飞池报了真钟大二郎驾照上的信息 从现居地开始查 好 光焰正色道 四丁目离这里不远 那就先去问问他的邻居 看他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烦恼的事 不过 为什么池哥哥说他在说谎啊 不每疑惑问道 人在说谎的时候 其实是会表现在脸上的 有的人是眼睛一直眨 有的人是眼神闪烁 柯南道 那个人回答高木警官的问题的时候 眼神一直在闪躲 那也有可能是他觉得很不安吧 光焰猜测道 毕竟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 袁太思索着道 而且他也没必要装自己失忆吧 这个 柯南看了看走在旁边的池飞池 我是还不知道了 我暂时也没法肯定 池飞池顿了顿 又道 不过那个人本来就很奇怪 有吗 光焰皱眉思考 有啊 他当时往米花艇住宅区的方向去 这就奇怪 柯南道 一般人想上吊自杀的话 都会选择一个人烟比较少的地方吧 不是所有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光焰鼓起勇气反驳 偷偷撇持飞池 剑池飞池朝他点头 心里突然平静下来 认真脸继续倒 而且 住宅区也有很多僻静的地方 说不定某个地方对他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他才想去那个地方自我了断 这也是有可能的 总之 我们应该先掌握足够多的线索 再来判断他的行为是不是奇怪 不能就这么怀疑他 不是吗 柯南本来想说手套的事 不过也被光焰最后一句话 说服了 笑着点了点头 也对 光焰松了口气 也笑了起来 谢谢 柯南 还有 池哥哥 辉原挨走在一旁 心情不错地盘着飞池 飞池哥有时候是会一拳定柯南 但总体来说 还是很尊重不同意见 也很鼓励他们多思考的 这种莫名的自豪感 是怎么回事 唉 反正他家飞池哥超好 一群人到了米花艇四丁目二十番地 十五号在一栋公寓楼里 有五个小鬼头在 出租公寓的妇人 觉得坏人不会带一群小孩子来干坏事 所以没在意池飞池冷淡的神色 听了事情经过 也就信了 带一群人去了真钟大二郎的房间 真钟先生 原来是画家呀 光焰站在门口打量屋里 是啊 妇人笑道 不过他根本没什么名气 就是了 不美看着房间里的画 低探道 可是画很漂亮哦 池飞池走到一堆画旁边看了看 都是写实风格的油画 构图 笔触 色彩搭配方面很老练 能看出是正式学过的 慧原哀走到一旁 视线看过一幅幅画 有时候 不是画得漂亮 就能出名的 池飞池心里表示认可 如果说差了点什么的话 大概就是意境 说玄乎点 就是灵魂 画作也好 摄影作品也好 经典之作未必符合某一框架 也未必需要多夸张的表现方法 有的风格离经叛道 有的风格没守成规 却能让人眼前一亮 或者越看越有韵味 就算是写实画作 在光线方面略做调整 或许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具体要看画家自身的想法 也可以说 那就是画家自己的风格 真钟大二郎的话是好看 但就是 缺少了那一点想法 不过这也抢求不来 四处转 盯着看找不到的那一丝灵感 有时候 反而会在闹哄哄的市井街头冒出来 另外 就算能画好 出不出名 也是说不准的事 别忘了 有的艺术家是死后才出名的 他那个人真的很认真 为了画好一幅画 就算花上半年 他也不在乎 富人说着 有些不满起来 也难怪会搞到连房屋都交不出来了 柯南好奇问道 他的经济状况不好吗 真钟大二郎先生 后方 一高一矮两个人进门 矮个子穿着红色衬衫 外面套着墨绿色和黑色竖条纹西服 头发染黄 竖成沙马特飞机头 脖子上海戴着一根金项链 高个子穿着蓝色衬衫 外面套着红色和白色竖条纹西服 留着大光头 脖子上同样套了一根金项链 持飞持转头看到两人 瞬间想起三原色 红 黄 蓝 以及 红配绿可不是一般人能穿的 矮个子脸上带着冷笑 今天可得请你把钱还清了 高个子立刻到 连本带立总共两百万 妇人一看 两人这一副我是黑色惠的样子 皱了皱眉 插腰走上前道 真忠先生他现在不在 两人没有纠缠 转身离开时 高个子还丢下一句话 告诉他 我们会再来的 妇人目送两人出门 转头对持飞持等人道 要说真忠先生有什么烦恼 我看这是欠债了吧 那两个人每天都跑来跟他讨债呢 如果他的烦恼是欠债的话 袁泰看向持飞持 很快摇头 不行不行 要帮忙也只能用我们的经费来 持哥哥又不欠他的 可是我们的经费也不够 光燕摸着下巴 最近没什么委托 就算有 也得攒上很久吧 你们也不欠他的 持飞持语气微冷道 作为一个有手有脚 脑子又没病的成年人 还要一群小孩子攒钱接济他 那活得未免也太失败了 也 也对 不美见持飞持 脸色发冷 汗了汗 转头问妇人 那真钟先生 认识的人里 都没有人可以借钱给他吗 他没有家人了 虽然好像有一位叔叔在 妇人回想着 摆了摆手 可是不管他拜托几次 对方好像 是连一毛钱都不肯借 那位叔叔也没什么钱 是吗 不美问道 人家可是个大富翁呢 妇人一脸八卦的压低声音 就是在米花南亭那边 有栋大豪宅的银林先生 米花南亭 光艳回忆着 有 有 袁太盲激动道 门牌写着银林的大豪宅 我以前看到过 对方好像也不剩什么家人了 只有独自一个人而已 妇人语气郁闷道 我也搞不懂 那些大富豪是怎么想的 既然是唯一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侄子 对他再好一点 也没有关系吗 唯一的血亲 柯南想着 突然明白了 如果那位银林先生死了 那么作为唯一血亲的真钟大二郎 就可以继承遗产 今天真钟大二郎去的方向 也是米花南亭 说不定不是去自杀 而是因为被逼债逼得受不了 搞不好也在怨恨不肯接济自己的亲叔叔 想去杀对方 所以 在真钟大二郎的包里 除了上吊用的绳子之外 还有一封语气过于老太的遗书 和一双工作手套 时飞时见柯南 一脸沉思地愣在原地 看向妇人 进行最后的人际交涉 谢谢 给您添麻烦了 我们想去那位银林先生家里看看 就不打扰了 应该是因为高牧社说了自己是警察 真钟大二郎担心自己想杀人的事 被警方发现 灵机一动 假装自己失忆了 您太客气了 夫人一看眼前的年轻人 虽然脸色冷淡 但说话彬彬有礼 笑了起来 对方未免有那么好说话 可惜我在那边也没有熟人 不然可以带你们过去 一群人打了招呼离开 由原泰带路去迎铃驾 光燕走在路上 突然停下脚步 我终于知道了 不美转头问道 你是说解决真钟先生债务的问题吗 嗯 那个还没有了 光燕认真脸 我知道真钟先生 为什么会走在那条路上的原因了 柯南有些惊讶 光燕知道了 真钟先生当时正准备去的 是他叔叔 位于米花南亭的家 光燕皱着眉 神色严肃道 目的就不用说了 因为不管他拜托多少次 对方都不愿意借钱给他 让他很不满 于是 他就打算到自己叔叔家里去自杀 柯南脸上欣慰的笑僵住了 恶灵诅咒 听起来也不错 惠元哀笑了笑 这份天真是小孩子的专属哦 光燕疑惑看惠元哀 惠元 你这话说的 未免太老成了一点吧 我 柯南突然掉头往医院的方向跑去 不行 他得再确认一下 小孩子可以天真 但事实真相 不是天真就能掩盖的 柯南一马当先跑回医院 一路上楼进病房 把其他人远远甩在身后 病房里 高木设一个哈欠没打完 疑惑看着柯南关门 柯南 你们不是回去了吗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柯南朝高木设笑眯眯说完 走到病床前 仰头看着坐在病床上的真中大二郎 一副小孩子天真懵懂的模样 小声道 你的脚会痛吗 真中大二郎被柯南外表蒙骗过去 看向自己打了石膏的腿 麻药退了之后 多少是有点痛 不过骨折的是脚 真是太好了 对吧 柯南笑着 继续小声道 如果是手的话 在好之前就不能画画了 真中大二郎笑道 就是说啊 柯南脸上笑眯眯 心里渐渐沉重 这个人知道自己是个 在画画的人 果然是假装丧失了记忆 池飞驰带着剩下四个小鬼头 到医院病房后 听高木设说 柯南跑到天台去了 打算去看看 这个案子他没印象 但只要注意搜集线索 进行符合逻辑的推理 就能知道真相 估计又是一个犯罪未遂 凶手被感化的事件 那名侦探跑去天台上做什么 会员埃拎着飞翅 跟上了池飞池 还有我们去带他下来 就可以了这种话 安抚住袁泰 光燕 不美三个孩子 让三个孩子 留在病房里 陪真中大二郎 出了电梯 往天台门口走的时候 会员埃解释道 你和江湖川还要商量 接下来怎么办吧 那还是让他们留在病房比较好 要是告诉他们 真中先生其实是想杀人 会很打击他们的 持飞池伸手推开天台的门 感受着凉风扑面而来 一脸平静地低声道 小孩子受点打击 没什么不好 是吗 会员埃 看向站在天台铁丝 往旁边的柯南 江湖川特地跑那么快 甩开我们一个人 到病房去找真中先生 应该是想避开他们 确认一下真中先生 有没有撒谎吧 你在路上刻意放慢速度 就是想拖着时间 让他们别知道 江湖川在做什么 对吧 而且 你应该也知道 真中先生真正的想法了 但在路上却没有 纠正光焰的推理 柯南背靠着天台边缘的 水泥台和护网吹风 听到动静后 也转头看向过来的 持飞池和会员埃 我说 你多少也识声一点吧 会员埃陷入吐槽状态 我可是把自己的想法 原原本本告诉你了 小爱 持飞池出声打断 会员埃打住吐槽 疑惑仰头 看持飞池 我才发现 原来你话也挺多的 持飞池道 会员埃一秒冷脸 撇持飞池 不可以吗 可以 持飞池脚步 没有停留地 走向柯南那边 这样挺好的 会员埃愣了愣 低头盘飞池 可 这还差不多 柯南看着持飞池走在面前 直接开始说事 我已经试探过了 真中先生还记得 自己是个画家 他是假装失忆 他当时 是打算去米花难挺的 自己叔叔家 但不是为了自杀 而是为了杀害自己的叔叔 所以他 才会准备作案用的手套 这么一来 那封遗书的内容 也就说得通了 持飞池站在下风口 拿出烟盒 准备听名侦探 跟他对答案 只要迎铃先生死了 所有的遗产 就会落在真中先生手里 这就是他的目的吧 柯南看着持飞池 见持飞池 点头确认答案一致 神色认真的继续道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 他还没有行动 我们根本没有证据 来证明他的阴谋 持飞池手顿了一下 把拿出来的烟 重新装回烟盒 低头看向柯南 柯南被持飞池盯着 一时间不明所以 怎么了 你在纠结这个 持飞池向柯南确认 是啊 柯南更加不懂了 现在要考虑的 人还没有行动 事情还没有发生 你为什么会想着 找证据证明他想犯罪 而不是阻止 持飞池提醒着 看柯南的目光古怪 某个名侦探是光之魔人 又不是执法魔人 事情结果 应该比揭穿真相 更重要才对 今天这思想 是不是有点不对劲 柯南仰头看着持飞池 愣在原地 没错 事情没有发生 与其纠结着 怎么找证据 来证明别人犯罪 最主要的是阻止 眼前的持飞池 额前头发 被天台上的风吹得晃动 眼里除了平静之外 很难得的 还多了一些别的情绪 疑惑 想不通 不理解 是因为持飞池 下意识地想到了阻止吧 所以才无法理解 他为什么要纠结证据 而他居然纠结着 证据和真相 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东西 他刚才到底怎么想的呀 看着眼前的持飞池 他突然有些羞愧 会员挨也正了正 本来想调侃柯南的 只是看着柯南 变得复杂的神色 又有点不忍心了 也对 柯南笑了笑 随即又一脸认真的表示 自己反思过了 是我钻牛脚尖了 持飞池收回视线 很好 成功把光之魔人的思想 拉回正轨 希望大家做人都认真一点 黑方该杀人就杀人 红方该救人就救人 别突然乱来 他会担心事态发展失控的 柯南输了口气 觉得神清气爽 很快想到另一件事 沉默了一下 那个 你以前为什么会想自杀 会员挨也凑到一旁 仰头看着持飞池 真忠大二郎不是想自杀 但这里还有一个 以前想过自杀的人 他也想知道答案 不知道 持飞池回答得很果断 柯南一夜 喂喂 我是认真的再问 其实那封遗述的内容不奇怪 持飞池见三个孩子 从天台探头看过来 也没打算再抽烟 收起烟盒 动身往天台门口走 你去青山第四医院 了解一下就知道了 我已经厌倦在 活在这个世上了 不是只有老人 才会说的话 有的情绪怪圈 不在里面的人 很难理解 跳出来的人 也没法解释 所以别问我 除非再钻进去 不然 我是没办法 给你答案的 柯南跟上持飞池 决定放弃这个话题 笑道 那还是算了吧 现在不会就好 什么不会啊 等在天台门口的 不美疑惑问道 没什么了 我们去找银林先生吧 柯南笑着道 只要那个人愿意出钱 帮忙解决问题的话 我想 真钟先生 应该就不会再想 做出那些愚蠢的举动了 迟非迟 他是想说一句 凭什么银林 要为真钟 大二郎买单 不如把真钟 大二郎揍一顿 试试能不能把人打醒 不行 还可以考虑打断手脚 不过仔细一想 还是算了 柯南这种想法 也还算符合 光之魔人的身份 他就不说了 对于直接去人家 按门铃这种事 五个小鬼头 轻车熟路 正好对方在家 秘书开门后 听一群孩子 叽叽喳喳喳说 是因为真钟 大二郎来的 门铃暗响没多久 一个戴眼镜的 年轻男人开了大门 好奇打量了一群人 最后锁定石飞驰 请问 有什么事吗 我找银林先生 石飞驰一看就知道 自己被当成带头的了 不过他年纪大 他认 请问他在不在家 社长是在家 年轻男人迟疑着 不过他一会儿 还要去公司 我们有很重要的事要找他 光艳极道 不美接过话 要是晚了的话 真钟先生说不定会出事的 秘书一愣 是真钟大二郎先生吗 是啊 叔叔 柯南一脸乖巧的卖萌 你就告诉银林先生 我们有很重要的事 要跟他商量 跟真钟先生有关 我知道了 秘书点了点头 请各位稍等 秘书进门后没多久 就出来 带一群人进了院子 一路到主屋客厅 客厅里 吸服鼻挺的男人 坐在沙发上 往后梳的头发 打理得一丝不乱 只是期间夹杂着不少白发 嘴角和眼角 也爬上了上了年纪的人 会有的皱纹 神情严肃的皱眉 盯着茶几走神 秘书进门后走上前 放轻声音道 社长 客人我已经带进来了 男人回神 转头看到秘书身后的 池飞池时 愣了愣 有些惊讶地站起了身 池少爷 啊 三个孩子惊讶看池飞池 原来是银林大藏先生 池飞池认出了男人 伸出右手 打扰了 拿脸 银林大藏伸手跟池飞池握了握 脸上露出笑意 您能来做客 我很高兴啊 请坐吧 坐下再说 秘书转身去泡茶 端果汁 池飞池坐下后 对五个孩子道 银林先生跟烟氏财团 一直有合作 烟氏财团 不美一脸疑惑 柯南想起燕秋夫和燕剑三 一看是有联系的人 心里轻松不少 笑着解释道 燕家和池家是试交哦 原来是这样啊 袁泰来了精神 那这件事情 就更好商量了吗 银林大藏看向五个孩子 不知道这几位小朋友是 池飞池看向辉元哀 这是社妹小哀 您好 辉元哀打招呼 池飞池继续介绍 这是他的同学 柯南 袁泰 光艳和不美 叔叔好 四人乖巧问候 银林大藏笑了笑 又不解问道 天日找说 你们找我是为了大二郎的事 那小子又惹什么麻烦了 不是 是他受伤住院了 光艳 袁泰 不美唧唧喳喳 就把事情说了得大概 秘书日找端了饮料和茶过来 放到桌上 惊讶问道 你们说大二郎先生企图自杀 光艳点头 他现在虽然暂时失去了记忆 不过一旦恢复记忆 就有可能想不开 所以 问题还是出在债务上 袁泰期待 看向银林大藏 只要叔叔你愿意出钱 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不会有事了 持非持见银林大藏皱眉沉默 也不意外 端起桌上的茶杯 我这个晚辈 也算是能借此机会 来找您喝杯茶 由于燕家的关系 他们家和银林大藏 属于友好同盟阵营 但彼此交集不多 也就是见过一两次 互相寒暄过 算起来 银林大藏是他的长辈 但持家要强势一点 银林大藏 不会用高姿态面对他 说话做事 会给他一点面子 据他了解到的情况来看 银林大藏这个人 跟他家便宜老爸有点像 很注重脚踏式去发展 也不是那种 为了拉关系 就什么都愿意做的人 他今天突然 带着小孩子找上门来 说你唯一的血清 欠了一笔债 还不起钱要自杀 对于银林大藏 这种不缺那点钱的人来说 虽然他不是债主 但面对他 恐怕比面对真中大二郎的债主 更加尴尬 更觉得丢脸 他这么说 就是表示 我是以晚辈的身份来的 比起真中大二郎欠不欠债 能一起 坐着喝杯茶更重要 同样 你们一家人的事我不管 没打算嘲笑 或者勉强那一方 您想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银林大藏文言 紧皱的眉头舒展开 笑得有些无奈 家里侄子不成器 让您见笑了 他刚才是挺尴尬窘迫的 同时也在犹豫 一边是他不愿意勉强自己 一边又琢磨着 既然池家少爷都上门了 他是不是该迁就一次 态度太强硬 会不会显得自己对池家有恶意 这位池家少爷进门之后 鲜少发表意见 称呼尊重客气 但对方坐在自己对面 大概是因为过于沉静的气场 他居然没有面对晚辈的感觉 只是双方的年龄始终摆在这里 性格是一回事 思考方向 思想是另一回事 如果是持真之介 或者燕剑三 跟他提起真钟的事 他肯定开启埋怨模式 坦白地说自己的苦恼 只是池妃是太年轻了 他会下意识地认为 跟池妃迟眉地说 不过 池妃迟能看出他的尴尬和纠结 又主动按戳戳表了态 让他心里轻松了不少 那他也就不用顾虑了 这是个人精 既然民事里 那就算双方想法不同 也是可以交流的 而且他对持家少爷不怎么了解 以后大家合作的机会 说不定很多 趁机接触一下也好 那么大叔 袁太 光艳 不美 期待看着银林大藏 银林大藏看向三个孩子 神色严肃地拒绝 抱歉 我没有帮他的意愿 回到银林大藏身后的日爪 惊讶出声 社长 现在帮他还来得及啊 柯南皱眉道 虽然这是我家里的事 不过我也不介意说一说 大二郎在大学毕业之后 曾经到银行上班 我那时真的很高兴啊 银林大藏严肃地神色缓了缓 因为我认为 将来总有一天 能够让他接手 继承我的公司 可是那家伙做了半年 就从银行离职了 说是为了实现多年来 想要成为什么画家的梦想 说着 银林大藏情绪激动起来 抬起右手拍了拍胸口 那种辜负我一番心意 为所欲为的任性家伙 我为什么要帮他 不美迟疑 可是 那小子最后一次来这里找我 是上个月的事了 银林大藏打断不美的话 皱眉道 又是跑来跟我借钱 而且堂堂一个男子汉 居然为了这种事下跪 我就狠狠训斥了 这个没出息的家伙 还让他发誓 放弃当那什么画家 我已经把钱拿到他面前 跟他说了 只要他放弃 不管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他 哼 结果他却说 我这种试快的人 他才不想再来求我 既然他有种 那我也告诉他 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他 柯南看着银林大藏不满 又恼怒的神色 无语沉默 这么看来 真忠大二郎 想杀银林大藏 或许不仅是被逼债逼得紧 可能还有怨恨吧 明明唯一的亲人是个大富豪 结果却不肯借钱 还用钱来羞辱他 让他放弃梦想 所以 真忠大二郎 才会想着走极端 我已经说过 要帮他的忙了 是那个笨蛋自己拒绝的 银林大藏说着 突然大笑起来 哈哈 银林大藏笑起来之前的一瞬间 从银林大藏神色里 捕捉到一丝复杂 像是失落 又像是掺杂了别的什么情绪 柯南和三个孩子 皱眉看着银林大藏大笑 会员挨看了看 依旧一脸平静的银飞银 决定不表态 端起玻璃杯 喝了口果汁 既然这是跟银家有关系的人 那他就不只是一个 多管闲事的小学生 他说话 也得为银家考虑一下 谨慎一点 银林大藏大笑完 没有 银飞银放下茶杯 看向银林大藏 不过面对小孩子 您可以直接说说自己的真实想法 银林大藏一愣 不明白银飞银想说什么 真实想法 首先 您并不是对侄子不闻不问 正好相反 您还考虑过让他继承公司 据我了解 您不是那种一时兴起就下决定的人 这个决定必然是经过考虑的 银飞银看了看 站在银林大藏身边的日找 而且日找先生的态度 也多少暴露了您的真实想法 在我们提到 因真中先生的事过来的时候 他立刻不加迟疑地返回通报 刚才您拒绝的时候 他的态度不仅是惊讶 也有不解 日找见银林大藏转头看他 憨了憨 回忆尴尬地笑 作为您待在身边的秘书 银飞银看着日找 目光沉静 双眼如同身子的沼泽 他的态度 有时候也是您的态度 日找对上银飞银的视线 越发如芒在背 拿出手帕 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有种在两位大佬之间 夹缝生存的感觉 话说 这两位能不能无视他 银林大藏笑了笑 目光却飘了一下 理直气壮道 日找他只是顾忌 那小子是我的侄子 所以比较关注他罢了 咦 柯南留意到 银林大藏刚才闪烁的目光 心里突然有了答案 银飞银是对的 因为银林 真中这对书只俩撒谎 表现一模一样嘛 连目光闪烁起来都那么像 您真不会撒谎 银飞银说话 依旧带着静语 语气也是平平淡淡的 但说出的话 就不怎么客气了 直白的耶人 不仅是日找 您在听说 我们因真中先生的事 而来之后 就立刻决定见我们 如果真的不打算 管真中先生的事 您直接拒绝不就好了 叔叔 您可别说是因为 银哥哥在哦 柯南笑着 赌银林大藏的退路 很明显 在银哥哥进来的时候 您才发现 来访的人是他 可 银林大藏果断换了个借口 眼神再次飘来飘去 让客人站在外面 是很不礼貌的 会原哀一脸无语地喝果汁 作为一个大公司的社长 难道什么陌生人 找上门来 都会见的吗 三个孩子半月眼 定 这话说的 他们都不信 银林大藏 小鬼们这是什么目光吗 真是的 看得人老脸响红 其实您可以直接说 您不是不管他 不是不在乎他 问题根源不在于 真中先生是否违背您的意愿 不在于真中先生 是选择继承家业 还是选择追求梦想 而是在于 真中先生选择追求梦想 却连自己的生存问题 都解决不了 所以想逼他一把 让他要么放弃 要么就争气一点 活出个人样来 时非时顿了顿 抱歉 这些话说的可能 有些重了 我父亲在对后辈的想法 这方面 跟你很像 所以我忍不住多说两句 这对书职里 真中大二郎的问题要大一些 真中大二郎 追求梦想没有错 理想主义也好 现实主义也好 都有好有坏 但混到生活难以为继 好像离了别人就活不下去 未免也太窝囊了一点 作为一个27岁的人 成年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在追求梦想 闷头画画之余 怎么也要考虑生存所需 并且去想办法解决 哦 不对 真中大二郎考虑了 也想办法了 只不过他的办法 是来求自家有钱的叔叔给钱 男人可以跪吗 可以 可以为了恩情 可以为了别的原因 甚至可以 是为了放松对手警惕 想着 给对手一岛俱跪 但绝对不该 是因为自己过不下去了 为了祈求别人的施舍而跪 如果真中大二郎有点脾气 就该像小田切明 也当初对他老爸一样 我就是不听你的 我就是要去跟狐朋狗友 去唱地下摇滚 我就是要气你 什么 断我经济来源 老头子 你以为吓得到我 别管用什么手段 我照样活得潇潇洒洒 再说回正题 之后真中大二郎 不管是为了遗产 还是因为自己叔叔袖手旁观 羞辱了自己 想到杀自己叔叔继承遗产 要是真的做了 只要真中大二郎 发现真相之后 别后悔 别痛哭流涕 咬定自己就是心狠手辣 不念亲情 那他也竟真中大二郎是个狠人 但真中大二郎决定这么做 还是用了是他不帮我 是我侮辱我在先 我是为了梦想这些 看似正当的理由 来遮掩自己的无能和贪婪 甚至要是等迎灵大藏死了 再知道迎灵大藏没有放弃他 真中大二郎 大概还会哭得一塌糊涂 总之 真中大二郎和迎灵大藏这两个人 他更欣赏迎灵大藏 那他心里自然也就偏向迎灵大藏这一边 唉 迎灵大藏没有在维持之前强势的姿态 低头叹了口气 右手插进头发中 显得有些无力 很快又叹了口气 继续沉默 没错 他就是想逼真中大二郎 活得像个人样 人家说的一点都不过分 只是 他心底那一点想法 都被持家少爷抖出来了 抖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还让他说什么好 除了说你说得对之外 他还能说什么 客厅里一时安静下来 袁太 不美 光艳三个孩子 面面相去 他们是没想到 迎灵大藏是这么想的 大人的想法真复杂 他们有点不太懂 那还要不要继续劝迎灵大藏帮忙 池飞池也没再说下去 他表现得有些咄咄逼人 来揭穿迎灵大藏的想法 也是基于双方的关系 对于敌人 待藏桌就得藏桌 对于盟友 有时候 要给予对方坚定共同作战这条路的信心 尤其是 对于手里的整体力量 不如自己这边的盟友 在合适的时机顺水推舟 来一次显得自己很坦白真诚地展示 有利于稳定关系 不过 接下来迎灵大藏怎么打算 他就不打算干涉了 这边 池飞池说完收工 沉默喝茶 那边 迎灵大藏又叹了口气 哎 池家少爷也真是的 就不能留一句很有道理的话 让他来说一下吗 当着一群小孩子的面 他总不能一直说对对对 您说的对吧 刚才还一副坚定的模样 转眼就这么积极地承认自己口是心非 那多没面子 要不谈谈怎么处理这件事 可是就算是心思被拆穿 他的想法还是一样 恨铁不成钢 还是不想就这么去帮那个小子 会云挨学着池飞池的模样 喝了口果汁 发觉空气实在过于安静 抬眼瞥见池飞池一领处的舌头 熟练地伸手 把飞池给拽出来 行 大家慢慢思考 他盘一会儿飞池来打发时 秘书日爪站在迎铃大藏身后 正纠结 发觉客人那边有动静 抬眼确认 自己是不是该去添茶或者添果汁 就看到 某个茶发小萝莉 探着身子 拽出一条长长的蛇 脸色瞬间白了 猛然戒备后退 蛇 蛇 迎铃大藏抬头一看 也有点猛 这条蛇哪来的 飞池转头看了日爪一眼 尾巴缠上挥圆挨的胳膊 哎 真胆小 不过日爪这一声喊 倒是打破了寂静 柯南觉得 留给迎铃大藏考虑的时间也不少了 正色出声劝道 迎铃先生 虽然你是为真钟先生考虑 但有时候误会是会引发悲剧的 趁着现在真钟先生 还没做出傻事 还来得及 是啊 叔叔 光燕也附和道 至少你应该去见见真钟先生 跟他说清楚 如果真钟先生想不开再去自杀 那不是很糟糕吗 不眉也道 迎铃大藏收回猛猛 看着飞池的视线 没在想舍的事 闭了闭眼 站起身叹道 好吧 你们说得对 我去医院看看他吧 哎 这群孩子也是人精 说的话这么有道理 而且又把他能说的话给说完了 日爪松了口气 笑道 其实社长是很在意真钟先生的 他让我伪装成买画的人 去画展买了不少真钟先生的画作 再捐给学校 也算是一直偷偷接记真钟先生吧 日爪 迎铃大藏 撇日爪 够了 别话多 给他到时候留两句 日爪只能挠头笑 视线鱼角 撇剑飞翅的 舌头转向他 整个人又僵了僵 我 我去开车 袁太站起身 突然想起一件事 认真脸对迎铃大藏道 对了 叔叔 既然要解除误会的话 性格就不要那么别扭了吗 光烟认可点头 其实平时也不要太别扭比较好 能避免很多误会 不美笑咪咪道 帮助真钟先生是好事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迎铃大藏 老脸真的红了 这群小鬼 真啰嗦 成年人是喜欢为了奇怪的原因去逞强 会愿爱一脸淡定地拎着飞翅站起身 年纪越大的人越是如此 还比较爱面子 迎铃大藏 那能不能给他这个 在场年纪最大 冲着60岁去的人留点面子 日找开了一辆七座的黑色商务车 载着一群人前往米花医院 柯南去了副驾驶坐 石飞池和迎铃大藏 坐中间一排方便说话 而剩下的四个小孩子在后排座 也依旧显得宽敞 光艳活动了手脚 不由感慨道 博士那辆车子的空间还是太小了一点 我们全部上车就坐不下了 更不用说活动手脚了 会员挨盘着飞翅 加入吐槽队 飞翅哥那辆车也好不到哪里去 袁泰点头认同 又补充道 博士的车子还有行李架 持哥哥那辆车子的车顶 连行李都放不了呢 柯南在前方听着最后面叽叽喳喳讨论 觉得好笑又有些幸灾乐祸 看吧 在小孩子眼里 持飞翅那辆雷克萨斯SC 就是坐不下太多人 车顶放不了行李 价格还死贵的小破车 虽然能打开车顶吹风 是还不错了 不没转头 看车窗外 期待又遗憾 但要是明天去赶海的时候 大家能坐一辆车就好了 那样会更热闹一点 前面 持飞翅提议到 要不要去租天堂 以前租的那种露营车 换车就算了 他家小红雷是真爱 他都快开出感情来了 而要是再买车的话 长期放着浪费又碍眼 那还不如需要的时候再去租 好耶 元泰立刻信冲冲道 这样就可以全部坐一辆车了 而且 那种露营车真的超棒 不过那种露营车租下来不便宜 光彦拿出小本本和笔 低头看着 这样一来 预算会超值很多 原本有博士和持哥哥的车子 我们只用购买赶海用的工具 中午和晚上的便当 还有零食就可以了 除了便当和零食之外 工具倒是可以用之前用过的 但是要租那种车的话 活动经费估计要全部花光 连零食都买不了 啊 元泰顿时沮丧 可以我出三分之一 博士出三分之一 你们出三分之一 持飞驰顿了顿 或者换便宜一点的商务车 后排叽叽喳喳开始讨论 引领大藏失效 转头问持飞驰 这些孩子还真是够认真的 他们的活动经费 是定期存入的吗 不是了 元泰一脸自豪道 是我们自己赚的 我们是少年侦探团哦 不美笑咪咪 可以接受别人的委托的 啊 对了 光艳低头从外套口袋里 翻出一张手绘的宣传单 正色递给引领大藏 引领先生 这是我们的宣传单 有事需要帮忙的话 请务必来找我们 宣传单是用蜡笔画的 图画不算精致 完全是小孩子手法稚嫩的涂鸦 能看出中间是五个孩子 和一条大大的蛇 后面还有两个大人的影子 最上方是少年侦探团的大字 在宣传单下角 还认真的用中信笔写了联系方式 有两个邮箱 两个电话号码 还有一个地址 写明了地单小学一年B班 外加一个委托信投递处 地单小学门口某某鞋柜柜 引领大藏接过宣传单 看着上面的涂鸦 感受到了小孩子 寄托在那份天真诚挚的心愿 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是你们亲自做的吗 画得很好呢 池飞池没掺和着 给引领大藏 递毛利小五郎的名片 现在递名片 有抢生意的嫌疑 这群刚打算大出血的孩子 会闹腾起来的 而且他给人递自家老师的名片 也会看心情 心情一般的时候 就只给需要侦探帮忙的人 心情好的时候会递得多一些 但也不会逢人就给名片 他和毛利小五郎 都不需要缠着人推销 随缘就好 我们还帮真词集团和菲尔德集团 设计过吉祥物 不美笑道 虽然只是提供想法 但有需要可以找我们哦 引领大藏也很配合地笑着 原来小水龙吉祥物 是你们的手笔啊 那有需要的时候 还真可以找你们帮忙呢 前作 开车的日早脸上也露出笑容 心里有些感慨 他们社长习惯板着脸 今天算是心情最好的一天了吧 社长笑容这么多 连他的心情都跟着好了不少 其实 画得也不是那么好了 光燕有些不好意思的挠头 让人一看就知道 宣传单谁是主画师 我们都没有专门学过 比真钟先生画得差了很多 引领大藏笑着 低头看手里的宣传单 手指抹撒过上面的蜡笔线条 叹道 其实我也曾经以 成为画家为目标啊 三个孩子惊讶 连辉原哀 柯南和日早都抬头 或是从车内后视镜 看了看引领大藏 可是实在难以糊口 最后我舍弃了那个梦想 正是因为了解这个梦想 实行起来有多辛苦 我才想让大二郎明白 要么趁早放弃 不要蹉跎岁月 要么就拿出绝对的勇气来 引领大藏看着手里的宣传单 眼里满是追忆 好像隔着上面的简笔画 看到曾经怀有梦想的自己 很快又笑了起来 把宣传单折好装进口袋里 转头对持飞迟道 不过大二郎还是不争气 不说有吃少爷一半名势力 哪怕有孩子们一半懂事 也能让我放心了 持飞迟一脸平静地表示不认同 开在远处的花 永远是最美好的 因为无法看到 藏在花叶下的荆棘 和裸露在外的污泥 也不省心就是了 他觉得 引领大藏可以去问问他老爸 他省不省心 他老爸的答案是什么先不说 反正他觉得 少年侦探团这群孩子熊起来 一点都不省心 其他小孩子 最多玩玩过家家 哭闹着要点东西 这群熊孩子 敢追着杀人凶手跑 一天比一天知道得多 也一天比一天能搞事 不等引领大藏发表意见 袁泰第一个表示不服 我们哪有让人不省心啊 是啊 光严认真脸生命 我们能自己做好多事 还能帮助同学 和需要帮助的人 有时候 还能帮警方的忙呢 柯南心里呵呵干笑 说到帮警方的忙 他倒是相当赞同驰飞驰的说法 这三个孩子 一点不省心 后座 辉原哀忍不住看向副驾驶座 这么一说 他觉得孩子们 就是被某个遇到危险 还使劲冲得 名侦探待坏了 咦 柯南心里疯狂吐槽着 突然发现 前面大桥上 有一个熟悉的人站在桥边 探头确认 是真钟先生 大桥上 真钟大二郎 还穿着医院的病号服 一条腿 也打着厚厚的石膏 拐杖丢在一旁 坐在地上 欲哭无泪 他是怎么也没想到 追债的人会找到医院去 那个警察还盯他盯得那么紧 大二郎先生 高木舍从桥那边跑来 大声喊道 你的记忆恢复了对吧 有什么事 我可以先陪你好好聊聊 跟你好好聊聊的话 一定会露出破绽的 真钟大二郎惊慌低难着 伸手扶着栏杆爬起来 转头对高木舍喊道 别过来 我会跳下去哦 高木舍连忙停下脚步 气喘吁吁地 看着真钟大二郎 瞧得另一边 红黄蓝追债两人组 也冲着真钟大二郎狂奔 一脸怒气冲冲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还钱吧 两百万 别过来 谁都不准过来 真钟大二郎左右看看 感觉左有狼 右有虎 背后是车道 自己只能往前跳 双手撑着护栏 探身出去 声音发颤 要不然 我真的会跳下去的 会死哦 我真的会死哦 黑色商务车 在后方停下 车里 吃飞吃面 无表情 他好想上前 把人踹下去 不行 忍住 给银铃大藏 留点面子 银铃大藏下了车 脸色难看的 朝真钟大二郎走去 满口死啊死的 没出息的家伙 真钟大二郎一脸惊讶 你 你怎么会来这里 银铃大藏没有回答 在真钟大二郎 身前止步 盯着真钟大二郎道 当初跟我说 你要成为画家的时候 我早就已经反对过了 我说过 画画难以糊口 可是你却一点也听不下去 选择为梦想活下去的路 真是太愚蠢了 真钟大二郎顿时皱起眉 像你这么势快的人 怎么可能了解 我的感受 不出所料 你果然开始跑来求我帮忙了 银铃大藏 自顾自地说着 沉声道 可是大二郎啊 你以为有困难的时候 就可以找人帮忙 抱着这种天真的态度 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才决定 狠下心对你无情无义 无论你再怎么恳求我 都绝对不提供任何一点帮忙 你少在那里美化你自己了 真钟大二郎 恼火打断 不是哦 柯南见这两人很难沟通好 走上前 把之前日照给他看过的照片递上前 银铃先生一直在暗中帮助你 他一直在让秘书偷偷买你的画 然后捐赠给小学 你看 这个是那里的学生 给银铃先生的感谢函 我是从那所小学毕业的 银铃大藏看了看 跟着驰飞驰下车的其他孩子 美丽的话 一定能够让孩子们 培养出丰富的心灵 我是抱着这种信念 在持续送话 你一直在买我的画 一直在暗地里 伸出援手帮助我 真钟大二郎 看了照片背后感谢的话 不解地抬头问 自家叔叔 那你为什么从来不告诉我呢 那并不是帮助 银铃大藏 目光又开始飘来飘去 我是看画不错才买的 结果买到的画 恰好是你画的而已 袁泰忍不住笑出声 这种画听起来好夸张啊 银铃先生 是个很为侄子着想的好叔叔 不美笑道 也是个对小孩子很好的大叔 银铃大藏转身拿出钱 帮真钟大二郎还了债 又转头对真钟大二郎道 这也不是在帮你 只不过是孩子们期待着 会收到下一幅画 我提前支付的定金 叔叔 真钟大二郎上前一步 懊恼地低下头 对不起 其实我本来 好了 不要再说了 银铃大藏上前拍了拍 真钟大二郎的肩膀 放松了声音安慰道 只要不要再兴起 什么自杀的念头就好了 时飞时见 真钟大二郎 抱着银铃大藏 哭着说对不起 收回了视线 先不说真钟大二郎以后 想开窍 估计也悬 就算开窍了 大概也是开的画师窍 跟燕家的燕丘夫一样 又是一个想追求艺术的 唯一继承人 那他能不能试快一下 不 不用 银铃大藏才五十多岁 能熬到孙辈继承家业 不会像燕家那样 急于给产业找后路 而银铃大藏的公司 争力也争不过他们 那维持现状就好 让银铃大藏好好经营公司 大家合则双赢 他们也更加省心省力 池少爷 这次真是麻烦你了 银铃大藏感慨说着 又转头 对自家侄子解释道 是池少爷带着孩子们 去我家里找到我 让我来跟你说清楚的 跟池少爷说声谢谢吧 是孩子们的主意 池飞池没打算 跟一群小孩子抢功劳 光艳正责道 可是 如果不是池哥哥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去 说服银铃先生呢 袁泰 布美 连连点头 默默认可 接触下来看 银铃先生性格别扭 有点强权是家长的倾向 要是没有池飞池 光他们一群小孩子找上门 事情恐怕不会这么顺利 谢谢你 池少爷 谢谢大家 真宗大二郎道谢 也没忘了高牧舍 有些不好意思 还有警官先生 谢谢啊 之前给你们添麻烦了 高牧舍不好意思地挠头笑 没什么 没事了就好 跟高牧舍 银铃大藏书直告别之后 池飞池带着一群小鬼走在路上 抬手轻轻拍了拍柯南的脑袋 这种没什么难度的事件 他的印象不深 不确定原本该是什么样的发展 但目前来说 在淹室财团跟真实 菲尔德两个集团合并之前 他借此机会 大致摸清了 银铃大藏这个淹室重要合作人的性格 知道了看中的人 又留了一份交情 在这摆着 是件大好事 看来死神小学生 不仅会带来死亡 有时候也是帮忙扩人脉的力气 侦探这种生物 果然恐怖 柯南察觉头顶被人轻拍 下意识地抬头 发现走在身旁的池飞池 已经收回了手 疑惑问道 池哥哥 怎么了吗 没什么 池飞池神色如常道 是吗 柯南抬头摸了摸头顶 确认头上没多出什么奇怪的东西之后 脸色发僵 刚才也没发生特别的事 池飞池轻拍他的头 却又不是想跟他说话 好像只是单纯摸摸他的头 而且动作很轻 透着些许像是胸掌 一样的宠溺 温柔地令人毛骨悚然 是的 就是毛骨悚然 这份温柔来的突兀 不合罗戒 且不像是池飞池能做出来的事 让他后背的汗毛 都全部竖起来了 一旁 辉云埃看了看柯南的头顶 又仰头看池飞池 盘着飞池不吭声 池飞池懂了 伸手轻轻拍了拍辉云埃的头顶 前方 袁太 光艳 不美停下脚步 回头 钉 池飞池又抬手 一人头顶给拍了两下 行行行 每个都有 不美伸手摸了摸头顶的头发 笑弯了眼 这算是奖励吧 绝对是 光艳也心情大好 毕竟今天我们 帮了别人的大忙啊 我感觉像是荣誉徽章一样眼 袁太有些受宠落惊的感觉 仰头往上看 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头顶 不过 这么做自然是看不到自己头顶的 只能看到远处太阳下的商城大楼 柯南听三个孩子这么说 感觉后背的冷意消散了不少 陷入了沉思 难道池飞池 就只是表示夸奖 觉得他们这一次做得好 不对吧 比起其他事件 这次事件也没有太特别 而且他之前只想着找证据证明 真宗大二郎想杀人 他自己都觉得是败笔 池飞池没理由那么温柔地表示鼓励和夸奖 那难道是池飞池在安慰他 让他别再想他中午 跑偏的思想 也不对 由于结果是好的 他没有太纠结 也没有再跟池飞池聊起他钻牛角尖的事 就算是池飞池担心他在意中午的事 也不至于做出这么反常的举动 又出现幻听吗 或者是幻视 再或者是情绪异常高涨 一日 一辆七座商务车离开东京 一路开往神奈川县 租普通商务车是少年侦探团做的决定 而且因为想留下更多的钱买零食和饮料 五个孩子连午饭都定为自带便当 各自从家里带了午饭出门 池飞池和阿力博士当然不会有意见 不管怎么选择 孩子们自己做好规划就行 车子抵达海岸边 池飞池把车开进停车场停好 跟阿力博士把便当和分发下去 袁泰 光燕 布美三的孩子匆匆吃完饭 把帽子戴好下了车 握拳不断往上举 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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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池探头 跟着喊口号 赶海 赶海 一起去赶海 光燕 一起搭车出来玩的目标达成 袁泰 今天一定要大丰收 布美 还要给飞池建一个大沙宝 池飞池跟阿力博士下车 去后备箱拿小桶和耙子 再次分发下去 所谓的赶海 就是人们根据潮落的时机 到海岸的滩涂和礁石上打捞 采集海产品 一般都会选择贝类沙比较多的地方 时间最好选在大潮汛期间 阿力博士早就计划着暑假海边旅游活动 正好遇到大潮汛 就选了一个安全性有保障 适合带小孩子赶海的地方 虽然他没来过这片海滩 但看停车场里 几乎停满的车子 似乎有不少人觉得 这片海滩很不错 一群人到了海滩入口 赶海的人已经在入口处排出了长长的队伍 排队 交钱 了解规则 到海滩上已经是半个小时之后了 海滩上的沙子 沙质细腻 颜色偏白 拥挤的人群 就像爬满了白土地上的蚂蚁 每隔鸡米 就有两三个穿着短袖衫 短裤或者把裤腿挽起来的大人 或是小孩子 一个个戴着帽子遮阳 拖着人字拖 拿了小桶和小耙子 蹲在地上挖个梨 由于海水已经开始退潮 在沙子上留下浅浅的水滩 让沙子踩上去 湿润松软 天上太阳也偶尔一进云彩中 稍微给海滩上的人 施舍一点清凉 海风再一吹 就算有很多人挤在海滩上 也远比剩下的东京都里 舒爽惬意得多 选了一个地方 三个孩子就迫不及待地 拿着耙子和小桶 蹲下开袍 柯南瞥见不远处沙子间的气孔 眼睛一亮 也拎着小桶和耙子跑过去了 阿丽博士问旁边一声不吭的池飞池 飞池 你呢 是跟我一起 在这里等 开始打算去附近看看 有没有收获 池飞池 看向前方被海浪打湿的沙子 我去前面走走 那我也去走走吧 回云哀看到池飞池 没有卷起来的长裤裤腿 突然想到 池飞池洗个浴室 都要把裤腿弄湿 忍不住调侃到 虽然比起挖隔离 玩水是更能让人放松 但太阳落山之后 气温就会降下来 要是把裤腿弄得湿漉漉的 说不定反而会在 气温高的夏天着凉感冒 飞池哥摆明了 是想跑去把裤腿都弄湿 这跟小孩子 玩水有区别吗 有 飞池哥玩得比较内敛含蓄 他 已然看穿了一切 池飞池平静脸道 我带了备用的换洗长裤 就在车子后备箱里 回云哀 飞池哥居然没觉得不好意思 是不是他太大惊小怪了 仔细一想 喜欢把裤腿弄湿 那是个人的小习惯 好像是没什么好奇怪的 池飞池带着灰原哀到了 海浪冲刷的地方 在没人注意的时候 蹲下身 让飞池爬到潮湿的沙子上 呼 飞池直接在潮湿的沙子上平躺 舒服多了 灰原哀蹲下身 帮飞池挡住路人的眼光 伸手戳了戳懒洋洋的飞池 突然多愁善赶起来 在其他人眼中是危险生物 冷冰冰的不讨人喜欢 所以 只要在人多的地方 就要遮遮掩掩地躲起来 飞池 你会不会很苦恼 飞池肚皮朝天 懒洋洋土舌性子 主人 我为什么要苦恼 不懂 池飞池在一旁蹲下 任由海水把裤腿浸湿 若有所思地看着灰原哀 飞池在红方很受欢迎 在黑方混得也不赖 还容易让黑羽快逗 林木次郎及那些人一见倾心 他家小妹妹 居然还觉得飞池可怜 怎么想的 灰原哀抬头对上池飞池的目光 觉得平静的怪异 有些头皮发麻 怎么了 没有 池飞池收回视线 想想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忽悠自家妹妹玩 我觉得会不会苦恼 在于个体价值是否对以实现 物质世界中的事物 包括一切物体 动作 事件 现象 精神思维 以及思维形成的有形或无形的产品 因为生命需求而产生的 能够满足生命存在 延续或发展进化等其中某一种需求的属性 即是该事物的价值 个体的价值 分为个体的个体价值 和个体的社会价值 三分钟后 池原哀呆呆看着蹲在他身前的池飞池 价值的概念 价值的定义 价值的特性 价值这个词都变得陌生起来了 也就是说 劳动并不能创造价值 而是生命创造了价值 池飞池看着池原哀 声音依旧轻 平静且笃定 一件事物 从他因为被生命需要 而产生价值开始 到他的价值被实现的过程 十分钟后 飞池一动不动地 趴在潮湿的沙子上 听着池飞池语调平静和缓的声音 瞪着舌眼打盹 主人的声音 好像在洗脑念经 让他听得犯困 而且 主人和小爱蹲在旁边 把阳光都给挡住了 沙子又凉凉软软的 不打盹 真是太可惜了 什么 价值 他不管什么价值不价值的 吃饭第一 午睡第二 池飞池从个体价值 说到个体存在的意义 丢出了终极问题 我是谁 名字只是一个称谓 一个符号 出去名字来说 我可以用性别 年龄 职业 与某人的关系来介绍 那是基于这个世界和社会关系的认定 是外在 而从内在来看 我是一个生命体 有着只属于自己的记忆 意识 思想 记忆可以由时间来造就 我存在于空间中 也由时间来构建 那么 我到底是什么 我 会约爱大脑有些卡壳 缓了缓 觉得自己应该跳出这个怪圈来 我是我就这么简单 这个回答是对的 但是会陷入 我是谁 我是我 前一个我是什么 后一个我是什么 这种处于表层 且没有意义的循环 时飞时总结着 又道 我们从另一个方向考虑 你刚才回答出这个问题 是怎么做到的 会约爱有些迟疑 想出来 再说出来 也就是说 你用你的大脑来思考 用你的身体来实施行动 但大脑并不能代表你 有时候也会发生 大脑不经思考 身体就下意识做出反应的情况 所以 它是你思维 思想的一个载体 并不是完整的你 也不能全然代表着你 时飞时问道 那身体能代表你吗 会约爱有些不确定道 不能 身体有时候 也会不受自己的意愿控制 特别是在人恐惧的时候 大脑不能全然代表你 身体也不能全然代表你 在危机中 你的大脑会做出判断 从而让你的身体出现一些反应 比如说 肌肉绷紧这个反应 时飞时试图跟自家妹妹 深刻探讨哲学问题 但这个时候 如果有你 很在意的人在危机中 你的大脑 身体因危机 而选择反击或者逃离 但你依旧想要过去搭救对方 这是为什么 嗯 是因为感情吧 会约爱思索着 也有个人性格的因素 所以才选择去搭救 那应该说是灵魂 那么 灵魂能全然代表你吗 时飞时到 没有身体作为载体 灵魂什么都做不到 甚至看不到 无法具现于这个世界中 这么说的话 灵魂也不能全然代表你 那就是大脑 身体 灵魂组成了我 会约爱努力想挑出越来越混乱的思绪 独一无二的我 这么说 你对你的大脑 身体 灵魂有支配权 你存在又不仅存在大脑 身体 灵魂中 除了这三者 说不定 还有别的未被人发现的第四形式 你可能还存在于不被发现的单位 或者空间中 回到之前我说的 你存在于空间中 也存在于时间中 时飞时看着灰原爱 那么你到底存在于在哪里 到底什么是我 时哥哥 你们在说什么啊 什么什么是我 不每疑惑 凑到两人身旁 袁太 光艳 也跟了过来 时飞时一看小孩子来了 没再说下去 以免把小孩子说晕了 我再跟小爱随便聊聊 你们怎么过来了 袁太一脸沮丧 隔离好难找啊 我们挖了半天也没有收获 虽然博士说要有耐心 可是说不定 隔离早就被人挖得差不多了吗 是啊 别说隔离 就算海星也几乎没有 光艳低头看了自己的小桶 里面空荡荡的 很快又打起精神来 所以 我们决定 不要再浪费时间 先把今天过来的另一个愿望达成 袁太接过话 给飞驰建一个沙宝 不美挥着胳膊笔花 所以我们想带飞驰一起建 看看需要做多大 池哥哥和小爱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池飞驰点头答应 拎过飞驰站起身 嗯 怎么了 飞驰迷惑 要回去了吗 池飞驰 他刚才那么认真 在谈哲学问题 飞驰居然睡着了 辉原 你呢 光焰看向辉原哀 却发现 辉原哀在走神 辉原 嗯 辉原哀回神 努力把脑海里 有关于我存在于哪里 我是什么这种问题清楚出去 只不过 双眼依旧带着些许迷茫 像一只刚出生 对世界还懵懂的小动物 你们说什么 嗯 光焰脸刷一下通红 呆呆看着辉原哀 小爱这样子好可爱哦 不美感慨 见辉原哀一秒 恢复淡定脸 有些遗憾 不过还是把刚才的决定说了一遍 又问道 小爱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辉原哀无所谓道 我怎么样都行 一群人找阿丽博士 准备堆沙堡 走在沙滩上 池飞池见辉原哀 还有些心不在焉 出声道 别想了 啊 辉原哀茫然看池飞池 池飞池低声道 提出我是谁这个问题 是为了逗你玩 逗 辉原哀愣了愣 神色变得目然 哦 你喋喋不休地说了二十多分钟 就为了逗我玩 那还真是有够无聊的 我不否认我是无聊 但这个问题是 真实存在的哲学难题 池飞池顿了顿 其实还可以延伸出 我从哪里来的问题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 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 人的诞生之初 会原来感觉 某个洗脑男生在耳边回响 在脑海里回响 一脸猛地仰头看着池飞池 他怎么觉得 飞池哥是认真在分析 逗小孩子玩 都用这么认真的方式 他家哥哥逗小孩的方式真特别 一个小时后 一座小孩子高的沙堡建造完成 飞池盘在沙堡上方 尾巴间一晃 在潮湿 压实的沙子上 留下一道肠痕 完成了 三个孩子笑着欢呼 转头拉着阿丽博士说话 柯南拎着小桶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三个孩子 叽叽喳喳喳跟阿丽博士 飞池介绍沙堡 而辉原哀和池飞池站在旁边 一脸平静地面向大海 好奇探头一看 发现其他人的小桶空荡荡地 忍不住提醒道 我说 你们是不是忘了 我们是来赶海的 因为根本挖不到隔离阿 三个孩子你一言一语 纷纷埋怨 根本挖不到贝壳 柯南当即开始科普 海水冲过漂浮找贝壳法 气孔找贝壳法 还掩饰了一遍 三个孩子迫不及待地 跑到一旁尝试 而辉原哀和池飞池 依旧像雕像一样 面朝大海 池飞池看似在看大概 实则是看着左眼中 映出的紫色文字 认真的记忆 理解着方舟传送来的知识点 辉原哀摆脱不了那些 听起来很合理的分析 也忍不住去想那些问题 持续走神 为什么细胞 能够组成各种各样的生物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决定他们性格 仅仅是由遗传到的基因 和经历来影响吗 人的灵魂是否存在 灵魂又是从哪里来的 怎么诞生的 我到底是从哪里来 柯南站起身 路过兄妹俩中间 发现两人还是 一动不动地看着海天相接的地方 转头看了看海面 没发现什么 值得看的景色 一头雾水地走到阿丽博士身旁 博士 池哥哥和辉原这是怎么了呀 阿丽博士遗憾 无奈笑着挠头 好像到这里之后 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了 到这里之后 柯南看了看堆起来的大沙宝 又转头看 如同石化的两人 嘴角微微一抽 喂喂 这两个人到底站了多久啊 是啊 他们和孩子们过来找我的路上 非是还在跟小爱聊天 但到了这里之后 他们就一直这么站着 我之前忙着照应堆沙宝的孩子们 没有太在意他们的状况 这么说的话 他们这么站着 将近一个小时了吧 阿丽博士说着 也不免担心起来 走到两人身旁 想伸手 拍一拍驰飞驰的肩膀 又担心这两人 是不是身体出了问题 手掌没拍下去 柯南伸手在辉原哀眼前晃了晃 发现辉原哀双眼没有焦距 不由皱眉观察两人的神色 这两个人的状态 让他不得不怀疑 两个小伙伴还活着吗 中暑了 不像 中了海蛇毒 或是被人下了 某种神经毒素 也不像 那 啪 辉原哀无语抬手 拍开柯南 探向他鼻子 持飞驰捶了捶眸 遮掩着左眼里 闪动了一瞬的白色图标 继而看向柯南 柯南自压咧嘴地揉了揉 被拍红的手背 更加无语 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问吧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呀 没什么 只不过看着广阔的大海 我觉得很适合思考一下 哲学问题 辉原哀神色淡定地打了的哈欠 在定睛看柯南 飞驰哥提出了一些 很有趣的问题 我是谁 我 到底存在于哪里 我 从哪里来 深 什么 柯南被辉原哀这么盯着 感觉脖子后面 泛起丝丝良意 辉原这眼神很奇怪 像是透过他看到了其他的东西 又像是试图从他身上 看出什么无法理解的存在 总之 是一种说不上来的怪异感 这么说起来 有时候 持飞驰看他的眼神就是这样 不过持飞驰的状况 比辉原严重得多 阿力博士跟柯南交换了一个眼神 不是错觉 真的很不对劲 别想了 持飞驰拍了拍会员哀的头顶 我可不想送你去青山第四医院 我知道这种问题很难有答案 也容易进入思维误区 会员哀又看了看海面 一旦得出某种跟其他人不同的结论 并且自己身心不移的时候 就会被当成疯子 不过无聊的时候 思考一下 还是挺放松精神的 持飞驰认可点头 又道 其实还有一个延伸问题 我 最终会往哪里去 人在死亡之后 身体会慢慢消解 最终变成自然的一部分 按理来说 大脑死亡后也是一样的 但如果 阿力博士听着持飞驰平静和缓的声音 神色从疑惑渐渐变成沉思 如果身体死亡后 将大脑保存下来 并让之存活 那我是不是还活着 这样的我 算是活着吗 这样的我 能一直活着吗 还是说 有一天会变成大脑依旧运转 而自我 已经消失的状态 人的存活 是以身体存活来定义 还是大脑存活 亦或者灵魂存活来定义 四 他觉得这些问题思考起来很有意思啊 还有 身体消解 归于自然之后 灵魂又到哪里去了 是进入轮回 重获新生 还是消散 或者一直存在于 世界上另一个看不到的层面 如果身体消解 大脑运转停止 灵魂消散 我是否就不存在了 如果生命的基本单位是细胞 人的身体消解之后 是否真的已经死亡 是否会留有其他影响因子的细胞 一直存在下去 那我 真的算是死了吗 我存在于过去 存在于现在 存在于未来 池飞池语气平静道 那么 我是真的我吗 柯南听着听着 突然觉得不对劲 一看阿力博士 辉原哀 跟池飞池一起看着海面 进入双眼无神的思考状态 大声喊道 博士 啊 阿力博士被吓了一跳 左右看了看 目光锁定柯南 怎么了 信 呃 不是 我是说 别这么大声嘛 哈哈哈哈 柯南见阿力博士 掩饰自己的口误 笑得夸张 有些无奈 又觉得恐怖 博士刚才那样子 简直像的傻子好吗 不过 有的话 他又不能当着 池飞池的面直接说 不经意间 柯南瞥见三个孩子 跑到了一个男人 身旁搭话 伸手指着 同一脉萌转移话题 我是想说他们了 他们是不是遇到认识的人了 咦 阿力博士注意到那边的情况 好奇走上前 我没见过那个人 灰云挨弯腰拎起 爬到旁边飞驰 跟着走上前 不过 就算是陌生人 他们也能跟对方聊起来吧 柯南见池飞驰也跟了过去 悄悄松了口气 走着走着 趁池飞驰不注意 伸手拉拉拉拉阿力博士 和灰云挨的衣服 等两人看过来 才皱眉低声道 你们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尤其是你 博士 你见过灰云呆呆看着大海 至少一个小时 刚才你也跟他一样 看着大海发呆 不觉得很不对劲吗 有吗 阿力博士想了想 挠头笑道 我没事了 就像小爱说的 面对这么广阔的大海 想一想人生问题 也是很能让人放松的一件事 你呢 灰云 柯南又正色 看向灰云挨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 不要聚猜池哥哥的心情 也不要跟池哥哥讨论哲学问题 不然容易被影响 我觉得这个问题 没什么奇怪的 只是对人生的思考 慧云挨见柯南这么严肃 也就认真思索了一下 当然 也有飞池哥的声音的原因 在这种开阔的地方 听着他的声音 会让人内心很平静 虽然平时也差不多 听飞池说话 确实很容易让人平静下来 阿力博士笑着补充 但今天听着他这么认真的说 人生哲学问题 脑海里总有他的声音 再回想就是了 柯南想起 池飞池说的那些恐怖故事 顿时感同身受 但还是正色道 你们是不是忘了 福山医生提醒过我们什么 阿力博士和辉云爱一症 对了 福山医生好像是说过 池飞池这种患者 最麻烦的 就是思维清醒 且有逻辑性 只不过 有的思想跟大众不一样 甚至可以说偏差的厉害 比如专注于神秘学的研究 并坚信某些事物存在 这类人可以流畅表达 自己正确或不正确的思想 观念也能通过很多目前 大众有的思想和观点 来证明 自己那个错误观点是正确的 其他人一个不小心 就会受到影响 开始怀疑人生 慢慢认可 原本自己都觉得荒唐 疯狂的理论 从而被同化 柯南见两人反应过来 低声继续道 池哥哥曾经已观察出的结论 训练动物的成果 来证明 自己能够听到动物的话 虽然那不是欺骗 只是因为 他太过于艰辛自己 能够听到动物的说话声 自身出现了幻听的症状 但这样才是最可怕的 他的潜意识 连他都在欺骗 我相信 他刚才只是分享自己的想法 但你们 未必不会被影响 如果基于刚才的理论 他说 他能听到动物的声音 是因为灵魂层面的共鸣 或者身体死亡 并不意味着终结之类的结论 你们会不会觉得有道理 至少是有这个可能的 对吧 阿里博士和辉原哀相识一眼 想点头 虽然他们不会因为身体死亡 是不是真的死亡这种言论 就去尝试做出一些危险的举动 但关于灵魂层面的共鸣这一点 仔细想想 也不是没可能 有的人就拥有很强的第六感 那么 池飞池也有可能对动物情绪感知敏锐 至于有没有灵魂层面的共鸣 有点玄乎 但也不是没这个可能 我是侦探 更喜欢以现有的线索去思考和分析 虽然有着大胆假设 细心求证的标准 但我不会往神秘学的方向去考虑 柯南神色严肃 目光扫过两人 你们不一样 博士 辉原 你们都是研究者 是发明家 你们习惯了提出某一个有可能实现的想法 然后再用一次次实验和数据去佐证 而你们在专业上的出色天赋 也让你们比其他人更敢想 思维更加天马行空 现在你们偶尔放松一下 去思考人生是没关系 但要是持哥哥给你们的引导过多 你们能保证 某一天 不会突然思考到某个奇怪的路线上去吗 阿利博士和辉原哀沉默 这个他们可不敢保证 因为人生 生命之类的问题 确实很复杂 走在开创道路前端的人 不仅头脑聪明 还因为见过很多不可思议的事 发掘了很多真理 造就了很多奇迹 所以会更敢想 柯南感慨着 看向走在他们前方的池飞池 声音放得更轻 池哥哥刚才没有明确表示 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我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这种问题 也不知道什么答案才是正确的 这个答案太遥远了 但我不想你们变成疯狂科学家 一旁 挂在辉原哀手臂上的飞翅 学着柯南沉重的语气 发挥着悄悄化扩音器的功能 有的思想是不会被认可的 要是那种思想过于匪夷所思 还会被整个世界孤立 探索是没问题 有不同的思想也没问题 但我希望你们能把握好一个度 池飞池听着飞池的转述 沉默走在前方 他自己是穿越者 他相信灵魂存在 他见过这个世界有魔女 他本身就是一个思想奇特的一类 所以他反倒不觉得 思考神秘学有问题 但柯南说的也有道理 有的思想是不被认可 且会遭受孤立的 那柯南跟阿丽博士和辉元埃说说 这些也好 至少目前来说 阿丽博士和辉元埃 没必要研究什么神秘学 他 小拳红子 他老爸那里那么多人足够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柯南这只科学狗 明明才是最不科学的存在 他有时候又很想去崩这些人的观念 柯南继续感慨 我想 池哥哥也不希望你们被当成疯狂科学家吧 池飞池 那也不是 他觉得科学家大多数都敢想 既然敢想的人不止一个 那么大家就可以抱团取暖 也不用在乎外界的人是怎么看待的 沉迷研究 无法自拔不就行了 对于喜欢研究的人来说 研究有着可以忽略外界一切异样眼光的乐趣 而且 思想疯狂的科学家不是疯子 这些人跟真正的疯子不一样 区别在于 真正的疯子 不会在乎这个世界的伦理 道德 法律 比如 为了寻求真相 会去做人体实验什么的 等等 怎么好像吐槽到他自己头上了 所以 他可能真的不太正常 后面不远处 柯南笑着低声总结 总之 会员就继续研究 你那种危险的药物 博士就好好研究你那些乱七八糟的发明 你们手头的是那么多 别去想那些有的没的 抱歉啊 会员挨冷漠脸道 我危险的药物 给你带来麻烦了 阿力博士突然就被吐槽 也有些无语 半月眼撇着柯南 是啊 我乱七八糟的发明 也帮不上什么忙 真是对不起啊 柯南连忙笑咪咪 没有了 是我说错了 惹不起惹不起 两个都惹不起 会员挨和阿力博士知道柯南 是为了让话题轻松一点 没有继续纠缠下去 池飞驰也没在想自己正不正常的问题 管他正不正常 这个世界没几个正常的 连世界时间都不正常 只要他坚信自己是正常的 那他就是正常的 没毛病 前方海滩上 布美 光艳 袁泰三个孩子 站在一个戴着于服帽的男人身旁 察觉池飞驰等人走近 转头打了招呼 池哥哥 博士 柯南 小艾 你们也过来了呀 这个大哥哥 刚才在旁边唉声叹气的 我们想问一问他 是不是有什么烦恼 是啊 到这么快乐的地方来玩 就应该开心一点嘛 我们还以为 他是因为挖不到隔离才苦恼 没想到 三个孩子说着 看向男人身旁的桶 桶里 已经装了不少贝壳了 灰原哀扫了一眼桶里的贝壳 看上去收获泼风吗 男人 也就二十多岁的模样 穿着黄色的短袖帽衫 个子不算高 身形微胖 圆脸 双下巴 圆鼻头 在三个孩子说话时 正吸着右手食指 听辉原哀这么说 又有些不好意思地放下手 勉强笑了笑 我是因为想到别的事情了 喂 牛鱼 我们回来了 午餐都买回来了 还有点心哦 一男两女穿过人群跑来 都是二十多岁的模样 穿着跟胖男人一样的黄色 脸帽短袖衫 男人个子瘦高 相貌不算出色 头上系着颜色靓丽的头巾 短袖 腕到肩膀上 完完全全的运动风格 两个女性中 一人留着黑色长发 戴着白色遮阳原貌 阴影下的五官温婉 另一人留着棕色的短发 红色棒球帽 鞋带在一侧 显得俏皮又有活力 跑来时 还抬手举了举手里装东西的塑料袋 柯南心里默默猜测 这些人应该还是大学生 不由看了看身旁的池飞池 在心里叹了口气 如果说 小孩子天真单纯的活力 让人仿佛看到了春天的嫩芽 那么这几个人里 不算上他们身旁这个精神 有些唯米的胖男人 其他三人身上 那种残留着稚气 却又比小孩子 多了几分稳重的感觉 就像是盛夏里最茂盛的墨绿之夜 生机勃勃 又内藏坚韧 而他身旁的池飞池 脸色平静冷淡 戴着的黑色棒球帽 遮挡了阳光 在眼睛上头下阴影 连那双紫色眼睛 都显得阴沉而带着冷意 整个人冷冰冰的 完全感受不到一点 年轻人该有的气息 像是领冬里 顶着鸡血的挺拔轻松 哎 明明池飞池 跟人家年纪差不多 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而且考虑的事情也不一样 池飞池这家伙真是的 跟这些人一样 平时护鹏患 有享受青春不好吗 干嘛去琢磨人生 生命 世界 灵魂 那些奇怪的问题 跟个老头子一样 嗯 不过也不是没好处 夏天跟池飞池待在一起 特别消暑降温 再仔细一想 虽然池飞池冷淡了点 但至少不像深秋里落叶的池木老树 多少还是有点活力的 就在柯南心里默默对比时 三人已经到了跟前 瘦高男人 疑惑看了看一群人 牛鱼 这几位是谁啊 是你的朋友吗 短发女孩一脸好奇的 偷撇池飞池 再偷撇池飞池 胖男人抬头解释 我也是刚认识他们 这几个小朋友过来搭话 然后那位先生和那位老先生就跟过来了 哦 老先生 阿丽博士感觉很受伤 袁太打量三人 那你们又是什么人啊 啊 长发女孩看向同伴 我们是短发女孩接过话 我们是同一所大学 同一个社团的爱好杯的成员 瘦高男人笑着 把双手举到脸庞 池飞池 这个世界都流行这种 一人半句的说话方式 光雁有点嫌弃瘦高男人的卖萌 所以说 到底是什么爱好会啊 你们四个人都穿了一样的上衣啊 不美笑着打量四人的衣服 该不会是什么搞笑组合吧 袁太猜测着 四人齐齐失笑 被同伴叫做牛鱼的胖男人背过身 让三个孩子能看到他的衣服后面 不是指爱好会 是爱好杯 我们衣服 后面不是都写了吗 只是用了背和会的谐音 短发女孩笑道 就是说 我们都是最爱挖隔离 又最爱吃隔离的四人组 这件上衣 也是刚定做好的 今天是第一次穿呢 瘦高男人笑了笑 拎着袋子走到一旁 总而言之 我们就先吃饭吧 啊 好的 牛鱼还是显得心事重重 起身拎着两个桶跟了过去 时之正午 来港海的人都陆陆续续开饭 你可是特地买来了你最喜欢的 短发女孩坐在沙滩上 从袋子里拿出一瓶大瓶的绿茶 没有开瓶 笑着探身 递给放下水桶 坐下来的牛鱼 绿茶 给 啊 真是不好意思 牛鱼接过绿茶瓶 还要麻烦你惦记着 我看看 瘦高男人坐下后 也从自己拎的塑料袋里 翻出了包装好的食物 丢给牛鱼 给 三文鱼 血鱼子 和梅干饭团 牛鱼伸手接住透明塑料盒 笑着道谢 谢谢啊 长发女孩也拿出了一袋薯片 撕开包装后 放在拧开瓶盖 开始喝饮料的牛鱼身旁 还有放在饭后吃的薯片 牛鱼匆匆喝了两口绿茶 转头笑着道 多谢多谢 池飞池远远看着四人 搞试探团全员出动 再加上还有阿丽博士 这个对口型的推理工具在 这又是一次事件没跑了 关键是 他对这个案子 记得还算清楚 死的就是那个叫牛鱼的男人 至于杀人动机 咕噜噜 袁泰肚子响了一声 尴尬道 我好像又饿了 不美无奈叹气 袁泰 我们不是已经吃过便当了吗 我去便利店买点东西回来吧 阿丽博士笑着拿出自己的钱包 你们租车请我和飞池旅行 邮费和门票 又是飞池负责 那我就请你们吃零食作为回报 还是我去买吧 光艳积极道 光艳 袁泰盯着光艳 你一定是想一个人偷偷去买假面超人巧克力 对吧 不美极了 我也要去 辉远挨接过阿丽博士手里的钱包 上前递给三个快要吵起来的小鬼头 半月眼道 拿去 你们三个干脆就相亲相爱的一起去吧 不过可别买太多有的没的东西哦 还有 要注意路上来往的车辆 阿丽博士提醒着 见三人已经急着跑开 忙放声喊道 听说不久前这一代 才发生过肇事逃逸的事件 一定要小心一点啊 不远处 由于四人脸色顺变 下意识地抬头 看向说话的阿丽博士 齐齐将在原地 说肇事逃逸事件的老先生 倒是没有注意他们 似乎只是不经意提起 但是那位老先生身旁 那个年轻人 为什么一直看着他们 对方的目光很平静 平静得似乎不带什么情绪 那双眼睛就像是 冷冰冰的监控摄像头 总之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那双在棒球帽阴影下的紫色眼睛 似乎位于高空 不卑不喜地垂眸注视他们 同时 似乎还有协议虚幻的声音在低难 我都知道 你们做的事 瞒不过我的眼睛 时飞时没有多看脸色苍白的四人 很快收回视线 对 杀人动机 就是前不久的肇事逃逸事件 他记得的是 这四个人出来玩的时候 牛鱼晚上喝了酒 开车撞死了人 四人 下车查看的时候 凶手看到了受伤的人 却谎称没有撞到人 一群人就开车离开了 之后 牛鱼得知死人了 就想要找警方自首 但他们 快要毕业了 凶手担心 因为这件事 影响他们找好的工作 所以才下毒杀死了牛鱼 杀人手法 就是在饮料盖里涂毒 调包了牛鱼 正在喝的那瓶绿茶的饮料盖 让饮料中混入毒素 是 是 我们会小心的 袁太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 牛鱼四人回神 见迟飞迟没再看他们 低头常常松了口气 又互相交换了眼神 长发女孩脸色有些僵硬 低声道 她那是什么眼神啊 短发女孩也不安起来 喂喂 她该不会 好了 你们别胡思乱想 瘦高男人低声打断 笑得有些牵强 知道那天的事的 只有我们四个 你们是太紧张了 紧张 心虚 是会传染的 短发女孩感觉浑身不自在 不想在这里待下去 缓了一下 装出从容的模样 站起身对其他三人道 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是啊 瘦高男人跟着起身 笑意依旧勉强 隔离也已经挖到不少了 就到牛鱼家里 去开隔离派对吧 长发女孩也起身道 那么牛鱼 瘦高男人转头 看向起身的牛鱼 我们来收拾这里 你就先把隔离 拿到车子那边去 把沙子洗干净 牛鱼一直低着头 心不在焉的失神 瘦高男人愣了愣 喂 牛鱼 短发女孩见牛鱼 还是一动不动地发呆 担心站在不远处的 池飞池等人注意到 心里难免交集 上前推了推牛鱼的肩膀 牛鱼 牛鱼 牛鱼沉默了飘了 才起身 拎起两只水桶 好啊 就这么办吧 阿丽博士注意到了 牛鱼的情绪不对 疑惑上前 请问他是怎么了 怎么好像无精打采的样子 啊 没什么 没什么了 我们快点收拾垃圾吧 三人互相招呼着 去收拾之前留在沙滩上的垃圾 会员ID声道 刚才气氛突然变了 柯南咒没看着收拾垃圾的三人 是啊 池飞池没有在看那边的三个人 带着飞翅到沙堡前 让飞翅自己爬沙堡完 蹲在一旁浏览着左眼中映照出的新闻 他平时也会看看电视报道 看看报纸 看看网络上的新闻 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情太多了 比如阿丽博士提到的 前几天的肇事逃逸事件 在东京的新闻报道里 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播报 报纸上也有一个小板块 某月某日X点左右 神奈川某某路 有人肇事逃逸 希望知情人能够提供线索 具体的情况并不明确 而在神奈川本地的网络新闻板块里 有关于那起事件的报道 又要详细得多 说是死的是一个 跟同事聚餐喝完酒之后 独自回家的男人 当地还有媒体 去采访过死者的家人 池飞池简单看了两篇报道 就将有关这起事件的报道 全部屏蔽掉 刚才他要是想救牛鱼的话 只要拦住离开的牛鱼就行了 但他说不清 为什么他会知道 凶手调换了牛鱼的绿茶饮料瓶盖 凶手的动作很隐蔽 连在他身旁的牛鱼 和其他两人都没有察觉 他没理由知道 贸然说出来 搞不好还会被当成蛇精病 而且他还得考虑 阻拦之后的反弹问题 既然这样 那就算了 大家又不熟 他又不是光之魔人 不管那个闲事 顺着案件发展 来消磨一下今天的时间 总之 肇事逃逸的事情 已经快结束了 相关新闻也就不用看了 还不如看看 对横滨红宝饭店失火案的调查 红宝饭店失火案 也引起了不少讨论 有发表幕后黑手灭口论的 有发表劫匪内部自相残杀论的 有的精彩的堪比推理 不过由于警方的调查 一直没有新进展 热度又很快被其他事情 给压下去了 另外就是他参与的 还未结案的其他案子 借着方舟 不会在网页上留下任何访问 浏览记录 他可以顺便看看 跟FBI对上那次的工厂失火爆炸案 那个案子没死人 随着亚德里恩已经离开日本有一段时间 几乎已经没人再关注了 警方为了节省警力 似乎也没再继续调查 苍桥建议那次居酒屋爆炸案 美国波士顿一亿抢案 山口组的江口继子 英国女资本家卡瑟琳 道威斯不知不觉 好像做了不少案 不过想想 不是在杀人 就是在杀人路上的请酒 这应该也不算什么 柯南看着那边的三人 收拾了垃圾离开 才晃到沙堡前蹲下 和池飞池拍拍蹲 没有多看柯南 但还是要注意 别一步小心被光之魔人送进监狱 柯南也没有看池飞池 见飞池在沙堡上爬来爬去 把沙堡顶上破坏的乱七八糟 伸手戳了戳飞池 池哥哥 你今天是怎么了 一直在发呆 是心情不好吗 没有 池飞池也看着飞池 随后 就是长达二十分钟的沉默 柯南 池飞池这家伙 还真能憋 盯着飞池看 都能看这么久 池飞池 所以 柯南是来干什么的 能不能直说 那边 阿力博士等到了三个孩子回来 转头招呼蹲在沙堡前的两人 喂 飞池 柯南 要走咯 柯南起身准备过去 却发现不远处有一个耙子 好奇地跑去看耙子 阿力博士无奈带队跟柯南会合 池飞池也拎着飞池过去 我们买了很多假面超人的零食 不美拎着袋子 在池飞池身前打开 笑道 池哥哥想吃什么尽管拿 不用客气 池飞池看着那一堆薯片 巧克力 没半点想吃的冲动 谢谢 不过 我不怎么想吃零食 那博士呢 不美又把袋子转向阿力博士 想吃什么 尽管拿哦 袁太帆看着手上的两张卡牌 笑得心满意足 得到了一堆赠品 运气还真是不错也 你们根本就是 冲着赠品去买的吧 辉原哀无语道 光艳凑到柯南身旁 弯腰看着柯南捡起来的耙子 柯南 这个耙子怎么了吗 没什么啦 柯南观察着道 好像是刚才那四个人落下来的 咦 他们把垃圾都收拾走了 却把耙子落在这里了吗 阿力博士好奇凑过去 你怎么会知道这是他们落下来的 袁太问道 你们看 耙子握把上还有干掉的血迹 柯南推理饮了 拿着耙子起身 让三个孩子能够看到 解释道 我们看到 那位牛鱼先生的时候 他在含自己的右手食指指尖 对吧 不过之后在吃东西的时候 他又没有再做出这种动作 我想 他的手指应该是不小心被贝壳划伤了 然后沾到了耙子的木柄上 三个孩子来劲了 非要拿着耙子去停车场 看看牛鱼四人走了没有 想把耙子给四人送过去 找到了停车场 瘦高男人三人 是还停留在车前 不仅没有上车 还呆呆看着车里 脸色苍白的吓人 啊 找到了 就在那里 三个孩子积极跑上前 又突然愣住 车子后排车门已经被打开 牛鱼一动不动地横倒在座位上 头朝向他们的方向 脸庞发僵 瞪大的双眼 已经失去了神采 大张着嘴 嘴角挂着长长的咸水 啊 不美被这带着死亡气息的一幕 吓了一跳 发出惊叫声 长发女人 似乎被不美的声音 吓到 神色苍皇的后退 往跟过来的驰飞驰身上撞去 驰飞驰下意识地错开脚步一躲 绕开女人的后退轨迹 走到三个孩子身后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女人就是毒杀牛鱼的凶手 还是不要接触比较好 免得被沾上毒素 长发女人后退着 自己绊了一下 摔坐在旁边的车子前 会员挨看了看绕过去的驰飞驰 觉得自家老哥的条件反射 堪称单身一大助力 低头问道 你没事吧 长发女人维持着恐惧不安的神色 低头间 看到眼前的水渍 目光阴郁了一瞬 驰飞驰的裤管一直没有卷起来 就算出了海滩 也还是有海水顺着裤管系在人字托上 又在地上留了浅浅的水渍脚印 地上那一串脚印 在提醒长发女人 那个让她不安的年轻男人跟来了 那群 看上去很喜欢多管闲事的小鬼 也跟来了 柯南匆匆跑到了车前 点脚伸手 摸了牛鱼冰冷的侧颈 脸色瞬间沉重起来 喊道 博士 打电话报警 人已经死了 短发女人抬手捂住嘴 后退了两步 怎么会 开玩笑的吧 瘦高男人低难 柯南正色问道 你们之前没有碰过死者吧 没 没有 短发女人连忙摇头 瘦高男人解释道 我们把垃圾送到了垃圾回收处 也才刚到这里没多久 打开车门就看到牛鱼她倒在座位上 看起来很奇怪 长发女人站起身 脸上露出难过而克制的神情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柯南神色认真地盯着三人 这三个人跟死者有关系 又是第一发现人 不管有没有嫌疑 都有可能掌握着重要的线索 而且 之前这几人之间 突然微妙地气分 也让她很在意 目前情况还不清楚 不过我想 可恩 会原哀干咳一声 随即一脸若无其事地 转头问三个孩子 你们呢 没有碰尸体吧 她和阿力博士 是知道某个名侦探的身份 孩子们和飞驰哥也都习惯了 不过这里还有其他人 某个名侦探 也该注意一点分寸吧 没看到那三人的目光都不对了吗 三个孩子 不知道 灰云哀咳嗽的用意 一脸猛地解释 没有啊 我们过来之后 就一直在大哥哥 大姐姐们旁边 没有上前 也没有碰过尸体 不过小艾 你是不是嗓子不舒服啊 我没事 大概是刚才跑过来的时候 跑得太急 被风呛到了 克南看着灰云哀忽小孩子 心里甘笑了两声 也明白灰云哀的意思 环视一圈 目光锁定人对后方的池飞驰 麦蒙笑道 不过我想 池哥哥应该有点头绪了吧 池飞驰本来打算默默看着柯南表演 突然被柯南丢了个锅 又见其他人也都看向他 瞥了柯南一眼 也就出声帮柯南接了这个锅 被害人面色阴红 口中有杏仁味 很可能是禽酸类 毒物中毒 导致死亡 尽量别碰尸体 也别用手触碰鼻腔 被池飞驰那一眼撇得憨了憨 想到池飞驰还是毫不犹豫地帮了忙 麦蒙笑的时候 带上了些许讨好的意味 池哥哥好厉害哦 池飞驰又撇了柯南一眼 冷漠脸 这有什么可夸的 名侦探 不会是在嘲讽他吧 柯南 卫卫 他都拉下脸来 笑得那么讨好了 池飞驰这家伙 居然还一副不领情的样子 他才不求池飞驰呢 嗯 留在这里是没什么问题 受高男人迟疑打量 气氛奇怪的柯南和池飞驰 又看向打完报警电话 回来的阿里博士 可是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长发女人呆呆问着 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 一个小孩子看到死人 居然没觉得怕 跑上去就往尸体脖子上摸 还马上让人报警 熟练的不行 一个看起来跟他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 尸体没多看几眼 就能判断出死者的大致死亡情况 还立刻就想到提醒他们 别碰口鼻 以免毒素入体 把他们控制在这里 也熟练的不行 这群人会不会侦探或者警察什么的 那么 这个老先生之前 为什么提到上个星期的肇事逃逸事件 仅仅是巧合吗 这个年轻男人那个时候 为什么会用那种眼神盯着他们看 他们肇事逃逸的事 不会已经被发现了吧 这是这些人 引诱他们暴露罪行的陷阱 在长发女胡思乱想时 阿里博士挠头笑道 啊 飞驰他是名侦探毛利小五郎的徒弟 至于我们 元泰一脸认真 我们是少年侦探团 光燕也严肃脸道 我们也有帮警方解决过事件哦 是 是吗 瘦高男人 跟其他两人交换眼神 听起来好像都很厉害的样子 让人忐忑 阿里博士无奈笑了笑 站在一旁看着三个孩子 开始说自己解决的事件 准备等着警察过来 突然注意到 柯南和池飞驰之间的微妙气氛 好奇了一下 蹲下身低声问灰云哀 小哀啊 新衣和飞驰 这又是怎么了 灰云哀 突然有些幸灾乐祸 在你去报警的时候 我提醒某个家伙 别表现过头 结果他突然把飞驰哥 给拉出来震场子 大概是觉得心虚吧 还朝飞驰哥笑 结果飞驰哥不领情 他就闹脾气了 呃 他们怎么又闹别扭了 阿里博士无语 又看了看灰云哀 小哀也是 这种看热闹不嫌失大的心态 有点恶劣哦 对 只有小孩子才会闹别扭 灰云哀看着那边 故意板着脸的柯南 心里有些感慨 宫藤私底下 虽然那家伙 那家伙的叫飞驰哥 一副我对他简直无奈的模样 但在飞驰哥面前 反而会像小孩子一样闹脾气 其实是下意识的清静 而且还觉得 飞驰哥很靠得住 把飞驰哥定位于兄长 长辈的位置 又不担心两人真的闹翻 才会这么幼稚 对 就像小孩子一样 幼稚 他不屑与之为伍 十多分钟后 两辆警车飙进停车场 支嘎一下 停在尸体所在的车子前方 横钩重物下车 板着脸带队上前 安排见识人员勘察现场 自己找人了解情况 哦 来赶海的吗 横钩重物 目光锐利地盯着三人 确认到 随后赶海结束 你们在沙滩上收拾垃圾的时候 死者牛鱼先生 拿着你们找到的隔离 先回了车上 等你们到停车场来的时候 他已经这个样子死了 瘦高男人 看着横钩重物严厉 又不好惹的模样 憨了憨 是 是的 尸体的嘴里 散发着一股杏人味 横钩重物在车门旁蹲下 伸手戴了手套的手 从尸体脚边 拿起绿茶饮料瓶 从这个滚落在 死者脚边的饮料瓶来看 牛鱼先生 很可能是喝了这瓶 添加了情酸类毒物的绿茶 才死亡的 瘦高男人三人面面相去 还真是中毒啊 还真是 横钩重物转头 目光危险地看着三人 听你们这么说 你们早就有所预料吗 啊 不是 瘦高男人连忙看向 站在车子另一边的池飞池 还让我们不要用手碰口鼻 短发女人补充道 嗯 横钩重物站起身 走到池飞池身前 叮 池飞池抬眼 平静脸回望 少年侦探团三的孩子 看看这个 又看看那个 两个人看起来都不太好惹 而且都好高 这么两个人站在一起 大概是把光线遮了不少 让他们感觉压力不小 这个警官 不会是来问责的吧 那是吵起来 他们 我记得你是那个 横钩重物打量的池飞池 还是没想起池飞池的名字 沉醉的小五郎的徒弟 对吧 是沉睡 池飞池出生纠正 好了 不管是沉醉还是沉睡 横钩重物左右看了看 那个小胡子侦探 不会也在这里吧 没有 柯南看了看旁边的阿里博士和孩子们 今天只有池哥哥 跟我们到这里来玩 哦 横钩重物认出了柯南 你是那个一直跟在沉醉 池飞池转头看横钩重物 作为一个公职人员 用词能不能严谨一点 贴合事实一点 横钩重物嘴角微微一抽 那是什么奇怪的眼神 叫人怪不好意思的 是沉睡小五郎身边的那个小鬼啊 你们没乱碰现场的东西吧 没有 柯南看向等在车旁的瘦高男人三人 在我们来了之后 也没有其他人碰过 那就好 横钩重物点了点头 松了口气 也看向那边的三人 那个 短发女硬着头皮道 我想 她可能是自杀吧 长发女跟着附和 最近她心情似乎很不好 一直唉声叹气的 不过我们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烦恼 瘦高男人汗道 只是看她那样子 自杀也不是不可能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横钩重物拿起手里的绿茶饮料瓶 看着三人 利用她这段时间的自杀倾向 你们之中 有人在这个饮料瓶里下了毒 只有这两种可能了 什么 长发女一脸惊讶 横钩重物没有跟三人废话 开始询问 关于绿茶饮料瓶的事 绿茶是三人一起 在超市里买的 只有短发女把饮料递给了牛鱼 之后就一直在牛鱼手里 而瘦高男人丢过包装好的饭团给牛鱼 长发女人则表示 自己只是把薯片袋撕开 放在了牛鱼身旁 柯南之前一直在关注四人 证明了四人没撒谎 很快 见识人员又从车里找到了一个小瓶子 里面检测出了大量的毒物成分 而根据瘦高男人三人所说 那个小瓶子就是牛鱼平时用来装药的 一切迹象都表明牛鱼自杀的可能性最高 不过横钩宠物还是觉得应该保持怀疑 察觉三个小鬼头一直在旁边盯着他看 弯腰问道 怎么 你们三个小鬼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那个 光艳看了看袁太和不美 期待问道 你能不能笑一个给我们看看 好呀 横钩宠物半月眼 因为我们认识一个跟你长得很像的珊瑚头警官 不美解释道 袁太点头 他就很喜欢笑 跟你完全不一样 柯南失笑 这也不奇怪 因为他就是那位横钩警官的弟弟 啊 袁太 不美 光艳顿时一脸见了鬼的表情 虽然是兄弟这种事不是很奇怪 但是 居然是弟弟吗 我是弟弟 又怎么了 横钩宠物心里更加无语 描着一群小鬼头 这么说起来 我也听我哥哥说过 那个经常跟在沉 沉睡的小五郎 身后的小鬼 也会跟一群小鬼头 玩什么探案游戏 才不是什么游戏 我们是少年侦探团 会员挨看着三个孩子 跟横钩宠物正色声名 忍不住吐槽道 虽然是兄弟 但性格和说话口气 却完全相反啊 是啊 柯南甘笑 之前他们跟着大叔去横冰的时候 他和大叔受 一东莫艳的指示区调查 是见过调查着银行抢案的横钩宠物 不过孩子们一直在游乐园 之后 又由木木警官接手了保护任务 所以孩子们没见过横钩宠物 觉得好奇也是正常的 看到横钩宠物 他倒是又想起了红宝饭店失火案 不过看横钩宠物这样子 根本不可能打听到调查进度 当然 也不用想办法去打听 以最近的报道来看 关注那起事件的人渐渐少了 警方为了节省警力 应该也暂时停止调查了 而且 他们是事件的关系人 如果警方那边有什么收获的话 应该也会打电话去毛利侦探事务所 找大叔确认一些情况 这么一想 他便小后待在大叔那里 还真是个正确的选择 能得知不少不会对外公开的小道消息 那边 横钩宠物 懒得跟三个孩子纠缠 重新整理线索 在横钩宠物快得出自杀结论时 柯南晃到见识人员身旁 叔叔 这个绿茶瓶的瓶盖 就是这个饮料瓶的吗 是啊 车子离止 找到了这个瓶盖 见识人员把装瓶盖的证物袋举起来 给柯南看 瓶盖内侧沾到的绿茶还没干 而且又是同一品牌的 可是很奇怪啊 柯南装出小孩子天真的模样 饮料瓶的瓶口沾有血迹 瓶盖上却没有 什么 横钩宠物被两人的交谈吸引了注意力 转头问道 是这样吗 见识人员连忙点头 确实是这样 横钩重物急吼吼上前 接过装饮料瓶的证物袋 皱眉打亮着 喂喂 为什么会有血迹 啊 这个大概是因为 光燕想起之前柯南说的话 刚想解释 就被一旁的长发女 先一步说出了口 是因为牛鱼的手指受伤了吧 受伤 横钩宠物疑惑看着几人 瘦膏男人解释 好像是在挖隔离的时候 被碎贝壳 或是别的东西割伤了 可能是他在挖隔离的时候 心事重重 所以才受伤了吧 短发女孩道 受伤应该是真的 阿丽博士出声作证 我们看到牛鱼先生的时候 他正在用嘴寒右手食指 而且他把耙子落在了沙滩上 柯南一看阿丽博士能说清楚 转头看了看四周 发现持飞驰不知道什么时候离队 跑到一旁被靠着一辆车子抽烟去了 动身走到持飞驰身前 无语提醒道 这个时候就别抽烟了吧 如果你的手指上不经意沾到了毒素 再拿烟放进嘴里的话 我们说不定就要送你去医院了 嗯 只是手指上沾到一点的话 应该不会致死 不过进医院是肯定的 什么 他跟持飞驰闹脾一切 才没有 那只是开玩笑而已 再找持飞驰说正事 对答案这件事面前 玩笑要靠边站 持飞驰叼着烟 看着前方走神 我没用手碰 这个案子的动机 凶手 手法 证据他都知道 只等着柯南赶紧破案 实在叽叽不起来 而且看着事态 按照剧情走向去发展 连一些对白 都跟他记忆中一致 他又有种看柯南现场版的错觉 很跳戏 柯南上前转身 和持飞驰一起靠着车子找 转头打量着持飞驰 你是怎么了呀 今天好像没什么精神的样子 总是在发呆 很奇怪 小伙伴今天又努力在做隐形人 就像很早以前一样 对发媒发生案子 一点都不关心 而且 今天发呆次数很多 时间很长 他觉得 有必要问清楚 要是有什么心事 可以跟他们说吗 持飞驰沉默了一下 我在思考人生 柯南一夜 不过想到持飞驰以前也是这样 有时候对案子特别有兴趣 有时候又闲鱼得要命 而且也不是看案件难度 好像就是积极 闲鱼两种状态随机切换 再一想到持飞驰的情况 他就释然了 情绪不稳定嘛 对于持飞驰来说不奇怪 看他怎么让小伙伴提起兴致来 你刚才听到了吧 那个人说了句很奇怪的话 好奇吗 想对答案吗 想的话 持飞驰垂眸看了柯南一眼 把燃到镜头的烟丢到地上 用脚踩灭的同时 又重新看柯南 明侦探知不知道 上一个跟他卖关系的谁 是飞驰 知不知道 飞驰的下场是什么 那就是背他掀桌子 掀一步把是说了 柯南 感觉小伙伴还是不太积极的样子 他的重要线索诱惑战术居然没用 不 稳住 持飞驰 确实很难应付 没那么简单 就打起精神来 那也是很正常的 由于先生 当时第一次拧开瓶盖喝绿茶的时候 既然血迹粘在了瓶口 那瓶盖上 应该也会有血迹 而对于一个想要自杀的人来说 他不可能还把瓶盖上的血迹洗掉吧 就算他想在死前把自己的东西清理干净 也应该把瓶口之类的地方也清理一下 也就是说 这不太可能是一起自杀事件 在牛鱼先生首次拧开瓶盖之后 一直到他尸体被发现的这段时间 有人把他的饮料瓶瓶盖替换掉了 柯南摸着下巴进入分析状态 说着 忍不住抬头看向长发女 再听说瓶口有血迹 而瓶盖上没有的时候 一般人都会以为牛鱼先生的嘴受伤了吧 他居然一下就想到了牛鱼先生的手指受伤了 还那么肯定地说出来 是非是听着 低头看柯南 名侦探还是这么敏锐 而且一进入推理状态 就相当忘我 不过 既然柯南自己送上门来 那就别怪他说答案了 除非 他就是那个替换瓶盖的人 他在替换瓶盖的时候 看到了瓶盖侧面的血迹 猜到了牛鱼先生 是因为手指受伤 才在拧瓶盖的时候 把血迹留在了瓶盖上 不过我还没弄懂 饮料封装的时候 距离瓶口都会留出一段距离 而且牛鱼先生 还先把那瓶绿茶喝了好几口 如果把毒药下在瓶盖上 除非牛鱼先生喝绿茶前 还把瓶子上下晃动 否则 柯南皱眉思索 突然发现 池飞池似乎盯着他看了好久了 疑惑仰头问道 池哥哥 怎么了 你有什么头绪吗 池飞池在柯南身前蹲下 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号手电筒 把放电池的盖子拧开 这是绿茶瓶 这是被调换的瓶盖 柯南看着池飞池 把手电筒的盖子拧上 不确定池飞池打算做什么 牛鱼先生离开的时候 双手拎着两只水桶 池飞池把手电筒 横着放进柯南口袋里 他把绿茶瓶 横着放在莲茂山前方的口袋里了 柯南瞬间反应过来 牛鱼先生行走的时候 瓶子里的绿茶 就在不停地晃动 把涂在瓶盖内侧的毒药 都混进去了 这么一来的话 我们最好去找一下那个东西 池飞池把自己的手电筒拿来 装回口袋里 站起身道 你可以直接说 去把被调换的瓶盖找到 是啊 当时他撕开了薯片包装 摊开用双手放到牛鱼先生面前 他应该是把薯片袋 放在瓶盖上方 借着遮挡 调换了瓶盖 把那个绿茶瓶原本的瓶盖 按进了沙子里 而除了他之外 地绿茶给牛鱼先生的那位短发小姐 还有丢饭团过去的那个男人 这两个人都做不到 柯南仰头 看吃飞池 双眼里闪着自信的神采 脑子里飞快整理着头绪 只要在他们待过的沙滩上 找到那个被替换的瓶盖 就能证明 瓶盖被换过 虽然作为去便利店买饮料的人 他的指纹留在瓶盖上很正常 不能作为他犯案的证据 但证明 瓶盖被替换过之后 要对比的 应该是他的手指 如果他的手指上 检测出了卢米诺反应 又跟牛鱼先生的血液检验匹配的话 就说明他调换过 那个绿茶瓶 原本沾了血迹的瓶盖 这么一来 这个案子就解决了 池飞池点了点头 等着柯南去解决案子 柯南沉浸在兴奋中 准备去沙滩找瓶盖 跑出两步 突然发现不对劲 回头看池飞池 等等 本来应该是他来激励 池飞池打起精神来的 怎么换成池飞池 给他打的鸡血 自己却还是一副 不想挪窝的咸鱼模样 事情发展 不该是这样的 怎么了 池飞池见柯南停住 回想着刚才的线索 是哪里出了问题 线索都够了 逻辑没问题 呃 你不跟我一起去吗 柯南问道 池飞池一听 名侦探是因为这是停下 立刻放弃复盘线索 摆了摆手 示意自己不去 拿出手机 准备玩一会儿贪吃蛇 去找瓶盖的时候 记得叫上一个警官陪你去 能帮你作证 柯南一愣 掉头跑向那边 勘查现场的一个警察 池飞池说得对 至于怎么让池飞池打起精神来 这个问题比破案难 先搁置一下 等他解决了案子再说 五分钟后 柯南带着警察离开了 池飞池低头玩着手机上的贪吃蛇 把手机按键按得避避避之响 半个小时后 柯南带着警察回来了 池飞池已经把贪吃蛇玩通关两次 打开沙滩排球游戏 又过了二十分钟 柯南和阿丽博士 孩子们配合着 引导横钩宠物 说出了推理 瘦高男人和短发女都不愿意相信 喂喂 梢子 你快点反驳她啊 是啊 你快告诉他们 随便他们怎么调查都不会有结果的 没办法反驳啊 长发女颓然抵着头 因为警官说的都是真的 池飞池一看事件快解决 低头按着手机 往一群人在的地方走 喂 难道 瘦高男人脸色变了变 是因为那个事故 事故 横钩宠物疑惑 是上个星期的肇事逃逸事件吧 会员挨一脸淡定的 看着横钩宠物 他们之前听到这个事故 脸色就变了 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个事故 听说一个喝醉酒的男人 在路上被车子撞了 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 横钩宠物回忆着 看向三人 难道说那次事故 我们根本不知道撞到人了 瘦高男人急到 是第二天看到报纸才知道的 根本就不是故意逃走的 短发女也连忙补充道 而且牛一说 她感觉撞到了什么之后 我们就马上下车查看了 根本就没有发现有人被撞到啊 有的 长发女出声打断 脸色难看到 我看到有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 倒在草丛里 避避避 横钩宠物 听到接连不断的手机案件音接近 转头看了看 低头看手机的池飞池 还以为池飞池再发邮件 也没说什么 无语收回视线 短发女没有心情管 是不是有人靠近 惊讶回头问长发女 那 那你当时怎么不说啊 我怎么说啊 那个时候 那个男人已经死了 牛鱼他又喝了酒 如果被抓住的话 肯定会被捕 我们好不容易找好的工作 也会泡汤的 明明只要牛鱼不说什么去自首的话 长发女说着 脸色阴沉的吓人 突然觉得很不甘心 抬头看向站在一旁玩手机的池飞池 而且都要怪你 静 所有人惊讶看向池飞池 池飞池依旧一脸平静的 低头玩手机游戏 一个角色跟三个NPC对打 超有挑战性 闭 闭闭 长发女愣了一下 突然感觉更加恼火 咬了咬牙 目光愿独到 都是你用那种奇怪的目光看着我们 就像你什么都知道一样 我太害怕被发现 才 才会想着 阿丽博士和五个孩子皱起了眉 横钩宠物 脸色也沉了下去 池飞池抬眼看了看长发女 视线鱼角察觉到 自己控制的角色 行动了 低头继续按手机 语气平坚冷淡 哦 是我让你带毒药来的 麻烦下次说话之前 请用点脑子 刚想开口的阿丽博士 和五个孩子一噎 想说的话都憋了回去 对啊 又不是池飞池让这个女人带毒药来的 分明是这个女人早就想杀人 还非要让其他人也跟着不痛快 不过他们还担心 池飞池被那种话影响到 看样子是白担心了 心态平静 思路清晰的大老惹不起 要是那个人说话不客气起来 真的很不客气 那就真的不能惹 长发女待站在原地 脑海里 回想着池飞池的话 请用点脑子 请用点脑子 短发女和瘦高男人 原本是很惊讶 窘迫 觉得说出那种话的朋友 无比陌生 如果说隐瞒撞人的事 是为了工作 杀人是害怕事故被发现 那为什么到了这种时候 还用试图推脱责任 也不管方式会不会伤害别人吗 不过现在 很明显 对方没有被伤害 反倒是自己的朋友 一副惨遭重创的模样 让他们不知该不该安慰朋友 感觉安慰不对 不安慰 好像又显得朋友很可怜 算了算了 他们先离那个说话 极其伤人的男人远一点 以免被误伤 横沟宠物也猛了一下 用警惕的眼神 看了看池飞池 再看像是傻了一样 站着的长发女 本来她想指责两句的 现在也有点不忍心了 哎 很难得 你要明白 只要犯案 我们警方早晚会调查出来的 不要傻乎乎地觉得自己 能够逃过去 长发女抬头 呆呆看着横沟宠物 连警方都觉得 她很没脑子吗 横沟宠物 看着长发女尸神的双眼 觉得自己的话好像说中了 心里告诉自己委婉一点 比如说说重新做人 还有机会这种话 顿了顿 才继续道 跟我们回警署吧 好好坦白你做的事 去监狱里赎清你的罪过 还能重新开始 别在坐网不相干的人身上 推脱责任那种蠢事 那样 除了会加重你的罪行 也是毫无意义 且会让人瞧不起的 长发女 阿丽博士凑近横沟宠物 干笑着低声援场 好了好了 飞池也没有被影响 警官你也不用生气 也别再说这么重的话了 还是先回警局吧 我知道了 横沟宠物懊恼皱眉 他本意不是训人 不过听起来很像 他也没法解释 想不通 心情不太好地抬头 声音也不由严厉了不少 你们听明白了吗 是 知道了 三人连忙应声 阿丽博士叹了口气 看来横沟宠物警官正义感 真的很强 也是个暴躁 又有点固执的人 横沟宠物 又沉默了一下 他说他只是懊恼 下意识地加重了语气 放大了嗓门 不知道 算了 估计这些人不会信 做人太难了 这么一想 横沟宠物更懊恼了 转头对阿丽博士道 至于你们 也跟我去一趟吧 我还有些事想要请教 阿丽博士看着横沟宠物 沉冷的脸色 憨了憨 嗯 好 不过 横沟宠物 警号 命 不是的 他没有凶帮助警方的人的打算 他只是 可恶 不过 会员挨转头看了看 发现池飞池和三的孩子不见了 飞池哥好像有东西 忘在了沙滩上 孩子们陪他去找了 真是的 那算了 改天记得来做笔录 横沟宠物 被自己气得不轻 转头喊道 留下继续勘察的人 其他人收队 其他警察立刻站职 是 阿丽博士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没说什么 目送着横沟宠物 带人风风火火地离开 转身往沙滩上走 我们先去找飞池他们吧 弟弟的性格 比哥哥暴躁很多呢 会愿爱不由轻声感慨 平时在家里 横沟仓物警官 大概比较像弟弟吧 是啊 柯南认同点头 时间接近黄昏 赶海的人基本都离开了 突然变得空旷冷清的海滩上 三个孩子跟池飞池 站在原本待着的地方 阿丽博士走上前 飞池 你有什么东西落在了海滩上 柯南也有些疑惑 不是说好了 要来找东西的吗 池飞池看着大海的尽头 轻声道 夕阳 阿丽博士一愣 和柯南 会员挨 一起看向远处的海面 遥远的尽头 一轮红日旋在海面上 凌云红色 橙色 暗灰色 组成层层叠叠的层次感 下方海面上 也泛着一层橙红色的灵光 不美张开双臂 笑眯眯感慨 被池哥哥 落在沙滩上的夕阳真美啊 柯南失笑 池飞池这家伙 有时候 还真是怪浪漫 等等 柯南无语仰头看池飞池 低声道 你应该是不想去做笔录 才会谎称 东西丢在了沙滩上 带他们到这里来的吧 池飞池点头 既然名侦探不喜欢浪漫的答案 那他也可以给个真实的回复 柯南 承认了 居然承认了 明明之前还说出那么浪漫的话 算了算了 被遗落在海滩上的夕阳 确实很美 而且在反击 逃避笔录这两件事上 池飞池依旧干劲十足嘛 那就不用担心 池飞池 情绪不正常低落了 当天看了夕阳 一群人也来不及回东京了 干脆就在附近找了旅馆住一晚 顺便让店老板帮忙把挖到的隔离做成料理 至于其他菜 就由池飞池借用厨房来做 柯南和其他人一起帮忙端盘子上桌 等池飞池回来后 围坐在一起 不每间店老板端了汤碗过来 袒头秀了秀 老板做的隔离汤好香哦 店老板哈哈笑了起来 那当然 我做隔离料理可是很拿手的 你们今天带着隔离过来 算是来对了 在暖黄的灯光下 一群人坐在一起吃饭 有着温暖的烟火气息 柯南心情完全放松下来 笑了笑 转头好奇问池飞池 你真的不擅长做隔离料理啊 他还是没办法忘了这件事 那都是来自于我不擅长解暗号留下的心理阴影 应该说 几乎没做过 池飞池说了句实话 感觉手机震动 拿出来看来电 这个时候是饭点 该不会是 还好 不是闲得无聊的请酒 是他家师母 池飞池起身后 接通了电话 师母 柯南听到这么一句 顿时竖直了耳朵 转头看着池飞池 走到一旁讲电话 师母 是池飞池那个魔术师老师的妻子 还是小兰的老妈 电话那边 飞银里似乎跟丽山绿匆匆交代完什么 才道 抱歉啊 飞池 这个时候给你打电话 没有打扰你吧 没事 池飞池走到房间角落后 转身后 正好看到悄悄跟过来的柯南 你有事吗 不好意思 让明侦探失望了 他一向不喜欢背对着人群打电话 柯南本来是打算偷偷跟上听一听 被池飞池突然地转身吓了一跳 在原地愣了一下 见池飞池没说什么 果断光明正大的走上前 他就是好奇 不知道是不是小兰的老妈打电话 如果是池飞池另一个师母 那他肯定不偷听 不过如果是飞银里的话 他还是第一时间想知道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也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我后天中午跟伟团人说好 一起去冲绳 大概需要三天才能回来 本来丽山小姐答应了 我帮我照顾一下我养的猫 但她有点感冒 不确定后天之前能不能好起来 飞银里说着顿了顿 当然如果丽山小姐没法照顾猫 我会把猫送到毛利侦探事务所去 我已经跟小兰说好了 她会帮忙照顾一下 不过他们后天就要开始上学了 只留下那个邋遢大叔去照顾猫 我有点不放心 后天吗 池飞池默默计算日程 后天暑假就结束了 这个世界的暑假 跟上学日一样短小无力 不过既然暑假结束 那他应该也得去忙组织的事 想想基尔 都已经从早春时节 失踪到夏末了 不用麻烦你过去帮忙照顾 飞银里语气悠然而笃定 虽然有你在的话 我是比较放心一点 但要是你过去帮忙 估计他会把照顾猫的事 理所应当地丢给你 然后他自己跑去赌马 打小钢猪 打麻将 喝酒 吃飞池 没错 如果他去的话 他家老师绝对会当没那只猫存在 那样岂不是便宜 那个邋遢好色的老头子吗 飞银里颇有些咬牙切齿的意味 我只是想拜托你 过去跟那个老头子 说一下养猫的注意事项 顺便告诉他 要是我的猫有个三长两短 我可饶不了它 好 吃飞时答应了 这个倒是不难 就是跑一趟侦探事务所而已 那我列个清单 到时候给老师送过去 那就麻烦你了 飞银里缓了缓 对了 我之前那只猫死了 因为是已经上了年纪的老猫了 我送它去医院 看过之后 就没有再打电话麻烦你 我朋友担心 我难过 又送了我一只 现在这只是俄罗斯兰猫 也不是小猫 它的性格很好 也没什么坏毛病 至于猫粮和它平时用的东西 我到时候会送到 毛利侦探事务所去的 公的还是母的 池飞池问道 养猫禁忌 有很多是通用的 比如巧克力 葡萄 洋葱这类食物 绝对不能喂食 家里 也最好别养对猫来说 会致命的百合 以免猫 好气跑去啃花草 把自己堵死了 不过 要是想照顾的细心一点 还得看那只猫的情况 不同种类的猫的性格 不一样 比如说 俄罗斯兰猫大多数性格 都比较文静内向 也可以说是温柔 怕生 喜欢在室内活动 那就不用像活泼好动的猫一样 经常逗着玩 尤其是刚换环境的时候 猫都比较敏感 对外界充满戒心 不小心受到惊吓 可能引起应激反应 轻则腹泻 严重一点 猫是会死的 当然 就算同一品种的猫 性格也可能有所不同 具体的饲养方法和注意事项 还是得看那只猫的性格 另外就是 看猫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再来决定饲养方案 在这之前 他想先弄清楚 那只猫是公的 还是母的 如果是一只没绝余的母猫 又在发青期 还没看好的话 等飞银里回来接走猫 再过两个月 可能就会收获一窝小猫 是只公猫 飞银里语气含笑的分享 名字也叫五郎哦 我知道了 现在我在神奈川 大概明天下午回去 后天早上吧 大概早上七点左右 我会把猫送到毛利侦探事务所去 要是它不适应 你在的话 也能安心一点 这个时间没问题吧 没问题 那到时候见 如果丽山小姐感冒好了 也当让她放假休息吧 她一直跟着我忙来忙去 也该好好休息几天了 你去忙吧 我就先不打扰你了 到时候见 持飞银挂断电话 是公猫就好 只有祸害别家猫的分 不用担心被别家猫祸害 能省心不少 不过飞银里确定 不是为了找个机会 跟以分居丈夫有一点联系 毕竟送猫 接猫可能都会碰面 说不定还能从猫的话题 聊到生活话题 就算不是这样 大概也是 想把这只猫 也叫五郎的事 让毛利小五郎知道 两只猫都叫五郎 心意暗示得很明显 柯南等持飞银挂电话 好奇出声问道 持哥哥 是非律师打来的电话吗 他刚才听到持飞银说 给老师送过去这种话 那就不会是已经去世的 魔术师老师了 持飞银收起手机 他过两天想把养的猫 送到毛利侦探事物所去 柯南了然点了点头 随即才反应过来 等等 不是送到持飞银那里 不是送到寄养处 而是送到毛利侦探事物所 不过小兰和大叔在 确实不用麻烦持飞银 把猫带回去照顾 而且 小兰来照顾还比较好一点 持飞银养宠物 都是放养的 不太正常 又是一个集体拍拍睡的夜晚过去 柯南在飞银压井中醒来 习以为常地 把飞银的半截身体拉开 起床洗漱 还跟着持飞银出门 晨跑了一圈 回来吃了早餐 才跟阿力博士 一起去警署 做笔录 持飞银是不可能去做笔录的 待在旅馆里 给自家老师写注意事项 先把养猫通用的注意事项写上 剩下的到时候再补充 会员埃也没有往警署跑 在听说毛利侦探事物所 即将有新猫借助后 是想去看看 不过一听 是后天早上的上学日 只能放弃 翻着杂志 看持飞银写清单 阿力博士 带其他孩子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时分 一群人吃了早餐上路 等回到东京 还了车 再到阿力博士家聚餐一顿 一天时间就消磨过去了 晚上从阿力博士家出来后 持飞银又在中途换车换一容 受那一位的召唤 到119号去了一趟 才回家休息 家里的是不用他操心 小美就插没把玻璃擦没了 而且他离开的时候 飞沫偶尔也会带着小美出去飞几圈 顺便请家政小美去打扫一下据点 不那么择的小美 兴趣也还是那么单一 第二天一早 持飞银到毛利侦探事务所的时候 飞银里已经把猫送到了 二楼 毛利兰和柯南 蹲在一只俄罗斯兰猫面前 飞银里也在一旁弯腰看着猫 地上 俄罗斯兰猫原本正在漫条斯里的喝水 尖尖的耳朵突然抖了一下 抬头看着门口 三人转头看去 没一会儿就看到持飞银进门 持飞银一进门就遭受了三人的注目里 再看到仰头看他的猫瞬间就明白了 猫这种动物的听觉是很敏锐 在他没有刻意压脚步声的情况下 大概是听到他的脚步声了 毛利兰瞬间笑弯了眼 武狼好厉害哦 柯南笑着点头 持哥哥走路的脚步声一直很轻 没想到还是被他听到了 听觉真的很敏锐呢 喵 俄罗斯兰猫娇叫叫出声 往持飞银怀里跳去 持飞银伸手接住猫 低头观察 您早就到了吗 没有偏瘦或者偏重 体态匀称 刚才走过来的时候 姿势稳健 不太轻盈 那么应该不存在营养 或者前后之问题 眼角有一点清亮的眼泪 但是没有过多的分泌物 鼻部看不到分泌物 呼吸听不到呼吸音 被毛柔顺有光泽 意识警觉 情绪平静稳定 虽然还没看口腔 耳朵的状况 不过结合体态和精神状况来看 身体健康不会有什么问题 否则猫也是会因身体不适 而流露出异样情绪的 性格应该偏向于俄罗斯兰猫 比较文静温和 不过这只猫胆子要大一些 虽然它是个异类 猫对它亲近 不能作为判断依据 但如果是胆子小的猫 突然换了一个环境 就算看到它 想亲近 也绝对不会选择 跳过来这么大胆的方式 而是选择贴地走上前 走过来的时候 猫还可能会对接触不多的 柯南和毛利兰 保持高度警惕 这只猫跳过来 本身的担心和适应能力就不弱 至少习惯跟人亲近 那暂时照顾 就能省心很多 而且 这只猫刚才喵的一声 在它耳朵里 不是无意义的发音 是抱抱的意思 那就说明 这只猫是有灵性的 有灵性的动物 都比较聪明 对外界的判断力 思考能力 都比同族强 只要判断环境 或者某些人的危险性不高 这只猫不紧张 害怕也不奇怪 我也猜到没多久 飞银里微笑 看着猫在吃飞吃怀里蹭 丽山小姐的感冒又严重了 我有点担心 早上打电话 问过它 送它去医院之后 就提前带着五郎过来了 对了 飞银 五郎的身体状况还好吧 驰飞驰还是没忍住 顺手翻看了一下猫耳朵 外耳道里 有正常的少量油脂 但耳分泌物 没有一色异味 看着心里就舒坦 很健康 喵 格罗斯兰猫 把头往驰飞驰手掌上蹭 抬眼看到 从衣领探头盯它的飞驰 好奇地伸着 想去捞一捞 飞驰见猫的利爪没收 目光渐渐危险 心来的想打架 跟猫打架 它从来没怕过 驰飞驰伸手挡在猫爪前方 也挡了飞驰逐渐危险的视线 飞驰懂了 把头缩了回去 哼 我给主人面子 不跟你计较 蓝猫五郎也没有继续伸找 还把利爪收了起来 用肉垫在驰飞驰的掌心拍了一下 耶 驰飞驰 真二货行为 这么看来 这只猫不如无名 飞驰它们鬼精 多少还有点天真的感觉 像个小孩子 飞银里一直紧张地 看着蛇猫互动 见没有爆发大战 常常松了口气之后 又不由抬头 对驰飞驰笑道 飞驰还真是受小动物欢迎 而且应付小动物 也很有一套呢 柯南在一旁笑了笑 也对 驰飞驰这家伙 一直都很受小动物欢迎 动物的直觉 一般都比较敏锐 大概是透过驰飞驰的冷脸 看到了一颗温柔的心吧 是啊 五郎很年飞驰歌眼 毛利兰有些羡慕 他之前担心吓到猫 没有随便乱抱乱摸 更别说被猫粘着 蹭这种待遇 羡慕 绝育过的公猫 一般都比较粘人 驰飞驰把猫翻过来看了看 确认过状况 这是只已经绝育的公猫 飞银里 有带五郎去看医生的感觉 毛利兰 有个兽医在 画风果然不一样 柯南 看到小猫 他们第一想法大概就是 柔顺的毛漂亮 长得真可爱 看起来脾气很好 绝对是一只好猫 而在驰飞驰那里 他怀疑驰飞驰的第一想法是 头没病 脚没病 口鼻也没病 皮毛没病 精神状态良好 再加上已经绝育 绝对是一只好猫 啊 对了 飞银里回神 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我得赶去机场跟委托人碰面 五郎就麻烦你们多操心了 您就放心吧 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毛利兰笑着 没忘了给自家老爸说好话 要是爸爸知道 这是你拜托照顾的猫 也会上心的了 哼 我可不指望他 飞银里冷脸说完 弯下腰笑眯眯的伸手摸了摸五郎的头 五郎 你要听话 乖乖等我回来 不过也不要被某个差劲的男人欺负哦 毛利兰无奈 妈 你真是的 好了 那我就先走了 飞银里转身就走 我会尽快处理完工作 赶回来接五郎回家的 池飞驰把猫放到沙发上 去看放在门后的猫粮袋 从口袋里翻出中信笔 和一张折叠起来的纸 暂时借用毛利小五郎的办公桌 把该写的饲养建议写上 毛利兰和柯南凑到一旁看着 纸上已经写好了猫不能吃的东西 而池飞驰加上的是饮食量建议 活动量建议 相处建议 五郎跳上桌 低下头 像人一样看着池飞驰写字 咔哒 门被打开 毛利小五郎推门进来 看到池飞驰在 惊讶了一下 又看向背着书包的毛利兰和柯南 乌语问道 你们两个还不去上学吗 毛利兰认真记着池飞驰写的死亡建议 头也不抬到 等会儿 就快好了 什么就快好了 毛利小五郎走向办公桌时 突然瞥见 蹲在桌上好奇看他的俄罗斯兰猫 飞驰 你把人家给带过来了呀 这是妈妈养的猫 毛利兰抬头笑着解释 他今天要跟委托人一起坐飞机去冲绳 原本答应他 帮忙照顾猫的丽山小姐 又病得很严重 所以 他就把猫送来侦探事务所 让我们帮忙照顾两三天 哦 原来是鹰里的猫啊 毛利小五郎点了点头 随即夸张地后退 远离桌旁 指着五郎 一脸不爽道 喂喂 那个女人的猫为什么送到我这里来啊 我可没有同意过 喵 五郎被毛利小五郎吓了一跳 爸爸 你小声一点了 毛利兰双手插腰 盯着毛利小五郎警告道 妈妈的猫为什么不可以送来这里 总之 我和柯南要去上学 他就先交给你照顾 你可别让妈妈失望 不然 今天 明天的晚饭 你就自己解决吧 毛利小五郎感觉有被威胁到 看了看池飞池 觉得 虽然自家徒弟也会做饭 但这小子 又不可能天天跑来给他做饭 所以还是妥协了 知道了知道了 有飞池在 这只猫不会有事的 你们赶紧去上学吧 师母说交给您就可以了 池飞池起身上前 把写好的饲养建议 递给毛利小五郎 一脸平静地转告道 另外 师母让我转告您 要是他的猫有个三长两短 他可饶不了您 他既然答应飞英里 就会一字不漏 原原本本地转告 吵不吵架 他就不管了 反正这对夫妻 吵吵闹闹那么多次 不和好 情况也不恶化 那他就当时给他家老师 每天一成不变的枯燥生活 加点料好了 毛利小五郎 原本已经接过了纸张 低头看着 听完池飞池说完 猛然用力地手指 瞬间抓住了纸张 低头肩 脸色发黑 那个气焰嚣张的女人 毛利兰遗憾 飞池哥 我妈妈 有说过这种话吗 之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过 池飞池如石道 小兰 上学要迟到了 林木原子从门口探头 咦 飞池哥 你也在啊 哎呀 时间不够 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小兰 小鬼头 你们动作快一点啊 毛利兰匆匆出门 爸爸 我去上学 五郎交给你了 要好好照顾他哦 真是的 毛利小五郎 一脸嫌弃地 看着蹲在桌上的五郎 我作为名侦探 为什么要照顾一只猫啊 飞池 你能不能 我还有事 一会儿就走 池飞池先一步拒绝 小兰和柯南 已经把厕所准备好了 您只要看着他 让他别跑出去 别乱吃不该吃的东西就可以了 可是我今天也有事情要忙啊 毛利小五郎嘀咕了一句 又瞄上往门口走的柯南 喂 小鬼 你等一下 柯南停步 疑惑回头 毛利小五郎笑咪咪 你喜欢猫吗 柯南警惕起来 嗨 还好吧 我看不如你来照顾他吧 毛利小五郎摸了摸下巴 至于学校那边 你可以逃课 柯南无语看着毛利小五郎 放心 毛利小五郎上前拍了拍柯南的头顶 得意笑道 我批准了 学校那边 我会打电话过去 门突然被推开 一个唇上留着胡子的中年男人进门 啊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我是昨天晚上打电话过来的同下 咦 毛利小五郎转头 疑惑问道 昨晚约好的时间不是早上十点吗 而且说好了 是由你太太过来 我太太今天身体不舒服 我就在去公司的路上代替她过来了 中年男人脸色带着些许沉重 关于我女儿的暗号 请您务必帮忙 暗号 柯南顿时来了兴趣 跟着两人到沙发旁边 老师 我先回去了 驰飞驰没打算掺和 打了招呼 就往门口走 毛利小五郎转头问道 飞驰 你真的不考虑留在这里吗 不考虑 驰飞驰直接出了门 还顺手把门带上 毛利小五郎 简直无情 柯南呵呵干笑 驰飞驰这家伙 对事物的兴趣 还真是充满不确定性 不过驰飞驰不管就不管呗 他倒是想听听 是什么暗号 等他刷够了暗号经验 某一天肯定能赢驰飞驰一次 让那家伙惊掉下巴 门外 驰飞驰一路下楼 开车离开米花亭 他记得这个暗号事件 一个高中女生 给朋友发了暗号邮件 让朋友 陪他去给他爸爸买生日礼物 结果女孩子的父亲 发现了邮件 觉得自己女儿神神秘秘的 怀疑女儿 在跟坏朋友来往 或者即将被臭小子勾搭走 才会找到毛利小五郎 让毛利小五郎 破解邮件里的暗号 如果换了平时 就算这个事件 没什么挑战性 他也不介意 在毛利侦探事务所坐一会儿 悠闲轻松地消磨一下时间 但今天不行 他跟那一位约好了 今天下午两点 去119号 那一位有事跟他说 池飞池换了一容脸 抵达119号附近时 在附近停车 吃了小美给他做的便当 等到了119号 离约好的时间 也还有一个多小时 就先到实战训练场去看看 刚吃完午饭 肯定不适合做剧烈运动 他只是想试试 左眼的实战运用 实战训练场里 投影被激活后 模拟程序更新了吗 飞池好奇地看了看四周 池飞池看完空中投影出的 暗杀目标资料 观察着环境 这是网球类比赛的现场 他们位于背面看台最后方 投影把他们到比赛场地的距离 拉得很长 从他们这里看过去 正在做准备的网球选手 只是一个小点 这次的目标是 目前正在跟选手握手 交谈的一个政要 也是设定中比赛的主办方 身旁还跟着两个壮汉保镖 在比赛正式开始后 这个秃顶男人会 带着保镖从后方看台 也就是他在的位置离开 看台中段之外的地方都是假的 那边就只是墙壁加投影制造的假象 他要是跑过去杀人 只会撞到墙上去 而在男人出了体育场大门后 则默认离开及行动结束 那也就是说 这一次模拟测试的行动地点 指定为看台中段到后段 时间则是那个男人 走过这段路的时间 同时 行动时还要注意场地 四周直播的电视台摄像机 以及观众手里的拍摄机器 这么看来 这次更新不仅是多了新场景 还加了不少限制和暗杀干扰因素 哦 看台上 模拟人看着场间朝看台挥手的选择 一脸激动 发出嘈杂的呼喊声 很真实的模拟 投影人物的神情 反应比更新之前更加鲜活 不同的人也有了不同的反应 池飞池观察了一圈 也没觉得意外 低头戴着手套 还原度过高的暗杀模拟游戏 不仅可以更好的检测 提升个人暗杀能力 还能让人的心态发生改变 由于环境模拟过于真实 训练久了 训练的人就会将现实与虚拟的概念混淆 那并非是分不清现实与虚拟 而是指 觉得现实里杀人也没什么 而假人死亡场景真实 也会让训练人渐渐适应 这份适应 会让人在面对他人死亡时 变得冷漠 甚至因为和通关 情绪发泄等令人满足的状态联系到一起 训练人对暗杀有可能出现期待 亢奋等情绪 其实也不止实战模拟 狙击模拟的真实度也一直很高 而且组织还致力于提升 估计狙击模拟那边的真实度也加强了 他没资格评价这种行为 是不是丧心病狂 因为他也是抱有同样目的的人 安布雷拉现在的检设备 平台模拟比这更加真实 不仅视觉环境 连嗅觉 触觉 味觉 听觉 甚至是疼痛感 和活动时体力消耗的感觉 都检测过个人身体状况 来模拟 力求做到最真实 不过对于他这个在现实里都会跳戏 觉得现实 是漫画某一个画面的人来说 模拟还原度高不高的影响不大 毕竟在他跳戏状态下 那就只是打游戏 和在游戏里打游戏的区别 说到底还是游戏 比赛场地上 目标在跟选手握手 上高台发表讲话之后 带着保镖走向看台走道 持飞持收回视线 没有再站在过道边缘 往看台间的空位移动 这个模拟别看限制条件和干扰因素多 其实不算难 在目标跟选手接触 发表讲话 走看台前半段的这段时间 都是用来给训练人做准备的 正确通关方式是 在这大概20分钟的时间里 观察情况 提前做好引发骚动的准备 可以选择散布谣言 让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 在目标过来的时候 闹出足够吸引目标和目标注意力的动静 或者利用场地间的设施来制造意外 总之就是检测观察 判断制造动手时机的能力 想要最后暗杀成功 任何一环都不能出错 甚至还要考虑好其他方案 在出现意外的时候 能够有准备 只是可惜 他是把训练场 当成新技能开发场的 一般的套路他不想用 平田先生 选举请加油 平田先生 谢谢 我会努力的 目标沿路回应 跟他打招呼的人 移动得很慢 但终归 还是在一点点靠近 持飞驰所在的地方 持飞驰闭了闭眼 打开左眼和方舟的链接 将重心悄悄后压 做好了蓄力的准备 连呼吸都转为体内消耗 在环视整个体育场环境之后的瞬间 打开了超运算 每个摄像头的位置 周围人群的视线范围 附近观众的头部 或身体的移动规律 目标 以及其保镖的移动规律 几秒后 持飞驰从侧右方 直接冲向过道 过道旁边的座位上 两个虚拟的观众 转头跟同伴说着话 感觉身后似乎有东西掠过去 轻易一声 从两边转头看过去 在那一瞬间 持飞驰已经越过了两人 到了两人另外的视线死角 甚至已经到了目标 身后不到两米的位置 过道左侧的观众打完招呼 视线往前方比赛场地偏转 准备用心观赏比赛 目标也转头看向 看台尽头的大门 准备继续前进 两个保镖一左一右站着 用警惕戒备的目光观察周围 却在不经意间 留下了一个死角 就在目标右后方 一把匕首 突兀又翘无声息地 从目标后颈探出后 狠狠一划 又快速退开 四周人群依旧喧闹 两个保镖依旧在警惕的左右环顾 视线交错 很快将之前的视线死角驱散 但同时 一抹横见的鲜血 也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下一秒 大量鲜血猛然喷涌而出 保镖和周围人群 惊愕看向目标 一眼就看到 目标喉间失而争鸣的血痕 发出惊叫声 一片动乱中 池飞池已经退到了过道另一侧 低头穿过惊慌站起来的观众间 刷 周围的环境消失 下一个投影环境再度出现 池飞池走到门口关了投影 靠墙站了一会儿 长长呼了口气 左眼重新连接上方舟 看了一下这次尝试用的时间 所消耗的能量 行动前 他环顾四周 超运算捕捉画面 用了3.23秒 方舟计算出视线死角 路线用了一秒左右 他的大脑从接受方舟信息 到控制他身体行动 同样是一秒左右 他行动到暗杀结束 顺势混入另一侧的观众席中 用了8.51秒 在这个过程中 方舟同样不断计算 预估所有人的活动轨迹 捕捉前进方向的观众席情况 判断出安全位置和行进路线 又用了两秒左右 然后为了节省能量 他立刻切断了左眼跟方舟的连接 这15秒多的时间 能量消耗了将近一半 也就是说 在不透支左眼储能情况下 这样的暗杀他 最多能够使用两次 当然 能量消耗还得看具体的情况 比如 看场景的复杂程度 摄像头越多 在目标周围活动的人越多 方舟需要捕捉 计算的数据会翻倍增长 而视线自由活动的人类 又比固定的摄像头要复杂得多 还要看他与目标之间的距离长短 他在行动的过程中 除了他自己要控制好身体 才准方舟计算出来的点 方舟还要随时监控 通过他的眼睛捕捉信息 计算外界和他的身体状况 对方案进行大致的调整 和进行意外预判 那么 他离目标越远 接近目标所需的时间越长 一次暗杀中方舟超运算的时间越久 所需要的耗能也就越多 另外 还要加入其他因素 比如下雨天 路人都打着伞 遮挡了大部分视线 这种情况 就可以少消耗一些能量 刚才的环境模拟中 虽然有不少录像机 摄像头 但他跟目标之间的距离并不算远 周围的人 大多又被比赛吸引了注意力 应该算是中等偏下 其实 就算一天只使用一次 那也够了 组织的行动会流出足够的调查 准备时间 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强杀的情况 他甚至觉得 除非他自己想练技能 或者某次行动出现必须要补救的危机 不然这个技能在组织行动里 根本就用不上 在这种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 就算没有暗杀机会 他们还可以炸会场 可 反正一些异能力 在这个时代的使用性价比不算高 那技能就没用吗 也不是 多个手段多条路 迟非迟没急着继续训练 先把刚才的整个行动 拆开 复盘 整个暗杀过程 从方舟捕捉信息开始到结束 虽然只有短短十多秒的时间 但这样活动于死角 像幽灵一样完成暗杀 其实并不容易 首先是计算方面 计算完全依靠方舟 但由于隐形眼镜彻底跟左眼融合 他体内就像多出了一个器官 大脑接受信息 发出指令 一直到身体开始行动 期间跳过了眼睛 从眼睛上捕捉信息 再传递到大脑这一过程 就反应方面来说 身体做出反应的时间 已经很短了 很难再往上提升 另外 暂时也不用考虑训练大脑 让自己的大脑 来接替方舟的计算工作 除非三无金手指 再给他的大脑来个变异 否则他开发大脑一辈子 也做不到方舟那么快的运算速度 其次是次元肺的利用 他体内有一个检查不出来 却能够感受到的处养空间 之前除了丙息避开有毒或催眠 潜水这两个用法之外 他没有机会用上 但想要使用这个暗杀技能的话 次元肺就可以利用 且必须要利用上了 正常呼吸中 空气进入肺部后 肺泡中的氧气会向血液扩散 血液中的二氧化碳 则向肺泡扩散 两种气体以不同方向进行扩散 形成气体交换 随后 氧气由血液输送到身体组织细胞中 二氧化碳同样由血液来输送到肺泡 人在剧烈运动时 身体会消耗大量氧气 对氧的需求量很大 这就需要心脏加快收缩 扩张的速度 加快血液循环 让更多氧气输送到组织细胞中 所以 在运动之后 人才会心跳加快 呼吸加快 面色潮红的情况 这个过程中 心脏像是氧气输送线上的发动机 而肺则是气体的交换中转站 中转站的大小 也就是肺活量 决定了呼吸气体交换量的多少 如果呼吸气体的交换量足够 不仅可以保证 组织细胞不会缺氧 让人体不会出现头晕头痛胸闷等症状 由于能够提供血液足够多的氧气 还能或多或少地 减轻心脏这个发动机的负担 次元肺不仅除氧 供氧能力远远超过人体肺部 也能直接给组织细胞提供一部分供氧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他都没弄清楚的新供氧系统 在取代了肺部的作用的同时 也能替心脏承担一部分工作 刚才行动时 他爆发最快速度的那几秒 对供氧的需求量 消耗其实都不小 在暗杀结束后能够脸部红星不跳 维持着正常呼吸离开 完全是因为切换了次元肺来供氧 用次元肺强大的供氧能力 让组织细胞快速获得了充足的氧气 在暗杀现场附近 一个人是气喘吁吁 面色潮红 还是跟其他人一样 呼吸平稳 状态如常 也决定了那个人容不容易混进人群中藏匿起来 而且 原本方舟的超运算使用 就会让他心跳加速 如果再因为供氧问题 让心脏这个发动机的负荷更大 他也会担心心脏吃不消 很可能跑到一半的时候 目标的一脚还没碰着 他人先没了 总之 这方面也没什么可提升的 次元肺几乎已经把最佳效果呈现出来了 再之后 是他全身骨骼和肌肉的变化 之前三无金手指 让他浑身肌肉 骨骼都改变过 弄出信仰之月已经够神奇的了 而通过这次尝试 他发现 不仅身体柔韧度 灵活性 反应速度 爆发速度 平衡能力的提升 实际用上 还有很多好处 能他很轻松地卡准点 刚才方舟提供的前进路线 可不是一条直线 而是一条比Sigma型更夸张的路线 他在高速前进的同时 必须要在计算好的时间 进入某一个点的范围内 一个不小心跑过头 或者时间上快了一点 慢了一点 都有可能被人眼或者摄像头捕捉到 那就需要他控制身体 多次急转 急杀 这很考验身体的反应速度 灵活性 爆发速度 平衡能力 甚至是对身体的协调能力和控制力 任何一点不足 都有可能导致跑过头 身体急转不过来 身体失去平衡摔倒 或者上半身 晃进别人视线中等情况 而由于身体骨骼和肌肉的改变 他刚才急转 急杀 没感觉到吃力 轻松地让他再冲出去的时候 就估测出自己可以做到零失误 同样 这方面也几乎到极限了 至少仅靠 他了解到的身体训练方法 是没办法 让身体在这些方面 再做出提升的 平时训练 也只是为了保留一个好习惯 为了提高对身体的掌控力 为了熟悉招式 也可以说 算是由于基础数据太好 刚领悟技能就满级 持飞驰思索着 看向场地上方的摄像头 那么 他还要不要在实战中 再熟悉一下技能 飞驰见持飞驰看那边 立刻提醒道 主人 摄像头没开 持飞驰恩了一声 收回视线 就算刚才摄像头是打开的 仅凭一次尝试 那一位也不会发现他这个技能 毕竟避开所有人 视线区域 强杀这种想法 太过不切实际 那一位看到了 大概也只会觉得他 正好看到了场景模拟中的漏洞 抓住漏洞 完全了暗杀 但如果要在实战中练技能 他最好不要遮遮掩掩 直接把技能跟那一位 简单说一说 半个小时后 训练场和大厅里的摄像头 陆续开启 那一位找了一圈 在实战模拟训练场里 捕捉到了持飞驰的身影 实战模拟训练场的环境是街头 旁边是人来人往的大商场 目标是一个 会从商城大门出来的大商会社长 时机是在对方出门 上车这一段时间 持飞驰没有理会出大门目标 持续骚扰一个路人 盯着人家看 围着人家转 那一位看着 陷入了沉默 那可没看到路人那种 遇到蛇精病怎么办 我好害怕的眼神吗 这么看来 这次的程序升级很成功 连路人甲的情绪反应都很真实 不像以前一样 表达恐惧 就是面容扭曲的大叫 等等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拉克这事又在闹哪样 好好一个实战模拟训练场 拉克不是用来砍砍砍 就是用来爬高上低练体力 再要不然 就是用一掌拍死目标 再拍死所有目击者的方式通关 现在居然还骚扰路人甲 反正拉克从来没让他失望过 对于拉克来说 训练场就不是用来正常使用的 让人最想不通的就是 拉克骚扰年轻漂亮的投影幻象 也就算了 骚扰一个大叔算 怎么回事 不 等等 不管对方是谁 拉克去骚扰投影幻象这种行为 本身就不太对劲 商城门口 目标在两个保镖的保护下上了车 然后判断暗杀失败 投影结束 那一位让电子和成因传递过去 拉克 先到大厅来一下 好 池飞池到门口关了投影 刷掌纹进了休息室的大厅 那一位琢磨了一下 觉得还是应该委婉试探 新升级的投影程序 你觉得怎么样 真实度提升了不少 池飞池如石道 另外 加入了不少限制条件 更侧重于训练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 程序升级之后 只有其中一部分训练场的程序 加入了限制条件 你这里是其中之一 其他通用训练场 暂时没必要加进去 电子合成因顿了顿 那么 你刚才就是在测试真实度吗 不是 池飞池看向摄像头 双眼隐在昏暗中 只能隐约看过 神色平静的下半张脸 人的视线存在死角 跟一个人相比起来 一群人的视野覆盖程度 会高上不少 但视线死角还是存在的 根据每个人的视线移动规律 可以在某个时间点 找到一群人的视线网的死角 然后避开所有人的视线 对目标进行袭杀 我刚才只是在看那个投影的视线移动规律 它跟其他投影不一样 那一位懂了 拉克这是 又想研究奇奇怪怪的东西了 认真考虑了一下这个想法的可行性 提醒到 投影模拟再怎么真实 跟现实中人类的反应 也还是会有区别 灵活度没那么高 就算你能计算出投影中的人的视线死角 并且完成了袭杀 但在现实中 未必能够如你预想中进行 顿了顿 电子合成音突然道 拉克 我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讲 那您就别讲了 持飞持语气平静道 那一位 警号T敏T 很好 本来还在想要不要 给拉克留点面子 别说得太直接 但现在 迂回 委婉 跟拉克这家伙 就不该委婉 电子合成音沉寂了片刻 果断道 如果遇到不便近身暗杀的目标 组织还有狙击手可以用 我认为你的想法 只是舍尽求远 迟飞持 他都说了不用讲了 那一位还讲出来 简直就像在说 我问你不是在征询你的意见 只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有点专权 那刚才为什么还问他当不当讲 直接讲不就行了 那一位缓了缓 又道 当然 有想法并且敢于尝试是好事 你感兴趣可以在合适的时候试试 不过要做好失败心理准备和实际准备 别在行动中出岔子 我明白了 持飞持应声 就当是锻炼一下观察能力 这样也不错 刚才他考虑过 要不要告诉那一位 最后的决定是 说 炼技能不是关键 关键在于 这个幽灵行径的技能 不仅可以用于暗杀 还可以用于撤退 要是以后在组织行动中 出现必须用到的危险 他是用还是不用 如果不用 那就是握着底牌 还把自己憋屈死 如果用了 虽然那一位或许会以为 这是绝境爆发 但也有可能 怀疑他有所隐瞒 他不想留任何一点隐患 至少这件事 可以用我还在研究中糊弄过去 因为还在研究中 所以见不到实际成效 而就以这个想法而言 在没有见到成效前 那一位觉得 不切实际是正常的 也就不会过于防备他的这个技能 因为他在研究 所以要是以后 迫不得己在组织的人面前 用上了 那一位有一个心理准备 只会感慨他成功了 不会觉得他有所隐瞒 这么一来 他还能在合适的时候 练练技能 那一位又沉默了 看着拉克这么认真 跟他探讨的样子 突然又让人气不起来 甚至想不通 刚才为什么气 还有点嫌弃自己的幼稚 情绪这么大起大落 时间久了 次数多了 感觉不会是好事 那么问题来了 组织要不要提前 被两个心理专家 以免自己或者其他成员 被拉克影响成蛇精病 那一位琢磨着 想到组织里不正常的 又不止一个两个 瞬间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只要不失控 蛇精病也没什么不好的 要是挖来两个心理专家 大概还是心理专家 被逼疯的可能性比较高 你对安布雷拉新发行的手机 有了解吗 您指哪一方面 池飞池平静反问道 大厅前方 投影出一个个画面 画面里 是一台台被搁置于 封闭空间里的手机 有安布雷拉的LA1 也有价格高一些的LA2 随即 电子合成音响起 据我所知 你父亲已经跟很多运营商洽谈好了 开始在各国铺设第四代通讯技术基站 他是一个有野心 但形势足够稳重的人 这一次的动作很大 说明他并非像以前那样 只是试图进入通讯设备制造业 而是带着必须打开市场的决心 而珍池集团和安布雷拉的发展没有受阻 他没必要冒险砸进这么多资金 进入新领域 那也就是说 对于铺设基站 发展新手机这条路 他手里有底牌 且对那张底牌 有着足够的信心 迟非迟默默听着 星基站的铺设 他家便宜老爸没跟他说过 但方舟那里早就有了方案 他也是知道的 持针之介的动作确实很大 在那些嗅觉灵敏的商人圈里 已经不是秘密了 而他老爸的形式风格 在圈子里也不是秘密 所以 那一位能够知道他老爸的动静 并判断出他老爸手里有底牌 也很正常 不过不知道那一位跟他提这些 到底是为了什么 监管理事会对安布雷拉发行的手机 进行过检测 我这里也是一样 从发行日开始 到目前为止 我让人从各国购入了 不止一个批次的手机 一部分每天 按照正常使用频率进行操作 但没有检测到 任何一部手机在窃取 对外传输用户数据 就连程序软件 都比其他手机要安全 电子合成应顿了一下 拉克 安布雷拉是你父亲的公司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你觉得安布雷拉手机的数据安全性怎么样 随着电子产品的发展 人的隐私会越来越少 时飞时想也不想到 检测不出问题 不代表问题不存在 不是他卖自家老底 而是因为他知道 就算他说手机可信 隐私有保障 放心用 那一位也不会就这么信了 说不定还会怀疑他的意图 事实上 安布雷拉的手机 可以说是很安全的 由于使用闭源系统 又有方舟保驾护航 手机系统的安全性 性能都比别的手机强 甚至对于应用软件的监管 都比很多手机要严格 但也可以说是不安全的 因为手机系统的掌控权 都在方舟那里 方舟想要开个 去收集数据 简直轻而易举 检测手段 无非就是利用程序 或者加上外部传输检测工具 来检测手机 没有对外传输信息 但除非手机没有开机 激活 否则都会有信息 通过系统进行传递 方舟获取信息 也正是藏匿于 正常使用的数据传输中 仅凭现在的手段 根本检测不出来 按理来说 这部分数据 会进入用户信息库 而这类信息的安全 是受监管理事会监管的 虽然安布雷拉 可以使用一些协议内的数据 比如用户对软件的选择倾向 或者需求 用这些数据 来作为新软件 或者新版本开发的参考 但对于用户的一些个人信息 安布雷拉一方 并没有查看的权利 只是别忘了 安布雷拉有内层网存在 内层网本来就是为了避开监管 让方舟依附于 人类交流沟通的信息来成长 方舟完全能绕开 明面上的信息库 据内层网的信息库 获取那些被禁止查看的情报 所以 安布雷拉的手机安全 是由于安布雷拉 对于大部分用户隐私 并不感兴趣 还能阻断其他程序 对用户隐私的窃取和收集 而不安全 是因为 只要他们想 方舟就能悄无声息地 拿到大量的个人信息 当然 这种信息窃取 也不是没办法阻断 如果手下有电子设备方面的专家 有厉害的程序设计师 完全可以在拿到手机后 内外坚固地阻断方舟 对信息的窃取 甚至只用一种手段 也能很大程度 拦下方舟的窃取行为 一般人没有这种手段 也不会被方舟或者他们盯上 只是众多大数据中 不起眼的一部分 而一些拥有重要信息的人 对信息安全很重视 也大多能想办法 阻拦方舟对情报的窃取 说白了 信息库主要是为方舟 提供成长的养料 对于情报方面的收集 也就仅限于 他们敌对方的中层人物 组织这种势力 显然不在此例 而且 组织也不只是 唯一的一个势力 以方舟估算 目前发行的手机中 至少会有0.03%左右 跟安布雷拉总部 处于日常失联 只利用系统升级等便利的状态 拿不到平时的使用数据 也就是说 一万部手机里 就会有三部落入 有能力管控的人手里 这个比例看起来很大 不过这也是因为 手机才刚发行 有很多像是组织 这样见不得光的大势力 还有一些商业人士 某些高层购入 进行检测 评估风险 制造安全保障 等以后普通人入手的多了 这个比例还会下降 方舟之所以提供预估数据 就是为了防止这些人 检测到系统数据传输 所以 发行至今 没有任何小动作 一开始不能操之过急 总要获取一点 基本的好感 或者信任度 虽然未必有用就是了 就拿那一位来说 既然那一位 让人购入手机 进行检测 说明那一位 并不相信手机的安全性 大概也已经让人 研发针对性的程序了 不管有没有检测到 手机有窃取信息的问题 结果是一样的 自己加一道保险屏障最安全 包括现在组织的通讯中 邮件传输 情报库浏览 每一样都有很多 针对性的程序 在保驾护航 邮件通讯中 他们都能使用程序 来绕开邮件系统运营商 对邮件进行加密 或者销毁 而且这个程序 还是核心成员人手都有的 还在不停地更新换代 在联系外人进行勒索 缩使犯罪 商定交易细节时 很多时候都会用上 而安布雷拉的新手机 之所以会引起那一位的注意 不是因为新手机出现 不是因为新手机 没有实体按键很新奇 也不是因为 那一位想赶潮流 给大家换手机 而是因为 那一位不得不赶这个潮流 是因为那一位看到了 安布雷拉 或者说世界通讯技术的 下一段进程 第四代通讯技术 也就是4G 简单来说 就是那一位觉得 应该针对4G 进行通讯安全准备了 第四代通讯技术的到来 一些人早就有心理准备 只是时间早晚的区别 而组织也早就针对 第四代通讯技术 进行着相关的程序研发 反正组织在程序方面的进度 就没让他失望过 挺厉害的 可 综上所述 其实也就能大概猜出 那一位的意图来了 第一 那一位觉得 组织要跟上时代发展 准备让大家换手机了 最优先选择的 就是安布雷拉的新手机 时间大概是在 通讯安全程序测试完成之后 第二 那一位最在意的不是 LA1 LA2这两款手机 而是猜到他父亲的大动作 意味着安布雷拉 已经研发出了 使用第四代通讯技术的 LA3 或者其他版本的手机 在第四代通讯技术到来后 安布雷拉 必然是走在前面的一批 现在那一位 就让人针对 LA1 LA2 进行研究 进行通讯安全程序测试 是为了让程序研究人员了解 掌握安布雷拉手机系统的一些规律 等安布雷拉使用 第四代通讯技术的手机发行 组织的配套通讯安全程序 就能立刻跟上 第三 看这一位这种谨慎态度 他别太指望 能够通过网络或者通讯 收集到组织内部的信息 第四 那一位问他这个问题 不是出于试探 他对安布雷拉的事知道多少 就是看他的判断能力 是否会受父子亲情影响 或者看他对组织的忠诚度 是否有问题 那么 该怎么回答 也就有答案了 电子合成因 没有对持非时的回答进行评价 不过也算是默认了 不算安全这个答案 不管怎么样 组织里已经有了相应的准备 原本我还以为你会更换手机 毕竟 那是你父母组建的公司的产品 那就可以让你在使用的时候 配合程序设计师进行测试 没想到你至今好像也没有 换手机的打算 用按键手机习惯了 迟非迟到 这是实话 一开始穿越过来的时候 他习惯了智能手机 用不惯按键功能机 总觉得这种手机 不能打大型联网游戏 又没有那么方便的操作程序 哪儿哪儿都奇怪 但用着用着 他又觉得 按键手机不是没好处 把手机放在口袋里 忙打信息就很方便 而且用习惯了 也觉得有 按键按挺带感的 这时候 让他换回智能机 他又有些别扭的感觉 别说这是他父母组建公司的产品 安布雷拉手机的研究发行计划 本来就是他推动的 但不习惯 就是不习惯 自己的面子 也不用给的那种不习惯 第四代通讯技术的到来不可避免 安布雷拉在这方面突然插队 又突然走在了最前方 未来的发展趋势必然会被安布雷拉的产品所引导 按键手机也就会慢慢被取代 还是趁早去适应比较好 电子合成因突然显得语重心长 你才二十岁 对这些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强 别让自己的内心感觉 妨碍了前进 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持飞时沉默了一下 我知道了 这一点他是知道的 他之所以敢这么嚣张 也是因为他本来就用过智能产品 而新手机的很多概念都是他提出来的 功能他也都快能背下来了 所以他自信自己对新产品的上手速度比别人快 如果是没有接触过超出想象的新东西 他也会立刻去接触 免得自己被时代丢下 他自己知道归知道 那一位会提醒他 倒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按照组织的一贯风气 应该是不习惯 不适应也随意 但是要是被时代淘汰 能力跟不上也就意味着会被组织所淘汰 到时候也别怨谁 那一位能提醒一句 表达一下自己的态度 就算是不错了 总不可能每个核心成员 都要那一位去操心着 劝说要接受 要跟上时代吧 那一位没那么闲 也不会那么做 这么说起来 那一位偷偷给他开过不少小灶 在他身上花的时间和精力 确实不算少了 要说那一位把他当工具 或者一个有用的组织成员看待 那一位就没必要在他身上花那么多时间 一次次给他开小灶 让他一个新人 都能知道不少组织的事 哪怕是能力再被那一位看好 那一位也不至于这么做 但要说那一位把他当晚被看 有时候 又有很多像是试探 防备一样的行为 让他实在摸不准 那一位心里对他的定位 想分辨清楚 也不太容易 还得慢慢观察那一位的性格 行事作风 你知道就好 电子何成英又道 其实你跟你父母的关系 没必要一直这么冷淡下去 不知道你母亲有没有跟你说过 他们离开跟遗传病有着很大的关系 这不是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其实也不是很糟糕 我跟我父亲 持飞时寻找着比较合适的说法 还算聊得来 那一位 对自己父亲的感官事还算聊得来 怎么听都不对劲 而且 那可居然还用这种不太确定的语气 感觉更不对劲 电子何成英 那你母亲呢 持飞持 也还算聊 好了 算了 电子何成英直接打断 说起另外一件事 你之前发给我的那段视频 持飞持 又来了 问是那一位自己要问的 等他发表想法 那一位又不听 这一次 居然还是这种你够了的态度 连话都不让他说完 完全是不讲理的强权主义 一夜之间 时间 从夏末跳转到深秋 清晨的米花公园前 晨练结束的人 穿着后外套 匆匆路过 红色雷克萨斯 SC停在路边 持飞持 背靠车子抽烟 顺便用手机 刷着今天的早晨新闻 飞持哥 林木源子转过街口 看到等在路边的持飞持 远远的抬手挥了挥 风风火火地快步走上前 早啊 毛力兰带着柯南上前 笑咪咪打招呼 飞持哥 早 持哥哥 早 柯南也乖巧跟着打招呼 喂 你们等等我啊 本唐英又背上 背着一个大背包 左右手各另一个旅行带 脚步几乎半拖着 气喘吁吁地跟上后 把旅行带放下 头上的汗 朝持飞持笑 飞持哥 早上好啊 今天要麻烦你了 请多多指教 早 持飞持选择集体回应 转身去把烟暗吸在垃圾桶上 顺手把烟蒂丢了进去 嗯 本唐英又汉 总觉得今天的气温不怎么高 毛力兰干笑着解释 英又你 不要在意了 飞持哥他就是这样 对打招呼什么的不太热衷 早上也比较低气压 大概是 有个身为英国人的老妈 小时候不习惯说我回来了 请多指教 持哥哥连吃饭的时候都不太习惯说我要开动了 柯南半月言吐槽 然后又一个人生活太久 在学校里也喜欢独来独往 所以他也不习惯跟人很热情地打招呼吧 原来是这样啊 本唐英又挠头笑 我还以为我被讨厌了呢 拜托 你在想什么呀 林木原子 伸手啪啪啪本唐英又的肩膀 一副大姐头的架势 本来飞持哥是不想跟我们去玩的 是我跟他说英又很想见你 上次就没有见到 他这次也会去哦 然后他就答应了 怎么可能会讨厌你嘛 不问清楚就做出判断 是不对的哦 本唐英又一脸愧疚地低头 抱 抱歉 持非是丢了烟蒂回来 看着本唐英又问道 那么 你找我有什么事 其实 早在他遇到本唐英又的第二天 他就让乌鸦偷拍了一段本唐英又上学路上的视频 给那一位发过去了 遇到一个很像水无连耐的人 尤其是在水无连耐失踪的这个关头 他决定上报一下 以免以后给自己招来怀疑 这么一个长得像水无连耐的人 也引起了那一位的注意 只不过 他当时要去横滨处理清水粒子的事 这件事就被放下了 昨天 那一位跟他提起的 也正是本唐英又的视频 还提到临时让他跟贝尔摩德搭档调查 不仅是出于目前人手安排的考虑 也还有一个目的 他要在调查基尔下落的同时 顺便查一查 基尔有没有问题 因为本唐英又姓本唐 而水无连耐 当初被挑进勤酒的行动小队 就是因为反杀了一个CIA 那一位发现以前的行动记录里 那个CIA的增用名里本唐出现的频率不低 所以想让他确认一下水无连耐 那个CIA本唐英又之间有没有关系 他连立刻上报这种不念情分的事都做了 自然也不会回避调查 既然有机会接触本唐英又 没理由不来接触一下 不过 需要查多久 最后查到什么程度 他有很大的决定权 那一位也没有要求他尽快查出来 就当是合理敲班来旅游了 至于水无连耐下落 贝尔摩德会先去着手调查的 也 也没什么事 本唐英又还不知道 自己早就被池飞池卖了 有些不好意思但 只是上次没有跟你好好说一声谢谢 哎 林木原子好奇问道 英又 飞池哥帮过你什么忙吗 是啊 那天在医务室 我还是冒冒失失的 飞池哥拉了我好多次 不然可能又要受伤了 本唐英又叹了口气 又看向池飞池 神色认真起来 也还是带着小孩子的感觉 还有 你说我不是冒失 迟钝 真的 很感情 说着 本唐英又身鞠躬 头巢 站在他前方的柯南 笔直砸去 池飞池伸手 把柯南往左边拎了一下 他真的觉得 本唐英又能活到这么大 运气已经很好了 柯南正一头雾水 突然发现 本唐英又鞠躬落下的头 正好就落在他刚才站的地方 想到曾经被本唐英又 以头垂头的经历 心里遗憾 看来是真的呀 林木原子也看得无语 英又这种情况 也只有飞池哥能够搞定 啊 本唐英又疑惑抬头 丝毫没发现 自己刚才差点跟柯南碰头 我怎么了吗 柯南心里叹了口气 默默吐槽 你没救了 哎 还是先上车再说吧 林木原子觉得 说了也没用 下次本唐英又该头锤柯南 还是会头锤柯南 根本记不住 突然就没有了解释的欲望 我们先坐飞池哥的车到山下 再走路上山 啊 本唐英又彻底猛了 你也该好好锻炼 一下身体吧 林木原子无奈 上前拎起自己的旅行带 自己拎上车 作为男孩子 体力这么差可不行哦 毛利兰转头 对本唐英又笑着 解释道 其实是因为 原子他想走小路 顺便看看路上的风景了 我也觉得 这样很不错 既然是出来玩 就不用急着赶到目的地了 慢慢走上去也好啊 这么说也对 本唐英又挠头笑着 剑池飞池弯腰帮忙拎旅行带 连忙献一步弯腰 不用了 再次被池飞池拎开的柯南 好险 差一点又被本唐英又这家伙 头锤 今天不砸他的头一次 这家伙是不是没完了 这一次 本唐英又也看到自己和柯南 差点碰头了 愣了愣才直起身 飞池哥 谢谢啊 池飞池见林木原子 毛利兰已经上车后座 伸手把本唐英又推了上去 随即直接关了车门 柯南瞬间觉得神清气爽 看池飞池都亲切了不少 请坐好吧 可别再添麻烦了 等等 本唐英又在车里猛了一下 一脸急切地打开车门 我想 柯南本来正打算晃去副驾驶坐 正好路过后排车门 直接被猛然打开的车门撞倒在地 本唐英又下车 就被柯南绊倒 没等柯南坐起身 就砰一下摔倒 砸到柯南身上去 说到一半的话这才说完 坐前坐 柯南叹了口气 转头看向站在一旁的池飞池 目光绝望 又带着一些求助的意味 池飞池看了看 手里拎着旅行带 这一次 他确实是没办法帮忙了 而且 柯南这个不止一次把他撞下山崖的刁民 居然也有惊天 他更想看戏了 飞池从池飞池一领探头看了一眼 又很快缩回头 感慨到 本唐英又活得真泪眼 五分钟后 车子开离原地 副驾驶坐上 本唐英又笑眯眯地抱着柯南 像抱着抱枕一样 跟飞池哥待在一起 真的很安心啊 不过飞池哥居然会抽烟吗 真是一点也看不出来呢 柯南面无表情地 撇着本唐英又 他也觉得 跟池飞池待在一起很安心 但本唐英又就不一样了 他怀疑这个刁民想害他 之前他是担心本唐英又坐在副驾驶坐乱来 冒冒失失 害得大家一起出车祸 才吵着嚷着 要坐副驾驶坐 哪成想这个家伙居然跟来 还说可以抱着他 总觉得 路上又得被这家伙连累 不过能够防止本唐英又干扰到开车的池飞池 也算是 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努力 他就牺牲一下吧 一路上本唐英又和林木园子 毛里兰聊得很起劲 当然也免不了突然低头撞到柯南 或者因为车子颠簸 自己又在回头说话 而撞向驾驶坐那边 池飞池开着车 是没办法管了 柯南被本唐英又头锤一次 被抱着撞到车门上两次 还得拉住不小心 往池飞池那边撞的本唐英又 唯一车人和一条宠物蛇的生命安全 操碎了心 一直到了山脚下 池飞池把车停在一家旅馆的停车场里 撞习惯了的本唐英又还很精神 柯南倒是像刚遭受过无数苦痛折磨一样 不好意思啊 柯南 本唐英又打开车门 先把抱着的柯南放出去 尴尬笑道 好像给你添麻烦了 柯南瞬间不好意思计较了 呃 也没什么了 后座 林木园子和毛里兰也下了车 跟着池飞池去后备箱拿行李 话说回来 飞池哥家的那个小鬼 这一次不打算来吗 阿力博士今天有点感冒 小爱 要在家照顾他 所以不打算跟我们一起来了 飞池哥家里的那个小鬼 本唐英又好奇看着 林行李走过来的林木园子 柯南心里顿时警觉起来 虽然看本唐英又貌貌实实的模样 不像是那个组织的人 但貌实是可以装出来的 本唐英又和水无连奈长得那么像 不得不防 这个家伙突然问起辉元的事 会不会又是冲辉元来的 难道真的是那个组织的人 林木园子没有隐瞒 我是说飞池哥的妹妹了 池飞池把毛里兰的行李 递给毛里兰后 关上后备箱 动手锁车门 本唐英又看了看池飞池 眼里有惊叹 哎 原来飞池哥有妹妹啊 柯南建池飞池背对他们锁车门 压根没留意这边 心里叹了口气 继续悄悄盯本唐英又 这家伙一直吵着说 想见池飞池 会不会另有目的 是冲辉元来的 还是冲池飞池来的 又或者是冲毛里侦探事物所来的 其实是飞池哥母亲的教女 那个小鬼的性格 和飞池哥还蛮像的 只不过作为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小女生 总是一脸冷淡 说话又老成 显得一点活力都没有嘛 可是小爱也很懂事啊 毛里兰笑道 本唐英又看向柯南 那不就跟柯南差不多吗 柯南没有管本唐英又说什么 低头思索 那个组织的人 肯定会继续寻找辉元这个叛徒 说不定还有不少调查人员 在到处活动 贝尔摩德曾经接触过池飞池 态度很暧昧 当时可能是想给他们施压 但也不排除池飞池手里 有组织在意的东西 只是他跟池飞池相处了那么久 除了贝尔摩德之外 他没发现池飞池身上有什么东西 跟组织有关 连一点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那就不太可能了 那么 就是冲毛利侦探事务所来的 组织那个代号基尔的人 刚落进FBI手里 这个人跟对方长得那么像 又突然出现在他们视野中 似乎对侦探事务所很感兴趣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想见池飞池 有可能是因为池飞池跟事务所有关 又是毛利大叔的徒弟 想套套话 柯南小鬼可没有他那么冷淡 以后有机会你见一见他就知道了 林牧原子摆了摆手 觉得另一只手里的行李带很碍眼 踢一刀 哎 对了 我看不如这样吧 我们用猜拳的方式 决定谁来拿行李 十分钟一轮 怎么样 啊 可是我很不擅长猜拳 而且 本唐英又看了看一堆行李 咬了咬牙 觉得自己 作为男孩子不能怂 好 好吧 我没问题 我也没什么意见 不过 毛利兰看向池飞池 我无所谓 池飞池平静脸道 林牧原子又看向柯南 你呢 小鬼 柯南被林牧原子问道 还在持续走神 也没有发表意见 林牧原子问了两遍 干脆就不问了 把作为小孩子的柯南排除在外 第一轮猜拳 本唐英又毫无意外地输了 拿上行李出发 柯南跟着走了一路 依旧低头沉思 企图判断出 本唐英又是冲谁来的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本唐英又连书 还都是一局就成为唯一一个输的人 柯南想得脑阔疼 瞥见旁边本唐英又快泪崩溃的模样 又开始怀疑 这家伙真的会是组织的人吗 好了 时间到 林牧原子停下脚步 转头等着本唐英又慢吞吞挪过来 伸手到 第五轮 石头剪刀部 持非持绝地跟三个高中生猜拳相当幼稚 不过 也就当锻炼心态了 而且由于本唐英又一把书 幼稚的氛围也不会持续太久 果然 本唐英又出了步 再看看其他三个人整齐滑衣的剪刀 一脸崩溃 怎么又是我输 林牧原子得意笑道 你就再帮大家拿十分钟行李吧 真是不好意思啊 英幼 毛利兰欠一道 柯南都觉得 这么倒霉 也不会是组织的人吧 不然早就死得透透的了 看吧 飞驰哥 本唐英又委屈脸看持非持 其实我的运气还是比一般人要差劲的吧 持非持弯腰拎起两个行李袋 我帮你 本唐英又愣了一下 忙道 不用不用 我还可以再坚持的 没事 持非持继续沿路走 本唐英又一看 发现自己也不可能往持非持手里抢 腼腆笑道 谢谢啊 飞驰哥 虽然认识你之后 老师跟你说谢谢 林牧原子跟上 有些感慨 可是 飞驰哥真的很照顾英幼啊 总觉得他这么可爱 一定是女孩子 持非持冷不丁来了一句 让气氛瞬间凝固 本唐英又 这句话说得好打击人 毛利兰尴尬笑了笑 虽然他也这么觉得 但飞驰哥这么直接不太好吧 林牧原子刚想笑着附和 思维忽然跑偏 脸色也变了变 飞驰哥听说 本唐英又想见他 就改变主意 跟他们出来玩了 可飞驰哥是那种 别人想见 就会给面子的人吗 不是 绝对不是 那飞驰哥 为什么这么给本唐英又面子 为什么会主动帮 本唐英又提东险 不会是把本唐英又 当女孩了吧 细思极恐 飞驰哥 等一下 林牧原子连忙伸出右手 紧紧拽住持飞驰的胳膊 仰头看着回过头来的持飞驰 一脸诚恳地劝道 虽然英又确实可爱得像女孩子 可是他真的不是女孩子 别的认知可以出错 但这个不行啊 持飞驰努力理解了一下 林牧原子话里的意思 目光渐渐带上些许嫌弃 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嗯 林牧原子遗憾 松开了手 不 不是吗 我只是发现 他长得很像水无连奈 持飞驰看向本唐英又 再加上他的性格不太强势 所以我才下意识地那么说 抱歉 听到水无连奈这个名字 本唐英又和柯南 齐齐一愣 毛利兰丝毫没有察觉 转头对本唐英又笑道 也算是变相的夸奖吧 因为英又真的很可爱哦 是 是吗 没关系啦 以前偶尔也会有人觉得 我是女孩子 本唐英又回过神 假装不经意间问起 不过 飞驰哥 你认识水无连奈吗 以前 在Fank公司举办的宴会上 见过一次 持飞驰道 那你觉得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本唐英又追问 目光藏着 些许认真和陈宁 跟平时迷糊的模样不太一样 柯南心里的警惕度 提升到最高点 但也没有贸然做什么 若有所思地 观察着本唐英又 他都不知道 持飞驰以前 跟水无连奈见过 一个是 Fank公司的股东 一个是日卖电视台的主持人 两家经常合作 在宴会上碰到不奇怪 只是水无连奈身份特殊 这个家伙问起 又突然露出这副面孔 难道真的是充持飞驰来的 感觉他是个比较拘谨的人 话不多 喜欢微笑着静静听别人说话 持飞驰垂眸回想了 水无连奈在宴会上的表现 又抬眼看本唐英又 你们是亲戚吗 在持飞驰抬眼看来的瞬间 本唐英又压下 心里的遗憾 收敛了眼底的情绪 重新恢复了迷糊脸 笑眯眯挠头道 不是了 只是长得比较像的两个人而已 柯南心里有些感慨 他便小也不是没好处 抬头就能把本唐英又的瞬间变脸 看得一清二楚 比高个子的持飞驰好得多 而且大概是觉得 持飞驰的威胁性比较高 本唐英又防备着持飞驰 在演示上分散了不少精力 反而对其他方面疏忽了不少 不管怎么样 今天算是脱了持飞驰的福 让他确定 本唐英又肯定在隐藏着什么 好了 我们快点出发吧 林牧原子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 催促道 快一点到别墅那里去 我们还能早点休息 飞驰哥 平时总是一副难以亲近的模样 女孩子觉得 居住也很正常啊 本唐英又笑了笑 没再问下去 也对 我们快点出发吧 持飞驰也没再问 往山上走去 那句一定是女孩子的话 他是故意说的 不管是有人吐槽他打击人 还是有人附和 他都能把话题 引到跟本唐英又长得像的水无连奈身上 再顺势问起本唐英又和水无连奈的关系 如果他没有先知 他对本唐英又和水无连奈关系的态度 应该是存疑 但不确定两人是否真的有关系 那不经意间套套话 才是调查初始阶段该做的事 再之后 才是对两个人的关系 进一步挖掘 总之 对于滑水调查大法来说 他今天接触本唐英又的目的 这就算是达成了 一群人再次出发没多久 林牧原子还是忍不住质疑道 飞驰哥 你真的没有把英又当女孩子吗 那你为什么帮他拎醒脸 保护弱者 迟飞驰道 飞驰哥 你说话还真是 本唐英又憋了半天 脸憋得通红 也没有说出一个合适的形容 真是 要说迟飞驰说得不对 连他都觉得自己挺弱的 至少跟飞驰哥比起来挺弱的 要说迟飞驰说得对 他又想反驳他 其实没那么弱 要说迟飞驰这是嘲讽吧 迟飞驰的态度太过自然 冷淡 也没什么嘲讽的感觉 就是在陈述事实 可是直白地说出这种话 飞驰哥有时候说话是比较直接 毛利兰突然想到昨晚的事 嘴角微微一抽 飞银里不放心自己的猫 结果还是跟委托人说好了远程工作 昨晚自己先坐飞机回来了 到侦探事务所接猫 先不说他老妈来的时候 他老爸在吵猫大吼大叫 之后 两个人吵起来 也有飞驰哥转告那句 我饶不了你的原因 按理来说 飞驰哥不是那种很迟钝的人 应该知道 转告这种话 会有什么后果 有点幸灾乐祸 搞事不嫌事大的嫌疑 但他又觉得 飞驰哥不是那样的人 所以 他觉得飞驰哥有时候 就是懒得用迂回的方式 直接过头了 那么说 因幼可爱这件事 怎么解释呢 林木原子指着自己 别的女孩子 我不是很了解 可是飞驰哥 你从来没说过我可爱呀 持飞驰依旧直白且平静道 八婆属性 会冲淡可爱属性 柯南明知情况不妙 但看到林木原子 瞬间大受打击 以致呆滞的模样 还是没忍住 扑斥一下笑出声 一针见血 不 他觉得一针见血 已经满足不了持飞驰了 持飞驰的追求 应该是一针 给你心窝子戳个窟窿 本堂英诱恍然大悟 啊 我懂了 这是飞驰哥表达善意的方式 你哪里看出来有善意啊 林木原子朝本堂英诱吼 在本堂英诱 整个人往后退的时候 视线却扫到前方的路 正了正 咦 持飞驰伸手 拉住往后跌倒的本堂英诱 目光看向前方 前方 树林尽头就没路了 原本跟对面悬崖有吊桥连接 但吊桥断了 半截吊桥固零零地垂落在崖边 被持飞驰拉了一把的本堂英诱站稳 扶了扶眼镜 茫然看过去 怎 怎么了 吊桥断了 林木原子走上前 站在悬崖边看对面 这次不会 又出什么事吧 哟 毛利兰走上前 疑惑左右看了看 这么说起来 这里看起来很眼熟 我以前好像来过这里 是园子姐姐家的别墅吧 柯南走到断崖边 指着悬在对面的半截吊桥道 就是我们来的时候 遇到一个绷带怪人那次 是那个绷带怪人杀人碎尸的事件 对吧 毛利兰脸色刷一下苍白 转头质问林木原子 喂喂 原子 你不是说我们 是去你姐姐朋友家的别墅玩吗 林木原子一脸无辜 咦 我有说过吗 讨厌 毛利兰气恼道 我要回去了 不可能的 林木原子毫不客气地拆穿 小兰你是个大陆痴 会找得到回去的陆才管 柯南无语盯着林木原子 难怪原子提议 他们走上来 这样 也不可能让池飞池开车 送他们下山了吗 不过小兰是不是没注意到现在的关键 可是吊桥都断了 那我们也只能回去咯 毛利兰和林木原子一证 而且 那个事件应该已经解决了 对吧 本堂英佑 转头问池飞池 池飞池摇头 表示自己不知道 他是记得绷带怪人事件 但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应该还不认识柯南这群人 反正他没有亲自经历过 那个时候 我们还不认识飞池哥 那个案子 还是我解决的呢 就像小兰的老爸一样 化身沉睡的高中生女侦探 一下子就把案件解决了 林木原子得意说着 又有些困惑的摸了摸下巴 不过遇到飞池哥之后 就完全没有表现的机会了 我原本还想在飞池哥面前表现一次呢 那次我还遇到了危险 毛利兰笑着弯腰看柯南 还是柯南救的我 对吧 柯南仰头对毛利兰笑得一脸天真 本堂英又低头看柯南 那个时候 柯南也在现场啊 林木原子还在看着吊桥 怀疑道 不过 这会不会是什么人搞破坏啊 不会又遇到什么事件吧 不是哦 柯南转头看崖边 看起来是固定山体的地方滑落了 只是豆腐渣工程而已 总之 我们就先下山吧 毛利兰直起身笑道 好不容易才走上来 又要走回去吗 林木原子摸着下巴 我姐姐他们晚上才会过来 他们会坐车 到时候可以跟他们一起回去 可是不确定 他们会不会走这条路 那就打个电话 跟他们说一声吧 本堂英又提议道 池飞池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没信号 反正柯南一跑到野外撞事件 那个地方90%不会有信号 柯南转头看了看 指着不远处 隐在树林间的别墅道 那我们就到那个别墅 去接电话吧 那里说不定会有人住 一群人转到小路 去了别墅 不过别墅看起来老旧冷清 敲门也没有人应门 就在林木原子 打算商量一下 看是由一个人下山去打电话 还是休息一会儿一起下山的时候 一辆车开到别墅前 车上的两男一女 刚好是住在这里的人 请一群人进了屋 穿着时髦之性的女人 听林木原子说了情况 很爽快地答应了接电话 还让一群人暂时待着别墅 等人来接 在林木原子去打电话后 本堂英又转头 看了看装潢文雅清秀的别墅 感慨道 不过这栋别墅 还真是漂亮也 池飞池 看向漆得洁白的楼梯扶手 主体至少是30年前建造的 近两三年 重新装修过内部 外面和里面 完全是两个样子 有本堂英又的剧情 重新装修过的别墅 是别墅前主人 趁着装修修建了密道 那个事件 一旁 戴着圆框眼镜 下巴流了胡茶 看起来有点颓丧风格的男人 一愣 很快又贪手道 没错 这栋别墅内部 是重新装修过 而且也不是我们修建 装修的 我们只是正好捡了个便宜 这三人自我介绍 是同一个乐队的成员 之前做主接电话的女人 名叫滇野纯 戴着眼镜的颓丧风格 男名叫天堂响 而剩下一个留了寸头 运动风的男人 名叫苍本耀志 他们想找一个 能够安心作曲 作词练习的地方 刚好就撞上 这个便宜的别墅出售 就买了下来 这栋别墅价格便宜 也是有原因的 听说别墅原本 是一对有钱的兄弟建造的 在假期的时候 这对兄弟会带着妻子 一起来小住一段时间 在某一个下大雨的夜里 那个哥哥突然开始说胡话 说有魔鬼会从窗户里进来 随后就把那道说 会有魔鬼进来的窗户定死了 但那个哥哥还是不安心 又说魔鬼已经进来了 找来人重新装修别墅内部 连墙壁地板 都重新装修了一遍 在别墅装修完的第二年 怪事发生了 那个哥哥的妻子 在别墅前的花园里修剪花木时 转头看到 那道本该被定死的窗户 打开了一条缝隙 后面有什么东西 一直在盯着他看 几天后 那个哥哥的妻子 就像是被魔鬼附身一样 在位于二楼的自己的房间上 掉自杀了 那个哥哥也像追随妻子而去 从三楼自己的房间里 跳楼自尽 随后 弟弟夫妻俩也就选择 把这栋承在了悲痛回忆的别墅 低价出售 三人说了情况 在本堂英又质疑窗户 真的没法打开吗之后 又带一群人 去二楼那个房间确认 从里面看 二楼那道窗户 确实是钉死的 乱七八糟的钉子 铁条沿着窗子边缘定了一圈 将窗户边缘和窗框 彻底定在一起 左右两道窗子 中间也都定上了铁条和长钉子 钉子和铁条上 已经袖几斑斑 再加上定得十分混乱 看上去很诡异 是真的呢 定了这么多钉子 本堂英又伸出双手 用力推了推窗户 完全推不开 是吧 仓本要制有些得意 甸野纯转头对毛利兰道 我们买下这栋别墅的时候 主人原本说 可以帮我们重新装修一下这道窗户 我们觉得那样太麻烦了 就保持了原样 毛利兰感觉背后凉嗖嗖的 实在想不通 这些人 为什么不把这么恐怖的窗子换了 仓本要制看出毛利兰害怕 故意沉着脸提一道 怎么样 要不要在这里住一碗试试 说不定可以看到魔鬼哦 不 不用了 毛利兰连忙摆手 池飞池看了恶意吓唬人的仓本要制一眼 走到旁边的窗户前 推开窗户 转身背对窗户 靠在窗框边 从口袋里拿出烟盒 果然是那个事件 他记得这个案子 这栋别墅是被那个哥哥找借口改建过 在那道被封死的窗户旁边有这个密道 那个哥哥利用密道杀了妻子 这次的凶手也是利用密道杀人 飞驰还没盯够窗户 见池飞驰走开 爬出池飞驰的衣领 半截身子搭在池飞驰肩膀上 探头盯着那道被封死的窗户 边野纯三人这才看到飞驰 瞬间在原地僵住 虽然是下午十分 但今天多云 没有太阳 天空也白茫茫的 那个年轻人背靠窗户站着 或许是因为个子高 挡住了不少光线 或许是因为逆光下轮廓分明的脸上 神色过于冷淡 或许是因为那件黑色外套 本身就让人有种很奇怪的感觉 就像是 一个在充满历史的老旧别墅中 活动多年的亡灵 再有一条蛇 从那个年轻人领口下爬出来 爬在肩膀上 盯着那道被钉死的窗户吐蛇性子 一瞬间 这个别墅房间的气氛 好像都变得暗黑了不少 苍本耀智转头看了看旁边脸色不太好看的毛利兰 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这个女孩的同伴 给人的感觉也不比魔鬼 亡灵好多少 既然习惯了这么一个朋友 胆子应该是很大的吧 为什么还会怕魔鬼传说 飞 飞翅 本唐英佑在路上就跟飞翅打过招呼 但还是不太能接受跟蛇接触 忍住跳开的冲动 看了看眼前被飞翅盯着的窗户 这道窗户怎么了吗 飞翅缓缓吐了一下蛇性子 转头看吃飞翅 主人 魔鬼我是没有发现 但那道窗户旁边的墙壁后面 有一个密道椰 很窄的密道 毛利兰听不到飞翅的话 开始脑补各种恐怖画面 该 该不会真的有魔鬼 会从这里进来吧 不可能啊 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魔鬼 柯南笑着安抚 我想飞翅应该是觉得 那道窗户跟平时看到的不一样 有些好奇吧 你们看 他不是已经回去了吗 滇野纯三人抬头看去 不过看到的场景被自己一脑补 难免有些妖魔化 逆光站在窗前 抽烟的黑衣年轻人 毫无情绪的脸 爬进衣领下的灰黑色的蛇 身后窗户外惨白天空 毛利兰没觉得跟往常没什么不一样 一看飞翅退过去了 松了口气 笑了起来 也对 飞翅应该是觉得好奇吧 呃 本堂营又还没那么习惯 没再看吃飞翅 转头对三人道 不 不过我们运气还真不错 本来以为这里没人住 都打算回去了 还好遇到你们 嗯 滇野纯疑惑道 我们只是出去买吃的食物而已 应该还有一个人在的啊 轮子塌 咔大 房间门被推开 留着黑色短发的女人 一脸不满道 拜托 你们能不能给我安静一点 我正在做曲 你们这样我根本没办法集中精神了 说完 女人直接碰一下 关上房门离开 刚才那个就是轮子 她就住在隔壁房间 天堂想介绍道 自从搬到这里来 她心情似乎就很不好 滇野纯无奈 一直心浮气躁的 苍本要之皱着眉 与其更加无奈 不过我们甲壳虫全靠轮子的曲子 也就只能随她去了 啊 是甲壳专辑啊 我听说过 你们在独立音乐界很有名 对吧 我也有一张你们的CD呢 毛利兰惊讶之后 笑眯眯看向窗前的池飞池 如果是作曲人的话 飞池哥应该有办法应付吧 啊 谢谢你的支持 天堂想不解 看向池飞池 不过 房间门再次被打开 林木园子看了看屋里的人 原来你们在这里啊 我已经跟我姐姐联系过了 她会来接我们 我们再等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要不要去后院花园里看看 柯南兴冲冲地提议道 我想从外面看看 那倒有妖魔会进来的窗子 天堂想一看 也就没再问毛利兰 刚才为什么这么说 走出房间 那我就回房间里 听一下新买来的CD好了 滇野唇和苍本药质 也各自有事 没有陪一群人 去别墅后院的花园 一路上 林木园子听毛利兰说了刚才的事 原来之前别墅里有人啊 我还在想 要是那位轮子小姐 觉得心浮气躁的话 这么闷在房间里反而不好 毛利兰看了看 走在旁边的吃飞驰 飞驰哥作曲也很厉害 要是可以一起放松交流一会儿 说不定大家都能有收获呢 飞驰哥有在作曲吗 本堂英佑好奇问道 也对 英佑你还不知道 林木园子憧憬的笑眯着眼 飞驰哥可是我们 SANK公司的杀手锏 明年我能不能多一点零花钱 就看飞驰哥的了 啊 本堂英佑惊讶又激动地问道 难道飞驰哥就是H吗 林木园子神色更惊讶 喂喂 英佑你怎么猜到的 柯南 是园子自己说得太明显了吧 本堂英佑一愣 然后挠头 笑得有些害羞 虽然SANK公司有不少大明星 但真要说到杀手锏 应该还是H吧 苍木蚂蚁小姐 从出道开始 就很有人气 她的歌到现在都是H在负责 我每次听苍木小姐的新歌 都会去看作曲作词的人哦 明明有预感 每次都会看到H 但还是会忍不住去看 原来大家都一样啊 毛利兰笑着 转头对池飞驰解释道 我们同学大部分都会这样 心里带着答案去看 看到之后不会很惊讶 可是就算在感慨 果然是这样的时候 又会很激动 因为真的很厉害啊 本堂英佑激动握拳 看池飞驰的眼睛里 有光在闪啊闪 加上前两天的新歌 正好十五首了 对吧 柯南 喂喂 这家伙这种遇到偶像 我好激动的模样 是怎么回事 作为让他警惕的可疑人物 有点危险的感觉 池飞驰点头确认 不是苍木麻衣 所有的歌他都记得 但记得的 都经过传播度考验 怎么都不会差 在Gaisha的热度开始降之后 苍木麻衣又陆陆续续 发了两首新歌 目前刚好有十五首 由于之前苍木麻衣去学习了 他又跑去给千鹤林编曲 哪怕屁过摇 也有粉丝 在担心苍木麻衣被放弃 所以这两首歌的热度空前的高 等苍木麻衣新歌的热度接近尾声 他让冲野杨子去掺和的炸弹 又可以上了 都是一个公司的艺人 如果不是为了炒作人气打擂台 有大热度的事 基本都是排好的 平时活动宣传 节目里的热度八卦 他管不了 那些会有公司的人去管理 但是跟他有关的新作品 他还是能够调控一下的 总之 Saint公司目前在做的 已经做的就是 每天娱乐板块的头版 刺板 都是我们的 也必须是我们的 八卦 作品宣传 访谈 某个节目里的趣事等等 小热度每天不断 能持续的大热度 也要发挥到极致 可以说是很嚣张了 但其实也是很可怕的情况 由于Saint公司 把控住了日本艺人 从上到下的流量 散人除非天资过人 否则很难杀出他们艺人家充足资源 专业运营团体的优势 得到露脸的机会 就算杀出来了 也多半会同意 迁进Saint公司 来获取公司提供的资源 而对于电视台 投资制片人 各种广告商而言 Saint公司 从新人到人气艺人都有 各种类型随便挑 不管怎么都绕不开Saint公司 渐渐的也就习惯了一站式服务 费心思去找其他新人的 只是少数 更多的是 直接找上Saint公司 说明需求 查看Saint公司推荐的方案 洽谈 那也就意味着 日本境内八成以上的商业资源 再流入Saint公司 这几乎已经形成了垄断 以前的新人是觉得 Saint公司很厉害 可以考虑签约 现在或者未来 则是必须考虑签约 否则很难出头 甚至在校生都以千进Faint公司作为奋斗目标 连小田切明也都在张罗着 往北往南建立分公司的事了 其实 一旦失去了不一样的声音 对市场发展是没有好处的 往往会造成发展的脚步迟缓 停滞 不过市场会怎么样 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 不用去考虑 垄断成形 他们获利又多又省心 不过小田切明也还有情怀 没有对艺人苛刻 没有糊弄为艺人买单的人 也没有刻意打压一些小的工作室 会挑一些社长人品过关的工作室进行扶持 遇到不愿意进Faint公司 但作品很不错的艺人 也会给对方的工作室 推荐一下各种套餐 赚一点运作费用 也把一些曝光机会让出去 大家争取双赢 对于这些决定 他倒是没什么意见 如果全凭生意人的想法去做事 就像一场暴力开采 他们卷购资金 可以换场地 再以充足的资金 去完成下一场暴力开采 但市场迟早要被玩坏 而现在这样 市场的生命力能稍微延长一些 这是长期得利和短期得利的区别 这么说也不对 汇聚资金往获利多的心领地开发 利用暴力开采 换场地 暴力开采模式 往往获利更多 如果要维护市场环境 到了一定程度 某一市场所带来的利益增长速度 就会变慢 不过谁让小田怯明 也还有着音乐情怀 还记着当初唱地下摇滚的美好 他也不想以后看不到一点 让自己眼前一亮的东西 那样的人生就太没意思了 还有千鹤林小姐 一出道就那么火 背后也是H在帮忙 那首曲子真的很棒 再加上舞蹈 那段视频我看了好多遍 甚至还下载下来 看上好几遍都没觉得腻 本堂英佑在一旁持续激动碎碎念 总之 要说Thank公司的杀手锏的话 那绝对是H 林木原子 看到本堂英佑的爪子 要往持飞驰身上扒 感觉看到了一个追星狂热粉 连忙伸手拉开本堂英佑 英佑 你别那么激动啊 可是 本堂英佑发现持飞驰还是一脸冷漠 自己先急了 飞驰哥 我在夸你哦 真的很厉害 回应 求一个回应 持飞驰点头N了一声 表示自己知道了 本堂英佑一噎 看向同样淡定的其他人 真的很厉害 知道了 知道了 林木原子无语白首 毛利兰见本堂英佑一脸崩溃 尴尬笑了笑 是因为跟飞驰哥太熟了 反而不会那么激动吧 本堂英佑再看看柯南 发现柯南也是一脸淡定间嫌弃 突然有点怀疑人生 他跟大家都不一样 那果然是他出了问题了 他是不是也该淡定一点 好了 英佑你千万不要把飞驰哥是H这件事往外说 飞驰哥不喜欢被人打扰 而且 你们别忘了 我们是来做什么的 林木原子见到了别墅后面 停步抬头 看向别墅二楼的窗户 我看看 那倒被封死的窗户 是在 花园荒废了很久 虽然没有精心修剪的花枝 但也满生长的植物 更加坚韧 自然 别墅墙面老旧 欧式的木质窗户 也很有古朴气息 从外面看 看不出那道被封住的窗户 跟其他窗户有什么区别 本堂英佑看到身旁有木梯 顺着木梯抬头看去 发现了放在树枝上的鸟巢 那里居然有鸟巢箱啊 柯南立刻顺着梯子爬了上去 打开鸟巢箱侧面的木盖 往里看去 同一卖萌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也不像有鸟在这里住过巢的样子 可是摆了一个白色的盘子 鸟巢箱里居然放盘子 真是奇怪啊 飞翅也窜到梯子上 缠着木梯子 一侧嗖嗖 爬到柯南身旁 主人 是有一个侧放在箱子里的盘子 我来看看 本堂英佑立刻挽袖子 顺着梯子往上爬 毛利兰看得遗憾 英佑 你最好不要上去 话音刚落 本堂英佑一下踩空滑下来 啪哒一下摔了个五体投地 池飞池这次没再帮忙 掉下来这种事 可不像是撞到东西 随便拉一下就行的 林木园子 看着趴地的本堂英佑 无奈道 既然反应迟钝 你就不要往上爬了吗 你没事吧 毛利兰弯腰问道 没 没事 都说了 不是反应迟钝了 我很快就能克服这些 本堂英佑爬起身 忍痛笑的呲牙咧嘴 忽然呆看着别墅的方向 下一秒 神色惊恐地指着别墅二楼大叫出声 有 有东西在偷偷朝这边看 就在那刀被封死的窗户后面 什么 柯南脸色微变 疑惑看了看 那道没什么变化的窗户 顺着楼梯往下爬 池飞池伸手接住窜下来的飞翅 转头若有所思地看着那道窗户 这个案子 好像有直接终结的机会 那不如直接终结掉 他没得思考 山上环境这么好 大家一起逛逛花园挺好的 林木园子被吓过之后 就只剩无语 你是不是刚才掉下来的时候 撞到头了呀 不是啊 本堂英佑指着别墅窗户的手在发抖 是真的 柯南从梯子上爬下来后 立刻往别墅正门的方向跑去 哎 柯南 毛力兰刚想追上去 发现池飞池也到了别墅外墙下 却没有跑向正门 而是选择爬墙 外墙下 池飞池跃起后 双手抓住外墙的凸起 利爪稍微放出来一点刺进边缘 借着上跳的力道 双手用力 让身体翻上去 右手又抓住了二层的窗框 说起来复杂 不过也就是刷刷两下的事 毛力兰看着池飞池 轻轻松松就爬到了二楼封死的窗户外 脑子卡壳了一下 忍不住开始想这是怎么做到的 如果墙面上有超过十厘米的平台 他是可以爬上二楼 但这栋别墅的外墙 整体来说十分平整 飞池哥抓的突出部分 恐怕还不到两厘米 最多只有指尖能够抓住突出的地方 是怎么借力往上爬的 仅凭手指的力量 绝对不可能把人的身体拉上去 那应该得加上跳起时的爆发力 也就是说 飞池哥跳起来 抓住一层上方的平台时 发力还有余式 抓住平台 只是为了稳一下 要是速度够快的话 虽然理论上能做到 但他粗略估算出来的 所需要的弹跳能力 和爆发力太惊人 他别说做到 之前想都不敢想 嗯 他和飞池哥的差距果然不小 平时的训练 还需要多努力 林木原子不懂那些门门道道 看着池飞池 伸手扒着二楼窗户 脚下只有脚尖处 不到五公分的凸起能踩 连忙仰头喊道 飞池哥 你小心一点啊 池飞池用右手扒窗户 整个人重心往前靠 就像趴在窗前一样 腾出左手 比了一个OK的手势 本堂应用 原本看池飞池 脚下几乎没有东西踩 就感觉像是自己挂在上面一样 脚有些发软 见池飞池还腾出一只手 朝他们打手势 脚瞬间更软了 费 飞池哥 打开房间门 见屋里只有滇野纯 站在书架前疑惑看他 没有多管 跑到被封死的窗户前 伸手推了推 确认窗户是封死的 飞池哥 怎么样 窗外传来灵木原子的喊声 柯南走旁边能打开的窗户前 推开窗户 发现下方的灵木原子 毛利兰 本堂应用都在看旁边 探身出窗户 看向旁边 池飞池和柯南一人在屋里 一人在屋外 一人在被封死的窗户外 一人在旁边的窗户后 两人之间距离两米不到 柯南一转头 就看到了挂在半空的池飞池 吓了一跳 心里感慨 小伙伴真是不怕摔 看到池飞池腾出左手 推那道被封死的窗户 瞬间被转移了注意力 池哥哥 我从里面看过 那道窗户是 卡 池飞池手一用力 就把左右对开的窗户的一边推开了 柯南一愣 缩回探处的身子 从屋里 看旁边的窗户 窗户依旧是钉死的 没有被人推开 时飞池看了看 推开的窗户后面 有密道 这个事件里 别墅二楼的窗户机关 并不复杂 如果用来表示 这里左右对开的欧式窗 那么 这个房间的窗户原本是 那个屋主哥哥 重新装修内部之后 窗户就变成了 只是钉在内部墙面上的假窗户 由于屋里的窗户 原先就靠近左右两侧墙壁 中间相隔距离远 屋里面积又不小 所以实际上很难看出来 而最右侧真正窗户的位置 被改成了一条密道 由于需要修建一堵墙 对开欧式窗的左边 就被墙壁挡住 能推开的 也就是被他推开的 这一边的窗户 柯南想不去看看 但看到持飞池脚下 都没有什么能站的地方 担心持飞池腾出手来 皆会让两个人掉下去 连忙追问道 密道 是什么样的 不到三米宽 镜头有往上走的楼梯 持飞池道 柯南立刻明白了 转身往楼上跑去 持哥哥 我去楼上房间里看看 你支撑不住就先下去 或者先从窗口 翻进密道里等我 到底怎么了 什么密道 屋里 滇野唇疑惑探头出窗户 转头看到 挂在外面的持飞池 和持飞池前方 被推开一边的窗户 也猛了一下 缩回头看屋里 确认定死的窗户没变化 在探头看外面 确认持飞池前方的窗户 是推开的 在缩回头看屋里 屋外 持飞池把窗户推开了一点 双手一撑 侧坐到窗框上 没有进密道 如果他没记错 凶手应该已经利用 密道行凶结束了 他可不想 在密道里留下属于他的痕迹 免得到时候 凶手反驳他 说是他趁此机会 进入密道后 杀人栽赃 虽然能够从动机 作案工具 死亡时间等方面 来证明他的清白 但很麻烦 至于柯南 作为一个一年级小学生 就算不小心在现场 留下了什么痕迹 也不会有人想着 把杀人这种事 推到这么小的小孩子头上 仓本药制刚从屋里的衣柜中 爬出来没多久 听到外面吵吵嚷嚷 犹豫着是探头看看 还是假装自己 在专心听CD 没关注外界 砰砰砰 柯南几乎是用砸门的方式敲门 虽然仓本药制的房间 就在那个房间的上方 但他也不确定 仓本药制就是在密道里 从窗户偷看他们的人 如果这个别墅里 还藏了别的鬼鬼祟祟的人 也可能利用暗道 来对仓本药制不利 门一直敲不开的话 那仓本药制会不会遇害 仓本药制迟疑了一下 还是上前开了门 假装出疑惑模样 小弟弟 柯南一愣之后 低头瞥见仓本药制 黑色皮鞋鞋面上 有不少灰尘 心里大概有底了 不过还是想确认 暗道是不是真的存在 跑进屋 观察了一下屋里的布局 跟楼下那个房间的密道 相对应的位置是 衣柜 仓本药制见柯南 直接跑向衣柜 连忙跟上去 小弟弟 柯南打开衣柜 很快从衣柜里不自然的 击沉痕迹 找到了密道入口 伸手把柜子底部的木板拉起 直接跳了下去 一路沿着向下的楼梯 到了密道里抬头一看 好吧 他家小伙伴 就坐在密道尽头的窗口处 小弟弟 仓本药制跟进密道 下着楼梯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怎么回事 仓本先生不是很清楚吗 柯南转身看着下来的仓本药制 你斜面上站的灰尘太多了 应该就是你吧 刚才那个在窗后偷看花园的人 哦 仓本药制走下来 注意力完全被站在他面前的小学生吸引 大概也没想到 会有人从外面爬二楼 没往窗户那边看 也就没发现 坐在窗口的池飞池 想到自己利用密道的是被发现 那等尸体被发现之后 他就会立刻被怀疑 于是一边琢磨着 是收买小孩子 还是弄死这个小鬼趁早跑路 一边神色晦暗不明地走进柯南 你还发现了什么 柯南看着居高临下 带着古怪笑意 看他的仓本药制 心里忽然感觉到一丝异常 不对劲 如果只是偷看的话 仓本药制也可能是对他们这群陌生人不太放心 又正好知道密道的存在 所以才偷偷到密道偷窥他们 这样的话 仓本药制不应该露出这副模样 倒不是说仓本药制不应该淡定 而是仓本药制现在的样子很奇怪 就像是他以前遇到过的 想要杀人灭口的凶手 还发现了什么 柯南仰头看着仓本药制 背在身后的手 悄悄打开了麻醉针手表的盖子 一脸天真无辜道 好像是有发现别的东西哦 不知道大哥哥 你指的是什么 不如你都说说 仓本药制停在柯南身前 还在杀人灭口和收买小孩子之间迟疑 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 要是他用假面抄人卡片什么的 收买对方 让对方别把密道的事往外说 不知道行不行 不不 还是不够稳妥 就算这孩子答应不说 真到了警察来的时候 肯定守不住秘密 那果然还是要杀人灭口吧 问题是 这孩子还发现了什么 柯南原本是没发现什么的 甚至也没肯定 仓本药制做了什么违法犯罪的事 只觉得仓本药制有重要秘密隐瞒 但在仓本药制问出口的时候 却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这个密道是什么人修建的 如果这些人之前没说谎 那么密道应该是原本的屋主 那个哥哥所建造的 时间应该就是那个哥哥把窗户定死 又说屋里有魔鬼进来了 找人来把别墅内部重新装修的时候 在那之后 那个哥哥的妻子在花园里 发现定期的窗户后 有人偷偷盯着他 没多久就在房间里上掉自杀了 而那个哥哥也随之从三楼跳下去自杀 再加上那个奇怪的鸟巢香 那个哥哥的妻子真的是自杀吗 可以确定的是 那夫妻俩之间肯定有什么问题 哥哥修建这个密道 说不定就是为了监视妻子 甚至是杀害妻子 也就是说 密道很可能连接着那个哥哥三楼的房间 和那个哥哥的妻子 所在的二楼的房间 现在 那个哥哥三楼的房间 是苍本药制住着 而那个哥哥的妻子的房间 就在窗户被钉死的房间隔壁 也就是那位轮子小姐所在的房间 苍本药制之前在窗后偷看他们 现在又露出这副样子 该不会真的杀人了吧 齿飞齿侧坐在窗口 静静转头 看着面对面 站着不吭声的一大衣小 琢磨着自己要不要天把火 让柯南尽快发现有人死了 怎么 小弟弟 苍本药制见柯南低头沉思的模样 弄不懂柯南在想什么 也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 视线描过堆在楼梯下方 自己脚边的一圈绳子 嘴上问着 注意力已经飘了 你在想什么呢 柯南察觉到了苍本药制 偷撇绳子的视线 心里顿觉不妙 立刻抬手 麻醉针手表盖子上的瞄准镜 瞄准了苍本药制的额头 按下发射按钮 这个家伙身上的一点够多了 果然还是 直接把人放倒比较好 丢 苍本药制还在琢磨 怎么快速把绳子拿起来 把眼前的小鬼勒死 就中了一针 迷迷糊糊往后面台阶扬倒 意识清醒的最后一秒 想到的是 完了 他栽了 这小鬼不讲武德 柯南看着苍本药制倒地 松了口气 看到一侧墙面下角 有一排输入了出来 又连忙跑过去 蹲下身 把书往外面的房间推 蚩哥哥 这个密道应该连接着 三楼苍本先生的房间 和二楼轮子小姐的房间 之前苍本先生静谜道理 说不定是想对轮子小姐不利 一分钟后 柯南推开了书 钻过原本被书挡住的通道 到了那位轮子小姐的房间 发现了被悬挂在房梁下的尸体 两分钟后 听到柯南确认情况的 驰飞驰从二楼跳了下去 让毛丽兰报警 从别墅正门上到三楼 让柯南给他开门 半个小时后 警车开到别墅门口停下 山村操带着人下车 进别墅 三楼 驰飞驰和柯南 在房间里看现场 颠野纯 天堂响 毛丽兰 林木原子 和本堂英佑等在门口 苍本药志也被绑了放在一旁 嗯 山村操突然凑近毛丽兰和林木原子 丁 我记得你们是 林木原子半月眼回丁 他差点忘了 这里是群马陷境内 那么遇到这个糊涂警官 也就不奇怪了 山村操直起身 右手握拳 在左掌上一敲 笑眯眯道 小兰和园子 对吧 毛丽兰点头 嗯 是 还有我 警官 本堂英佑笑眯眯道 咦 我记得 你是上次某个男人 杀死自己女朋友 那个事件里 跟毛丽先生 他们在一起的男生 对吧 山村操回想着 见本堂英佑连连点头 神色严肃地摸着下巴 这么说的话 真的很奇怪 走到门口的柯南一正 抬头盯着山村操 没错 上次本堂英佑那个家伙 也缠着大叔去处理委托 和山村警官见过 难道山村警官 发现了什么不对劲 以前和毛丽先生 他们在一起的 一直是他的大弟子池先生 可是上次池先生不在 换成了你 真是奇怪 山村操摸着下巴 抬头看着本堂英佑 目光肃重 毛丽先生抛弃池先生 想换徒弟了吧 蛤 柯南一秒无语 他就不该对这个 糊涂警官抱什么希望的 不 不是了 本堂英佑连忙摆手 上次是因为 因为飞驰哥以前落海 好几次冬天天冷的时候 都有呼吸道疾病 上次才没有叫上他的 毛丽兰帮忙解释 顺便看向走到门口 看外面的池飞驰 才没有丢下飞驰哥的意思 原来是这样 山村操一脸恍然大悟 转头看到池飞驰 又期待环顾四周 那么 毛丽先生呢 今天又能听到 毛丽先生的名推理了 还真是令人期待呢 老师没来 迟飞驰到 在所有景观里 山村操是把躺平艺术 发挥到最极致的一个 连面子都不要一下的 山村操失望了一瞬 很快眼睛又亮了起来 那公主殿下呢 公主殿下 本堂英又一脸好奇 是指飞驰哥的妹妹小哀了 毛丽兰低声解释 她好像觉得 小哀可以给她带来好运 就像这一代民间传说中的 森林公主一样 山村操还在一脸期待的 左顾右盼 我奶奶从小就告诉 我要尊重森林里的一切 那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 我可是从小就照做的 公主殿下一定能保佑我 顺利解决这个案子的 抱歉啊 今天她也没来 柯南半月眼盯山村操 作为一个警察 出现场还没问清楚案子情况 就把破案寄望于别人 山村警官敢不敢再荒唐点 山村操一正 颓然垂下头 叹了口气 是 是吗 案子的话 林木原子嘴角一抽 指向被绑着靠在门旁的 苍本药质已经解决了呀 咦 山村操看向苍本药质 解决了 苍本药质 看到这位警官 他突然有种 自己还有得救的错觉 池飞池见苍本药质磨蹭 出声提醒 说话 苍本药质抬头看到 池飞池冰冷的神色 焊了一下 想想证据都被搜出来了 无奈道 这位警官 我自首 接下来 苍本药质就把自己 怎么发现密道 想怎么利用密道制造密室 严密道返回房间的时候怎么 因为心虚从窗户偷看后院花园而被发现 怎么被柯南闯入 发现了密道 然后就晕过去了 连杀人动机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据他所说 是因为作曲的轮子 要他配合着该吉他弹奏方式 他已经为了配合 努力去做了 结果轮子表示不满意 说了过分的话 还把他崇拜的吉他手 都诋毁了一遍 在他清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轮子已经躺在地上了 不过他也不否认 自己早有杀心 不然也不会隐藏那个密道的秘密 更不会在过去建轮子的时候 顺手拿了地道里 那个哥哥之前杀害妻子时剩下的绳子 自己还戴了手套 嗯 山村操听得连连点头 也就是说 因为柯南闯进密道 你的手法也被发现了 而且 尸体也在你预料之外的时间 被提前发现了 然后你又突然晕了过去 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池先生和柯南 已经在你房间 找到了你作案时戴的手套 对吧 是啊 苍本药枝看向柯南 我那个时候晕过去 是你一直在走神 不小心绊倒了 后脑勺磕到密道楼梯台阶 才晕过去的呀 你不记得了吗 柯南一脸天真的问完 又转头看池飞池 池哥哥当时一直坐在窗口看着 你都没有发现 真的很心不在焉吗 是 是这样吗 苍本药枝有点猛 当时这个孩子 好像抬手做了什么动作 他没看清 但总觉得是这个孩子放倒他的 可是仔细想想 一个小孩子 又不是巫师 怎么可能让他突然晕过去 而他当时确实在走神 难道真的是他不小心绊倒了摔晕了 算了 反正杀人都被戳穿了 他怎么倒的 已经不重要了 山村操皱眉摸着下巴 一副想不通的模样 这次沉睡的 居然是凶手 是啊 真是奇怪 本堂英又附和着 眼镜下的双眼 偷偷瞥了一下柯南 在柯南看他之前 又收回视线 看着山村操 警官也这么觉得吧 柯南 这小子 嗯 山村操作沉思状 而且凶手一醒来 就老老实实交代了犯罪 本堂英又 不不不 凶手不重要 重要的 应该是毛利小五郎沉睡过 林木原子沉睡过 而柯南这个小鬼都在现场 今天毛利小五郎 林木原子 都不在柯南身边 柯南面对犯人 沉睡的就是犯人 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山村操神色严肃地 扫尸一群人 我说 你们不会在警方来之前 做过什么严刑逼供的事情吧 一时间 山村操身后的两个警官 目光都严肃起来 死刑 严刑逼供 那可是不对的 没有啦 没有 林木原子 连忙用双手在身前比X 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吗 飞驰哥把他从密道里带出来的时候 为了他不被磕到头 我可是还帮忙扶了一下他的头部 当时 滇野小姐和天堂先生也在旁边啊 而且我敢保证 他身上除了自己摔倒是磕到的伤 绝对没有其他的伤了 苍本药质忍不住补充道 前天我换吉他弦的时候 不小心划到了右手小臂 持飞驰 真实诚 是吗 山村操皱眉 可是我还是觉得 有哪里不对劲 今天的推理秀去哪里了 柯南心里呵呵干笑 他也觉得不对劲 他也想知道 今天的推理秀环节去哪里了 可是今天真的没有推理秀 没有就是没有 而且 凶手自首 节省警力不是好事吗 作为一个警察 这么一脸郁闷 是闹哪样 我明白了 山村操突然笃定道 这一定是公主殿下在保佑我 其他人 好了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警方处理 池先生 麻烦你把手里的证物袋递给我 这就是凶手作案时戴的手套吧 山村操笑咪咪 接过持飞持帝来的证物袋 转身递给同事 真是辛苦你们了 谢谢啊 我不愧是受公主殿下眷顾的人 这次连调查 推理都不用 就可以准备收队了 最近的运气 真是越来越好了眼 其他人 怎么觉得山村警官这嘚瑟的模样 有点欠揍 随后 山村操还是带队检查了现场 搬走尸体 顺便让凶手现场指认了一下 心满意足地收队回去 临走前 还把一盘盘箱 交给持飞持 让持飞持点灰云挨带去 边野纯和天堂想 要去警局做笔录 也跟着坐警车离开 等着陵墓林子安排的车来接他们 陵墓园子看着天边的晚霞 叹了口气 真是的 发生了案子 我姐姐今晚肯定要让人送我们回东京去 游玩计划就这么被破坏了 那个 毛利兰回头看了看 随着天色一点点暗下来 身后外观老旧的别墅 静悄悄地 显得很诡异 她突然就想起到三楼时看到的轮子尸体的死状 打了个冷战 都发生了这种事 还是回去比较好吧 持飞持走到一旁 用火柴点了支烟 顺便用火柴把手里的香点燃 蹲下身 找了根小木棍支着 山村操乐意每次出门都带香 她可不乐意拿着香一路回东京去 柯南走上前 山村警官不是说要带给辉元吗 你转告小阿一声 持飞持站起身 心意道就行了 是 我会记得转告辉元的 柯南挠不出辉元哀一脸无语的模样 不免幸灾乐祸 随即又想到另一件事 仰头看着持飞持 有些怀疑道 对了 持哥哥 你之前不进入密道里 是不是因为想到轮子小姐可能遇害了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持飞持 看到密道楼梯 通往三楼仓本要置的房间 怀疑偷看他们的是仓本要置 再想到 密道应该是重新装修这栋别墅的 那个哥哥修建的 再再想到 那个哥哥修建密道 是为了监视 杀害妻子 再再再想到 那个妻子的房间 是轮子的房间 再再再再想到 仓本要置进密道 可能是去找轮子 可 总之就是他之前的推理思路 对于持飞持来说 想到应该不难 不过这样的话 问题就来了 他在赶往三楼仓本要置的房间时 都没往仓本要置 杀害轮子的方向去想 到确认仓本要置 就是静密道的人 也没那么想 只是仓本要置那种 像是凶手 要把他灭口的态度 才让他怀疑 轮子遇害了 如果持飞持 在他跑向三楼的时候 就猜想 轮子可能遇害 那未免也太快了点 快还是其次 那样持飞持 是不是习惯 把人想得太坏 怎么可能 持飞持面不改色道 那个时候 虽然猜到密道出口 在仓本先生的房间 但还不确定 仓本先生的情况 也有可能是逃犯躲在里面 我贸然静密道 说不定会破坏逃犯 携带的什么作案证据 柯南一愣后点头 也 也对 这么说也对 当时连仓本要置的情况 都没确定 就像持飞持说的 万一是什么逃犯 偷偷躲在那里 而仓本要置 已经遇害了呢 再者 虽然仓本要置 是把轮子小姐勒死 在制造密室的 当时轮子小姐肯定已经死了 但对于那时尚且不知情的他们来说 也要考虑轮子小姐是否遇到危险 但没断气 还有得救这种可能 反正换了他 猜到轮子小姐生死不明 他肯定会立刻去确认 事实上他 也是这么做的 他家小伙伴 也不会是那种冷漠的人 综上所述 持飞持当时没猜到 才是符合逻辑的 大概是太谨慎了一点 就像持飞持说的 不想破坏什么东西 所以才没有精密道吧 飞持哥 本堂英佑也走到两人身旁 低头盯着燃烧的箱 苍本先生 真的是自己绊倒了吗 柯南 这是引导持飞持 怀疑他吗 本堂英佑这个刁民还不死心 又想害他 本堂英佑问完 发觉自己怀疑的意图太明显了 不管飞持哥有没有发现柯南不对劲 他都不该 去试探人那么好的飞持哥呀 于是不等持飞持回答 抬头对持飞持笑着撞开话题 没想到还有这么倒霉的人 看来你说的对 其实我的运气不是很糟糕 英佑 你居然跟倒霉的人比 那算什么好运啊 林木原子跟上前调侃 本堂英佑挠头笑 我也没说自己好运啊 只是看到有人比我倒霉 发现我还好了 你这心态很有问题 林木原子继续调侃 想看别人倒霉 可不是什么好心态哦 哦 是吗 毛利兰也凑了过来 装出回想的模样 我记得 原子你没有遇到荆棘之前 看到人家情侣黏在一起 也会一脸忧怨地吐槽 人家早晚要分手 原来你也知道 这种心态有问题啊 小兰 两个女孩子互相吐槽 打得闹闹 很快等来了接他们的车子 两个女孩子好不容易消停了 本堂英又见坐车回去 也没什么事 又不消停了 缠着 池飞驰问东问西 飞驰哥 知道你是 Dank公司那个杀手锏的人 应该不多吧 就只有关系比较好的人知道 那我也算是其中一个咯 太好了 那最近会有新作品吗 苍木小姐的新歌的作词作曲人 还会是H的 对吧 千和林小姐 还会跳舞吗 你平时写歌 会不会很辛苦啊 会不会有特别烦躁的时候 出来玩 有没有转换心情的考虑在里面 真的好厉害 我都想象不到 你是怎么写出来的歌 林木原子一开始 还附和两句 或者替池飞池解释两句 但说着 说着都累了 默默看着本堂英又持续亢奋 突然有点替池飞池庆幸 还好飞池哥跑去做前作了 不然英又又得往飞池哥身上扒吧 不过飞池哥今天还真是有耐心 虽然说的不多 但没有直接让英又闭嘴 他都觉得太容易了 换了 是他早就把英又的嘴给封起来了 池飞池坐在前作 简单回答本堂英又问题的同时 也会不时问本堂英又一两个问题 转学到地单高中之前 是在哪里上学 得到回答 呆果关西 明古屋 这一下不用他来问 毛力兰就帮他问了 是不是家里人工作 经常调动 得到回答 父母已经去世了 前几年有赞助认识的人家里 同样不用他来问 关心起朋友来的毛力兰 又帮忙问了 家里没有其他人了吗 得到回答 有个姐姐 不过失踪了 甚至连父母为什么过世 毛力兰都帮忙问了 本堂英又的答案是 母亲因病去世 父亲则是出了意外事故 而毛力兰也没再问下去 滑水调查大法 就是假装自己不知情 套套话 闲于是调查 本堂英又说起家里人 情绪难免低落 不过在毛力兰说抱歉后 说了没关系 又开始化身问题宝宝 飞驰哥的家人呢 都在国外啊 他们知道你在写歌吗 对了 听说 Hank公司打算举办 音乐嘉年华 是真的吗 柯南打了个哈欠 吴宇看着一脸激动的 本堂英又 一开始 他还在猜测 这家伙是不是想套什么话 不过听来听去 也都是普通高中生 关注的话题嘛 想知道某个 可爱女明星的节目安排 想问问某个 绯闻是不是真的 对池飞驰怎么写歌 也相当好奇 而且 本堂英又居然还追星 还想着要 小田窃明也和 苍木蚂蚁的签名 连池飞驰的签名 都想要一个 如果不是 被池飞驰冷脸拒绝 这家伙看起来 都想要抓着 池飞驰的手 动手签名了 这么一个人 真的会跟那个组织有关吗 那些喜欢穿的乌漆麻黑 犯的罪 不知够判几个 五百年的危险犯罪分子 怎么想都不可能关注这些 更不要说追星了 三天后 背护挺一丁目 119号的客厅里 贝尔摩德趴在沙发靠背上 看着放在茶几上的电脑 笑着问前方 坐在沙发上的池飞驰 怎么样 我的表现还可以吧 电脑播放着一段视频 是贝尔摩德路的 Gesha版善舞 很精彩 迟飞迟到 千鹤零一无火爆之后 这种挥着两把大扇子 有传统异技风格 又有流行风格的舞蹈 在年轻女性中 很受欢迎 Gesha的热度一直不降 也是因为 一直有模仿者的缘故 感兴趣的模仿者 学习 录下视频放到网上 又带动不少人 像是比赛一样 跟着学 练 录 分享 完全形成了一股潮流 不单在日本境内 流行风还吹到了国外 模仿作品 上到明星艺人 下到普通女性 甚至有一些搞笑属性的模仿 在网上一搜 Gesha相关视频 能跳出来一堆 国外有些人 不认识千鹤零 但说到 Gesha绝对能聊半天 甚至还能跳一段 不过千鹤零本身长得 就温婉可爱 不至于歌红舞 红人不红 以知名度来说 算是义武风神 火上国际了 连H和FANK公司 都搭着顺风车 国际知名度蹭蹭长 不再局限于日本境内 据他所知 连宫藤有西子 这个退圈十多年的人 都录了一段视频 放在自己的部落阁里 担心怕人误会 还加了句不复出 那么 贝尔摩德跟着风向玩 也不奇怪 美国女明星的上午风格 跟日本的可爱风 完全不一样 少了些含蓄 着重性感 就算没有性感 也相当讲气势 贝尔摩德 拍的 就是美国女明星的风格 昏暗的房间背景 只有一道聚光灯打下来 贝尔摩德给人的感觉 跟千鹤零完全不一样 比其他美式风格作品里的女明星 多了一些危险的妩媚 绝对算是模仿作里 部书员作的最顶尖的一批 一段视频看下来 他莫名 就想起了 前世游戏里的不知火舞 两相对照 贝尔摩德视频里穿的衣服 跟不知火舞那一身确实很像 只不过不是红白色的衣服 而是黑色加白色的 能得到作曲人 脚本设计人的认可 还真是我的荣幸 贝尔摩德直起身 笑着绕过沙发 拿起了放在茶几上的笔记本电脑 飞驰听到有动静 抬头看了一眼 又继续霸占琴九的平板 用尾巴尖戳戳戳戳 玩扫雷 哼 琴九坐在另一边沙发上抽烟 抬眼看向贝尔摩德 贝尔摩德 你不会想把那种东西 发到网上去吧 放心 我会加上不付出的说明 模仿的作品那么多 不会引起太多人注意的 至于发布视频的 IP地址也不用被查到 拉克这里的电脑 有不少优秀程序 足够阻拦一些人的追踪了 贝尔摩德抱着笔记本电脑 低头敲上一行字 直接选择发布 就算是已经宣布 隐退的女明星 也可以跟着凑个热闹 琴九一看 安全不用担心 也就没再说下去 转头看池飞驰 我来拿茶叶 你这里还有吧 有 池飞驰起身去柜子里 找了盒茶叶 转身丢给琴九 你小心点 别熬突了 虽然他多了鲜血饮品之后 对茶叶的消耗没那么大 但他这边的茶叶都没喝一半 琴九那里就没了 而琴九也没有出门 带茶杯的习惯 也就是说 琴九平时不跑任务 也会来一杯茶 喝完茶接着 琴九这是嫌自己的头发 不够白吧 贝尔摩德笑出声 随手把电脑放回桌上 打亮着脸色有点黑的琴九 哎呀 没有头发的琴九吗 想想就值得期待 琴九脸色又黑了几分 对贝尔摩德投影警告目光 你别乱来 贝尔摩德转身靠着沙发靠背 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我能做什么 不过你是爱拿茶叶的呀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 琴九的下落 迟迟没有消息 有些着急了 迟飞迟去烧热水 准备泡杯茶 顺便纠正 蹭饭的 前天他和贝尔摩德 就已经集合 准备调查了 只不过前两天是易容 去鸟石艇走访 在外面餐厅吃的饭 没开火 而今天要安排其他人手 潜入到鸟石艇去 还要派人去 基尔疑似出事的位置 附近闲逛 他和贝尔摩德 就先到他这里集合 远程做一下人手安排 顺便从网上查一查 有没有水无连带的消息 也就打算在这里吃饭 安排潜入的人 会不会背叛 本身有没有问题 还要问一问 比较了解情况的琴九 而潜入鸟石艇的人 如果出现问题 琴九要帮忙清理 所以潜入人员的名单 也得给琴九一份 具体行程 也得透个底 琴九知道他们 今天会在这里待一天 又赶在午饭饭点之前过来 意图简直不要太明显 外面的餐厅 没有好吃的东西 琴九面不改色地反问道 既然有人能做中华料理 我为什么不来 只要他足够淡定 调侃就落不到他身上 贝尔摩德一看 琴九这么坦白地认了 确实没了调侃的心思 转头道 拉克 麻烦也给我来一杯热茶 三个人喝茶 吃午饭 喝茶 时飞时觉得 这么喝茶 发邮件 打电话太无聊 放下茶杯问道 你们看不看电影 客气问一句 反正就算 这两人不看 他也准备找部电影看看 贝尔摩德伸了个懒腰 如果你有好电影推荐的话 我是没有意见 你呢 琴九 琴九拿手机发着邮件 头也不抬到 我随意 十分钟后 三人围坐看恐怖片 还是市面上 早就禁止流通的那种 飞翅暂时放弃刷扫围记录 好奇探头 看了一眼 正好看到屏幕上 出现一个脸庞血肉模糊 还没有马赛克的鬼怪 再看看面部改色 甚至可以说 面无表情的三个人 沉默 他算是发现了 所有生物 都可以比小美胆子大 贝尔摩德双手环抱在身前 右手指尖 夹着一根细长的女士香烟 看着电影里 往前跑的一群人 轻笑一声 哼 我堵下一个死的 是那个留着洛三胡的男人 池飞池观察着 电影画面里的环境 大概是被工厂楼上悬挂的 钢板砸扁 琴九同样观察 被捷克推进切割机器里 碎成快的可能性也不小 贝尔摩德反问 为什么不会是被自己 变成鬼怪的大女儿 活生生吓死 飞池也盯着屏幕 主人他们看恐怖片 真的好奇怪 这么盼着看人死吗 他觉得 明明是被鬼一口咬死的 可能性比较高 五分钟后 电影里的洛三胡男人 被鬼一口咬掉半个脑袋 池飞池 贝尔摩德 琴九三个人的脸色 黑了一瞬 飞池瞬间心满意足 还是他猜得比较准琴九 哼 场景里有的道具不用 却用那么粗俗的方法 简直可笑 池飞池 死得毫无逻辑可言 贝尔摩德 我是不知道 那女孩变成鬼有什么用 一点都不懂得利用心理战术 飞池 被鬼咬掉头 怎么就有问题了 是不是输不起 十分钟后 琴九点了支烟 盯着电脑屏幕里 颤抖缩在衣柜里的小女孩 声音森冷道 那个小鬼死定了 新目标又有了 再次开盘 买定离手 是吗 贝尔摩德盯着屏幕笑道 那还真是可惜 这么可爱的小女孩 却死得那么糟 毕竟是市面上 封禁的限制级电影 池飞池思索着道 越可爱的小孩子 死得越惨 现在到了中段 差不多也该有一段 最恐怖的死亡画面了 最恐怖的 琴九回想着 刚才被鬼咬掉头的男人 冷笑一声 这次总该被丢进 切割机器里了吧 池飞池琢磨了一下 也觉得之前场景里 有过多次特写的道具 都该用上了 而这种电影 在这部分是最血腥 那琴九这一次 猜得应该不会错 要是这都错 那绝对不符合逻辑 贝尔摩德也没发表意见 默认了琴九压得住 飞池看了看沉默的三人 忍不住道 主人 我怎么觉得 应该是被鬼怪吃掉 三分钟后 电影里的女孩 被鬼一口口吃掉了 池飞池 不错 这一段是够限制级 不过切割机器 到底还用不用了 钢板呢 也不用了 飞池再次心满意足 突然觉得 旁边三个人的黑脸 看起来也格外可爱 贝尔摩德缓和了脸色 准备蹲电影里 下一个倒霉鬼 趁着这个空荡 出声问道 对了 琴九 你今天没有任务吗 时间还早 琴九冷漠脸 福特加去排队 找女明星的签名了 我等他联系我 贝尔摩德有些无语 想要签名找拉克普就行了 他出面的话 没有哪个女明星 不会不给面子吧 福特加想集齐一套 都没问题 集齐一套召唤神龙 池飞池思路歪了一下 才转回正轨 他说 自己去比较有仪式感 真是无法理解啊 贝尔摩德一手撑下巴 转头继续看着 电影里的小女孩 被鬼追得大叫 他这么一个大明星 在这摆着 从来就没见福特加 找他要过签名 虽然福特加貌似 更钟情可爱戏的 三个小时后 赶到的福特加 顺便蹭了顿晚饭 跟着请酒出门 池飞池和贝尔摩德 收拾了桌子 确认了几个潜入点 散伙休息 接下来几天 由于人手不开 池飞池和贝尔摩德 大部分时间 都把119号 当成指挥室 监控室 约定时间 在119号集合工作 要说自由也算自由 集合时间 他们自己定 早一点就上午10点 晚的时候到下午一点 谁到谁先工作 在集合之前 他们也可以去 做一点自己的私事 集合前上午 池飞池到机备主店里 去过两次 坐在店里打发时间 顺便跟自家便宜大闺女 谈谈店铺的经营 有一趟 还遇到了过去 找机备主的朱棣 打了招呼 顺便去游戏厅 玩了半个小时 再要不然 就去毛利侦探事物所送 一些点心 偶尔跟毛利小五郎 去楼下波罗咖啡厅 喝杯咖啡 到上午10点左右 再走人 等集合后 工作也只是等着 收发邮件 打打电话 在水无连耐的 粉丝网站上 蹲蹲消息 期间有不少空闲时间 又没法真的出去放松 他都无聊地把 未闻花明 回忆着大概的剧情 写出了一本短片 贝尔摩德就更简单了 让池飞池把无名叫来 集合前逛街 集合后就吃饭 撸猫 发邮件 撸猫 撸猫 打电话 撸猫 撸猫 喝下午茶 顺便套池飞池没公开的剧本 合格看 继续撸猫 撸猫 撸猫 但说不自由也不自由 为了防止情报泄漏 两个人近期不能行踪不明 不能跟外界的人有太多接触 就算是持飞池找毛利小五郎喝咖啡 也得控制好时间 最多半个小时 必须找借口走人 而到了119号之后 这里建造时预留的网络监视器 也会随之启动 说好听点是网络监视器 说难听点就是嗅探器 嗅探器可以是网络程序 用来扫描 监控网络上的行动 也可以是硬件设备 这里用的就是硬件设备 安置在附近时 只要对外打电话 发送网络信息 接受方的大致地址都能被锁定并记录下来 两人每天碰头后 就待在室内 对着电脑 监控仪器 监控录像 手机 不出什么事的话 他们双方确认 对方对外联络没有异常就行了 那一位或者其他人不会关注 但他们这一环 真要出了什么问题 就会有人查阅相关的监视信息 而到当天散火前 他们除了出门买吃的用的 都不能随便离开119号室内 下午到深夜这段时间 再怎么无聊 也得面对面熬着 这种生活 绝对谈不上自由 要说工作轻松 也确实够轻松 不用定时打卡 也不用跑来跑去 但同样也不轻松 这几天 他们在网络上搜找消息 也有了收获 某个水无连奈的粉丝 在博客上分享 说在鸟石艇遇到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说 水无连奈出了车祸 一头是血的摔在地上 当然 发表博客的人 表示自己不信 完成当吐槽来分享 但组织 分布在鸟石艇一带的人 也发现了一些线索 比如 水无连奈当时骑的摩托车 就被FBI处理了 FBI大概是为了 延长组织发现 水无连奈出车祸的时间 不想把一辆事故 摩托车留在现场 甚至连血迹都清理过 不过 有动作就必然会留下线索 FBI把摩托车运走的过程 就算再隐蔽 也总会有一两个意外的目击者 安排过去的人手 已经找到了目击者 当前线索 都指向水无连奈 确实出了车祸 但调查这才算是找到了方向 还有大把大把的是要安排 首先 要找到那个作为目击者的小男孩 就得先找到发布博客的男人 对方以前在博客里分享了不少事 在各个论坛都还算活跃 很轻松 就能找出对方的性别 年龄 职业 住址 甚至是电话 不过为了防止这是FBI 为了钓鱼而发布的假线索 在接触那个男人之前 还得让人去对方 住所附近试探 监视 跟踪 确认安全 并调查了基本情况之后 又由贝尔摩的一融成对方 熟悉的人去套话 用你博客里提到的男孩 好像是我认识的人 套出了对方在哪里遇到那个男孩 还有那个男孩的相貌特征等信息 然后 线索又转回了鸟石艇 好在这期间 鸟石艇的眼线也没撤 可以确定 没有FBI的人在附近潜伏 不用再反复派人去 确认安全 只等着查清那个男孩的具体住址 个人信息 家庭情况 就可以去接触了 男孩的住址 是最早查清的 水无连奈出事的地点 是鸟石艇附近 而发布博客的人 也是在鸟石艇见到那个男孩 那么 那个男孩很大可能就住在鸟石艇 家还离那两个地方不算远 组织的人手记下 那个男人的特征 在那附近转悠了两天 就有人遇到了那个男孩 跟踪之后 确认了男孩的住址 也确认了男孩家人的情况 再之后 又要调查男孩再读学校 父母的职业和工作地点 甚至是附近邻居的生活习惯 这是为了保证 在需要清理知情人的时候 他们能够掌握那个男孩 以及男孩周围人的信息 这么不断安排人手往各方跑 还得考虑信息准确性和安全情况 考虑人背叛 或者落入警察 FBI手里怎么办 是灭口 还是救援 或者放弃 怎么快速灭口之类的问题 需要尽量详细地去细心考虑 耐心地一步步确认 每天的事情琐碎杂乱 不累人但磨人 实在考验心态 池飞池还能绷煮 假装自己不知道水无连耐的下落 耐着性子一步步去安排 就当是自己在刷情报对经验 但是接到那一位表示 朗姆会来帮忙的消息后 他心里还是轻松了不少 如果可以选 他宁愿选择出去 连刷28个清理任务 忙活个五天五夜不闭眼 也不想选这种过于琐碎的工作 工作地址 大概的人际关系 邻居的生活习惯 贝尔摩德坐在沙发上 让无名趴在他腿上打盹 自己用电脑 翻着今天传来的情报 顺便回复着邮件 头也不抬到 差不多可以行动了 打算什么时候接触那个孩子 今晚 池飞池坐在餐桌前 同样对着一台电脑看邮件 你去坐 附近的人已经安排好了 清理现场的东西呢 贝尔摩德发完邮件 伸了个懒腰 如果需要灭口的话 那些东西会派上用场 你应该都让人准备好了吧 炸弹和汽油都准备好了 就算需要就地取材 对你来说也不难 池飞池回这一封邮件 至于紧急撤退安排 朗姆接手了 贝尔摩德一愣之后 心里也松了口气 真是个好消息 郎母总算腾出手来了 对于郎母来说 这类安排都有了 大概的形式章程 熟悉 熟练之后 比吃饭喝水 也麻烦不了多少 处理起来 确实会比我们轻松很多 那么 今晚还是由你去接应我吗 池飞池恩了一声 翻看着惠总整理好的情报 今天是周五 那个孩子的父亲 晚上估计会按计划去参加晚宴 凌晨左右到家 而在晚上七点左右 他母亲带他吃完晚饭后 会开始邀请朋友 去家里举办宴会 他在八点到九点这段时间 会独自待在家门口玩 如果监视他父亲的人 没有传回聚餐取消的消息 就可以趁这个时间 去接触一下那个孩子 贝尔摩德摸着下巴 一副我在认真思考的模样 那我要不要准备一些糖果 小皮球之类的东西 把那孩子给骗到 离家门口远一点的地方 池飞池没给回复 对于贝尔摩德来说 去套个孩子的话不难 想把孩子骗到别的地方去 也有的是办法 这些事根本不用问他 问了 就是纯粹卖萌 看来贝尔摩德心情 突然好了不少 不巧 他也是 赞美后勤大总管郎姆 当天晚饭过后 苗石亭的住户区 显得十分清静 一栋占地面积不小的房屋前 男孩打开门跑出家 妈妈 我去门口玩 物理女人喊了一声 注意安全 就在家门口 不要跑到路中间去哦 知道了 男孩在院门口停下 蹲下身 借着院子里的照明 观察着自己种下的花苗的枝叶 仔细比较 跟昨天看到的有多少区别 有些范畴 好像也没有长大多少呢 忽然间 一个皮球 从外面路上弹着滚了过来 在院子外停住 男孩疑惑 转头看了看 走到皮球前 捡起来看了看 看向皮球滚过来的地方 昏暗的夜色下 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 站在不远处的路边 穿了一身黑衣 头上戴着黑色的棒球帽 金发笼在帽子下 只露出些许发丝 背光站着 静静地看着男孩 男孩迟疑了一下 上前两步 把皮球举起来 大姐姐 这个 女人冒烟阴影下的嘴角露出微笑 在原地蹲下身 朝男孩伸手 与其温和道 不好意思啊 这是姐姐 想送给认识的孩子的玩具 结果不小心掉了 你能不能还给我呢 当然可以 男孩一看对方态度温和 当即松了口气 想到自己 不能乱拿别人的东西 也就跑上前 把皮球递了过去 给 谢谢你 女人接过皮球 没有急着起身 笑道 你是住在这里的透思 对吧 真是个很懂事的孩子 我妈妈说不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男孩有些不好意思 又好奇问道 姐姐 你认识我吗 难道你是新搬到这附近来的住户 可是我以前都没有见过你 没有 我是顺便过来拜访朋友的 女人轻声道 她跟我说过你哦 哎 她说 你那天告诉她 看到有人出车祸了 还记得吗 你是指着她 印在衣服上 那个女人的照片说的 啊 我记得 她衣服上的那个大姐姐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 是我告诉她 那个大姐姐 骑摩托车摔倒了 受伤很严重 可是她好像不相信我 还说 我在胡说八道 是吗 你真的看到了吗 那个姐姐 受伤很严重的事 当然是真的 我真的看到了 那天我在路边玩 一辆摩托车从天而降 没等我看清楚 骑摩托车的人 就摔在了我面前 她的安全头盔掉了 头上还流了好多血 你看到的 女人拿出一张照片 上面是水无连带采访时的一个镜头 是不是她 男孩看了看 认真点头 就是她 不过她那天跟大姐姐你一样 穿着黑色的衣服 你说她伤得严重 对吧 那有没有人送她去医院呢 那个时候 旁边车子里的人下车看过她的情况 还有人抱她起来 大声喊着送她去医院 我想那些人应该有送她去医院吧 那些人没有交救护车吗 没有 是坐他们的车子离开的 那你有没有听到他们打算去哪个医院啊 他也正好是我认识的人 要是他受伤住院的话 我想去看望一下 这个 他们好像没有说过 然后呢 他们就走了吗 嗯 他们很快就坐车走了 我看到地上有好多血 很害怕 所以就回家了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有没有跟别的人说过这件事 没有 那天看到那个大哥哥衣服上的人脸图案 我突然想起来这件事 才告诉他的 那你爸爸妈妈呢 你也没有告诉他们吗 那天回家之后 我有跟我妈妈说过一点 男孩回忆着 我跟他说 有个漂亮姐姐骑摩托车摔倒在我前方 受伤流了好多血 好可怕 女人忽然轻笑出声 是吗 是 是啊 男孩心里有点慌 明明那是很轻很温和的笑声 他却觉得吓人 印象中 听到有人受伤流血 人应该会惊讶 担心 尤其是认识的人 那就不会笑出声来了吧 我妈妈从那之后 就不许我一个人去马路那边玩了 大姐姐 你是什么人啊 为什么一直问这个 女人脸上带着微笑 右手竖指放在唇前 轻声道 Azac Critics One One 男孩疑惑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不太明白 对方说的是什么 突然发现 有一道黑影 从女人身后的转角后晃过来 立刻抬头看去 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 到了女人身后 正好挡住了前方路灯的光亮 长长影子 越过蹲在地上的女人和她 一直延伸到她后方 由于逆光站着 男人头发侧方泛着一圈金色 由于脸庞隐在昏暗中 只能辨认出模糊的 像是外国人的五官轮廓 大概是对方肤色太白 侧脸上一道细长的疤痕 倒是很显眼 可以了 嘶哑晦涩的声音很难听 男人说完 没有停留 又转身 往转角后走去 女人对待着的男孩笑了笑 拿着抱在怀里的足球 起身跟了上去 男孩在原地待站了一会儿 回神后 发现前方路灯下的街道空旷寂静 立刻掉头跑回家 那个高大身影 投下来的黑影很吓人 那个男人被昏暗光线 遮挡的脸上的 冷漠神情很吓人 那个女人的笑 她也觉得好吓人 她绝对是遇到坏人了 还好 是由我去问 要是换作是你 小孩子早就被你吓跑了 另一边的街上 贝尔摩德往街口走着 调侃道 拉克 对于你来说 演出一副有着温和笑容的面孔 还是能够做到的吧 池飞池低头用手机传着邮件 反问道 有那个必要吗 贝尔摩德嘴角笑意更深 脑子开始疯狂运转 拉克觉得 没必要在那孩子面前演戏 不会是已经把那个孩子 当成死人了吧 也不是没可能 上次在横滨 算是他第一次 和拉克搭伙行动 为了杜绝警察 顺着线索 发现组织的存在 他们确实有必要清理清水粒子 但看情况 清水粒子没有跟组织撕破脸的决心 除了留下一些不该留的信息 对外还是隐瞒了组织的存在 伊东莫燕不一定知情 在没确定伊东莫燕有威胁之前 拉克就决定 把伊东莫燕 连同对方的秘书都干掉 或许拉克也不在乎 伊东莫燕知不知道内情 顺手清理了省事省心 虽然事实证明 拉克的决定没错 伊东莫燕确实从清水粒子那里 获得了一些信息 而那个秘书 深受伊东莫燕的信任和倚重 大概也会知道那些消息 对于组织来说 能顺手清理的 当然是清理掉最后 但他听说 拉克之前在波士顿 为了斩断线索 弄死了不少人 具体经过怎么样 他不是很清楚 那一位跟他说 也只是评价 拉克够谨慎 线索断的也够果决很辣 上一次在横滨 他算是见识到了 伊东莫燕那些人的下场怎么样 他不关心 但那个小男孩 只是目击到接耳车祸 要是这都下手 未免太丧心病狂了点 反正有你去就够了 驰飞驰道 有贝尔摩德在这摆着 他为什么还要去演出 一副好人模样 去套小孩子的话 贝尔摩德听驰飞驰这么说 怀疑是自己想得太过了 不过还是想确认一下 那个孩子说的话 你在街角也听到了吧 你打算怎么做 一个小孩子说的话 很难被人相信 他母亲听他说过之后 除了在意他在路上活动的安全 似乎也没关注出车祸的人是谁 驰飞驰没有抬头 继续用手机噼里啪啦打字传邮件 你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贝尔摩德笑了笑 没有否认 谁让那个孩子叫我姐姐呢 这么会说话的孩子 我有些舍不得他就这么死了 驰飞驰本来就没打算杀那个孩子 或者那个孩子的母亲 也认可了贝尔摩德的处理方式 那就这样 而且 基尔出车祸的事 真要传了出去 说不定是一件好事 贝尔摩德分析道 基尔是日卖电视台的主持人 有不少喜欢着他的支持者 如果那些人发现有传言说他出了车祸 他正好又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 而这件事又得不到日卖电视台的公开回应 那些人一定会想尽办法去寻找他的下落 而一些记者会 争着抢着拿第一手报道 也会加入他们 这么多人帮忙搜查 我们只要等那些人 把基尔给找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 由于动静闹得太大 日本警方在我们之前接触到了基尔和FBI FBI被逼急了 想办法 开拓他们非法入境调查的事 并且把基尔的身份 告诉日本警方 虽然这只是其中一个可能 FBI不会想被日本警方发现 但如果按照这种情况发展 日本警方就会参与进来 让事情变得更加麻烦 迟飞迟发完邮件收起手机 轻声道 最大的可能是 FBI的人想办法把基尔藏得更严 那样的话 我们还要顺着线索去查基尔被转移到了哪里 本身有了明确指向的调查之路 又会变长很多 中途可能还会遇到 FBI准备的烟雾弹 或是捕售家 总之 目前打草惊蛇 不是最佳选择 也对 那你跟老母商量得怎么样了 贝尔摩德问道 我们接下来 要去各处的医院调查吗 如果基尔还没死 他所在的地方一定有 FBI层层把守 FBI的人对你有防备 你过去太危险了 当然 我也不会去 池飞池在街口停下脚步 转身看着贝尔摩德 神色平静道 FBI不止一两人鬼鬼祟祟在医院里 放在哪家医院 都能很容易观察出来 只要随便安排人 以病人的身份 住进各家医院 没事在各层楼转一转 就能找到可疑的地点 也没有必要由我们亲自去 哦 贝尔摩德也在街口停下了脚步 那就是说 我们这边的调查 可以暂时结束了 暂时结束 池飞池顿了顿 有一个程序设计师需要你去 拉客 贝尔摩德注视着池飞池 目光认真 努力用眼神传达自己很正经的态度 在结束一项工作之前 需要留下充足的休息时间 这样才能调整好心情 投入新工作之中 你可以考虑一下 用不同的工作来调整心情 池飞池建议道 如果调查还要继续半个月 他相信贝尔摩德也保持住良好状态 分明工作滑水成瘾 还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有理有据 贝尔摩德看着池飞池 眼神复杂地如同看无法想象的怪物一样 用工作来调整工作状态 这种奇怪的思路 拉客是怎么想出来的 池飞池没有躲避贝尔摩德的注视 考虑了一下 神色依旧平静 或者趁着工作刚结束的兴奋镜 投入下一项工作 他们前几天都是凌晨一两点才散火 今晚九点多就收工 而且之后也不用再管人手调度和后勤了 这么轻松又值得高兴的时候 贝尔摩德不觉得他们应该做点什么吗 比如 现在就开车去那个程序设计师的住所附近 路上他们把情报履一遍 先潜入对方家里 装装窃听器 再等在对方聚餐回家的路上 他们可以从楼上丢块砖头下去 再联络一下对方 进行丧命恐吓什么的 再让对方去做点违法的事 一步步把人套住 这么一来 最多三天 他们就可以让人开始为组织设计程序了 虽然在那之后 他们还要确认对方的情况 兼是防止对方报警 说不定还要恐吓个一两次 但那些事 可以看心情去做 就像老师抽查作业完成情况一样 他们心情好或者不好 就去调查一下 如果人有问题 早晚会露出破绽的 今晚这么好的刷任务时间 可以趁着干劲 把任务刷了 贝尔摩德居然想回去躺平 贝尔摩德觉得 持飞持似乎是认真的 选择转身就走 总之 还给我吧 我休息好了 会去处理的 持飞持拿出手机 把打包好的资料包 发到贝尔摩德邮箱 叮咚 前方 贝尔摩德脚步顿了顿 拿出手机翻盖 低头看到邮件寄件地址 来自某拉克之后 没有输入密码打开邮件 啪一下合上手机盖 加快脚步离开 其实他是想跟那一位说一声 要不把拉克丢到勤酒那边算了 这两个人都是心血来潮 就可以不休息的那种人 跟他的节奏不一样 但是他又不想放弃这个 可以随时监控拉克有没有发现 柯南身份的搭伙机会 只能算了 但是 拉克别想用工作 来绑架他 持飞持给贝尔摩德传了情报 又继续发邮件 给那一位 蹲一个行动任务 Rubkey 等了一分钟 没有回复 持飞持又把邮件复制 发给勤酒和朗姆 没等回复 又给英曲延南 福特加发了邮件 询问有没有行动 需要支援 这两天没有行动 等确认完情况再说 G 你休息一段时间 有需要 我会再联络你的 RU 拉克 我们今晚没有行动啊 Vodka 我在韩蝶会的会所喝酒 你要过来坐会儿吗 Sleeva把持飞持 转身走进旁边的巷口 继续噼里啪啦 打字发邮件 骚扰 不 他只是觉得 时间这么早 长夜漫漫 大家理应出来嗨 别的不说 朗姆那里肯定有情报 直到换了易容 换了车 换了地方 持飞持才收到那一位的回复 早点休闲 没有的话 我自己打赏金去了 Ricky 那一位 论有一个 算了 毕竟手底下 就是这么一群任性 又神经质的人 习惯就好 持飞持回复完 没再看那清一色 今晚想躺好的邮件 退出邮箱 登陆了七月的邮箱账号 最近跟大家的步调失调 不过没关系 他可以自己玩 账号才刚登陆 一封封未读邮件 就塞满了邮箱 手机翁声震动 一直持续了一分多钟 然后 黑屏了 持飞持 飞持迷迷呼呼打着盹 突然感觉到 一股森冷的沙气 搜一下从衣领探头 仰头看向沙气来源 他家脸色阴沉的主人 主人 出什么事了 没事 只是该换手机了 持飞持把手机收起来 拿过放在车子 储物阁里的平板 登陆邮箱 他不幸 今晚就真的只能回去睡觉 账号登陆 又是温个不停的一分钟 页面卡住 不过很快 又恢复了正常 持飞持这才知道 自己手机直接 被卡到黑屏的原因 原本他多 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上七月的邮箱 看一看信息 多则一个月 少则两三天 最近忙着调查 室内又有网络监视器 他也就没看邮件 但以往就算放了一个月 公安联络人最多 也就一天发一两条邮件 来骚扰他 这段时间 居然一天 发个二十多条 十天不到 就将近三百封邮件 手机不罢工 才叫怪了 要说是有急事也就算了 不过里面邮件 大多是废话 七月 你还活着吗 已经好几天没消息了 七月 你是不是还接受 国外的赏金 你出国了吗 这七月军 最近给你发的邮件 有点多 或许会给你带来烦恼 也或许不会 但是 七月 这个赏金真的很重要 请给我回复 不回复也行 希望你能帮忙 七月 你去哪里了 看看赏金 有一个高额赏金 七月 七月 这还只是今天晚上六点 到晚八点半的邮件 池飞池考虑着 要不要换个联络人 陆续看了九封邮件 才找到下午四点 有关于赏金的邮件 七月 找冤己一郎出逃 高额赏金回报 标题简短 但确实是一件大事 他关注过找冤己一郎的事 犯罪证据确凿 已经在起诉期 就像他之前所猜测的一样 开庭两次 都在是否死刑之间拉扯 估计不反复个三五年 是不会有结果的 而就算最终结果是死刑 这还需要执政人的审批 而一般都会发回重审 等死刑正式下来 又得过去几年 在此期间 找冤己一郎 从警示厅的拘留处 移送到正式的看守所 由于案情严重 找冤己一郎自身危险性高 又有出逃经历 一个人待在跟其他人 距离很远的单人间里 门口就有摄像头 刑物官也都是打起 十二分精神来应付的 按理来说 找冤己一郎不可能逃得了 但今天下午一点 找冤己一郎突然出现中毒迹象 被紧急送往医院 之后 因为警方监管失误 让人得跑了 其实负责盯找冤己一郎的人 已经够小心了 找冤己一郎在急救之后 没什么大碍 只不过还没醒 手是被烤在床头的 随时都有两个人看守 门口也有人在盯着 可惜没用 门口的人被医生叫走短短几分钟 在带着医生进病房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两个同事躺在地上 病床已经被拆成架子 床头的铁架都成弯曲的铁管了 位于五楼的病房的窗户大开着 入秋的冷风嗖嗖 往屋里刮 哪里还有找冤己一郎的身影 先不说找冤己一郎中毒 是不是蓄谋已久的出逃计划 反正医院被搜了两圈 人是没找到 到了下午四点 赏金发布出来 估计通缉令在今晚的新闻报道里 也会被播出 明天早上的早报 也有找冤己一郎的一席之地 甚至于找冤己一郎的危险程度 近几天的报道都少不了这家伙 警方也会全力搜查 想尽一切办法逮捕 嗯 这点看封后的赏金金额就知道了 找冤己一郎现在不仅是连续杀人犯 还是不仅一次出逃 这种行为完全是对司法体系的挑衅 估计已经有得知消息的司法界大佬 拍着桌子喊必须死刑了 之前找冤己一郎还能在庭审中混个九年 十年的 这次一跑 被逮回去 估计就是死刑立刻执行 而等通缉令一下 在东京这种人口密度不小 各种警察公安到处跑的地方 找冤己一郎 别说跑出东京 估计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抓 除非找冤己一郎有人帮忙 还得是手段 势力不一样的人帮忙 才有可能捡回一条命 所以他想不通 找冤己一郎为什么会跑 原本应该也没这一段剧情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会跟柯南产生交集 所以柯南视角的世界里 没有再出现跟找冤己一郎有关的消息 难道找冤己一郎还是不想死 或者对不断庭审感觉厌烦了 想求个痛快 一千万业主人 亏平的飞斥惊叹 找冤长家的速度比你和快豆加起来都快 嗯 池飞池左眼闪了闪蓝色的保护伞图标 飞斥感慨金额就感慨 干嘛要拿他和快豆来比 搜索找冤己一郎 跟找冤己一郎有关的情报 立刻被调了出来 由于找冤己一郎杀人的是太轰动 个人精力已经被扒得差不多了 从小失去父母 跟着爷爷奶奶在群马县生活 老人去世后 一个人到东京打工 冲动杀人 逃离现场并失踪 随后 被组织看中 被组织放弃 出逃组织一路杀人这一段 是他和方舟结合新闻报道补齐的 被他送到大阪警署 被转送东京 再之后 是找冤己一郎 谎称还有一处埋尸地 回到群马 趁着山村操不注意又跑了 也就是遇到光燕 还跟他们吃了竹筒饭 看了萤火虫那一次 总之 由于找冤己一郎 不是什么高官 正要大富豪 在组织里 也不是特别重要的人物 原本以为找冤己一郎 会在警察的看管下结束一生 以后也不会出现在生活中 飞沫军团和其他情报人员 都没有在意 情报聊聊几句 也没有像留意柯南那些人一样留意着 医院一般都有不错的绿化区 也是鸟类喜欢逗留的地方 今天下午 找冤己一郎从医院逃走的时候 肯定有鸟类看到了 只不过 没有刻意征集 线索的话 一些鸟类也不会大小时都上报 上传到安布雷拉的情报平台上 池飞池把搜集情报的指示 通过平台发布之后 没等着找冤己一郎的行踪情报传来 继续搜索 搜索 安石透 作为飞沫军团重点注意对象之一 安石透的行踪 倒是有发现 就会有记录 查找起来很轻松 不出他所料 郎母那边刚腾出手来 安石透终于又出现在东京了 而且组织的工作告一段落的话 会有一段休息时间 安石透肯定闲不下来 会去带带公安那边的队伍 而位置是 文京区 文京区 一所音乐学校附近 穿着西服的人三两节队 穿梭在冷清大街小巷中 要么手里拿着对讲机 要么脸色沉塑地观察周围 一个巷口 封建玉也盯着巷子里 眼睛下的双眼瑞丽 对着对讲机道 包围过去 这两天学生放假 这一带没什么人 由于附近都是学校 又不会娱乐场所在这里营业 这个时间不会有什么人在这附近活动 好不容易把人逼到这个地方来 千万不要把人放跑了 另外 都打起精神来 对方手里有枪 注意安全 一旁 安石透穿了一身浅蓝色西服 半跪蹲在墙角 盯着捡起的弹壳看了片刻 又抬头看着不远处墙上的弹孔走神 巷子里没有任何动物 或者人活动的痕迹 他从巷口跑过去 不可能无缘无故朝起飞的巷子围墙上开一枪 他很可能是故意开枪 用枪声把我们引到北面来的封剑玉野神色严肃到 但他应该是打算从南面的大陆离开 总之 大家都小心一点 我现在就 等等 封剑 安石透站起身 把弹壳递给封剑玉野 我们去东面 封剑玉野接过弹壳 有些疑惑 东面 墙上的弹孔没什么异常 确实是今天留下来的 但弹壳有问题 安石透转身沿街道往东走 他之前朝我们的同事开过两次枪 一次是三天前准备逮捕他的时候 一次是今天晚上七点半 差点被包围 我们刻意放他往这边跑的时候 三天前 他留下的弹壳 和今天晚上七点半留下的弹壳相比 虽然能够看出子弹是同一批 使用的手枪应该也是同一把 但今天晚上七点半的弹壳上有一道很细的长痕 我仔细想了想 他开枪时 子弹的飞行轨迹也有点异常 应该是最近两三天忙着逃窜 没有好好维护枪支 他手里那把老旧手枪出问题了吧 封剑玉野走在一旁 用戴白手套的手 把子弹捏着拿到眼前 突然瞳孔一缩 发现了问题所在 这枚弹壳上没有长痕 要么不是同一把手枪留下来的 要么就是 不是今天留下来的弹壳 安石透嘴角扬起一丝自信地笑 目光笃定道 弹壳确实是他路过这里留下来的 但他当时不是在巷口 而是在对面马路上 随意朝巷子里开了一枪 弹壳却是早就留下来的 枪声把我们吸引过来之后 我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巷子附近 而由于弹壳留在巷子口 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 他是跑过巷子时开枪制造动静 但事实上 他却根本没有往这边走 在我们赶过来的时候 他就进了对面街上 那家因经营不善倒闭 连门锁都破破烂烂的便利店 从后门出去 正好有一条路 封建玉也顿时懂了 那条路连接着北面的路口 通往东面 北面的路口有我们的人 他不可能走那边 就只能选择往东走了 不 封建 这次的目标是个很狡猾的人 安石透道 不然你也不会跟了三天 还一直抓不到人 封建玉也 这么说真的很阶段 他是有可能反其道而行之 反而网友我们的人 在的北面路口去 只要在路边 找个没人的商铺 或者公寓楼 往里面一躲 我们要搜查起来也很困难 安石透继续道 我之所以 确定他会往东去 因为那条路 通往东都大学的附属医院 他想销毁他往黑市岛 卖围经药品的证据 封建玉也猜测着 又不确定道 可是这种证据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部分 就算不是全部 也足够起诉他了 他这个时候 急着去销毁其他证据 也没用了吧 他想的未必是销毁证据 安石透走着 看向东都大学附属医院的方向 低声道 别忘了 还有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 他手里的枪 是从哪来的 他平时都在医药分管处 接触不到外界的人 很可能医院里 还有另一个人主导着这一切 他出了事 总要找个能够帮他逃出去 或者能够让他藏起来的人 总之 我超进道过去 你从后面追过去 自己小心 超进道 封建玉也转头 就看到安石透 跑去墙边翻墙 无语了一瞬 小跑着沿路往东去 超进道就是走直线 玉墙翻墙 是没毛病 嗯 降古先生的身手 还是那么好 东都大学附属医院附近 一个男人戴着一顶棕色棒球帽 帽颜压低 双手放在外套口袋里 低着头 匆匆往医院后门的方向去 巷子旁的围墙上 一个被黑袍笼罩的黑影 静悄悄跟着 行走在围墙上方 脚步轻地没有丝毫想动 就像被叶峰吹动的幽灵 喂 男人接了个电话 脚步放慢了一些 很快又停下来 看向巷子前方 巷子前方 一个围了围巾 戴了帽子和墨镜的男人 放下手机 快步上前 背在身后的 右手拿着一把手枪 还悄悄开了保险 语气急切地问道 怎么样 没人追上来吧 池飞池站在高处 看到了后出现那个男人身后的小动作 思索了一下 停步站在靠墨镜男较近的一侧 飞沫军团的情报是 安石透是今天上午重新出现在东京监控区里的 之后就跟封建玉也碰头 带着一群人 似乎在抓一个持枪的男人 名字他是不知道 随便打个A的标签就够了 有鸟类监视着事态发展 他要锁定A的行踪并不难 他赶过来的方向 刚好可以和A在半路上碰到 也就没打算 不用往安石透那边跑 只要跟着A一动 安石透早晚能找过来的 要是安石透跟丢了人 他也可以顺手处理一下 不过现在看来情况有了变化 后来的男人肯定不是公安的人 不然不会假装热络 又在背后偷偷准备开枪 那就是想要灭口A的同伙 他不确定公安届不介意找到一个死的A 最好是别让人死了 那就不管了 两个都放倒再说 下方 两个人互相走近 距离也在一步步拉近 被池飞池心里默默打了个A标签的男人 与其同样交集 我用一点小手段先甩开了他们 但不确定他们多久会追上来 你之前说过 除了是会给我提供一个绝对安全的去处 我可是因为这个 才同意帮你往黑市送东西的 当然 后赶来的男人 抬起手里的枪 指向A 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A被吓了一跳 看着近在眼前的枪口 整个人僵住 可就在这时 他似乎看到对方身后 一个黑影 从上往下落 没听到脚步声 或者喘息声 站在他前方 用枪指着他的同伴就倒了 没等他看清 那到底是个什么 一个漆黑又似乎闪着一抹银亮的东西 带着呼呼的风声 快速朝他脸上飞了过来 下一秒 世界彻底黑了 巨连拍脸 一秒倒地 驰飞驰抬手把镰刀重新收好 上前确认了人 确实晕过去了 才把折叠 缩成掌棍的镰刀 收回黑袍下 退到一旁公寓楼墙后的阴影中 其实 巨连这种冷兵器很难用 长柄镜头加一个月牙形刀刃 本身重量靠前 距离手部又比较远 使用时除了需要足够的臂力 还要足够熟悉 知道怎么控制攻击角度 总归不会像棍子一样 想往哪打 就往哪挥 巨连使用的时候 还需要一些发力技巧 比如 想把刃剑往右下方去 发力的过程除了往右下 还得用上类似回钩的暗镜 不过 要是能把巨连用得好 用得灵活 就是冷兵器对战中 相当强势的武器 巨连的长度 比刀剑长得多 又比长棍 长枪 多了宽大的刃口 也同样可以用长枪的刺合条 而前端的重量 也能在横扫时 加重攻击的杀伤力 还能用逆刃 甚至可以选择握住握柄中段 虽然缩短了巨连的攻击距离 但因为前端的重量靠近手部 可以跟后半部分握柄平衡一些 使用所需的力量 可以减少一些 也会更灵活 握柄后端 也能阻拦一部分 来自身后 或者刁钻角度的攻击 在冷兵器一对一的时候 巨连的优势 还不是那么明显 在冷兵器一对N的混战中 杀伤力会显得更恐怖 正确的用法 应该是他以前在 119号实战训练场时 开无双那种使用方法 不管是横扫还是斜扫 直接远距离打群伤 只不过 前时他还能找到不少 不得不用冷兵器 且必须一对N的情况 这一事倒是没遇到过 好好一把镰刀 不是用来割蜘蛛丝 抹脖子 就是用来认测趴脸 就在持飞持考虑着 要不要去混乱的地区 找个犯罪团体 找机会开一波无双一锅端时 安石透翻墙走直线到了附近 发现巷子里躺倒的两个人之后 愣了一下 跳下围墙 没有贸然靠近 观察着情况 巷口 封建玉也拿着枪 气喘吁吁地跑来 停下后 也下意识地观察情况 发现人倒了 安石透又在对面 顿时松了口气 降古先生 你把人解决了呀 看来我还是晚了一步 安石透看了看封建玉也 没吭声 慢慢靠近地上的两个人 准备看看情况 看来不是封建处理好的 那就别问 问就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好像也晚了一步 封建玉也上前 拿出手铐蹲下 动作麻利地把两个男人烤住 又把吊在旁边的枪 两人身上的枪 以及危险武器搜出来 这就是目标的同伙吧 不过他们的目标看起来有点惨 留了一脸的鼻血不说 脸上还有一道两边相对平行 又不太笔直的红印 由于红印模糊 他倒是看不出来 是什么东西留下来的 就是感觉下手挺狠 安氏偷在一旁蹲下 低头辨认着目标脸上的红印 这是唯一的线索 不过 这是怎么留下来的 棍子 铁管 不太像 如果是长棍 边缘痕迹应该会更直一点 那么 会不会是因为角度问题 目标的脸 左右受力还算均匀 如果是用什么直撞物打的 攻击者应该会在目标侧方 如果攻击者 手里横拿长撞物 跑向目标 在双方擦肩而过的时候 武器打在了目标脸上 好像也不太对 封剑玉也一抬头 就看到安氏偷 一脸沉思地走神 不知道安氏偷在脑海里不断模拟 这是怎么做到的 犹豫了一下 还是出声喊道 可 那个 将谷先生 安氏偷看向封剑玉也 虽然目标手里有枪 是很危险 但是下手的时候 还是尽量别让他看起来那么惨吧 封剑玉也被安氏偷看着 憨了憨 但还是 一脸认真的说下去 当然 我不是说您做得不对 您平时工作压力 想必也很大 遇到这种危险的家伙 你在说些什么呀 安氏偷无语站起身 看向四周 周围肯定会留下别的痕迹的 封剑玉也无语 兵 以前将谷先生逮捕犯人 只会攻击腹部等部位 不会朝着脸 脖子这类脆弱的地方去 要是抓人弄得一脸血 被人知道了 说不定又会有人说 他们公安不人道 太暴力 这话也是将谷先生 以前对某个新人说过的 今晚目标这一脸血淋淋的样子 他看到都吓了一跳 第一想法就是异常情况 那就是不对劲 他只是想关心一下将谷先生 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 导致心情不太好 或者压力是不是太大了 但将谷先生这一脸无语 眼里满是不解的模样 好像很无辜 让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安氏偷瞥见公寓楼旁的阴影处 有一片黑色布料晃了一下 立刻警惕起来 目光锐利地看了过去 墙后 池飞池伸手出围墙 手背对着传出动静的方向 手指张开了一下 又快速缩了回手 怎 怎么啊 封剑玉也转头看去 不过什么都没看到 没什么 安氏偷收回视线 看向地上还昏迷的两个人 觉得还是应该自我澄清一下 这不是我做的 不是 封剑玉也有些惊讶 是某个经常跑没影 不怎么管事的人做的 安氏偷心情还算不错 不过也不是不能理解 某个人手头的是不少 平时也够累的 有空能来帮忙 就已经很好了 虽然某个顾问时常失联 就像完全不记得 他这个卧底小伙伴一样 不过他嘴上再怎么说 也不是真的怪池 非池不管公安的事 仔细想想 顾问一边在Sank公司 不时报个作品 维持表面上的身份 一边还得跟着组织的家伙们 忙东忙西 不时还要作为七月打个赏金 是还真不少 他也一样 不 不一样 他家顾问才20岁 比他年纪小那么多 看看警校那群小子 20岁在做什么 他就觉得 他家顾问不容易 也不能要求太多 就像他们说过的 如果往前放十年 以他当时的脾气 绝对早跟顾问打架了 毕竟有时候 顾问是真的气人 但在往前十年 他上警校的时候 他家顾问还没上国中呢 这么一想 他突然觉得 他家顾问怪可爱的 也不免遗憾 要是在往前十年的时候 能认识十岁的顾问 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回忆 大概会很不错吧 一个十岁的小鬼头 他想欺负一下 还不是随随便便 一旁 封建玉用怀疑目光 打量安氏透 经常跑没影 不怎么管事 酱谷先生 这是在说自己吗 酱谷先生经常把报告书 丢给他来写 他不仅要写自己的那份 还得帮酱谷先生写一份 但他也能理解 酱谷先生那边 也有不少事 平时肯定很累 那么 酱谷先生这么说 是不是以第三人的方式 来暗喻自己 希望他能理解 安氏透回过神 对封建玉也笑道 你就在这里等大家过来吧 注意看好人 我去找他聊聊 如果我一会儿没回来 就麻烦你处理一下后续了 啊 好 封建玉也点头 事情果然是全落在他身上的 不过 他 安氏透往公寓楼后走 没有回头 嘴角带着笑意 一个不存在的顾问 领祖是日本不存在的组织 那顾问 当然也就是不存在的顾问了 封建应该能懂吧 不懂也没关系 顾问太敏感多疑 一时半会儿 估计是跟其他人接触的 那有机会再说也行 封建玉也看着安氏透的背影 陷入了沉思 不存在的顾问 既然不存在 那降古先生是去找空气聊天吗 今天的降古先生说话奇奇怪怪 该不会是最近压力确实太大了吧 那他要不要体谅一下上司的难处 这次的报告书 啊 对了 封建 安氏透回头 笑着道 这次行动的报告书也麻烦你了 封建玉也 就是这种理所应当的态度最气人 五分钟后 池飞池和安氏透走到向子深处 停步 我是不是该问一句 顾问怎么会有空过来帮忙 安氏透调侃问道 组织的是刚忙完 池飞池抬手拉下斗篷的冒言 我最近都有空 昏暗中 安氏透隐约能看到池飞池 有些冷淡的神色 再加上连语气都是清清冷冷的 让他瞬间没了我家顾问20岁的感觉 也就说起了正事 我最近没在东京 不过听到一点风声 组织最近的行动 似乎出了意外 接耳落到了FBI的手里 池飞池道 安氏透愣了一下 脸上笑意瞬间发冷 是赤井秀衣那伙人 上次没能坚持下去 直到把那个大麻烦解决掉 组织有不少人都后悔了吧 不至于 池飞池轻声道 那次行动已经结束 结果逆转不了 而且 他们也没输 还算是小胜一局 当晚那种情况 撤也是 必须要撤的 那就没必要纠结 那一次 他们很幸运 不过这次呢 安氏透目光灰暗了几分 这一次 恐怕没法参与太多 但赤井那家伙 让组织的那个人很在意 要是能够想办法 把赤井那家伙给解决掉 不管是我还是你 都能得到很大程度的重视 池飞池打断 要是他真的死了 估计你会更头疼 是吗 安氏透抬眼看着池飞池 目光阴冷 嘴角笑意 也带上几分挑衅 顾问 你那里应该有更多的情报 对于你来说 再重复布置一次 狩猎圈也不难 你不会是对那家伙 惺惺相惜起来了吧 池飞池没有生气 与其平静地提醒到 激将法没用 还有 注意表情管理 你现在是公安 待过组织的人 似乎都会有点坏掉 有时候水无连耐的表情 也相当邪恶 脱离组织好几年的赤井秀衣 没脱离多久的会员哀 也都可以露出正常人 做不出来的阴冷表情 波本身上出现这种表情不奇怪 说话带着刺也不奇怪 不过既然不再组织 就该调整一下 不然容易变成蛇精病 安石头听到表情管理 有些无语 不过也冷静下来 靠到围墙上 低声道 抱歉 是我说话过分了 但也不单是因为 最近都跟组织的人来往的原因 我想起那些家伙 心情就怎么好不起来啊 先不说苏格兰威士忌的事 FBI那些家伙 想非法入境 就非法入境 连个招呼都不打 把日本当什么了 后花园 池飞池的回答很直接 也很扎人心 安石头差点没被 池飞池的直白气个半死 如果可以的话 他想把时光倒回去 问一问十多分钟前的自己 为什么会产生顾问可爱 这种跟现实差距颇大的想法 池飞池倒是没觉得 自己的话有什么问题 实话实说而已 日本境内的犯罪 本应由日本来处理 逮捕罪犯 再由国际层面交涉 引渡也好 互相交换信息也好 实在有需要 也可以联合办案 那才是国与国的交流 FBI是美国情报部门 那一大堆探员说来调查 却招呼不打一个 想潜入就潜入 还一天天待在东京 邻祖眼皮子底下 四处转悠 打的是日本和日本情报部门的脸 虽然在这个世界 赤井秀一那群人 可能没有恶意 但不带恶意 就做出这种毫不顾忌 日本国际颜面的选择 反而更气人 说明人家心里 就是当后花园来逛的 虽然出于很多原因 日本没法强烈反击 但在规则之中 F他国情报人员 非法入境进行活动 可以以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 而作为邻祖的人 安石头想办法 弄死他国 潜入的情报探子 甚至是职责之内的事 要是可以用FBI的人来 换取好处 比如稳固一下 在组织的潜伏 那还不干他们 就算人死了 也是FBI的人不对在先 怪不得别人 静了一会儿 安石头瞥见池飞池 一脸心平气和 突然觉得自己 刚才被气得很不直 不想再自己气自己 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 不考虑 池飞池到 赤井很好用 组织在试图渗 其他地方的一员 我前段时间离开 就是去帮老母确认情况 那种自身有问题的人 被组织挖出来也好 不过 还是得做好安排 别让那个家伙 造成太大损失 再加上组织 还有别的事情 需要我去做 我最近确实没空 去找赤井那家伙的那道 安石头顿了顿 只是这池飞池的目光 沉郁而坚定 一字一顿刀 但要是有机会 抓住赤井来换点什么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随便你 池飞池一脸平静 反正我不需要 用他来刷功劳 也对 安石头神色缓和了一下 又笑了起来 那把人留给我也好 算是价值最大化吧 池飞池想起一件事 对了 波士顿的州议员选举 快开始了 波士顿 安石头眼里带上迷茫 顾问这话题 跳得太远了吧 有一个候选人 跟安布雷拉有关系 池飞池看着安石头 如果他能上台 你哪天心情实在恶劣 也可以带四 五十个公安 不打招呼去那里帮 FBI抓罪犯 安石头正了正 心里顿时五味杂陈 感动之余 又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沉默了一下 才道 你明明知道 那不是一回事 要是想潜入美国 他们有的是办法 他气得只是FBI的态度 也在气那种憋屈 等顾问家里资助的议员上台 他带着公安非法入境 帮人家抓罪犯 性质不同 而且怎么都有种 磅大款的感觉 他也不会那么做 持家没有任何基础 这个想法能不能成功 哪年成功还不好说 就算成功了 美国始终是一个国家 一个州长 州议员 或许可以出于政治现金回报 给持家一些商业利益上的反哺 但让他们公安跑过去 浪就太为男人家了 一个不好 对方还可能面临提前下台 被调查局带走 被起诉的风险 持家的投资和付出 也会全部打水漂 更何况 当局也不想跟美国闹得不可开交 如果他因为心情不好 就利用跟持家的关系 带人跑过去挑衅 会惹祸上身的 只是听持飞迟一说 他在想到FBI那群人 也没那么窝心了 他还以为他家顾问 是不会安慰人呢 没想到安慰起人来 还是挺有办法的 这份心意 他心领了 持飞迟也知道性质不同 不过性质他 一时可改变不了 至少行为是一样的 安氏透见持飞迟 似乎是认真的 有些意外 他印象中的顾问 可不是这么天真的人 很快笑道 不用不用 我手头的事情那么多 没时间 去帮他们抓罪犯 不过顾问 持家 不是一向不牵扯进政局里的吗 这一次 怎么会想着 掺和波士顿的竞选 安布雷拉 要在美国市场扎根 所以想尝试一下 持飞迟坦然道 目前还只是计划 安氏透懂了 那就是还在保密期的意思 思索了一下 波士顿是很重要的一个州 竞选竞争一直很强 持家刚 参与进那种博弈中 跟那些经营了很多年的人 比起来 不占什么优势 不过 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就是了 大代还要失职一次 当做自己今晚什么都没听到 持无所谓道 就算你上面有人想利用这段关系 在波士顿做点什么安排 他们也勉强不了我父母去 配合他们 最多就是让你跟我套套近乎 有需要的时候 看持家能不能帮忙 他既然说出来 就肯定考虑过 不会让安氏透在忠语意之间为难 这么说也对 安氏透想到持家目前的实力 确实没人 能勉强持家去配合做什么布置 相反 还得拉拉关系 肖问道 那我要是上报的话 以后不是更得受你的气了 我什么时候给你气受了 持非持反问道 请安氏透摸着良心说话 他哪一次沟通 不是心平气和 有时说是 倒是安氏透 不时就想跟他打个架 安氏透心里呵呵 行行行 不管是时常联络不上 还是顾问不时就来 拒让他火大的话 那都算是他自己气自己 他懒得跟气人不自知的顾问 讨论这个问题 持非持见安氏透一脸 我不认可 但我不跟你争辩的模样 有些无语 说起另一件事 我来找你还有一件事 作为契约 我能不能申请换个联络人 你是说金元先生 安氏透注意力转移 你们不是相处的还好吗 他为人正直 性格也是出了名的好 换了其他人 可未必比他好相处 持非持想到自己 被卡到黑屏的手机 脸有点黑 他最近一天 给我发十多封邮件 其中九成九十废话 那个叫金元生的家伙太闲了 以前画七月各种死法的小人漫画 现在又是一天 十多封废话邮件骚扰 这闲得都快闲出毛病来了 安氏透也想起金元生画七月各种死法漫画的事 差点没直接笑出声 很想硬气点 幸灾乐祸地回复一句 不换 你也有今天 不过他说不换也没用 持非持可以用公安顾问 甚至以七月的身份要求换人 那样也能换掉 问他 只是想听听他的想法 可不需要他来同意 金元先生虽然不会承认 但他其实 对七月很有好感 也有着很大的期望 安氏透想了想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顾问不要换联络人 我担心他会沮丧地走不出来 他是想看顾问头疼的样子 但这话也是实话 不是糊弄顾问才说的 那算了 持非持伸手拉上斗篷东帽 往巷子深处走 我先走了 安氏透 自己的是说完就走人 也不问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事要聊 他 算了 看在顾问今晚安慰他的份上 他就不气自己了 持非持跟安氏透分开后 嘴角浅淡微笑 一转即逝 继续朝着停车的地方走去 一个人童年时期 生活在被排斥的境遇中 会发生什么变化 愤世嫉俗 怨恨报复 有这个可能 不过还有另一个完全相反的走向 安氏透童年时期 因为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发色 肤色 经常跟人打架 应该被群体排斥 欺负过 至少语言上的霸凌不会少 面对这类人 反击方式就是打过去 但不是所有孩子性格都那么恶劣的 你们为什么不跟我玩 因为你跟我们不一样 头发不一样 肤色不一样 眼睛不一样 遇到这种情况 又该怎么做 如果安氏透的父母 能帮他跟孩子们 孩子们的父母沟通一下 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但安氏透没有帮他出面的人 小孩子被欺负之后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父母 安氏透的回忆 没有自己的父母 却只有公爷艾莲娜 那么 安氏透可能很小的时候 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了 所以 安氏透需要靠自己 用自己也不知道对不对的方式 去尝试解决 为什么不能跟我玩 我也是日本人啊 为什么这样对我 我也是日本人啊 这种话 安氏透小时候 肯定喊过很多次 因为不想再孤独下去 因为渴望能跟其他孩子一样 拥有关心 认同和爱 所以想 努力找一个相同点 去试图说服别人 甚至不是有意 去寻找相同点 只是潜意识去寻找了 大概安氏透自己都想不通 大家都是日本人 为什么要那么对我 而随着长大 小孩子的心智逐渐成长 他们会知道 世界很大 有很多外表跟他们不一样的人 对人也会加入好看吗 性格好不好 跟对方在一起快乐吗 对方优秀 或是不优秀 等多方面的评估 除了恶劣的极少数人 更多人会变得宽容 安氏透也在成长 会慢慢找到自己 最舒服的生活方式 远离或者教训 找他麻烦的人 接纳愿意交朋友的人 并好好相处 一步步融入团体 只不过心底那个 我也是日本人 我想你们认可我的想法 早就深深地 落进了灵魂深处 他记得在警校片里看到过 安氏透在警校时期 学外文时 会被说对于你来说 应该不难 你是外国人吧 跟女孩子的联谊会上 也会被问到 是不是外国人 对于安氏透而言 是不是外国人 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一旦有人问起 就会像被攻击到一样 立刻反驳不 我是日本人 而当初进入警校 安氏透应该感觉到了公平 警校没有因为他的发色 肤色 同色而拒绝他 认可他做日本人的身份 在警校里 他也找到了 实现自我价值 证明自我价值的方向 所以才会将警察 公安警察的职责 作为自己所奉行的信念 其实 有一个动漫人物 跟安氏透的情况很相似 火影忍者 里的漩涡名人 漩涡名人 没有父母的陪伴 从小被村民排挤 冷眼对待 孤独而得不到认可 只能用恶作剧这种方式 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跟用打架这种方式 去吸引公益艾莲娜注意力的 安氏透 没什么区别 都是太缺少别人关注和关心的人 而跟漩涡名人 执着地想成为火影 在被认可后 想保护村子和同伴一样 安氏透也执着地忠于整个国度 有着易容俱容 易损俱损的心态 也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甚至比很多人都要执着 好朋友的陆续殉职 也会对安氏透的心态 造成一些影响 所坚信的 不过是自己的奉献和牺牲 都是值得的 这样好朋友的死亡 才是值得的 其他人无法理解没关系 只要他这么认定就够了 深夜 街道寂静冷清 时飞时确认 没有其他人靠近过车子之后 上了车 没有急着开车离开 放下车窗抽烟 相比起侦探这种生物 他缺一个助理 也缺一个能撑起 红散暗部的人 很缺 所以他缠安氏透 能够把杂乱事情快速理顺 效率相当高的工作能力 缠情酒强悍的执行力 而且 这两人够聪明 彼此领会意图不费劲 性格足够坚韧执着 想办法解决事情的能力 也是一流的 这么两个合适的人 在眼前晃啊晃 就像两只远超心理预期的猎物 在对他招手 鬼知道他有多想来个背袭 把人放倒后 关进小黑屋 不答应加入安布雷拉就不放人 刑具一遍变上 直到把人摸乖了 答应上他的贼船为止 可惜那样行不通 任太忠于某个信念的时候 就会很难 被影响或者蛊惑 同样不会轻易放弃 转变自己认定的路 更不会屈服于外界的压力 他原本就没抱什么希望 做好了绝对不可能挖到的心理预期 打算慢慢接触着再看 他之前摸不准安石透是忠于正义 还是忠于国度 到什么程度 个人的私心有多少 情感和个人情绪 对于决定占据多大比重 这些问题不弄清楚 永远找不到真正的标靶 更别说去瞄准 今晚整理之后 安石透有关的这些问题解决了一大半 看似是更不可能了 想挖到安石透的难度 相当于让漩涡名人放弃当火影 但只要能够找到心理漏洞 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他不会去强行扭转安石透的中国心理 有时候赌不如书 心理漏洞的利用 不是只有击溃他人这一种用法 安石透和漩涡名人 终究还是有区别的 安石透愿意做一个默默奉献者 不打算做什么掌权者 日本和木叶村 在各自世界里的实力 底蕴也不一样 如果把自己卖给安布雷拉 可以让日本的未来更好 安石透会不会答应 安布雷拉不是犯罪团体 以商业为主 以商业帝国为目标 如果顺利的话 随着发展 早晚会把控住世界发展的命脉 只要安石透不是忠于绝对正义 能忍受一些黑暗手段 那就没问题 如果这还为难的话 那安石透在日本保留一个职位 总可以了吧 安布雷拉现在就有着国际兼管理事会 以后发展到一定程度 也可以跟各国协商一些特殊职位 只要安石透能把活干完 干好 偶尔想帮日本警方或者公安抓一抓罪犯 训练一下新人什么的 那也随便 一开始就想让安石透 把安布雷拉的利益放在第一 不太现实 可以适当让安石透参加一些安布雷拉的商业计划 逐步减少安石透对日本的付出 加大安石透对安布雷拉的付出和投入 可以用其他国家的人来平衡安石透 能够为日本争取的利益 永远在前方挂个尔 私底下 出于交情 还可以给安石透来个友情赠品 再进一步加深交情 这么一来 安石透心里的天平 早晚会偏向安布雷拉 一年不行就五年 五年不行就十年 反正他是不着急 就算安石透只做商业上的助理 那也是赚了 不过在此期间 也要注意别让安石透 陷入国家与安布雷拉之间二选一的难题中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为难都是一种很让人讨厌的情绪 也容易让安石透对安布雷拉的决策 提起防备心 而要是安石透在摇摆之下 选择了一次日本 那么以后安石透对安布雷拉投入的再多 也会认为 那是为了日本 天平两端的倾斜 就会直接停滞在初期 以后再怎么付出 安石透对安布雷拉也会缺少归属感 总之 就是以为了日本为理由 让安石透进到舒适区 在舒适区里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 用付出 认可 交情 和更多的东西 一点点把安石透在意的东西 改变成安布雷拉 以他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 这应该是最适合安石透的一种捕获方式 至于情感和个人情绪方面 他还得再探探 虽然他说了 石家想掺和波士顿议员竞选时 安石透表态不上报 会帮忙保密 看似是站在了个人情感这一边 但这件事分量不够重 就算安石透假装今晚没听他说起过这件事 对日本的安全也不会有影响 可利用的利益其实也没多少 这样就不能作为 判断情感和个人情绪比重的依据 实在不行 他在看情况调整 反正已经有了把人拐上贼船的契机 要是拐上去之后 他还不能把人给稳住 那他算是白混了 车里飞驰爬出驰飞驰的衣领 斗篷 仰头看了一会儿 发现驰飞驰一直在思考什么 又爬到方向盘上 靠着方向盘钉驰飞驰 主人在想什么呢 居然想得这么专注 主人 烟快燃眉了 嗯 驰飞驰把燃到尽头的烟丢出车窗 继续整理头绪 他说 安石透不爽 可以带四五十个公安去波士顿抓人 不单是试探安石透对个人情感的看重程度 更不是开玩笑 其实 他们一共控制了三个即将参加竞选的候选人 约书亚原本就是波士顿地区盛名在外的神父 这些年下来 不知有多少人对约书亚袒露过内心深处的想法 约书亚变年轻之后 回到波士顿 完全是从大海里反复挑选最合适的鱼 如果不是担心引起教廷注意 他们掌控的参选人还可以更多 约书亚的洗脑能力十分强悍 拿着人家的心理弱点去给人家洗脑 目前三个人都成了自然圣教的狂热信仰者 连约书亚都说这三个孩子跟查尔斯 格雷斯他们一样 是值得信赖的人 说明忠诚度有保障 再加上方舟这个数据流分析协助 约书亚的口才教学 加人脉利用 持家的财富支持 查尔斯所在兄弟会和安布雷拉一些武装的保护 虽然持家第一次掺和竞选 但胜算很大 等某一个人上台了 他提出让对方牺牲一下前途 对方也绝对会乐呵和答应 不答应的话 自然圣教上上下下 会教对方做人的 只要安识透 不怕太嚣张 影响两国关系 他这边完全没问题 想去他就安排 大不了就是损失一点钱财 浪费了一段时间的努力 再想办法捞一下可能被逮捕的小议员 就算念在交情的份上 那点损失也值得 而且 不管安识透会不会任性一次 他除了试探之外的另一个目的也达到了 给安识透一个憋屈 可以走安布雷拉路线来解决的概念 等安布雷拉的影响越来越强 安识透也会下意识地多次去考虑这一条路 哪怕只是心里随便感慨一下 等他再提出 让安识透卖身救国的时候 安识透也会更容易接受 安识透这边有思路了 剩下的还有蛇精病勤酒 既然安识透能有捕获思路 他就不信勤酒真的无懈可击 只不过勤酒防备心很重 心思更难捉摸 表面上看 勤酒会因为福特加夸朗姆生闷气 会因为某件事发脾气 但真要涉及到更看重的东西 他相信勤酒可以把那些情绪压下去 相比起经历 被青山刚昌抖得差不多的安识透 勤酒的信息也少得可怜 都说贝尔摩德神秘 但对于他这个穿越者来说 贝尔摩德好歹有大概的年龄 曾经待过的国家 重视的人 仇视的人等信息 随着接触了解一下贝尔摩德常规形式套路 想利用或者套路贝尔摩德 绝对没问题 而勤酒 别说过往的特殊经历 连哪国人 几岁 原名叫什么 还有没有亲人在世 为什么加入组织 什么时候加入组织 以前待过哪些国家 这些信息都没有 甚至 勤酒有时候对某人的态度 表露的情绪 也缺乏明显的规律 面对爱尔兰挑衅的言论 勤酒可以无视掉 但有时一点不大的事 勤酒也会举枪送对方一颗子弹 是凭当时心情好坏形式 还是有意遮掩自己的真实情绪 或者是因为勤酒本身蛇精病 他居然觉得这些原因都有 好在他发现自己 对勤酒的一些情绪感应 还是很灵敏的 而且 比起全脸都不露的福特加 勤酒好歹有个全脸信息 可以自我安慰一下 这也算是不错了 飞翅靠着方向盘 盯着池飞池的眼睛 不时吐一下蛇性子 陷入了沉思 主人今晚到底在想些什么 想得这么入神 眼神还一会儿明一会儿暗 总觉得不是在想什么好事 而且眼里还出现过危险 而古怪的亢奋情绪 虽然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但他一直盯着主人眼睛看 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就是一种 好像心里严重扭曲 化身死变态 连蛇都觉得心里发毛的亢奋 持飞翅回神 第一眼就看到 飞翅面无表情的蛇脸 一开视线 拿出手机看时间 有安湿透的收获在前 又有勤酒这个难琢磨的预定目标 他在想到那些赏金 其实是有些兴趣缺缺的 但他跟那一位说过 要去打赏金 那一位也没说 别去 如果得知他早上 没有往警示厅 警察厅送东西 那一位会猜到他没有行动 那么 为什么不行动 突然改变主意了 还是跑去做别的事了 为了防止这类猜疑出现 他今晚最好还是去打打赏金 再者 就算他再怎么想拎着聚联 跑去把勤酒拍晕 也得调整好心态 尽快恢复平常心 以免勤酒神经过敏 突然感觉到他的恶意 提高警惕 面对优秀的猎物 猎人总是需要付出前所未有的耐心 按耐住性子 一点点接近 撒尔又使猎物放松警惕 抵达最佳的狩猎地点 再一击得手 至于之后 是死死咬紧猎物要害 还是像钓鱼一样 不急着收干 让鱼游动挣扎到没力气 或是温水煮青蛙 还得看具体情况来定 飞翅 把刚才琢磨的是丢到脑后 凑近手机窥屏 别管主人想什么 总归不会是想钝了 他就是了 才十一点多啊 主人 我们还去打赏金吗 还是回去睡觉 去打赏金 池飞池垂眸盯着手机 噼里啪啦打字 发邮件 在这之前 他要把惊人声的问题解决一下 他是放弃了换连落人的想法 但不代表 他就真的什么都不做了 两天后 警察厅的室外停车场里 封监狱也停好车 拿着一个文件带下车 左右张望了一下 找到了停在不远处的白色马自打 走了过去 车里 安石头的双手 还没有松开方向盘 盯着前方思索 走神 虽然已经跟顾问说好了 不换联系人 但金元先生一直骚扰的话 难保哪天顾问不会受不了 突然发飙 金元先生不明情况 很容易踩雷 他是不是该去找金元先生谈谈 偷偷给点暗示 可是他还有卧底任务 不方便跑到 有那么多人的警察厅办公楼层去 那么 是等走廊里人比较少的午饭期间 再去 还是直接让封建等会儿 帮他跑一趟 净 封建狱也走到车旁 弯腰看见 安石头在一脸严肃的思考 觉得不应该打扰 没有再说下去 安石头倒是回过了神 放下车窗 转头问道 封建 报告书写好了吧 封建狱也一想到报告书 就觉得窝心 把文件带递进车窗 语气忧怨道 好了 还有上次 上上次行动的报告书 我都写完了 不用给我了 安石头没伸手 琢磨着让封建狱也替他跑一趟 把报告书送上去 还可以顺便去金元生那里看看 这也算是节省警力吗 你帮 停车场入口处 突然传来断断续续的说话声 封建狱也转过头 看着一群穿着便服的人 抬着广告牌进停车场 安石头在人群里看到了金元生 有些疑惑 金元先生 他不是后勤部门的人吧 怎么会来安排搬东西的事 就是最近安全宣传乐的事 封建狱也解释到 原本这件事 一直是由警示厅的刑事警察负责 但这一次 上面决定让警察厅的人也参与进去 宣传一下 遇到比较危险的犯罪分子 应该怎么处理 听过是因为前段时间 东京有不少人 模仿七月去接触罪犯 这是很危险的行为 普通人遇到那些危险罪犯 还是报警 交由警方处理比较好 而且我还听说 有两个人找到了赏金殿堂的网页论坛 以开玩笑的心态发布了赏金 要求是把对方的腿打断 安氏透一愣 赏金不会被接了吧 是啊 前段时间的事了 两个人都被打断了腿 现在人还拄着拐杖呢 封建狱也一脸无语道 听说那两个人被打的时候 根本没能反应过来 也没有看到是什么人做的 金元先生猜测是七月所为 正是因为这些事 所以金元先生 也被指明负责这一次的安全宣传 希望普通人别上那种网页 胡乱发布消息 那看来 安全宣传确实有必要加入这一项 安氏透也有些无语 顿了顿 又问道 我前两天回来的时候 完全没听说 安全宣传乐的计划有变动 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 这是昨天才通知下来的 封建狱也道 由于宣传活动后天就会正式开始 时间很紧迫 所以金元先生才这么急急忙忙的 准备宣传要用的东西 手头的工作 似乎也交给手底下的人来做了 是吗 安氏透看着那边忙活的金元生 顾问嫌弃金元先生烦人 前天晚上又打消了换人的念头 昨天安全宣传计划里 就突然加进了新项目 还得金元先生去 很像是顾问故意之招 想把金元先生调开一段时间 那边 金元生和其他人 把东西都搬到了车上 常常松了口气 很好 大家辛苦了 接下来只把东西送到熔艇去 就大功告成了 安氏透听到熔艇 突然就想起来了 他以前去过熔艇 那里风气很好 居民友善 又是那附近的婆婆们 开朗好客好说话 求知欲旺盛 喜欢改时髦 还特别爱拉着人聊天 那次他假称 自己在便利店打工的时候 听朋友说 住在那附近 今天休息想过来拜访 结果人不在 所以在附近溜达 他本意是打听那个人的情况 还没怎么套话 那些婆婆就很热情地 把线索说了出来 还把有关的八卦说了一遍 又说到熔艇最近的新鲜事 再问到某个便利店 最近心上的东西是什么 怎么用 再问到某个年轻人 经常提到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他便利店的工作辛不辛苦 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人 几岁了 那是一群不甘心被时代抛弃 不希望变得默契沉沉 又诚挚热情的人 所以 就算一些简单问题需要 反复解释 他还是不忍心糊弄 就这么 被拉着聊到天黑 蹭了热情婆婆们的两顿饭 晚上回家的路上 默默去便利店 买了两颗喉糖 这次安全宣传活动 大概是十天左右 会联合学校带学生 过去参加互动游戏 小学 国中 高中和大学都有 到时候 应该还会有一些家长 和已经工作的人 过去凑热闹 负责活动的警官 几乎要在那里驻扎下来 早上一大早就要过去准备 午饭和晚饭 就在那里轮班去搞定 到了晚上才会休息 闲下来也不能随便离开 所以 大多时间会跟在场的 路过的民众聊聊天 如果活动地点选在熔庭的话 那金元先生 大概需要多准备一点喉糖 琢磨着 安石头又问道 地点原本就确定在熔庭吗 好像是昨天通知更改的 封监狱也回想着 警示厅接到消息的时候 也手忙脚乱的一阵子 不过那边有个大公园 周围交通便利 又不会打扰居民休息 确实适合开展宣传工作 而且 宣传用的东西也不多 能够赶在活动开始前 重新安排好 酱谷先生 这次活动有什么问题吗 挺厉害的 安石头有点头发发麻 他知道那个大公园 金元生这是 跟他上次一样 直接撞进婆婆们的聚会地了 还是不能跑的那种 只不过 他是不知情下的选择 而金元生这里有被坑的嫌疑 太巧合就不会是巧合 肯定是某顾问的手笔 一来 可以让金元生去忙活别的事 没精力再给七月的邮箱 发骚扰邮件 二来 这个安排就像再说 你不是废话多吗 让你一次说个够 但仔细一想 金元生这一次 要是做得好 在履历上也能添一笔 而荣庭的居民 大多很好说话 金元生脾气又好 对民众态度也很和善 这面向民众的一笔绝对能为金元生加分不少 除了对嗓子可能不太好 整体来说是件大好事 至少他有预感 金元生履历上这一笔会 添得相当出彩 由于警方会邀请学校带学生去公园参加互动游戏 还会有一些已经工作的年轻人跑过去 那段时间 大公园里都会朝气蓬勃 这对于渴望了解年轻人世界 不甘被时代抛弃的那些婆婆来说 也是件很值得高兴的事 不存在打扰亲近这一说 会很热情和善地对待去那里的年轻人 所以 要说顾问小心眼 确实小心眼 摆明了故意报复金元生 还是冲着话多这一点来的 但这么安排 其实对金元生 对一些年轻人 对婆婆们 都算是一件好事 想到应该会有不少人满意而归 安是透 也哑然是笑 明明有私心 却让人没法埋怨 他还觉得 应该双手双脚支持 是挺厉害的 封建玉更加一头雾水 厉害 啊 没什么 安是透笑着下了车 伸手接过封建玉 也拿在手里的报告书 往停车场另一个出入口走 报告书我自己去送就好了 封建 你有空的话 能不能麻烦你去外面便利店 买一盒猴糖 封建玉也担心 自家上司的健康出了问题 立刻一脸 严肃地点了点头 没问题 我立刻就去 您嗓子不舒服吗 安是透挥了挥手里的文件袋 头也不回地笑道 给金元先生送过去 就说 最近天气干燥 很多人嗓子不舒服 你买猴糖买多了 顺便送他一盒 他不知道金元先生 和其他一起负责宣传活动的警官 有没有了解过熔挺的情况 不过就算了解过 估计那些人也不会准备猴糖 他事先送一盒 那些人在需要的时候 也不用哑着嗓子 跑去便利店买猴糖 也算是 让同事别重倒他的负责吧 哎 将谷先生 封建玉也来不及问清楚 看着安市透的背影 很快消失在一排车子后 愣了一下 面无表情地抬手推了一下眼镜 转身往停车场外走 论哪类上司最让人头疼 那些年 我家上司让人看不懂的迷惑行为 对年轻有为与思维稳定 是否存在关联性的思考 经验分享 如何应对上司一些奇怪的指派 职场个人休养 跟不上上司的脑回路不用慌 与此同时 群马献一带 如火的红叶铺满了山脉 池飞池 毛利兰 灵木原子 本堂英佑和柯南走在落叶上 沿路往风林深处去 飞翅在一旁S撞快速爬行 身上鳞片和树叶摩擦发出刷刷声 路过一个枫叶堆 一头扎进去 又嗖一声 从枫叶堆上方露出头 头顶盖了一片小小的红叶 灵木原子走过时 笑眯眯地指着飞翅头顶 飞翅变红 这一串 Haiakakureka说得太快 本堂英佑一时没能反应过来 啊 放慢语速说了一遍 得意笑道 怎么样 我编的绕口令还不错吧 这个 本堂英佑干笑着挠头 与其说是绕口令 不如说更像是冷笑话吧 灵木原子半月眼瞄 喂喂 英佑 你这么说 很打击我即兴创作的积极信念 可是 本堂英佑看向其他人 示意灵木原子看其他人的反应 持飞持面无表情 越过他们直接往前走 连个眼神都没给一下 柯南一脸木然地 跟上持飞持 就差把嫌弃两个字写在脸上了 毛利兰一副努力想安慰林木原子 但又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的模样 见林木原子看来 回忆尴尬 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林木原子 飞持也没有多停留 甩掉头顶的叶片之后 扭腰跟上持飞持 本堂英佑看着林木原子 目光已经表达了自己的同情 看吧 他好歹 还能给个回应 已经很不错了 林木原子跟本堂英佑对视上 抬手拍了拍本堂英佑的肩膀 一脸感慨 还好今天英佑你跟我们一起来了 不 我也要谢谢你们 能邀请我过来 本堂英佑一脸激动地笑 这里的景色真的很不错哦 能够在假期到这里来赏枫叶 真是太棒了 林木原子一看 池飞池和柯南 已经走到前方等他们 也没再磨蹭 动身往前走 很实声地嫌弃道 其实我原本是没打算叫上你们的呀 啊 本堂英佑呆 没错 我本来只打算叫上小兰陪我来的 林木原子 伸手挽住毛利兰的胳膊 一脸气愤地指着朝他们看来的柯南 可是小兰坚持要戴上这个小鬼头 柯南半月眼 怎么 小兰跑到群马县的荒郊野外来 她不能跟来当保镖吗 没办法啊 我爸爸说 这两天有工作要忙 晚上 也要去完成委托 没时间照顾柯南 毛利兰笑道 我不放心留他一个人在家 柯南又很想跟我一起来 所以 自从这个小鬼头到你家之后 你就完全被缠上了吗 真的像这小鬼一样 林木原子吐槽了柯南 又转头 对本堂英又道 昨天我们在讨论行程的时候 飞池哥正好去侦探事务所那里 给大叔送东西 所以我们就叫上他了 他一起来的话 可以帮忙照顾柯南小鬼头 这样 我和小兰也不用操心 带着小鬼去吃饭 洗澡 睡觉 虽然这么说有点对不起飞池哥 但小兰平时照顾小鬼头 已经够辛苦的了 好不容易出来玩一次 也让他轻松一点吧 柯南继续半月眼 苗朝他们走过来的林木原子 假的 他才不需要别人照顾 也不会让人觉得累 虽然这一路上 确实是池飞池在带他 早上去车站 他是被丢给池飞池 在过来的列车上也是 被丢在池飞池身边的位置 到群马出车站 也是池飞池带他去洗手间 到旅馆 同样被丢到池飞池房间 池飞池还帮他拎行李 等着他放行李 又带他出去吃饭 可 这么说起来 就算他在 表现得在懂事 小兰平时也一直把他当成小孩子 时常盯着 怕他跑丢 今天有池飞池在 一路能园子多聊一会儿 是比较轻松吧 就是好像 又得池飞池来带着他 突然觉得自己 很累赘怎么回事 明明他从来不给人添麻烦的 在柯南怀疑人生的时候 本唐英又也想到来的路上他 柯南 池飞池做一排座 带柯南去上厕所 是他和池飞池一起在外面等 到了旅馆也是住一起 高兴指着自己笑道 叫上我也是这个原因吧 不 叫上 你是飞池哥提出来的 林木原子朝池飞池的方向 扬了扬下巴 飞池哥说 上次你出去玩想着叫他 这一次难得到景色还不错的地方来 他也想叫你一次 是 是吗 本唐英又 看向池飞池 这种你叫我出来玩一次 我也叫你出来 玩一次的想法 好像没毛病 但是他们两次都是蹭嘴游玩 有点奇怪 但好他还是没毛病 池飞池点了点头 是他提议叫上本唐英又 不过理由是随便找的 他只是想尽快刷完 对本唐英又的调查任务 关键就在于血型 本唐英又原本的血型是O型 小时候患过白血病 移植了自己姐姐 也就是水无连带的造血干细胞 血型转变成了AB型 而本唐英又自己并不知情 一直以为自己是O型血 在那之后 本唐英又又出过一次车祸 他记得他姐姐帮他输过血 O型血只能接受O型血输血 他也认定自己的姐姐跟他一样 是O型血 但水无连带 有一次采访途中 遇到一个AB型血的伤者 需要输血 在直播镜头下说了 自己可以帮忙 也就是承认自己是AB型血 本唐英又认定 我姐姐不可能是AB血型 觉得水无连带不是他姐姐 但由于自己的姐姐失踪 两人又长得很像 猜测水无连带是坏人 自己的姐姐失踪 跟水无连带有关 说不定还挠不出了偷脸什么的剧情 这才开始调查水无连带 那么他也可以用基尔氏AB血型 本唐英又的姐姐是O型血 两人没有关系 来结束调查 当初他遇到了本唐英又 为了避免自己被怀疑 哪怕只有一丝可能 他也不愿意 自己稳定的信任值 因为本唐英又和水无连带而消耗 那就不得不上报 也不得不调查 可是如果可以的话 他也不想真的把这对姐弟坑死 水无连带死了 会不会影响他对剧情的预知 本唐英又这小子 对他又没恶意 能放水还是尽量放水 怎么放水也是技术活 不能放得太明显 总之 他一边要假装努力调查 甚至真的往揭穿阴谋的方向使劲查 一边又要保证自己 走进那些巧妙误区 提供组织一个错误的结果 他也不容易 拖久了容易出意外 还是速战速决 然后远离本唐英又比较好 昨天在去毛利侦探事务所之前 他去了一趟地单高中校医市 去找新出知名打打篮球喝喝茶 顺便拍到了本唐英又 进学校十天的学生档案的照片 本唐英又入学地单高中 确实去体检过 不过一般来说 只有体检人身体存在一些疾病的情况下 医院给的体检书才会写出来 比如心脏病 高血压之类 平时生活需要注意的疾病 像本唐英又 是否存在感觉筒和失调 这类体检是没有的 除非本唐英又主动去挂脑科 或者精神科检查 同样 血型 身高 体重和一些体检指标 如果不存在健康问题的话 也不会出现在报告书里 这也导致本唐英又上学到现在 也不知道 自己目前的血型是AB型 而在D单高中 新出致命作为校医 拿到的也是本唐英又 那张没有血型的体检报告 具体身高 血型 体重 过敏源这类资料 除了参考医院的报告书之外 更多数据 是本唐英又自己填的 也就是说 他拍到的档案照片里 本唐英又的血型是O型 接下来 还要套出本唐英又的姐姐 曾经给他输过血的是 书写的医院 在华水调查几天 找个理由 让自己被别的事情绊住手脚 就可以以基尔和本唐英海 不是同一个人结束调查了 目前只要有合适的理由 接触本唐英又 就接触一下 尽量多套一点线索出来 话说回来 亲属之间输血 居然没出现并发症 本唐英又 确实够幸运的 不过 既然连柯南小鬼都带上了 再加上一个 你也没什么 林木原子朝本唐英又笑的野鱼 毕竟飞驰哥带小孩子 还是很有经验的 而且因为 都是男孩子很方便 可以一起照顾 一个两个也没差了 柯南心里呵呵 同样也无话可说 很快观察着本唐英又的反应 以前这种情况 肯定会带上辉原 不过他还没弄清楚 这家伙到底在隐藏些什么 所以让辉原找借口拒绝掉了 他也趁机试探一下 因为一群人出来玩 辉原没有跟着持飞驰当小尾巴 园子和小兰 很大可能会提到 想到辉原 如果这家伙借机 把话题往辉原身上引的话 那辉原就得藏好一点了 本唐英又压根没去想 林木原子说的带孩子有经验 都是男孩子很方便 倒是明白了 原来之前他被丢到持飞驰 柯南这边 不是想让他帮持飞驰分担 而是让持飞驰一拖二 连他带柯南一起照顾了 顿时不甘心道 别说的我像小孩子一样吗 柯南若有所思地收回视线 没趁机把话题 引到辉原身上去 那就不是冲辉原来的 不不 还得再观察一下 你当然不是小孩子 林木原子对本唐英又笑得灿烂 但是你比小孩子还不省心啊 本唐英又一脸委屈 没什么气势地回瞪林木原子 好了好了 既然出来赏风 你们就不要斗嘴了吗 毛利兰出声打圆场 伸开双臂感受了一下凉爽的秋风 输了口气 今天的天气 真的很适合爬山啊 赏风 爬山 林木原子摆手 谁说我是来做这个的 难道不是趁着放假出来爬山吗 毛利兰疑惑 当然不是 不然我早就主动问飞驰哥 英又和小爱小鬼头 要不要一起来了 哪还用坚持 只有你陪我来啊 林木原子抬起手 让毛利兰看清他上山 就一直攥在手里的红手帕 是因为这个了 呼 一阵清凉的山风吹过 卷着林木原子的手帕 飘向后方 林木原子一愣 连忙追了上去 啊 我的手帕 等等 原子 你慢一点 毛利兰连忙跟上 这就是说话调侃别人的报应吧 本堂英又忧怨低难 柯南在一旁笑 这一次 他倒是跟这家伙达成了共识 池飞驰跟上去没多久 就看到林木原子和毛利兰 停在一棵树下 手帕往这里飞 林木原子确认到 之后又没有往旁边飞走 肯定是在这里不会错 会不会被树枝挂住了 毛利兰仰头努力看 可是树上都是红叶 红色的手帕 就算混在里面 也根本看不清啊 嗯 林木原子摸了摸下巴 转头看向池飞驰 脸上一秒露出讨好的笑 飞驰歌 池飞驰懂了 跳起来 伸手抓住比较矮一些的枝干 翻到树上 其实出旅馆时 看到林木原子拿了红手帕 他就隐约有所猜测了 这应该是 荆棘真会出场的一段剧情 具体剧名他不记得 不过有荆棘真出场 基本上就意味着打架信号 他记得 这一次也是一样 可以打一群 在一个舒服的凉爽天气 到一个景色不错的地方 垂一群人 又能跟在国外到处浪 好久不见的荆棘小学弟见一面 还能带着飞驰出来放放风 这一趟来得很直 所以他今天心情挺好的 一拖二 一拖三 一拖四都没关系 林木原子看着池飞驰这么利落 就翻了上去 也想起了荆棘真 带着些许忧愁的感慨道 阿珍在的话 应该也能这么翻上去吧 毛利兰点头 他们的爆发力都比我强 可难和本唐英又晚了 一步到树下 仰头看站在树上的池飞驰 小兰姐姐 原子姐姐 手帕飘到树上去了吗 大概是被树枝挂住了吧 毛利兰转头解释 所以让飞驰搁上去 帮我们看看 树上都是红色的枫叶 恐怕不好找吧 本唐英又有些担心地说着 动手挽袖子 到树下抱着树干往上爬 他也是男孩子 就算弱了一点 也不能 林木原子和毛利兰 没来得及阻止 本唐英又还没爬到一半 就一个没抓稳 往后倒 阿 柯南一脸猛地看着 本唐英又的背朝自己砸过来 刚转身想跑 却还是失败了 被压趴在地上 树上的池飞驰关住了一眼 别的不说 就本唐英又折腾柯南这古镜 他都想把人给保下来 说不定能破光之魔人外防的道具 除了背后闷棍之外 就是本唐英又了呢 毛利兰一点不意外 深深叹了口气 你们没事吧 没 没事 本唐英又呲牙吸凉气 挪到一旁 让柯南终于没了重物压背的压力 柯南坐起身 一脸木然地 伸手把头发上的枫叶扒拉下来 为什么又是他被牵连进去 本唐英又这个刁民 就只会坑他害他 飞驰哥不在你们两个旁边 你们就不要乱来了 林木原子一脸我没话说了的表情 他在树上 可没空管你们 飞驰哥 你那边怎么样 毛利兰见树下的持飞驰 也没有在找手帕 而是看着他们 仰头问道 如果不太好找的话 我可以帮忙 红手帕是有一块 持飞驰转头看向树枝尖计的红手帕 不过是系上去的 这块红手帕 是重要的剧情推动线索 必须让柯南知道 他 想捶一群 哎 毛利兰惊讶 柯南也站起身 打算上前看看 路过林木原子时 突然发现 林木原子脚下踩着一块红手帕 大概是之前被枫叶盖住了一些 又被林木原子踩住 现在林木原子挪了脚 手帕就露出边角来了 原子姐姐 什么 林木原子 撇柯南 柯南面无表情 伸手指了指林木原子脚下 什么啊 你这小鬼 就不能好好说清 林木原子低头 也看到了自己脚下的东西 退一步 弯腰捡起被他踩住的红手帕 浑身僵了一下 抬头看看树上看过来 目光依旧冷淡的驰飞驰 又转头看看 刚站起来的本堂英诱 他身旁嫌弃脸的柯南 一阵尴尬笑 那个 哈哈哈哈 好像就是这块 毛里兰心里叹了口气 突然觉得 原子也不省心 他不该把事情都丢给飞驰哥 不然飞驰哥一拖三也太累了 柯南跑到树下 仰头看着打算下来的池飞驰 露出无害又灿烂的笑 那个 池哥哥 半分钟后 池飞驰在树下伸手举着柯南 让名侦探去看那块 系在树枝上的手帕 我看好了 池哥哥 柯南 你真是的 毛里兰再次叹气 感觉飞驰哥应该很累 他好愧疚 不好意思啊 飞驰哥 柯南他就是太好奇了 没关系 池飞驰蹲下身 把柯南放下来 一切为了他的裙架 我是觉得很奇怪啊 柯南装出小孩子的天真语气 为什么树干上会系了手帕 如果是有人接这个 发出求助信号的话 我们发现了 说不定可以帮忙 毛里兰顿时皱眉思索 这么说也对 一点也不奇怪 林沐原子见毛里兰看他 继续往树林深处走 顺便解释 你应该听说过 冬日红叶吧 那是去年播出的爱情连续剧 毛里兰表示 由于电视机被毛里小五郎霸占 看冲野养子的节目 所以没能看到 池飞驰被问到 冷漠连表示 对这种剧不感兴趣 本唐英佑也一脸疑惑 明显是没看过 林沐原子刚看向柯南 想起柯南待在毛里侦探事务所 绝对跟毛里兰一样 也就没再问 自己大致说了一下电视剧的内容 简单来说 就是昭和时代背景 一个资本家大小杰 和一个军官的恋爱剧 因为年轻军官帮大小杰 从树上拿回了红手帕 两人相识相恋 随后年轻军官因长官被障碍而开始流亡 直到战争结束 大小杰收到电报 其中说到我在元旦日天空的红叶下等你 大小杰知道 枫叶到冬天都落尽了 不过还是 在下大雪的早上去了山上 看到了他们初见之地的树上 系了一条红手帕 也看到了从树后走出来的军官 林木原子见毛力兰听得一脸憧憬 也来劲了 陶醉地把双手拢在下巴下 两个人在那棵树下重新相逢 便决定一起私奔 一旁传来冷淡地破坏气氛的年轻男生 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 说得兴起的林木原子 听得兴起毛力兰和本唐英又一正 就算是不怎么感兴趣的柯南 也无语看向出生的池飞池 能够一句话 让人心里拔凉拔凉的 林木原子语色了片刻才半月演道 飞池哥什么叫没羞没臊啊 那是最美好的爱情 爱情演 池飞池见一群人不懂梗 原本想解释没羞没臊也是最美好的爱情 不过考虑到在场的都是高中生 飙车不太合适 那他就没话说了 林木原子见池飞池不回应 又转头问毛力兰 小兰 你不觉得这部电视剧很浪漫吗 毛力兰笑着点头 是挺浪漫的 林木原子松了口气 他就说嘛 有问题的不是他 而是飞池哥跟毛力兰分享 而且那个年轻军官身材壮硕 皮肤有黑 不善言辞 而且还长得很帅 就跟荆棘真一样吗 毛力兰问道 没错 我回过头去看之前的DVD 突然就想到了阿珍 林木原子激动到 企业家千金小姐 和壮硕有黑军官的浪漫爱情故事 这跟我和阿珍很像吗 柯南走在前面 看了看一旁同样一脸无感的池飞池 心里有些感慨 难怪原子原本没打算叫上他们 他觉得跟池飞池聊聊案子什么的 比这个有意思多了 本唐英又对林木原子的憧憬 也没什么感想 倒是有些好奇 原子 你们说的那位荆棘先生 很健壮吗 只是身手很好了 林木原子摆了摆手 想表示淡定 只是一脸嘚瑟 怎么也挡不住 不过他说 他跟飞池哥切磋过 没能分出胜负 虽然因为再打下去 会伤得很严重 没有打到最后 但是也算是平手吧 飞池哥打架超级厉害 比小岚都强 他家阿珍也超厉害 实飞池想到了 荆棘真徒手捏钢板 两拳断十柱 默默开始评估模式 真正说起来 他和荆棘真只切磋过一次 当时他穿越过来没多久 力量 爆发力 身体抗打击能力 不如荆棘真 利用灵活和武学技巧拉优势 正面碰撞很少 而且荆棘真走竞技路线 跟他前世走的实战第一路线比起来 一个专注规则 一个不择手段 如果是正规比赛 荆棘真的经验比他丰富 他完全不用打 估计打不了多久 他就犯规出局了 但要是不用规矩 约束的实战 他的经验比荆棘真丰富 那次扬长臂短 跟荆棘真打 这才打出了平局 不过 在不能碾压对方的情况下 战斗本来就需要判断出 敌我的优势和劣势 同时扬长臂短 让自己占据优势 从而取得胜利 或者必杀的机会 之后一次 他和荆棘真往雪山上跑 荆棘真在雪地上的平衡 行走 跑跳能力不如他 所以没能这儿八斤地交手 现在他的身体 被三组金手指一次次改造 加强 基础算是追上来了 力量方面 他手臂力量 不会比荆棘真差 说不上还要强上一些 而他有意加强过踢机练习 腿部力量应该不会差 爆发方面 他掌握着不少爆发 巧劲技巧 只要身体扛得住 跟荆棘真刚正面 也不会输 灵活方面 荆棘真作为国际级的空手道天才 高手本身其实也很灵活 无论出手速度 还是反应能力都很强 但这方面 他本来就比荆棘真强上一线 再加上无名给他带来的身体变化 现在绝对比荆棘真强上不少 抗打击能力方面 他体内骨骼和肌肉改造过 看测试强度来评估 不比他前世从小习武的身体差 那就不会比荆棘真差 耐力方面 由于他身体各方面的素质提升 加上平时的训练 体内除氧空间的运用 耐力的提升不止一星半点 跟初次切磋的时候比起来 评估数值至少能翻两倍 战斗意识方面 两人相差不大 而且战斗意识 还要看个人状态 如果一个人心里有心事 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战斗 那战斗意识也会受到影响 对时机的捕捉会慢上一点 有时候 慢上一点可能就意味着惨败 另外 不添加规则的实战 复杂场地的适应能力等方面 他比荆棘真强 总的来说 只要他脑子别进水 现在他跟荆棘真来一场 胜负九一开 荆棘真一 就算他脑子进水了 仅凭本能去战斗 大概也能强行五五开 原来园子喜欢强悍的男生啊 本唐英又试图脑补一个皮肤有黑 身材强壮的男人 思路莫名其妙 就往恐怖肌肉男的方向偏 自己被自己的脑补 吓得打了个冷战 干笑着道 那为什么不是飞驰哥 驰飞驰好好走着 被莫名其妙点了名 转头看走在后面的三个人 飞驰哥的身手好 长得帅 人也好 你们家境又相配 怎么都比大块头要好吧 你不是最喜欢帅哥吗 本唐英又 对自己恐怖的脑补 产生了心理阴影 打量着表情逐渐无语的林木原子 是因为他皮肤不黑 还是因为认识晚了 或者因为他块头不够大 那种像是感慨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原子的语气 听得林木原子一头黑线 抬手一巴掌 打在本唐英又的后脑勺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啊 本唐英又吃痛 双手抱头 有点委屈 林木原子不走了 双手还在身前 一副教育小弟的模样 而且家境背景先不说 我跟飞驰哥认识在先 但感情的事 不是这么算的 本唐英又不得不点头 这么说是没错 林木原子一脸感慨 你不懂啊 飞驰哥比较适合当偶像 跟阿珍不一样 他们飞驰哥是很好 可是一开始认识 他就有难以靠近的感觉 缠人家帅归缠人家帅 也不是缠 就得在一起 之后接触下来 飞驰哥伸手好 头脑又灵活 他越发有种 我绝对搞不定的预感 连去尝试的想法都没有 而且 他老爸很早以前 就跟他们姐妹俩说过 人绝对不可能完美 有的人看起来完美 是因为保持着距离 随着距离拉近 就会暴露出缺点 这无法避免 怎么平衡好就要看自己了 他老姐订婚前 还跟他聊起过 说他老爸的意思是 让他们姐妹俩 别因为家境就做梦 想找完美情人 那样只会有两个后果 一是一辈子嫁不出去 二是遇到伪装能力 很强的骗子 当时他老姐 是想试探他 没有谈男朋友 会不会因为眼光太高 想找完美的人 他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委屈 他就是想找个帅的 而且还希望对方有男子气概 有担当而已 以他家里的条件 再加上他不丑 人也不坏 这个要求不高吧 可是没有人追求 就是没有 可 总之 他老爸那句话 他倒是有不一样的理解 就像他现在做的这样 适合自己 自己喜欢 又可以搞定的 那就做男朋友 像飞驰哥 怪到驰哥这样 感觉自己绝对搞不定的 那就当偶像或者好朋友 保持一定距离 欣赏就好了呀 这么一来 不管是阿珍 还是飞驰哥 或者怪到驰哥 都是最完美的样子 他的生活 也会一直美好 他的机制 本唐英佑 这个傻小子 是没法理解的 带着我果然厉害的心态 林木原子心情瞬间美好 笑咪咪开玩笑道 飞驰哥我肯定是搞不定的了 不过搞定飞驰哥的学弟 还是可以的 也很合适哦 驰飞驰在前方停步 看着两人旁若无人地议论他 考虑自己要不要回避一下 还是装作没听到 飞驰哥的学店 本唐英佑 惊讶看向驰飞驰 驰飞驰点头 我是背户高中毕业的 荆棘在背户高中上二年级 林木原子叹了口气 不过现在 他已经暂时停学了 经常出国比赛 荆棘他快投也不是很大吧 毛利兰回忆了一下荆棘真的体格 笑道 而且他空手到的水平真的很高 就算是去国外比赛 也一直在连胜 日本高中生 国外空手到比赛连胜 荆棘真 本唐英佑回想着自己看过的相关报道 我好像看到过类似的报道爷 促驰王子荆棘真 四百连胜 驰飞驰提醒 啊 对 没错 真的很厉害 本唐英佑想起那篇报道来了 眼睛一亮 随即将在原地 脑海里恐怖大块头的形象 咔拉化为碎片 被报道里荆棘真的照片取代 他之前好像挠不过头了 不过园子姐姐 确定要在这里挂红手帕吗 柯南见灵木园子看过来 转头看四周 你看嘛 不止之前那棵树上 有寄红手帕 这一带的树上更多 这里就是电视剧最后一幕的取景地 当然有很多人来 灵木园子待至了一瞬 连忙转头看 他们所在的这片区域 不仅石头前的枫树上 挂满了红手帕 周围的树枝上 也全都是 在秋风里随着红叶飘荡 就像神社的祈福地一样 这里有 这里也有 这边也全部都是 灵木园子看了一圈 指着树干喊道 为什么全都是红手帕呀 我已经发邮件给阿珍 说我会在今年if的冬日 红叶下等你 if 毛利兰看了看周围 就是指圣诞节吧 是啊 灵木园子一脸崩溃 如果这座山上 到处都有挂了红手帕的风数 他到时候该去哪里找我啊 柯南心里呵呵 园子这里出现这种状况 他居然一点也不意外 而且园子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 荆棘真可能连冬日红叶都没看过 池飞池 园子就没考虑过 到时候放一个超大的红叶风筝 作为标识 虽然那样跟电视剧里不一样 但至少一上山就能看到 而根据风筝下方的位置 就能找到人了 不过他要是说出来 灵木园子改变计划 剧情可能就不会往打群架的方向发展了 为了能垂一群 他选择沉默 也让园子知道 失去掌控的浪漫 都有可能变成灾难 好 灵木园子突然咬了咬牙 把手提包递给柯南 挽袖子走到有十块的树下 准备往上爬 那我就把这座山上其他红手帕都解下来 毛利兰一看灵木园子还真的 憨了憨 连忙跟上前 园子 拜托你们也帮帮忙吧 这里的红手帕好多 灵木园子急吼吼爬上低矮的树叉 为了我和阿珍的未来 拜托了 不好意思啊 一个穿着登山服的中年男人 朝几人走来 脸上带着歉意和善的笑 毛头道 都是因为我 这里才会变成这样子 是不是打扰你们赏枫叶了 站在树叉上的灵木园子 茫然回头 啊 咦 中年男人打量着爬树的灵木园子 你们不是因为这些手帕 害你们赏不成红叶 所以才打算把手帕都解下来吗 灵木园子心虚 从树上爬下来 是 是啊 没错 不过 你说都是因为你 难道你是 冬日红叶的作者吗 毛里兰好奇问道 不是 中年男人连忙摆手 我只是一个广告商 灵木园子 顿时失望垂头 是吗 那位剧作家问我 有没有红叶很漂亮的山 可以用在连续剧里 我就给他推荐了这座山 这里是我的家乡 我小时候经常在这座山上玩 中年男人环顾四周 又对一群人笑道 在这个外景地 把红手帕积在树上 也是我的主意 剧作家认为可以采用 就改写了剧本 结果连续剧红了以后 就有很多人来这里露营 往树上寄红手帕 说不定 山神也会因此发怒呢 说你们是不是打算用手帕 把我的山给裹起来 飞翅 爬到树脚的石块上 好奇仰头 看着树枝上垂落的红手帕 主人 我觉得 这样挺好看的 池飞池走到一边 没做评价 好看是好看 就跟因缘树一样 不过手帕经过风吹雨打 是会变色的 之后 如果没有人来山上收拾 慢慢就会变成满山的树挂满了破步条 不过 原本这里除了赏红叶季节以外 都没有什么人会来 也多亏了这样 来这里的游客增加了 开商店和旅馆的人都很高兴呢 男人明显是个画牢 喋喋不休地分享着 走向迟飞迟灾的树脚 只是电视台和镇公所的电话 都转到我这里来 老是有人问我那座山到底在什么地方 能不能带我去最后一幕的取景地什么的 也是挺累人的 今天也是一样 有一位影迷说 愿意付钱给我 务必要告诉他 男人转头对林木园子、毛力兰等人说着 伸手摸像石块 手掌正好附在飞驰身上 我在山上找到了现在 林木园子、毛力兰、本堂英诱和柯南的视线 下意识地随男人的手移动 见男人的手放在飞驰身上 有点猛 这人分享得太投入了吧 居然看都不看 就敢伸手往大山上的石头上摸 飞驰也猛了一下 直起头盯着男人 他好好趴在这里看手帕 为什么突然摸他 真是 中年男人也感觉手感不太对 慢慢转头 看到手掌下的飞驰后 呆了一秒 在中年男人即将爆发叫喊 手指也下意识地收紧时 持飞驰快速伸手握住男人的手腕 别扔 这是我的宠物 男人一声叫噎在嗓子里 看着持飞驰的平静脸 愣是没能爆发出来 在持飞驰松手后 猛猛地缩回手 抱 抱歉 咦 等等 他在说什么 他是被蛇吓到了吧 为什么要说抱歉 飞驰瞥了男人眼 窜到持飞驰手臂上 缠着袖子往上爬 男人感觉自己可能是吓猛了 居然觉得那条蛇在表达嫌弃 缓了缓 倒退走着 远离持飞驰的同时 转头对毛力兰等人道 那个 能不能你们帮我一个忙 林木原子想到 这个男人刚被飞驰吓到 有些愧疚 正色道 你尽管说 抱歉啊 好像吓到你了 毛力兰歉意道 嗯 没事 男人确定自己进入安全范围后 才停下脚步 我把那个影迷的电话 忘了得一干二净 能不能请你们去赤树旅馆的大堂电话簿上 帮我留个言 就写我找到你想找的那棵树了 请到电视剧最后一幕 那棵封树前的岩石下来 本来我和对方约好了 今天在那个旅馆见面的 可是现在下山在给他带路 还要再爬上山 我有点吃不消 这个是没问题了 林木原子道 我们正好住在赤树旅馆 毛力兰提醒道 不过 如果是这样的话 留言对 我的名字是 男人从登山服外套口袋里 拿出一本笔记本 指着封面上的字母道 后就一用骗假名写上去 对方就能知道了 为什么要用骗假名啊 一直学持飞持学背景版的本堂英诱 凑上前 好奇打量着男人笔记本上的字母 摸了摸下巴 你们不会是在进行 某种可疑的交易 所以才不以真名联系吧 柯南半月眼 这家伙 说的居然有道理 没那回事了 男人连忙干笑着解释道 其实这是我的习惯 而且 我跟那个人 也只通过电话而已 只要留骗假名 他就能从发音知道是我了 他真的是那部电视剧的忠实粉丝啊 听说他已经来过这里好多次了 他给我传了封邮件 说 今天早上住进那家旅馆 期待我能尽快给他答复 邮件上也说了 有什么事可以去大唐电话簿上留言 因为他住在旅馆里 应该很快就能看到的 我想尽快把消息传递给他 不好意思啊 麻烦你们了 下山的路上 林牧原子不时哀声叹气 好不容易回到吃素旅馆 毛力兰在大唐电话簿上留了言 一群人又到旅馆餐厅吃了东西 等其他人吃得差不多 林牧原子还是一口没动 不甘心地又拉上一群人上山 想把红手帕寄到树上去 为了防止荆棘真认不出 林牧原子还在手帕上 写了园子两个字 加了根小树枝 做成红旗子 也算是很有创意了 就是没有考虑到 荆棘会不会找瞎眼 一群人到山上时 天色已经快黑了 毛力兰看着昏暗的山林深处 凑近林牧原子身后 园子 好黑啊 好像会有妖怪出来一样 妖 妖怪 本堂英佑脸色瞬间苍白 加快脚步跟上池飞池 然后膝盖撞到了柯南 把柯南对的一个踉枪 往前扑去 池飞池伸手 一手拽住一个 柯南感觉后衣领被拽住 保持往前扑的姿势 乌宇看了看本堂英佑 突然发现 前方枫叶间有一本笔记本 好奇伸手去够 咦 拉着柯南衣领的池飞池 名侦探就不能站起来 蹲下去 伸手捡吗 柯南捡起笔记本后 才发现窒息感有点强 自己站好 低头看着手里的笔记本 这个好像是那位 侯朽义先生的笔记本吧 本堂英佑凑近 柯南看了看本堂英佑 捧着笔记本退了一步 靠近池飞池身侧 翻着笔记本 保命 远离刁明 是他不小心掉了吗 林木原子也凑过去 笔记本上 在4月1日的笔记一栏 日期被重重按了一个血纸印 池飞池嗅了嗅空气中淡淡的血腥味 顺着血腥味传来的方向走 大概是因为刚吃饱 自己变得挑剔了 他居然觉得这个人的血液 清汤寡水 反正就是层次感不强 没有特色 香味寡淡 让人不怎么有食欲的血液 柯南正疑惑看着4月1日日期上的血迹 察觉池飞池 转身往一旁走 再看自己拿过笔记本封面的手掌上 已经沾了大片血迹 脸色一变 连忙小跑跟上池飞池 池哥哥 菲池哥 柯南 毛利兰追上前 看到靠倒在树脚的尸体后 和陵墓园子惊叫出声 本堂英佑 被两个女孩子的叫声吓到 从呆滞中回过神来 是 是刚才那个人 柯南蹲在尸体前 伸手摸了尸体的侧颈 转头对在旁边蹲下的池飞池道 尸体还有余温 池飞池拿出一双手套戴上 顺便给柯南递了一双 想要判断人的大致死亡时间 可以从尸体状况入手 30分钟内 24小时是凉的、软的 2-24小时是凉的、硬的 48小时内是凉的、软的 48小时之后 皮肤会呈绿色 出现腐败血管网和腐败气泡 这些变化都不是瞬间达成 变化位置也会由局部到全身 所以根据尸体状况 结合尸斑就能判断出大致的死亡时间 而一般低温干燥的环境下 变化速度会减缓 而高温潮湿的环境里 变化速度会加快 柯南说尸体还有余温 那就是死亡30分钟内 如果要准确一些 还要看肠胃内容物消化程度 尸体生化变化 甚至从尸体腐败过程中出现的小动物 来判断 那就只能等警方的见识人员来了 柯南接过手套戴上 转头对毛丽兰喊道 小兰姐姐 快打电话报警 好的 毛丽兰拿出手机 打电话报警 本堂英又站在一旁 盯着柯南手里的手套 飞驰哥居然想也不想把手套递给了柯南 柯南收回视线时 察觉到本堂英又的目光 心里咯噔一下 不过也来不及多想 起身附到持飞驰耳边 压低声音道 持哥哥 周围有人 不止一个 刚才他转头的一瞬间 好像看到丛林里有黑影晃动 高度 体型跟成人差不多 那就不可能是丛林里的小动物 而且 晃动的黑影还不止一个 那就说明 有一群可疑的人 已经包围他们了 现在情况不明 他担心惊动对方 让对方做出危险的举动 不敢乱喊 但又不能不防 最好把情况告知 离他最近的持飞驰 持飞驰够稳 伸手也好 要是那些可疑的家伙突然杀过来 持飞驰也能有所准备 持飞驰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 拉起死者的手 附近的人应该就是这次的杀包 他原本不想等荆棘真来 跟他抢杀包的 但他记得 剧情里是有四五十的 刚才飞驰观察下来 判断附近只有十六个人 差了三十多个 看来只能再等等了 柯南看着持飞驰拉起死者的手 知道持飞驰是想确认 死者手指上有没有血迹 他捡到那本笔记本上的手指血印 又是不是死者留下的 跟着观察了一下 有血迹 看来笔记本上的指印 很可能是死者留下来的 本唐英又在柯南身后盯 对 对吧 柯南察觉背后有人盯了 僵了一下 仰头朝持飞驰卖萌笑 可是持哥哥 他的手好脏哦 这个人平时一定不怎么爱干净 持飞驰看了柯南一眼 没有给柯南难堪 低头继续观察死者的手 双手指甲缝里有泥土 却没有出血 手指也没有磨破 我们遇到他的时候 他不小心把手放到了飞驰身上 那个时候 他的指甲缝还很干净 说明在我们离开的下午两点 到晚上六点半这段时间 他在这座山的某个地方 用手刨过土 但不是匆忙之中 或者被迫做的 也不会是挣扎打斗时抓到的泥土 本唐英又弯腰凑上前 看了看持飞驰神色沉静的侧脸 又跟着看尸体 飞驰哥超有名侦探风范 这么说 飞驰哥递手套给柯南 会不会是觉得柯南聪明 有天赋 所以才把柯南当徒弟一样带 那么 柯南这个小鬼 遇到命案反应迅速 也是因为飞驰哥平时教得多 不 不对 沉睡这一点还是很可疑 柯南这小鬼有问题 飞驰哥估计是知道一些的 大致上看 死者身上有两处伤 持飞驰看着尸体衣服上 没有动手去拉 只是看表面上的血迹 一处在腹部 一处是胸口插了刀子的地方 柯南和本唐英又 一左一右 一个蹲 一个弯腰 都眼巴巴地看着持飞驰 持飞驰沉默了一下 站起身道 具体情况 交给警方去判断 这两人互相提防 试探 能不能别戴上他 虽然本唐英又 可能是因为他递给柯南的手套 而怀疑柯南不简单 虽然他递手套时没为柯南考虑 但柯南当时不是也没考虑自己的处境 想也不想地就接了吗 明侦探自己不小心一点 还指望他帮忙操心 接下来 一群人就默默待在尸体附近 等着警察赶到 夜里 风刮得反而不如白天那么晴 不时刮一阵 吹得树上的树叶 稀稀苏苏响一阵 在黑漆漆的山林间 显得有些阴森怪异 主人 又走了两个 是下山的方向 主人 这次走了三个 池飞池站在一棵枫树下 背靠着树 静静听着飞池汇报附近的情况 那些人应该是担心警察过来撞上 打算先撤 顺便也是召集同伴过来 他还是等 沙包到其一锅端 毛利兰和陵木原子缩在一起 悄悄观察着周围 柯南打开了手表型手电筒 在尸体附近转悠了两圈 又晃到池飞池身旁 侧头悄悄往丛林深处 瞥了一眼 正色低声问道 怎么样 池哥哥 那些人没有任何动静吗 好像走了一些 池飞池说着 看向走过来的本堂英诱 那些人说不定跟那位 侯宗敏先生的死有关 柯南沉浸在推理思绪中 没有留意到本堂英诱接近 现场有打斗的痕迹 但是没有太多人留下痕迹 尸体身上也没有被人勒住 或者疑似被群殴的痕迹 说明凶手 只有一到两个人 很可能只有一个人 那位侯宗敏先生 让我们去大堂电话簿上留言 说要见那个让他找枫树影迷 他们今晚应该在山上碰面 那么 那个影迷就很可疑了 本堂英诱蹲在柯南身旁 一脸严肃地摸着下巴 低声分析 对方看到 然后他们发生了争执 对方就杀死了 侯宗敏先生 是啊 柯南下意识地应了一声 可是还有一件事需要注意 尸体胸口上插的刀子 不是登山用的那种野外刀具 也不是防身常用的折叠刀 比较像是料理鱼类的刀 那种刀刀刃比较长 一般人不会随身带着 凶手原本就打算杀人吗 为什么 还有丛林里的那些人 到底跟这起杀人事件有没有 等等 刚才好像是本堂英诱接他的话 柯南脸色难看了一瞬 缓了缓 才抬头看蹲在他身旁的本堂英诱 本堂英诱 依旧瞪着轮廓偏远的双眼 显得很无辜 怎么了 柯南 柯南 你想到什么了吗 没有啊 我觉得英诱哥哥说得对 柯南脸上笑眯眯 心里骂了一句 这个家伙还真是麻烦 是随时盯着他的动向吗 接下来 他不能再浪了 喂 树林里传来喊声 同时 还有手电筒的光照 是谁报警啊 我们是警察 喂 毛利兰愣了一下 认出声音的主人 这个好像是 山村警官 由于在群马县境内 山村操再次带队出场 在听说辉原哀同样没有来之后 一脸遗憾地叹了口气 找毛利兰和林木原子了解了情况 接手了现场调查 顺便从柯南手里 拿到了那本有血迹的笔记本 4月1日上有血迹 4日1日是愚人节 4月 傻瓜 山村操思索了一下 笑着凑近尸体 啊 我明白了 意思是 他就是个傻瓜 难怪这个人 要用骗假名 罗马英 来说自己的名字 他应该是笨得不会写汉字吧 嗯 看他这一脸傻乎乎的样子 池飞池在山村操身后 声音悠冷道 这么不尊重尸体 小心他跳起来 跟你讲道理 搜 一阵冷风正好吹过 丛林里树叶刷刷响了两声 山村操依旧维持着 弯腰看尸体的姿势 江柱 本堂英诱 也被池飞池说得毛毛的 看了看江柱的山村操 又看了看江柱的林木原子 毛利兰 怎 怎么了 啊 两个女孩子抱在一起叫 啊 山村操转身想抱池飞池 被池飞池嫌弃避开 啪哒一下跪倒在地 眼角飙泪 有种一把鼻涕 一把泪哭诉的记事感 我不是故意嘲笑死者的 池先生 你别这么诅咒我 我真的很害怕 柯南 看出来了 山村警官是真的害怕 本堂英诱 自从认识了山村警官 他自信了很多 我是不是没救了呀 山村操突然目染脸 盯着前方地面 悠悠道 我奶奶也说过 不尊重死者 是会被缠住的 死者的亡魂 会一直一直跟着我 毛力兰再次被吓得大叫 抱紧林木园子 林木园子也觉得挺可怕的 不过叫累了 只是跟毛力兰抱在一起 柯南半月眼 就算没有亡魂 山村警官也没救了 听说 王林平时会趴在你背上 盯着你的后脑勺 池飞池轻声道 往你脖子上吹气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回头 不 不能回头 毛力兰缩在林木园子身旁 又怕又想弄清楚 喂 为什么 山村操低着头站起身 悠悠接过话 因为如果回头的话 灵魂就会被王林给带走咯 林木园子 毛力兰 本堂英佑 一看山村操这样子 迅速后退 柯南拉了拉池飞池的衣角 不太爽地问道 你在干什么呀 他还活着呢 干嘛这么吓小兰 池飞池一脸平静道 一会儿肯定要回旅馆 去查有什么人看过电话簿 柯南一愣 很快明白过来 被这么一下 等回旅馆之后 小兰和园子 肯定不敢再出来 由于那部电视剧大火的缘故 这里的游客很多 车站前的赤树旅馆 也基本快住满了 小兰他们留在旅馆 跟那么多旅客待在一起 别跟着他们 山上山下乱跑 会很安全 山村操低头叹了口气 抬头看池飞池 森林公主会保佑我的吧 池飞池点了点头 柯南 至于山村警官 应该是不小心配合了一把 只是这场面不太对劲啊 看起来就像是池飞池在糊弄 洗脑糊涂警官 那就好 山村操笑了起来 从口袋里开始往外掏乡 今天我也准备了 池飞池 秋天 干燥 大山 遍地落叶 这种环境 他一整天都没抽烟 山村操作为一个公职人员 因公事出警 居然还想在山上点香 那要不要再加把纸钱 然后明天被警察厅 调查监督的人员约谈 山村警官 不可以啊 四周 反应过来的警察 一拥而上 一分钟后 被同事扯来扯去的山村操妥协了 放弃了 好了 好了 我不点香了 你们快点放开我 我还要到旅馆 去调查一下 死者约见的那个影迷的身份 你们再拉下去 我的香都快被你们弄断了 被松开后 山村操一脸无语地整理了一下衣领 真是的 大家不要那么激动嘛 我刚才只是一时间没想到而已 柯南 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比较同情群马县的人民群众吧 池先生 山村操又期待转头看池飞池 再次确认 公主殿下会保佑我的吧 池飞池点头 立刻转身往下山的方向走 群马县这一带 山林这么多 要是山村操针点了座山 辉原哀还好 作为小孩子 不会被怀疑 他绝对会被查的 比如就是你忽悠警察 害得山村警官引发山火 对吧 说不定还会被调查 是不是在组织 宣传邪教 再或者怀疑他 就是因为蛇经病 所以才胡乱影响别人 引导别人犯罪什么的 所以 他选择远离山村操 下山的路上 山村操再三确认公主会不会保佑我 我背上没有亡魂吧 公主殿下能不能赶走那家伙 把毛利兰和林木原子 吓得抱在一起 就没分开过 池飞池努力引导 争取山村操以后别带香了 改为供水果挺好的 等到了旅馆 柯南见山村操带人去查电话簿 其他人也没注意这边 伸手拉池飞池一脚 等池飞池蹲下身后 才无语道 告诉他改供水果 不如直接告诉他 根本就没有什么森林公主 这样比较好吧 山村警官在奇奇怪怪的道路上 一去不复返了好吗 池飞池看了看那边的山村操 反问道 你觉得他会信吗 柯南 就算他信了 世界上没有什么森林公主 你能保证 他不闹出别的事情来 池飞池继续问道 柯南没法反驳 仔细一想 山村操本来就不太靠谱 这锅还真不能甩到池飞池身上 低声吐槽 他这么下去 早晚会被开除的吧 不一定 池飞池看向山村操的目光 带上一丝诡异 轻声道 说不定还能升职 啊 柯南撇山村操 怀疑小伙伴的脑子坏掉了 他再升职 就是警部了吧 虽然陷阱警部 跟警示厅警部不一样 但警衔都追上木木警官了 这怎么可能吗 池飞池见山村操带着人过来 站起身 森林公主护佑着他 可惜了 是护佑还是护佑这个梗 柯南不懂 池先生 山村操拿着登记簿 电话簿 到了池飞池进前 期待又兴奋地把本子一递 我们的调查遇到麻烦了 柯南 调查遇到麻烦 还高兴个鬼啊 入住这里的旅客太多了 加上你们 一共有五十多人夜 前台的大叔也记不清 有什么人来看过电话簿 因为来看电话簿的人 好像也不熟 山村操建池飞池接过本子 一脸期待地问道 您看 现在该怎么查 后方 跟着山村操来调查的 两个警察撇开头 神色复杂 不知是无奈 悲愤多一点 还是绝望多一点 池飞池无语接过本子 把登记簿翻到其中一页 拿笔圈了个圈 要把所有人都查一遍吗 还是利用公主殿下的力量 给名单画个圈 我们就在圈里查 前者是麻烦一点 不过 我不太想因为这种小事 就麻烦公主殿 山村操看着天花板范畴 突然发现 手里被塞了东西 低头一看 看到登记簿上 被圈起的三个名字 愣了一下 转身对两个警察招手 好了 圈好了 你们请这三个人过来 配合调查吧 两个警察很矛盾 他们是去还是不去 三个人 林牧原子疑惑出声 那位 侯泽敏先生说过 对方给他发邮件 说在今早入住这里 池飞池面无表情道 今早入住的 除了我们之外 只有这三个人 两个警察互相对视一眼 松了口气 看了登记簿上的房间号 叫上旅馆的工作人员去找人 三个人被找来时 身上都还穿着旅馆的御衣 名叫大威勇的年轻男人 个子高瘦 25岁 不过看脸比池飞池老得多 说是三十岁也有人信 头发天然卷 脸型偏长 鼻子上戴了鼻环 到大堂 看到有警察在门口 也一脸的不耐烦 守在御衣下的胸口处挠了挠 什么事啊 真的很烦眼 其中有一个今年六十三岁的老者 名叫棉冠陈三 戴着眼镜 花白的头发往后梳 个子不高 但体格壮硕 人看起来也很精神 同样嘀咕出声表达不满 警察怎么三更半夜在扰民啊 最后是一个外国中年男人 名叫汉斯巴克利 自我介绍四十一岁 金发 下巴留着胡子 身高跟大威勇相当 不过看起来要壮一些 似乎对日语不太熟练 语调很奇怪 请问是出了什么事 池飞池看过去时 目光在棉冠陈三身上 多停留了一瞬 很快又不着痕迹地看向下一人 看到这老头 他就想起来了 这张脸会被揍 而且 两长一短选最短 不是 是因为根据调查 死者先是被刺中腹部 刀伤频频刺进去 根据三人身高 和死者腹部距离地面的高度来看 如果面对面捅刀子 身高一米八的大威勇 和汉斯巴克利筒的位置 会再靠上方一点 或者刀伤入口高 刺进去时 往下倾斜 当然 还要考虑一个可能 那就是 当时死者躺在地上 凶手坐在死者身上 压住死者 双手持刀往下刺 这样的刀伤 很难判断凶手身高 不过死者身上 没有击打留下的伤 现场虽然有打斗痕迹 但很少 且不凌乱 也就是说 死者遭遇的第一次攻击 很可能就是腹部的一刀 没有先被打倒 除非因某个原因 在地上躺好等凶手来捅 不然绝对站着被捅的 另外 尸体腹部的伤在左侧 如果凶手是压在死者身上 持刀往下刺 伤口一般会在腹部正中的位置 这个世界 好像不怎么喜欢用这些来破案 也有可能是尸检需要细致 出一个准确结果是 需要时间的 比如 死者身上的刀伤 也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烟雾弹 那就需要确认伤口深处的细节 而这里的侦探们 总是在尸检结果出来之前 就有了大致的头绪和思路 等尸检结果来确认推理 或者某个推理成立的证据 不过总体来各国 在柯南身边遇到案子 也可以背背口诀 城堡海岛必出事 委托做客不太平 态度恶劣最先死 相貌出色虚留意 两女一男流星女 两男一女流星男 请问三位 你们在傍晚五点左右 在哪里做什么呀 山村操台着小本本 问不在场证明 我在房间里睡觉 大威勇一脸散漫道 我在洗澡 棉贯尘三道 汉斯 巴克利也跟着道 我在附近散步 有没有证人呢 山村操又问道 大威勇脸有点黑 没有 棉贯尘三态度还好 我是在房间浴室里洗的 汉斯 巴克利摇头 我在路上没有遇到任何人 一听三人都没有不在场证明 林木园子也懒得 听那边的问话了 摸着下巴低声猜测 你们说 会不会是那个戴鼻环的男人 很可疑啊 说不定是因为不认识多少汉字 才会让别人用骗假名来署名的 那样的话 那个外国人 不是更可疑吗 本堂英诱小生加入讨论 骗假名 一般都是用来替代英语的吧 也可以说 发音就是英语转化来的 那个外国人的日语不好的话 说不定就只能看骗假名 或者罗马字 来确认名字 要这么说 那个伯伯也很可疑 毛利兰低声道 他上了年纪 又戴着眼镜 很可能是因为汉字笔话多 他看不清楚 才会要求写骗假名的 那边 山村操还在问话 记录 那么 你们知道 冬日红叶 这不剧吗 这是什么 没听说过 冬天到了 叶子不就全部落光了吗 三人都否认了 啊 你们不会是知道 却假装不知道吧 不过那是没用的 山村操自信说着 收起记事本 从外套内侧口袋里拿出平板 低头调平道 如果是忠实影迷的话 只要看到开头 就无法掩饰自己的表情了 对了 池先生 你们要看吗 池飞池见山村操眼光放光地看自己 因为心里无语 神色更冷了 不看 啊 山村操一夜 别这么凶嘛 池飞池 他不跟傻子一般见识 那么小兰你们呢 山村操又看向毛利兰 一看池先生 就不是这部剧的影迷 你们应该对这部剧很感兴趣吧 我奶奶跟我说 这部剧之后 我一看就迷上了 就算家里已经设置好录像 也还是想第一时间看到了 算算时间 已经快开始了哟 毛利兰遗憾 笑得很勉强 不用了 所以 山村警官到底是来破案的 还是来追剧的 这是个问题 好吧 那就我们几个看 山村操说着 把手里的平板 面向对面的三个人 笑眯眯道 看 冬日红夜 平板里传出铿锵有力的播报声 好了 马上就要开始了 欧洲空手道王者挑战赛 所以 本该今晚播出的 冬日红夜 推迟一周播出 山村操猛了一下 把平板转回来 瞪大眼睛看着 神 什么 骗人的吧 你不会是想让我们看空手道比赛吧 汉斯 巴克利 一脸猛地问道 不 不是 山村操不知该心痛自己等的巨眉了 还是该尴尬 就是很不知所措 不管怎么说 本次大赛最受瞩目的选手 就只有他了 全日本引以为豪的簇鸡王子 金吉珍 平板里持续传出播报声 接下来 就让我们先看一段他的介绍录像 林木园子跑上前 一把接过山村操手里的平板 我看 毛利兰见林木园子 一脸傻笑地看播报 好奇问道 园子 你没听金吉说过这次比赛吗 林木园子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 因为他说 要是让我看到他招财的样子 他还不如切副自尽算了 所以 他从来不告诉我比赛的事情了 毛利兰一脸惊恐 切 切妇 柯南心里甘笑 这也算是金吉珍四百连胜的动力吧 山村警官 去调查的警官匆匆走来 关于被害人的身份 山村操转头问道 怎么样 搞清楚了吧 没有 我打电话去剧组的制作公司问过 他们说 没有叫hold me的广告商 因为工作人员大多数都回去了 所以我问了兼职的人 中年警察说着 把一份打印纸递给山村操 我让他们把剧组名单的复印件传过来了 嗯 山村操盯着名单看了片刻 一脸无语道 这份名单真的没问题吗 上面的日期这么乱 柯南下意识地想起 池飞池 他记得前段时间 池飞池还做了不少灌汤包 送到侦探事务所 给他们做早餐 顺便帮毛利大叔整理案件报告 结果毛利大叔也是心大 真旧 全部丢给池飞池 一直到前天 大叔要用资料 才发现 上面标的日期乱七八糟 他都被逼着熬夜 帮忙重新整理 说到日期混乱 那个剧组的人 不会跟池飞池一样吧 应该不会 等等 说到日期 侯泽米这个名字 在跳开池飞池的问题后 柯南瞬间想明白了 脸色一变 刚转身准备往外跑 就被一只手快速抓住了 后衣领 柯南 感受到了窒息 前有刁名本唐英诱 后有一言不合 就掉紧的池飞池 他最近是不是整体运气欠佳 池飞池放开柯南的衣领 看了一下围在一起看 情报直播比赛的林牧原子 毛利兰 本唐英诱 侧头看了看门外 转身悄悄往门口走 柯南懂了 也跟着悄悄出门 他差点忘了 现在山上有很多危险人物 说不定还没离开 要是他匆匆忙忙跑到山上去 小兰他们肯定会担心 说不定还会跟上去 他们偷偷去山上就不一样了 等发现他们不在 小兰他们想出门 多少也会想起 之前亡魂趴背的恐怖说法 大概率就不会往黑漆漆 又刚死了人的山上跑了 好吧 这次他差点就破坏了 小伙伴之前的恐吓效果 是他不对 那被调警的事 他也就不埋怨了 他们就这么悄悄的 悄悄的 溜 屋里 本唐英诱 原本正跟林牧原子 毛利兰看比赛直播 好奇问这荆棘真的事 看到直播中提到荆棘 真没有出现 想问问池飞池这个学长 知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抬头 发现原本站在靠门口 位置的池飞池不见了 柯南也不见了 那两个人肯定是去查案了 飞池哥之前一直静静 站在那边 似乎在放空 又似乎在听山村警官问话 他慢慢 也就没留意 而柯南 那个小鬼个子小 跑乖跑过去 看习惯了 他居然 也有点缺乏关注 大意了 他还想探探 柯南这小鬼是怎么回事 飞池哥是不是同盟 所谓沉睡的毛利小五郎 是柯南搞的鬼 还是飞池哥跟柯南合谋 这两人有什么企图 这两人对水无连带知道多少 反正问题很多就是了 不过外面这么黑 真的要出去吗 本堂英佑看了看 外面黑漆漆的天色 咬了咬牙 硬着头皮往外走 咦 毛利兰抬头 英佑 你去哪里啊 我出去透透气 本堂英佑回头笑了笑 收回视线 目光坚定地继续往外走 不就是听了点恐怖传说吗 他才不怂 没有星光月光 照亮的上山路上 黑压压一片 伸手难见五指 秋天的山上 又少了嘈杂的虫鸣蛙叫 显得过于寂静 路边偶尔有过了活跃期的纺织娘 被上山的人惊扰 有气无力地嘎吱叫一声 很快没了响动 远处 枝叶也稀疏响一阵 停一阵 似乎有什么东西 深藏在昏暗丛林中 悄悄窥视着上山的人 慢慢贴近 又慢慢远离 本堂英佑 盯着不远处移动的一道光束 抹黑跟在后面 放轻着脚步 争取别让自己 踩到落叶的声音传过去 被踩过的落叶旁 一大一小两个黑影 静静站在树后 盯着本堂英佑 鬼鬼祟祟走过 本堂英佑左右看了看 继续盯前方移动的光柱 那是柯南小鬼的手表电筒 在这种黑夜里 只要盯紧 就不会跟丢那两人 只不过 大概是山里的风 在树林迂回徘徊 他后脖梗有点凉 不知不觉就想到亡魂趴背 对着脖子吹气什么的 突然间 本堂英佑 听到身后不远处 传出很轻的叹息 又像是轻呼出的一口气 身体僵住 不能回头 你怎么跟来了 身后的男生语调平静地过头 很熟悉 但是他记得 传说中 山腰精怪 是可以模仿人的声音的 不能回头 吃飞吃说完 绕到前方 打量着一动不动的本堂英佑 怀疑这孩子 是被吓傻了 昏暗中 本堂英佑 看不清面前的黑影的脸 保持一脚脉前的姿势 化身石雕 眼也不眨地盯着注视他的黑影 冷汗渐渐下来了 对方为什么不动啊 是在看他吗 他是假装木头人 还是赶紧掉头跑 柯南也担心本堂英佑吓傻了 走上前关心 英佑哥哥 没事吧 他和池飞池 不是故意吓人 只是察觉后面有人跟踪 就让飞翅带着他的手表型 手电筒先走 他和池飞池留下来 躲在树后看 那群可疑的人不止一两个 要是他们惊动了对方 说不定会有麻烦的 比如 让人跑了 被突然偷袭了 被突然包围了 本堂英佑持续保持石化姿势 突然发现 前方移动的光束 转头往他们这边来 心里大喜 那道光束尽了 才让本堂英佑看清 那根本不是他想象中 被池飞池带着的柯南 而是一条蛇 灰黑色的蛇 用尾巴卷着一根树枝 高举在身后 树枝顶端 绑着一块亮灯的手表 随着蛇S型迂回爬动 手表光柱在前方地面左右 小幅度晃动 看起来就像手电筒 被一个伸一脚 前一脚 走在丛林间的小孩子拿着 飞 飞翅 本堂英佑猛了一下 抬头看向 站在他眼前的两个黑夜 由于飞翅带着光源接近 两个人身后被照亮 能辨认出 衣服是他熟悉的 不过逆光的脸上面无表情 虽然看起来像是 对他无语了 但深更半夜 还是怪甚人的 飞翅哥 还有 柯南 你不用这么惊讶吧 柯南无语道 该惊讶的是 我们才对 你怎么偷偷跟来了 本堂英佑这才常常松了口气 一屁股坐在了落叶上 缓了缓苍白的脸色 我是很奇怪啊 你们为什么偷偷摸摸跑出来 要是发现什么线索的话 也别忘了我 我也是能帮忙的 柯南看了本堂英佑两秒 仰头朝池飞池 笑得一脸天真烂漫 同音卖萌 英佑哥哥的话 不添乱 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吧 啊 本堂英佑脸一块 池飞池弯腰朝本堂英佑伸手 既然来了就一起 我们速度快一点 柯南也没拒绝 山上很危险 既然本堂英佑跟来了 他们就不能丢下本堂英佑一个人 速度快一点 本堂英佑疑惑 不过还是先拉着池飞池的手站起身 才追问道 你们真的发现重要线索了吗 是啊 池哥哥他说 知道那位 欧宗米先生指甲凤里的泥土 是怎么回事了 打算去看看 正好发现有人在后面鬼鬼祟祟跟踪 才会麻烦飞池用这个办法吸引注意力 我们躲在树后 看看是什么人 柯南从飞池那里接过树枝 拆下手表戴好 弯腰对飞池笑道 刚才辛苦你了 飞池 原来是这样啊 本堂英佑见池飞池往前走 动身跟上 悄悄试探 不过飞池哥 你怎么会想着带柯南一起来啊 大半夜带小孩子上山 怎么看都有些奇怪 柯南很聪明 池飞池毫不迟一道 比你想象中聪明 是吗 本堂英佑低头看跟在身旁的柯南 眼镜一边在光照下反光 显得目光神秘莫测 柯南心里暗自警惕 这个刁民想干嘛 再过十年 他绝对是比毛利老师更优秀的侦探 而且他胆子很大 从来不怕尸体 或者怕黑 所以 半夜来山上也没关系 池飞池放慢脚步 侧头 对本堂英佑低声道 这孩子 有病 本堂英佑吗 啊 哎 柯南在一旁竖指耳朵听 但池飞池声音太轻 他也只是隐约听到孩子什么的 心里不自觉的紧张 这两个人在说什么 本堂英佑 为什么这么惊讶 池飞池会不会早就发现了他的异常 只是不说 现在告诉本堂英佑了 紧张又好奇 导致心跳加速 我以前有多重人格 他也是 池飞池低声说着 看了看神色紧绷的柯南 这是名侦探用来忽悠他的 他就假装信了 并且把名侦探欺骗他的恶劣行径 悄悄透给其他人 多重人格 本堂英佑脑子卡壳了一下 没有控制声音 也让柯南听到了 柯南吗 柯南 对哦 他之前是用这个 骗过池飞池 试图伪装成池 飞池同类 本堂英佑琢磨了一下柯南的行为 一会儿不像的小学生 一会儿又卖萌讨好 要说人格分裂 也不是不像 他是很想直接问问池飞池 沉睡的小五郎跟柯南 池飞池有什么关系 可想到 似乎偷偷拜托毛利小五郎 调查什么的水无连耐 又沉默了 虽然他不觉得 飞池哥这么好的人 跟那个可能害他姐姐失踪的女人 会有什么关系 但现在情况不明 毛利侦探事务所 这一群人的情况 他还没弄清楚 还是先探探再说 太迟钝也好 太早熟也好 在普通人里都是异类 池飞池看着前路 觉得应该给自己打个补丁了 不然他一直不怀疑柯南 也会显得很可疑 轻声道 同龄人会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 觉得异类无法理解 难以靠近 就像一个喜欢跟男孩子玩的女孩 女孩子会觉得 她是个怪胎 要是男孩子也不愿意接纳的话 那孩子会很孤独 反之也是一样 本唐英又正了正 瞬间理解了 他从小在运动方面就很笨拙 又容易受伤 因为不想家里人担心 所以也就避免去运动 虽然偶尔很想证明自己 但总是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到了上学时期 因为不好动 行动笨拙 体育活动都没他的份 精细的手工 他也做不好 男孩子觉得他像女孩子一样体力弱 不愿意带上他一起玩 当然 带上他也确实玩不了 而女孩子 又觉得他是男孩子 不该带他一起玩 有一段时间 他确实是很孤独的 而且还会有人嘲笑 再大一点 大概是因为迷糊 让人觉得无害 大家又不觉得 他天那一点乱不能原谅或者弥补 所以他才慢慢受欢迎起来 而他好像也习惯了 把迷糊面展示给其他人 这是为了伪装 欺骗吗 好像不是 他一直想不通的问题 在这一刻 好像有了答案 可能是因为害怕孤独吧 觉得这样会受欢迎 所以就习惯地摆出来了 柯南也沉默走着 他从小在学校里就受欢迎 他可以跟男生一起踢足球 笑骂打闹 加上自身会推理 又像同龄男生一样 喜欢出点风头 算不上一类 大家还都蛮喜欢他的 身体变小之后 到了地单小学 一开始 袁太也喜欢他 不合群表达过不满 不过很快就因为不美 光艳的带动 跟他处得很好 他知道 袁太没有恶意 甚至袁太压根没有多想 可正因为如此 细想下来才可怕 如果当初稍有偏差 如果他没有到地单小学一年B班 如果他到的新班级里 那些孩子都觉得 他是个怪物 而无法相处 他现在的生活 大概就是 每天一个人沉默着上学 放学吧 虽然他是觉得自己 跟一群小学生上学弱爆了 但既然变小了 想要伪装成正常孩子 上学是不得不去做的事 甚至在学校里 会消耗相当长的时间 要是在学校里 一个人沉默着 没有人能说说话 他又真的会快乐吗 没有体会过 他无从判断自己 会因为不用应付小孩子 应付无聊的课业 而觉得轻松 还是会因为一时 回不去高中生团体 又融入不了小学生 感觉孤独 烦闷 又会不会变得 越来越不爱说话 因为他本来是高中生 也早晚要回归原本的团体 所以他不是那么在乎 可是对于真正的小学生来说 那个团体无法回避 会跟随自己很久 孤独感也会一直伴随自己 无法理解 难以靠近的异类 持飞驰也是在说自己吧 在学校里 持飞驰的人员 好像是不怎么样 很孤僻 他一直不能理解 像持飞驰这种人 不应该没有朋友 因为持飞驰 不怎么提上学那时候的事 到现在 他也不能确定原因 不过也大概能猜测一下 是因为某个原因不合群 然后慢慢地越来越孤僻 跟大家的距离越来越远 那种孤独 他想象得到一点 但他也明白 他想象到的那一点 只是冰山一角 其中的痛苦 他是无法明白的 这样的话 他也明白 持飞驰为什么 从来不觉得 他和辉元奇怪了 因为 本身就当过奇怪的人 所以会担心 表现过于聪明 早熟的他们 不被同龄人所接纳 那就作为更符合 他们心理年龄的同龄人 来接纳他们 就像是 一个喜欢 跟男孩子玩的女孩 被觉得他奇怪的女孩子 所排斥时 有一个男孩子愿意接纳 并带着他 一起玩男孩子的游戏 那应该是件很暖心的事 恍然间 他想起了少年侦探团的评价 被当成靠得住的人 没有被当成小孩子敷衍 也想起了 持飞驰当初面对 燕丘夫这种年纪更小 更天真的孩子 撒谎说 在跟绑架燕丘夫的人 玩捉迷藏 一个人能够辨认出 其他人可能需要的 适合的其他人的东西 又用别人无法察觉 却很舒服的方式给予 本身就是一种极度内敛的温柔 不求回报 不在意会不会被感受到 只是默默去做 让他都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了 周围突然安静下来 进入多愁善感状态的柯南 和本唐英佑一路走神 前行变成了下意识的跟随 一直到了一棵枫树下 持飞驰停步 两个人依旧往前走 持飞驰等了两秒 发现两个人依旧行尸走肉一样 往丛林深处去 才出声道 你们想去哪里 他就是随便感慨了一句 这两个人 至于一脸感慨地想半天吗 啊 本唐英佑回神 转头看停在后方的持飞驰 到了吗 柯南这才发现走过头了 收拾了一下心情 跑回持飞驰那里去 本唐英佑这家伙 怎么也走过了 是在发呆想什么 还是一路在偷偷观察他 细思极恐 不过看样子 本唐英佑一时半会儿 不会露出真面目 现在还是尽快把这个事件解决掉 持飞驰戴上之前拆开的手套 在树下蹲下 扒开覆盖在上方的落叶 观察了一下地面明显被翻动过的泥土 从痕迹最明显的地方开始翻 本唐英佑走到一旁 抬头看了看树 又看了看四周 这里不是电视剧最后一幕的取景地 好像是原子手帕掉的地方吧 飞驰戈之前还爬上过这棵树 柯南也拿出之前持飞驰给的手套戴上 帮忙挖土 侯九一先生说过 对方委托他 找的是这一袋最先系上红手帕的树 既然还需要特地让他来找 说明不是电视剧最后那一幕的树 而是在其他地方 侯九一先生说不定是因为看到山上 有某一棵树寄了红手帕 才会提议剧作家加入那段红手帕剧情 而拍摄过程中 为了防止拍到两棵寄了红手帕的树 破坏剧情 所以剧组选择的树 应该会在远离最初寄红手帕那棵树的地方 这座山上的红手帕 几乎都寄在最后一幕取景地那边 剩下的就只有这棵树上了 而且这棵树上只有一块红手帕 那个影迷让侯九一先生来找的树 很可能就是这棵 加上侯九一先生生前挖过土又被杀害 那就有必要来看看 确认一下 侯九一先生是不是在这里发现了什么才被杀的 持哥哥是这么说的 这样啊 本唐英又在两人身后探头 看着两人扒开土后 逐渐露出的人类头骨 被吓了一跳 这 这是 柯南没有在解释 神色凝重地盯着泥土里的白骨 线索可以串联起来了 凶手杀害了某一个人 埋尸在这里 为了方便确认尸体状况 转移尸体 担心自己找不到尸体 才会在树上系红手帕 之后 冬日红夜 才用红手帕来编写了浪漫故事 引得影迷们纷纷跑上山来挂红手帕 那个凶手悲剧地发现自己 找不到自己 埋尸那棵树了 又担心原本没什么人来的山上 因为人多了 尸体被发现 急于转移尸体 才会找到 向剧作家提出红手帕创意 很可能看到 最先寄红手帕 这棵树的hojui先生 让hojui先生 把树的位置找到 今天 hojui先生发现了这里 在他们下山传信息的时候 或许是想到了什么 发现了什么 或许是无聊 在树下挖到了白骨 所以 这里的泥土 还留有近期被翻开的痕迹 hojui先生死的地方 是在远离这里的另一个方向 那就不会是在发现当时 被凶手灭口 而是在发现之后 hojui先生还原了这里 到那边去等凶手 想要以此勒索凶手 结果却被凶手用刀子攻击 一刀刺进腹部 在之后 凶手发现 hojui先生 在记事本上留了什么 一刀刺进倒地的 hojui先生的胸口 把人杀害后 抢走记事本 却发现 只有4月1日上有血迹 没有其他特别的痕迹 或者文字 所以就把记事本 随手丢在森林里 如果他当时 不是正好看到 丢在那边的记事本 在这么大的山上 hojui先生的尸体 也没那么容易被发现 过了今晚 说不定就被转移 或者埋了 现场也会清理得干干净净 现在剩下的问题 还有两个 第一个问题是 凶手到底是谁 笔记本上的4月1日 是被害人生前 留下指认凶手的死亡讯息 这一点在听到日期之后 他已经明白了 第二个 就是躲在森林里 那些人的身份 首先不会是 组团出来旅游的人 不然不会那么鬼鬼祟祟 发现死人之后 也不可能继续躲着 也不太可能是 偷偷追捕某个逃犯 不能露面的警察 不然他们三番两次上山 在他们上山的时候 对方应该会偷偷接触他们 警告他们 不要靠近山上 那些人很可能 偷偷在深山里 活动的犯罪团体 或者间谍什么的 跟这一次的凶手 很可能是同伙 反正不会是好人 飞驰哥 那你知道谁是凶手了吗 本唐英又问道 柯南也看向持飞驰 他家小伙伴 不知道有没有解读出 4月1日的意思 不知道 持飞驰伸手把土盖回去 柯南刚琢磨着 要不要提醒持飞驰 垂眸看到持飞驰盖土的动作 瞬间反应过来 动手帮忙 装出沉迷推理游戏的 小孩子的模样 那我们要不要再回旅馆去看看 说不定又找到什么线索呢 两人动作马里的把土盖好 拍了拍手站起身 转身往山下去 本唐英又思索着跟上 4月1日 应该是被害人留下的死前讯息 对吧 只要 持飞驰用手机打的电话通了 博士 哎 本唐英又回神 看着持飞驰让阿丽博士 调查近两三年前这一带发生的失踪案 还有有没有犯罪团体活动的相关迹象 甚至是一些奇怪的事 比如 有人在山上遇到灵异事件之类的 都可以 好 我等你消息 持飞驰说完 挂断电话 又给毛利兰打了过去 看柯南这样子 今天是打算拿他顶在前面 避免本唐英又怀疑 那就不用名侦探 唧唧歪歪 阿烈烈地提醒他了 别耽搁大家的精力 他直接搞定 用左眼链接方舟 查得会快一些 不过总要有个调查流程 那就跟柯南一样 让网页搜索调查工具人阿丽博士帮忙 虽然不知道 柯南是怎么查出棉贯陈三这群人是暴力社团这个线索 但只要按他说的方向 去调查 肯定能查出来的 接下来 就是搞定毛利兰和林木源子那边 本来四五十个人 就不够他和荆棘争分的 要是毛利兰跑到山上来 那沙包还得再分出去两个 虽然破坏了林木源子和荆棘争的浪漫会面 但那两个人明天见面也行 要恩恩爱爱 两个人跑去没人的角落恩爱去吧 喂 飞驰哥 电话接通 毛利兰那边 还隐约能听到山村操的声音 你们去哪里了 我带柯南出来溜飞驰 驰飞驰语气平静道 因幼出来散步 遇到我们 就想跟我们一起走走 柯南拉了拉驰飞驰的衣角 等驰飞驰蹲下后 凑在手机旁边偷听 本堂英又也忍住好奇 蹲下 凑在柯南头旁边 偷听 毛利兰松了口气 原来是这样啊 林木源子大大咧咧的声音传来 我就说了 有飞驰哥在 不用担心他们的 那三个人还在不在那里 驰飞驰问道 大卫永先生 年贯陈三先生和汉思先生吗 他们都在 毛利兰道 不过山村警官说 今天时间已经太晚了 会明天早上再继续录他们的口供 那你们呢 打算回来了吗 我们转一圈就回去了 你和原子先睡 不用等我们 对了 柯南有事跟原子说 时飞时说完 把手机贴到柯南耳边 低声道 把消息传给凶手 柯南被突然转向的手机对脸 惊讶又无语 听那边毛利兰把手机转给林木源子 也顾不得埋怨了 柯南小鬼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啊 我想起来 原子姐姐手帕被吹走的是 那里有一棵挂了红手帕的树 对吧 柯南同一脉萌 你还记得在哪里吧 就是在拍摄取景地外围 大概走十分钟的地方 我记得距离小路没多远 林木源子乌语问道 你突然说这个干嘛 我是突然想到 你们会不会都搞错了 柯南道 那棵树上也系了红手帕 说不定那才是取景地呢 笨蛋 林木源子开始咆哮模式 取景地那么大一块石头 我怎么可能会搞错 而且 那棵树上只系了一块红手帕 离取景地又那么远 不可能会是那棵树的 你这小鬼突然在想些什么 嘟嘟 喂喂 喂 林木源子听着电话那边的盲音 差点气炸 真是的 这就挂断了 不远处 和其他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棉冠陈三 默默留意 远离取景地的一棵树上 挂了红手帕 那可能就是他要找的树 而且大概的位置也有了 取景地外围 十分钟路程 距离小路不远 闻 山上 柯南向追问的本堂英佑解释了用意 也就是说 是故意让那三个人听到的吗 本堂英佑懂了 这样就能让凶手自己露出马脚了 现在警方来了 他应该更想尽快把尸体转移 在山村警官让大家去休息之后 很快就会偷偷到山上来 我们只要在那棵树附近 等着去挖尸骨的人 就能知道凶手是谁了 柯南点头 没错 之所以让园子听电话 就是因为园子杂杂呼呼大嗓门 能保证凶手听到 至于为什么是他来打电话 因为迟飞迟懒的跟园子掰扯 所以才丢给他 也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谈那棵风鼠 所以才丢给他 小孩子想一出是一出也不奇怪 不过你们真的很默契 本堂英佑半感慨半试探 飞迟哥一说把消息传递给凶手 柯南立刻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柯南避哥哥还让我去吸引过罪犯注意力呢 柯南避开话题 假装出小孩子指控恶行的不满模样 心里说了句抱歉 小伙伴应该不介意他这么说 而且也是事实 池飞迟确实没在意 当挡箭牌当多了就习惯了 他也不想因为本堂英佑试探 害得柯南的身份在他面前出问题 有首歌不就说过吗 你瞒住我 我也瞒住我 太合适 本堂英佑见池飞迟神色平静的默认 误语了一下 也没有追问 那我们现在 回去那棵树那边吗 池飞迟点头 等柯南关掉手表型手电筒后 带路绕树林过去 一路走得不太平 有照亮的时候 本堂英佑就很容易出意外 关了照明 事故发生几率明显上升 柯南经历了三次差点被撞倒 一次差点被绊倒之后 虽然被池飞迟及时拯救 但还是默默远离本堂英佑 到了池飞迟左侧 面无表情道 为什么不让英佑哥哥回去啊 本堂英佑 他感觉到了嫌弃 让他一个人下山 我怕明天发现他的尸体 持飞迟平静脸道 送他下山也来不及了 柯南算了一下时间 他们发现本堂英佑的时候 要是送本堂英佑回去再上山 确实可能会挽确认 导致挽埋伏 错过时机 刚才确认之后 送本堂英佑下山也是一样 也确实不能让本堂英佑一个人下山 这家伙真的可能死在山上的 也 也对 那就这样吧 本堂英佑 这种不情不怨的语气 真的很打击人 也很欠奏 照顾他们的是飞驰哥 飞驰哥 嫌弃他可以理解 柯南小鬼头不行 三人回到埋事故的风数 在一番波折之后 本堂英佑 总算成功摸黑上述 跟持飞驰 柯南排排座 阿里博士的邮件 也正好传到了持飞驰手机里 阿里博士 查了近两三年附近的事 并且总结了一下 灵异传说 没有 这个地方在电视剧播出前 旅客少得可怜 也没有奇怪的传说 近两年的失踪人口不太好查 不求助警方的话 只能查到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 不过倒是有一些失踪案 闹得很大 比如 三年前 这一带一个暴力社团的老大失踪 引起了不小的风浪 最后由二把手继成位置后 就平息下去了 比如 连续一周有三个孩子失踪 也闹得很大 不过最后好像是误会 再比如 两年前有人 在当地报案 说是过来旅游的一个企业家失踪 最后也不知道人找到没有 情况怎么样了 此外 三年前 五年内的失踪案也有不少 还有人在论坛上议论 跟当地暴力社团有关 简单来说 很可能是绑架富商谋财害命 本唐英又凑在一旁看着 感慨道 感觉来这里旅行很危险啊 园子家里也很有钱 不会有事吧 有小兰姐姐在 还有山村警官他们赞助在旅馆 怎么可能会出事 柯南心里叹了口气 他更担心 他们呆的这根树干出事 虽然特地找了最粗的树干 又靠近主树干的位置 承担他们三个人的重量 应该没问题 但有本唐英又 这个刁民在 他还真担心出事 不过 这么多信息 反而不太容易锁定那些人的身份 那些人 本唐英又疑惑 这座山有不少行迹可疑的人 池飞时说着 发邮件给阿里博士道谢 池哥哥怀疑 他们是躲在这里的犯罪团体 或者是什么间谍 邪教吧 柯南说着 觉得头疼 没有特别明显的线索 就没法判断 凶手和那些人有没有关系 那他是希望 有关系 还是没关系 如果那些人跟凶手有关 他们的处境会很危险 如果只有 他和池飞池 应付十多个人 有点吓人 但至少能跑掉 加上一个本唐英又 可就悬了 如果那些人跟凶手无关 他还是忍不住 想去查查那些 人犯了什么事 看能不能报警把人抓了 要是因为这件事 惊动了那些人 让那些人跑了 他又会觉得很遗憾 池飞池给阿里博士 发完道谢邮件后 和上手机收好 本唐英又双眼适应了一下 发现四周暗沉沉的 还是什么也看不清 只能辨认到身旁的两个黑影 静静盯了前方一会儿 觉得周围静得让人胸口发闷 忍不住凑近池飞池 压低声音说悄悄话 飞池哥 柯南真的有多重人格吗 明明他还是这么小的小孩子 他母亲带他去医院确诊过 我在场 池飞池也压低了声音 帮他检查的 是我的主治医师 原来是这样啊 那他知道吗 知道 他怎么想的 会不会觉得很沮丧 这个你得问他 本唐英又 可 也对 一旁 柯南发现 两人窃窃私语 悄悄靠近偷听 说的什么不是很清晰 不过他大概听到一点 本唐英又 这个刁民 又在打听他的消息 近了片刻 柯南发觉 两人没在说悄悄话 凑近池飞池 压低声音问道 池哥哥 你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比如 我为什么防备英又哥哥 不想让他知道 叔叔沉睡的事 他家小伙伴这么聪明 不可能没察觉 他是担心 池飞池怀疑他 或者感觉到很多秘密 想调查探究 那可比本唐英又怀疑他要麻烦 先探探 想办法打打补丁 找个理由 让池飞池打消一律 你不是因为他太茂盛 担心他到处乱说 害你被当成怪物 才不想让他知道吗 池飞池反问着 语气故意带上一丝 不太明显的疑惑 柯南遗憾 小声笑道 是啊 我就是担心 他乱说 或者被人骗 被当成怪物会很难受 我才不想被电视台报道 被大人用奇怪的目光看待 所以 池哥哥要帮我保密 这么说的话 池飞池应该就能帮忙保密了吧 知道了 池飞池回到 另一边 本唐英又悄悄靠近 刚准备偷听 就发现对话很快结束 不由得有些遗憾 池飞池 三个人创建了三个群聊组的既视感 大群 他 柯南 本唐英又 小群一号 他 本唐英又 小群二号 他 柯南 如果本唐英又和柯南 再来一个悄悄话小组 他们就可以达成塑料友情中 三个人四个群聊组的成就 飞池哥 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 本唐英又 还是忍不住问了 你呢 柯南半月眼趴树干 你刚才不是也跟池哥哥说悄悄话了吗 本唐英又觉得 既然柯南知道自己有病 那就没什么好瞒的 坦白道 我们再说你的病 柯南噎了一下 还是决定不坦白 我是问池哥哥被害人留下的四月一日 是什么意思 他说 以前在四月一日 人们会把棉衣里的棉花抽出来 变成下妆 所以 四月一日又读作 棉拔 Kavanuki 顺便把解读成果 丢到池飞池头上 反正池飞池肯定也早就看出来了 池飞池保持沉默 柯南就是个心机狗 拿假信息骗人家的真信息 以后也要多多防备 PA 本堂音又试图念了一下 反应过来 是棉冠先生 虚 柯南虚声示意本堂音又小声点 继续拿池飞池挡在前面 过推理影 还有啊 池哥哥说 侯宗米先生的姓氏 应该跟八月一日有关 以前的八月一日 大家会摘下稻碎来供奉神灵 所以 八月一日 有另一种读法叫碎斋 也就是 侯宗米 他不写成八月一日 是担心别人叫八月一日的其他叫法 池飞池 当了一次推理工具人 具体感想是没有感想 只是想知道 跟他一样 作为清醒工具人的阿里博士 有什么感想 原来如此 本堂音又语气了然道 那么 用日期来表示名字 应该是 侯宗米先生自己的小爱好 他大概早就发现 棉冠的姓氏 跟他一样 可以用日期表示 被刺中腹部时候 留下了死前讯息 不过幸好棉冠先生 不知道他留下的讯息 是什么意思 池飞池继续沉默 这个故事告诉他们 有代号的重要性 做见不得光的事 千万不能用真名联系 温 温 池飞池放在冲锋衣外套 口袋里的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担心是毛利兰 或者阿里博士 有重要事情来电 拉开口袋拉链 拿出手机看了看 沉默 柯南探头 看到荆棘的备注 有些意外 荆棘先生 池飞池点头 没有接电话 把手机装回口袋里 他本来还想着 能不能趁荆棘 真没来的时候 迅速把沙包都打完 避免沙包被抢 也算是挑战 但荆棘真突然打电话来 应该是看到他们了 只是不确定 他们的具体位置 那这个电话接不接都一样 果然 没到半分钟 一个黑影转到树下 很灵活的三两下爬上树 见其中一边的树干上 三个黑影排排坐 选择了旁边 稍微不是那么粗壮的树干落脚 飞 飞池哥 有人 本堂英又紧张地低声道 池飞池 他看到了 除了荆棘 现在没人会这么精准地摸到树上来 荆棘真惊讶出声 若有所思到 是我没听过的声音 柯南本来也绷紧了神经 突然发现 对方的声音 倒是他听过的声音 荆棘先生 我在那边看到有人上山 看光亮下的影子 像是你和飞池哥 不过我那个时候 倒是没有看到这位小哥 荆棘真说着 有些疑惑 本堂英又看清荆棘真的脸 眼睛发亮 又有些紧张地自我介绍 你 你好 我是本堂英又 那个 我是 传说中的空手道大神啊 活的 只是不知道脾气怎么样 要是他说错话 对方不会揍他吧 一紧张 本堂英又 差点就往树下栽 石飞池伸手拽了一把 放稳 帮忙介绍 地单高中的转校生 圆子和小兰的同班同学 这次我叫他一起出来玩 荆棘 把光照都灌一下 啊 好的 原来是圆子的同学啊 你好 我是荆棘 算是 荆棘真收起手机 不知该怎么介绍 趁着天黑 其他人看不到 黑脸一红 你应该听圆子说过我吧 是 我听他说过 你是圆子的男朋友 对吧 本堂英又持续激动 看起来脾气也很好的样子 一点都不可怕嘛 可 是啊 荆棘真莫名害羞起来 总之 我过来的时候 发现你们已经走了 在附近转了半天 因为天太黑 回到这附近 都有些迷路了 才想起给飞驰哥打个电话 荆棘真拿出手机 低头看了看 手机屏幕的光线 也照亮了脸 转头对三个黑影所在的方向笑 虽然飞驰哥没接电话 不过我也听到了手机震动的声音 就顺着找过来了 迟飞驰 他就知道 今晚这么安静 荆棘真要找的话 手机嗡嗡震动一下 就能找过来 本堂音又 空手到大神 还挺可爱的 有点迷糊 荆棘真说完 好奇问道 飞驰哥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迟飞驰也没有跟荆棘真怄气 等着抓凶手 我在那边也留意到 似乎有警察上山 过来看情况的时候 又正好看到 你们大晚上上山 所以想问问要不要帮忙 荆棘真感慨 原来你们又遇到凶杀案了呀 他说 哟 真的没毛病 柯南留意了一下 突然觉得 今晚这场景 有点奇怪 黑夜无风 深山老林 他们四个大男人 对了 还有一条蛇 跑到一棵大枫树上 排排坐着 在黑漆漆的环境下聊天 如果不是为了蹲凶手 真的有种不太正常的感觉 像山腰一样 会吓到人的 不过 好奇之下 柯南又很快把这个想法丢到一边 那荆棘先生 你呢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收到原子发的邮件 荆棘真刚想解释 突然听到远处的丛林间 似乎有东西刷刷响 同时还有一道光亮接近 没再说下去 看向迟飞驰 来了 迟飞驰也听到了那边的动静 低声确认之后 把飞驰捞过来 放在本堂英佑身旁 尽快说明情况 惊急 小心一点 对方有很多同伙 本堂英佑一看 觉得被委以重任 刚想正色说一句 飞驰哥放心 飞驰就交给我来照顾 结果听迟飞驰说了一句 飞驰 照顾好英佑和柯南 本堂英佑 飞驰哥说错了吧 为什么是飞驰照顾他 柯南 照顾本堂英佑那个战武渣就算了 他还是可以帮忙的好不好 主人 你放心 飞驰认真保证 我会照顾好他们的 在飞驰思思发生时 棉冠陈三已经小跑着到了树下 用嘴咬住手电筒 跪在一旁 低头跑土 树上 借着树叶和天色的遮掩 五双眼睛 默默盯着棉冠陈三的一举一动 柯南 悄悄藏在暗处 平住呼吸 期待又郑重地盯着对方 等待一个预料之中的结果 感觉他们这样子 有点变态 驰飞驰 有一点点像狩猎的感觉 荆棘针 一会儿就要帮忙抓这个老头吧 对方上了年纪 他感觉自己不怎么下得手 就看飞驰哥能不能搞定吧 要是需要帮忙的话 他下手或者下脚 会轻一点的 本堂英佑盯着棉冠陈三挖土 再看到一抹白骨的白色露出来后 瞪大眼睛 悄悄探头 再探头 再 再驰飞驰 飞驰 柯南 荆棘针钻着盯着下方 都没能反应过来的档口 本堂英佑探的头 把自己探得掉下去了 手忙脚乱肩 右手还顺便揽上了柯南 驰飞驰快速伸手 只抓住了本堂英佑的衣角 死啦 衣角裂开 下方 棉冠陈三双手并用 疯狂跑土 看到白骨后 心里刚松了口气 突然听到 头上传来一道啊的淒厉叫声 吓得一个哆嗦 跌坐在地 啊 手电筒从棉冠陈三嘴里掉落 在地上咕噜噜滚到一边 持飞持拉那一下 还是有用的 至少起了一下缓冲作用 让掉下去的本堂英佑和柯南 没有摔得太狠 不过 本堂英佑还是趴着摔在了坑里 发出一声痛呼 柯南被本堂英佑的胳膊压着 神色从迷茫 快速变成了痛苦 皱眉痛呼时 发现自己的脸 距离坑里的尸骨头骨 只有一点点距离 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他的头骨硬 还是死人的头骨硬 别的不说 真要磕上去 他头破血流加个脑震荡 都是会有的 本堂英佑这个刁名 在棉冠陈三坐在地上发猛之际 一个个男人从树林里钻出 手里还都拿着刃口锋利的长刀 棉冠先生 怎么回事 棉冠先生 你没事吧 棉冠陈三站起身 伸手捡起手电筒 照过去 他好好的挖着尸骨 突然听到头上那么恐怖的惨叫 他也想知道怎么回事 坑里 本堂英佑坐起身 揉着被摔疼的腰 柯南听到不少人的喊声 连忙打开手表型手电筒 朝前方照了过去 几乎同时 棉冠陈三手里的手电筒 照亮了狼狈坐在坑里的高中生 和小鬼头 柯南手里的手表型手电筒 照亮了棉冠陈三 和后方乌鸦鸦一大群人 本堂英佑 脸色瞬间苍白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柯南大致数了一下 发现对面至少四五十人 突然有种难言的悲愤 涌上心头 于迟飞迟 伸手再好 也就不了本堂英佑 于小兰 幸运再好 同样就不了本堂英佑 于他 本堂英佑这样子 分明是死 都会拖他一起 树上 石飞迟默默看戏 也不知道 柯南上辈子欠了本堂英佑多少 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这个喜欢把他对下山崖的刁民 总算是有人制了 不过 这是不是也说明 真正的气韵 不在柯南身上 而是在毛里兰身上 还是证明 本堂英佑 就是那种 小事倒霉 大事幸运 命相当硬的那种人 毕竟 要是本堂英佑倒霉 波及别人 可能就是多一具尸体 但是很巧地拉上柯南 那就不一定会死 他倒是想验证一下 如果他不出手帮忙的话 柯南会不会被乱刀砍死 还是能凭主角光环挺过去 不过 今晚剧情有点偏 荆棘真提前到了 荆棘真不可能看着两人被砍死 双方距离这么近 荆棘真一跳就能下去 把两人护在身后 就算他想拦荆棘真 他们双方不在同一树干上坐着 再加上柯南弄点妖蛾子出来的话 他很可能拦不住 哦 原来是你们两个小鬼啊 棉冠陈三回神后 认出了本堂英佑和柯南 就是在旅馆里见过 跟着警察的人 脸色阴沉之鱼 带着一丝细血 怎么这么害怕 你们看到了什么 本堂英佑想起亡灵趴背的传说 再看看棉冠陈三身后 汇聚过来的一群人 开始怀疑那是亡魂 老伯 你 你没看到吗 棉冠陈三 原本想看两人吓得说什么没看到 祈求饶命的一面 没想到本堂英佑给他来了这么一句 猛了一下 左右看了看 什么 看到什么 就是你身后啊 本堂英佑伸手指着棉冠陈三身后的一群人 脸色惊恐 果然是亡魂 对吧 棉冠陈三 他怀疑这个小鬼 脑子坏掉了 扑哈哈哈哈 棉冠陈三身后的人群 爆发出大笑声 围拢上前 是啊 我们是最凶恶的亡魂 这小鬼是不是还没睡醒啊 树上 持飞持剑站在树后的人都出来了 默默计算着最佳清理路线 棉冠陈三回神 也笑了笑 盯着本堂英佑和站起来的柯南 好了 虽然不知道你们两个小鬼来这里做什么 一道黑影从树上窜了下来 还没等棉冠陈三看清 黑影就直冲向他左侧的人群 棉冠陈三刚想转头 发现前方的树上又有一道黑影窜了下来 冲向他右侧的人群 前后两道人影从身旁掠过 带起的红叶在棉冠陈三面前打着旋 慢慢飘落在本堂英佑和柯南身前的地上 本堂英佑和柯南抬头看的时候 致影约看到某个穿着冲锋衣外套 背影酷似持飞持的人影 冲进了人群 另一边穿风衣的荆棘针也冲进了另一侧人群 而后他们见识到了什么叫人堆乱飞 高踢腿扫踢正踢 人群里的两道身影很灵活 攻击速度快得吓人 他们只能看到部分攻击动作 大多数是又快又狠的踢击 而被攻击到的人有往上飞的 有往下趴的 也有往左右前后飞的 场面十分壮观 四五六 荆棘针心里莫属 本来是想用拳的 但看持飞持不仅不打招呼 就先他一步冲下来 还一直用踢击各种秒杀各种群扫 逐步拉开跟他搞定的人数差距 不由咬咬牙 踢出去的踢击都中了不少 八 九 十 他也用踢击各种秒杀各种扫 十一 十二 十三 他才不想说 棉冠陈三回头 发现自己手下飞个不停 转眼间就没了一半 脑子有点卡壳 剩下的人在茫然失措中 下意识地后退 抱团靠拢 这才注意到彼此手里的刀 大吼一声一起持刀朝两人砍过去 小 本唐英又一句 小心还没说完 那边 金吉珍直接跃起 空翻避开砍下去的刀刃 落向人群中间地带 持飞持更直接更快 似乎只是侧身一下 眨眼间就避开刀芒 闪进了那些背对背组成防御圈的人中间 金吉珍落地后 一口气堵在嗓子眼里 上不去下不来 飞持个 又用比他快的方式开打 不行 他出腿还要更快一点 人群再次乱飞 由于剩下抱团的人 也就十二 三个 甚至没能飞够三秒 这边就看到人接二连三地飞 接二连三地摔 场间就只剩持飞持和金吉珍还站着了 棉冠陈三 已经丢了手电筒 颤抖着手 摸到了怀里的枪 抬头准备抬枪 还没开保险 就发现两个人煞气十足地冲到了近前 碰 主犯惨遭踢腿成二攻击 飞出老远 倒地陷入双倍昏迷状态 本唐英又抬头 借着柯南手表型手电筒的照明 看着一路蔓延出去 躺着或昏迷或低哼的人 沉默 那什么 他一点都不觉得 金吉珍或是飞驰哥可爱了 真的 一分钟不到 五十多人就躺了 这是两个人行怪物吧 五十多人在地上躺了一大片 还是相当有视觉冲击力的 柯南都呆呆看了片刻 才抬头看向朝他们走来的两个人 当他之前没在心里瞎吐槽 伸手好 真的能就本唐英又 你们没事吧 金吉珍伸手拉起模样 有些呆的两个人 转头看持飞驰 与其优怨 不算最后这一个 十九个 要是你不跑来 这些都是我的 持飞驰神色平静道 金吉珍回想了一下 发现刚才持飞驰出手的速度 力道都比他们之前打的时候强了不少 正色点头 由衷到 学长又变强了 你的一些技巧 也熟练了不少 持飞驰也做了一个重肯的评价 速度提升不多 我身体素质有点接近极限 觉得不能再继续钻牛脚尖练下去 所以 最近跟各国选手比赛的时候 都在磨练技巧 金吉珍一脸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对了 我之前想说的话 好像因为这个老伯过来 所以被打断了 我记得我说到 持飞是还记得之前的聊天内容 柯南问你为什么 会在这里 你说园子发邮件给你 本唐英又站起身后 拍了拍衣服上的泥土 看着没事人一样 聊天的两人 大佬们打完架 都不用喘口促气的吗 还有 他们无视躺在地上的这群人 继续聊之前的话题 会不会显得有点过分 至少应该叫个救护车 来看看情况吧 这些人到现在 都没一个趴起来的 啊 没错 是园子发邮件给我 说在A的冬日红叶下等我 金吉珍笑得有些腼腆 虽然不明白 A是什么意思 但我妹妹 之前让我帮她录冬日红叶 说起来不好意思 我也看得入迷了 所以知道园子说的是这里 就找过来了 可是 A是指圣诞节呀 柯南提醒 距离现在还有一个月 是吗 金吉真挠头笑 因为觉得直接问园子 有点丢脸 又不想太麻烦飞驰哥 所以 我是打算带着帐篷到这里 住下来等园子来的 今天算是第三天了 柯南 不知道日期 带着帐篷就来这里等 可以的 很强势 她无话可说 本堂英又除了感慨 也只有感慨 难怪你没有出现在比赛现场 你们知道了呀 金吉真有些意外 很快又看着池飞驰 目光认真 又带着战一刀 不过比起那些比赛 跟学长切磋 更容易进步 也更加令我期待 等等 柯南想到 之前两人打得停不下来 连忙跑到两人中间 伸手拦着 见两人低头看她 汗了汗 我们是不是该打电话 让警方把这些人先带走啊 你和英又联络警方 石飞驰转身往树林里 走 金吉 我们换个地方 她也想通过金吉真 来验证一下自己目前的实力 跟其他人打根本测不出来 好 金吉真强压心理的期待 快步跟上 本堂英又目送两人离开 没意识到 柯南复杂的神情意味着什么 低头拿出手机 那我们就打电话通知警方过来吧 柯南 破坏森林 会被罚多少 五分钟后 本堂英又跟山村操说了情况 还特地 让山村操不要惊动 已经睡了的林木园子和毛力兰 挂断电话 对柯南道 山村警官说 他们 轰 不远处的一棵树砸倒 在地 本堂英又 什么情况 柯南一脸淡定 果然来了 哄 哄 深夜的风林中 一棵接一棵的树 歪斜着倾倒 砸在地上 发出打雷一般的巨响 第六棵了 丛林中 本堂英又抱着飞翅 蹲在柯南身旁 和柯南一起 远远看树木被摧残的情况 天色依旧昏暗 隐约能看到一棵树 往一侧缓缓倒去 由于距离不近 两人听不到战斗场那边的情况 不过早在十多分钟前 就有很多小动物 匆匆路过他们身边 往丛林深处跑 就像逃命一样 现在那边除了那两个人外 估计是没有其他能动的活物了 那也就不用担心 大树砸死小动物了 哄 高大的风树砸地 余生还在山林间回荡 柯南 城市规划部门 需要这样的人才 本堂英又蹲了一会儿 发现又一棵树往一侧歪倒 回头看了看身后躺了一地的人 迟疑着出生 柯南 柯南疑惑看向本堂英又 背户高中学生的身体 是不是都很强啊 本堂英又 看着那边晃动的风树 脸色有些苍白 地单高中下个月 会和背户高中 有高中生区域棒球赛 因为我们班有两个队员练习过度 班里打算重新推举两个人去参加 柯南一秒笑眯眯 我想英又哥哥 是不会被挑中的了 本堂英又 脸色僵硬了一瞬 也 也对 这个小鬼 还真会打击人 而且 你也可以拒绝啊 柯南又道 大家又不会勉强 可是我还是担心嘛 我之前不在东京念书 对背户高中一点都不了解 本堂英又 挠不出两个高中的学生碰面 背户高中那边出场的 一个个都是池飞池 荆棘真这样的 表面上看没什么 但可以一棒球飞过来 就可以 把他们砸晕那种 不只是我们班的同学 整个学校棒球社的成员 都很危险吧 柯南刚想到关我什么事 但转念一想 不对 本堂英又的同学 不就是 他在高中那时候的同学吗 大家跟他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再转念一想 突然发现自己 差点被本堂英又带偏了 背户高中 又不是怪物巨堆的学校 池飞池和荆棘真这种人 毕竟只是少数 而每年棒球赛 足球赛之类的活动 他记得两个学校差不多 足球赛 因为原本有他出场 反而比背户高中那边更强一点 他们赢多输少 其实仔细想想 池飞池 荆棘真这类人 好像已经不想 跟他们在学校里玩了 都跑出去了 怎么样 本堂英又追问道 大家会不会有危险 你放心好了 我们 柯南察觉自己差点失言 连忙远回来 地单小学和背户小学的 棒球水平差不多 我想 高中也一样吧 而且特殊的人不会多 打棒球 哪会有什么危险啊 是这样吗 本堂英又 看向那边快倒地的树 那你说 我们要不要去 看看他们 哄 大树倒地 砸得地面震动 柯南沉默了一下 等他们打累了再去吧 不然容易被误伤 二十多分钟后 山村操带来了一大批警察 把地上躺倒的人都带走 这么多人 你们刚才的处境 还真是危险啊 不过他们想在森林里作威作福 真是找错地方了 山村操一脸得意 就像在说森林是我家一样 很快又仰头看天 一脸疑惑道 不过 我们上山的时候 好像听到了打雷的声音 可是雨又迟迟不下 到了这里之后 雷声又停了 今天的天气 还真是奇怪也 本堂英又遗憾 那个其实是 哎 柯南脸色难看的 往丛林深处跑 那两个人打了四十多分钟 一开始二十分钟 平均每两分钟 损坏一棵树 之后大概是体能消耗得差不多了 改为平均每四分钟 损坏一棵树 请问一共有多少枫树被 可 但是从山村操带警察赶到 一直到现在 那边就没再有动静了 那两人不会像上次一样 朝对方下死守 把彼此给打出事来了吧 他原本还想 等两人体力耗得差不多的时候 过去来个足球 把两人分开的 结果山村操这边比较操心 害得他都忘了 哎 柯南 本堂英又揣着飞驰跟上 柯南没跑出多远 就看到两个人影 结伴从小路上走过来 也没有缺胳膊少腿 常常松了口气 凌晨三点半 浴池外的更衣室 池飞池从旅馆工作人员那里 拿了医药箱 放到长凳子上 自己翻了绷带和药水 坐在一旁清洗手背骨节上的擦伤 荆棘针也好不到哪里去 双手手背骨节处的血迹已经凝固 裤腿擦破的地方也有一些血迹 两人打架没有带拳套 攻击有时候被对方躲开 哪怕收了些力道 也免不了一拳砸在粗糙的树皮上 不然也不会摧残了那么多树 点酒晕开了凝固的血迹 在两人手指上染上黑褐色的痕迹 荆棘针肤色黑 看起来不算太明显 但池飞池那边白皙的手指上 沾了大片褐色痕迹 看起来很突兀 让人感觉刚才的战斗十分惨烈 本唐英又看着都觉得疼 小心翼翼问道 那个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 谢谢 迟飞迟到 我也不用 荆棘针抬头笑了笑 又继续低头清洗伤口 因为从小训练 切磋就经常受伤 所以我对外伤处理 还是蛮在行的 柯南站在一旁 看着一身沾满泥土 不明血迹的两人 也算是服气了 这两人打倒五十多人 都没弄这么狼狈 切磋倒是把身上弄得跟淡明一样 那一会儿洗澡怎么办 伤口包扎好之后 应该要避免碰到水吧 别担心 我有办法 荆棘针把双手往上举得比直 笑道 这样就可以了 柯南 脑补一下 一会儿荆棘针和 持飞迟高举双臂泡澡的样子 他突然就期待起来了 持飞迟见凝固的血块 擦得差不多了 用对好的眼水冲洗着 头也不抬到 哪有那么夸张 别把手指放进热水里就行 柯南发现 持飞迟脸色发冷 荆棘针似乎轻松得多 迟疑了一下 还是挡不住好奇心 刚才是谁赢了呀 学长赢了 荆棘针笑得很开心 学长的进步太大了 我几乎是全程被压制呢 柯南 他还以为持飞迟最近太咸鱼 输给了一直在各处挑战的荆棘针 才会冷着脸 结果正好相反 输了得一脸开心 赢了得一副不太高兴的样子 这两人的脑子 是被对方打坏掉了吧 本堂英又有点猛 可是荆棘先生 好像很开心啊 那是当然的啊 以往大部分比赛的对手都不够强 我很难通过战斗 发现自己的不足 只有跟学长这样的人切磋 才能找到进步的方向 荆棘针清洗了伤口 动手往手指上缠绷带 心情依旧不错 上次学长没有跟我硬碰硬 虽然也有一点收获 但还是打得有些憋屈 这一次 我们可是硬碰硬的打 既痛快 又能让我得到更多收获 柯南半月演 硬碰硬啊 想想就恐怖 难怪今晚被摧残的数 比上一次多得多 不过 驰飞驰这家伙 平时不会是偷偷加恋了吧 上次他能看出来 驰飞驰的爆发力 不如荆棘针 至于力量方面 由于正面碰撞狠手 他不太确定 但可以确定的是 驰飞驰成长得很快 快很恐怖 这一次都能压着荆棘针打了 那飞驰哥是怎么回事 本堂英又看向驰飞驰 不太能确定 驰飞驰的心情怎么样 是因为累了吗 荆棘针没忍住又笑了 大大是因为 就算跟我切磋 也已经找不到 更好的提升方式了吧 是这样吗 本堂英又 不太能理解这种想法 驰飞驰点了点头 算是 他今晚没有回避正面碰撞 算是偏向 荆棘针风格的战斗 以此来测试 自己目前的水平 结果跟他预估的差不多 他压制了三成的臂力 但无论正面碰撞 还是速度 深法 他还是可以压制荆棘针 拳对拳 也稍占一线上风 可也正因为全面压制 他对自己目前的具体实力 还是没法评估细致 更别说找到提升的方向 以他现在的实力 还是别指望 能跟别人切磋 来找方向 刷经验了 就躺着等三组金手指的改造吧 所以总体来说 今晚他算是给荆棘针未招 自己的目的 反倒只达成了一半 本来还不算郁闷 但打完荆棘针 就躺在地上笑了半天 让他现在一看到荆棘 真乐呵呵的笑脸 就想继续动拳头 柯南打了个哈欠 困也挡不住一丝丝幸灾乐祸 他大概明白了 池飞池这家伙 是因为失去了一个 能够让自己发挥权力的人 所以才会郁闷 应该跟他找不到推理伙伴 对答案差不多 不过谁让池飞池 自己像个怪物一样 推理好 伸手也强 进步还那么快呢 他酸得想 幸灾乐祸发泄一下 池哥哥的进步很大 应该高兴才对啊 池飞池包扎好手指 抬起头 目光平静地看了柯南一样 从口袋里 拿出一瓶药酒 放在长凳上 应用 我们还要一段时间 才能清理完 你先带柯南去洗漱 不用等我们 啊 好的 本堂英诱正色点头 拉起柯南的手 放心交给我吧 飞池哥现在都受伤了 那照顾小鬼头的事 就交给他 他可以的 柯南怀疑池飞池 这是恶意报复 犹豫了一下 也觉得不该再麻烦池飞池 也就任由本堂英诱 牵他往御池去 他帮忙照顾一下本堂英诱 只要小心一点 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吧 更衣室里 两个伤员继续处理身上的伤 擦破皮的地方清洗包扎好 又开始往身上淤青的地方涂药酒 我在美国参加比赛的时候 去中华街看过 那里似乎也有药酒 但看起来跟学长的不一样 配方不止一种 也对 那种药酒的效果也挺好的 你要的话 那瓶送你了 啊 谢谢 那我下次遇到好的药酒 给学长也带几瓶回来 池飞池 很硬核的礼物 挺好的 不过 荆棘真看向不时传出惨叫 惊呼的预示方向 他们真的没事吗 别担心 池飞池刚抬头 就看到 柯南全身湿漉漉 腰间系着毛巾 头顶两个大包跑了出来 柯南 你别跑啊 下次我一定注意 本堂英佑追出来 一脚踩到自己弄掉的毛巾 一下子滑倒 把前面的柯南砸倒在地 碰 荆棘真 柯南等着本堂英佑爬起来 坐起身后 脸上的绝望 渐渐变成悲愤 跑到池飞池面前 指着自己头上的包到 才不是一次两次了 除了这个 刚才英佑哥哥 还把我推进浴池里 害我呛了好几口水 不用怀疑 池飞池让本堂英佑 带他去洗澡 就是为了报复 他之前的幸灾乐祸 这个小心眼 这么下去 他怀疑他真的会死在 本堂英佑手上 而本堂英佑 荆棘真明显听池飞池的 要是池飞池开口 这两人绝对不会反对 而这两个人开口 做决定之前 还得问问池飞池怎么样 他又不得不跑来 找池飞池这个始作俑者诉苦 希望池飞池能帮忙 这种向恶势力低头的感觉 让人很不爽 但小兰不在 他只能委屈求全了 你不想跟英佑一起泡澡 池飞池问道 柯南回头 看了看一脸委屈的本堂英佑 又不忍心表现得太嫌弃 也不是了 不过我觉得 可以等你们一起 这样我们都不用受伤 而且 要是你们的毛巾不小心 掉进浴池里 手指又不方便碰热水的话 我们也能帮你们剪一下 本堂英佑想了想 也觉得池飞池和荆棘真需要捞毛巾协助 也对 不如一起去吧 池飞池看到本堂英佑 手肘有擦破皮的痕迹 觉得机会来了 转头对荆棘真道 荆棘 你带柯南去泡澡 我帮英佑看看手肘上的伤 顺便收拾一下 把药箱给前台送过去 理由合适 荆棘真一想 自己也不太擅长给别人看伤 相比起来 还是池飞池更细心一点 就带柯南先去了浴池 池飞池留下来 帮本堂英佑看了一下手肘 清洗完 贴了个防水窗壳贴 不好意思啊 飞池哥 还是给你添麻烦了 本堂英佑低头看了一下手肘上窗壳贴 转头 发现池飞池往左臂上绕绷带 都已经绕了好几圈了 你身上的伤还没有处理完吗 前两天不小心碰到了 有点淤血 我涂了药酒 顺便包扎一下 池飞池面不改色地胡说八道 他左臂上有飞池上次割的刀伤 交叉错落 目前结痂已经脱落 但还是能够看到划痕 其实有这些伤不是没好处 他弄不清楚这个世界的时间 拉克脸颊上的假伤 也不知道该保留到什么时候 而这些伤留下来的时间 跟拉克脸颊 被狙击枪子弹划伤的时间差不多 他能根据这些伤 来决定拉克易容假脸的伤 是该保持还是该痊愈了 但同时 这些伤也得藏好 要是被人发现 大概率会觉得 他抑郁复发 往自己身上动刀子 至少跟柯南泡澡 就得小心一点 之前他是想尽量 避免跟柯南一起泡澡 不过天太晚了 浴池里没有其他人 而他们身上脏兮兮 又不得不洗澡 他要是拒绝泡澡 一个人回房间洗 容易被怀疑 从来没怀疑 比被怀疑后 打消怀疑要稳妥得多 如果可以的话 他一点怀疑的机会 都不想给别人留 再者 他也想利用泡澡这个时机 把柯南和本唐英诱 先分开 这两人凑在一起 柯南时刻保持警惕 本唐英诱也防备着 套话不容易 但柯南和本唐英诱 日常互钉 要分开两人也不容易 而且还不能让自己的意图 表现得太明显 如果他刚才提出 荆棘珍和柯南一组 他和本唐英诱一组 前后进浴室 疑心不强的人想想 也没什么不对劲 但只要柯南或者本唐英诱 稍微多疑一点 也会怀疑 他是故意跟本唐英诱待在一起 所以他才先让本唐英诱 带柯南去洗澡 柯南一定会被本唐英诱 折腾得不轻 而这里的医药箱需要人收拾 送还 去借医药箱的他会是第一人选 他去借的 他送过去还比较好 这么一来 他就可以让荆棘珍 先带柯南去浴池 如果有人提出 大家一起还医药箱 一起去浴池 那该怎么办 不太可能 由于时间太晚 他们要抓紧时间洗澡睡觉 为了还个医药箱 就结队跑前台 那才是单个时间 且不合逻辑 而就算本唐英诱手肘没受伤 他也会想办法 让本唐英诱留下来 比如 说自己担心 荆棘珍照顾不来两个麻烦 他们一人负责一个 而柯南作为小孩子 会被当成需要快点休息的那个 就由不需要送还医药箱的 荆棘珍带去 他就负责带本唐英诱 总之 在柯南面前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抓住机会 就制造自然 合适的调查机会 最好一点怀疑的机会 都别给名侦探 等持飞持往手臂上 缠好绷带 本唐英诱 又帮忙收拾了长凳上的东西 虽然期间有一次出事故的痕迹 但被持飞持拦下了 总体还算顺利 两人出了更衣室 送医药箱去前台归还 当然少不了聊两句 本唐英诱 不是沉默孤僻的人 也不太习惯长期的沉寂 出门想令箱子被拒绝 看到持飞持缠满手指 手臂的绷带 有些感慨道 我以为我从小受的伤 已经够多了 你们打起架来 一次受的伤 比我磕磕碰碰 好多年受的伤都要多 我忽然觉得 我受那些伤根本不算什么 也没那么多 持飞持抬起梅林箱子的左手 看了看手背 只是擦破了皮 本唐英诱笑 看着手背上血肉模糊 也够吓人的了 不过 你从小到大 都没受过严重的伤吗 持飞持放下手 似乎是无意提起 又似乎是趁机吐槽 如果只是小小的磕磕碰碰 以你的状况 那运气确实够好了 也只有你一直在说我运气好 我会当真的了 本唐英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其实我也不是没有受过严重的伤 在七岁的时候 我出过一次车祸 伤得很严重 是你在大阪那边上学时候的事 持飞持引导着本唐英又说细节 不是 是我妈妈刚去世 我爸爸来接我去大阪的时候 本唐英又回忆着 脸上带着笑 那一次真的很危险 幸亏有我姐姐给我输了好多血 我才挺了过来 我现在还觉得 姐姐的血流在我的身体里 就像她一直在我身边一样 这么说 是不是显得有点太依赖她了 不会 她是个好姐姐 是吗 那你父母是离异了吗 没有 只是分居两地而已 在我七岁之前 我跟妈妈在东京 因为妈妈比较细心 方便照顾比较让人操心的我 而我姐姐跟我爸爸再大阪 不过假期 姐姐和爸爸也会来找我 有时候也会带我去大阪玩 持飞持把医药箱归还给前台值班的人 转身往浴池走的时候 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本唐英又胸口有 当初治疗白血病化疗时留下的痕迹 柯南也是因此想到 本唐英又的血型可能改变过 现在柯南还没有掌握本唐英又 水无连奈血型这个线索 等掌握了自然会想到 早一点看到 晚一点看到没关系 但他不能看到 本唐英又身上的痕迹 不然看到本唐英又身上有化疗过的痕迹 他还没有想到 骨髓移植 血型改变的话 似乎有点不合理 哪怕这里没有组织的人 他也想尽量别留什么破绽 有玉枝在这摆着 不留破绽 也是可以做到的 那么 抱歉 我去一下洗手间 池飞池转头 对本唐英又道 啊 好的 本唐英又迟疑了一下 那我在这里等你 池飞池点了点头 转身走过走廊 进了洗手间后 反手锁门 翻窗出去 找到玉池那边的电路线 选了一段最老旧的 用化学液把表皮腐蚀成自然损坏的模样 确认线路周围有些潮湿之后 没有再破坏电线 又翻回洗手间 打扫自己翻窗出去过的痕迹 由于电线没有被直接剪断 只是失去了外面塑胶的保护 还倔强地坚持了一会儿 才在潮湿环境中出故障 碰 池飞池刚出洗手间 玉池方向就传来轻微的响声 而后 那一条走廊上的灯 全部熄灭 本唐英又惊讶探头看那边走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池飞池带路走过去 走到一半的时候 遇到了记者毛巾 头顶泡沫过来的荆棘针和柯南 怎么回事 荆棘针跟两人碰头 也一头雾水 同样的问题 知道真相的池飞池不可能说 一群人就只有去找旅馆的人反映情况 由于天色太晚 旅馆的人第二天才能查看情况 好在电路不是不是全部出故障 一群人没法去浴室泡澡 还回房间浴室洗 而回房间浴室洗澡 就只能一个一个来 出来前也会顺便穿上浴袍 四人轮换着洗澡 柯南占了身为小孩子的便宜 先洗先睡 之后也就按年龄来 本堂英诱 荆棘针 池飞池在最后洗完澡 已经快凌晨五点 其他人也早就睡着了 天亮以后 林木原子和毛丽兰去吃了早餐 没发现池飞池 柯南 本堂英诱的人影 怀疑三人昨晚一夜未归 到房间外敲门 才发现 不仅三个人都回来了 还多带回来了一个 荆棘针打着哈欠 迷迷糊糊开门朝林木原子打招呼 让林木原子一度怀疑自己进门后 没有闪现到国外的技能 由于昨晚停电后 没有事件发生 柯南出门见到旅馆的人修电路 只是好奇 过去看了一眼 听说是电路老化 没再多想 打着哈欠去餐厅吃早餐 池飞池 压根就没去检修的地方 先柯南一步到了餐厅 就算柯南去调查电路 他也不担心被发现 他特意选了老旧的一段线路 化学瓶腐蚀的位置 程度也很自然 再在那种潮湿的环境中放一碗 不可能留下痕迹 同样 他昨晚翻窗离开洗手间 到外面去 不一定把痕迹都清理干净了 但经过一上午的时间 洗手间早就有不少人进出过 线路附近也早有检修人员走来走去 有痕迹也被破坏得差不多了 一直到离开旅馆 柯南也没再去检修处晃悠 哈欠连天地上了 去车站的车 池飞池默默总结 所以说 要避开光之魔人的洞察技能做手脚 也不是不可能 只要别让柯南及时调查 一些痕迹就可以消除掉 而要是没有出现事件 导致柯南没有起疑 丧失了警惕心 还在睡眠不足 昏昏欲睡的状态下 糊弄过去的几率很高 当天 荆棘真考虑到身上有伤 趁机休息 游林木园子 陪着回一斗自家小旅馆看看 跟池飞池一群人在车站分别 学生党悠闲了一天后 继续背起书包上学 池飞池也继续调查 本唐英佑之前跟他提过 母亲曾经在背户挺三丁目 一户姓奥平的人家做女佣 而本唐英佑出车祸的时间 是在他父亲准备接他去大阪的时候 又明确否认了是在大阪出车祸 那说明 本唐英佑七岁出车祸 很可能就在背户挺三丁目一带 车祸之后 就进送医院 然后接受抢救 他只要情换易容脸 往三丁目的大小医院跑两趟 应该就能找到 当年本唐英佑的抢救记录 三天后 窗外秋雨绵绵 石飞池坐在客厅沙发上 垂眸看着桌上摊开的照片 从地单高中校医师拍到的 本唐英佑的入学档案 上面血型一栏清晰可见 O型血 从医院档案室里拍下来的 本唐英佑十年前的车祸抢救记录 上面写了 当时本唐英佑出血很多 导致休克 也记录了由亲姐姐书写的事 由于这是十年前的档案 记录不怎么详细 没有标注明确血型 倒是不用他在销毁血型记录的照片和档案 再加上 他昨晚潜入背户挺三丁目的奥平家搜查 花了三个小时才找到的东西 本唐英佑母亲留下遗物中 本唐英佑的出生证明 上面也明确标注着 本唐英佑 血型O型 还有相关医院的信息 要是有人怀疑 完全可以去那个医院查档案 如果十七年前的出生档案还在的话 档案上本唐英佑的血型也只会是O型 客厅里 小美飘过墙边 顺手把灯啪一下打开 悠悠道 主人 外面下雨 屋里光线案 不开灯很伤眼睛的哦 谢谢 池飞池没有抬头 放下杯子后 伸手拢了桌上的照片 全部拿起来 调整顺序 微型相机拍的照片 不会留时间 他可以重新编一下自己的调查顺序 首先 了解本唐英佑的基本信息 距离最近 最好入手的 就是递单高中 所以 他去查了本唐英佑的入学档案 不只是健康检查那一页 还有原学校开具的转学证明 在原学校的大致情况 入学档案的几张照片 被池飞池放在了最上面 然后 是接触套话 确认本唐英佑 确实是从大阪转过来的 学校名称跟档案上一致 在这个环节 了解到本唐英佑父母的信息 知道本唐英佑有个姐姐 但又听说了本唐英佑的姐姐 给他输过血 在看档案照片时 想到基尔的血型是AB型 因为AB型血 不可能给O型血输血 所以 开始确认输血这件事 是否存在 医院档案的照片 被池飞池放在了 入学档案照片下方 确认本唐英佑 确实接受过 亲姐姐的书写之后 去确认本唐英佑 是否真的是O型血 有没有入学档案 出错的可能 所以去调查了 本唐英佑的出生证明 最后出生证明的照片 池飞池没有放进照片中 而是起身到了玩偶墙前 放在一个 染血兔子玩偶的棉花中 考虑了一下 把医院抢救记录的档案照片 也放了进去 他的调查进度 拉得太快了 因为提前知道真相 所以他套话的时候 会主动引导 获得线索 寻找本唐英佑的出生证明 也第一时间去了奥平家 提前获取线索是有必要 这样可以避免调查时 跟柯南撞车 让柯南注意到 他在调查本唐英佑 但给那一位提交调查结果的时间 需要往后延 按一般调查进度推算 他现在的进度 大致是在发现了书写的事 但还没有从医院查到抢救记录 至少要跟本唐英佑再接触两次 等上一周左右 嗡 嗡 放在查记的手机振动 在十字桌面上往边缘移动 在电脑前敲键盘聊天的飞驰看了一眼 用尾巴帮忙捞了一下手机 主人 为之号码来电 池飞驰转身回到沙发前 拿起手机看了号码 确实是一个不熟悉的号码 回想了一下 才接通电话 小林老师 电话那边 小林橙子听着年轻男生冷冰冰地问候 挠不出死神宣布死亡名单的画面 汗了汗 有些小心试探的意味 你 你好 池先生 是这样的 不知道你现在有空吗 我想跟您聊聊 最好能见面说 我上午十一点之前都有时间 是小艾出了什么事吗 池飞池问道 除了辉原哀的事 他想不到小林橙子 有什么事会找他聊 虽然小林橙子知道 辉原哀住阿里博士家 一般会联系阿里博士 但如果学校有特殊活动 或者辉原哀有什么 跟他有关的不良情绪 也可能会找到他 不 不是辉原同学的事 小林橙子声呼一口气 声音铿锵有力道 是以同为少年侦探团 顾问的身份 想跟您见一面 池飞池感觉一股 无厘头的气息扑面而来 很想直接挂电话 不过考虑到 他和小林橙子不熟 对方又是辉原哀的老师 还是决定维持礼貌 我不是少年侦探团的顾问 咦 不 不是吗 小林橙子有点猛 他心里计算了 池飞池会回复的各种答案 包括以我很忙为理由拒绝 但没想到池飞池会说 自己不是少年侦探团的顾问 可是 我听小岛同学他们说 我没答应过 池飞池道 小林橙子 也就是孩子们自作多情 他还当真了 特地打个电话 给池飞池 可是 就算是这样 池先生能不能含蓄一点 或者就假装自己 答应孩子们了 不知道这样 他会很尴尬的吗 池飞池 那边没生了 是尴尬 还是气恼 这都尴尬的话 那小林橙子的脸皮 实在不够厚 分析一下 这种人自尊心 羞耻心比较强的那种人 比较在意别人的看法和眼光 会对自己要求高 从剧情里看 小林橙子的脾气很好 应该不会因为这个 就气恼 而尴尬 则符合个人性格 反推过来 小林橙子 现在在尴尬 小林橙子 池先生怎么不说话了 还在听吗 他现在该怎么办 就这么放弃了吗 现在好安静 让他觉得 怎么开口都不太对 这算是冷场了吧 池飞池 他还以为自己 已经远离冷场了 没想到碰上不怎么熟的人 冷场又像个痴情的女孩一样 回到了他身边 不过也验证了一句话 因尴尬而沉默 会让气氛更尴尬 小林橙子 有没有人来救救他 告诉他 遇到这种家长 该怎么办 不过也不算拒绝 池飞池考虑到 自己今天没什么重要的事 看了看墙上的挂钟 语气平静到 现在8点015分 我大概会在8点50分抵达学校 我们到时候打电话联系 还是我去办公室找你 啊 小林橙子没想到冷场了半天 池飞池都能若无其事地把话接上 有点怀疑 池飞池刚才只是手头有事 没能讲电话 不过见池飞池这么淡定 他好像也没之前那么尴尬了 您到一年几组的办公室 来就好 我上午都会在办公室里 不好意思啊 池先生 下雨天还麻烦您跑一趟 我从小就是江湖穿乱步的推理迷 自从做了少年侦探团的顾问之后 我有种参与到那个世界的感觉 所以一直想跟您见一面 是有些胡闹 真是抱歉 如果您忙的话 还是我过去拜访吧 正好我还没有正式去您那家访过 没关系 我过去 下雨天没什么可忙的 爷 也对 那我等您过来 挂断电话 池飞池召唤了一只乌鸦到身前 去玩偶墙上 取下血兔子玩偶 递给乌鸦 叫上两只鸟 送到飞沫那里保存 啊 乌鸦点了点头 抓住兔子玩偶 持飞池把乌鸦送到附近的天空中 这才转身收拾桌上的电脑和照片 准备出门 这才刚调查完本堂应诱的事 小林成子就提出面谈 还说到家访 他得防备着老天爷给他下套 抵单高中 窗外 小雨像一袭笼罩着天空的薄纱 轻盈柔和 让人不知不觉 就会忽视掉雨声 随着上课时间到 办公室里有课的老师走了一批 变得冷清了不少 小林成子在抽屉里翻找东西 听到敲门声 抬头看到站在门口的持飞池后 愣了一下 站起身招呼 持先生 你来了呀 请进 既然是正式来学校 持飞池也就穿了正装 虽然没有穿礼服欺负人 但黑色外套白衬衫 西装笔挺 依旧显得很正式 再加上冷淡的神情和目光 偏高的个子 走近时从容淡不拖沓的脚步 让小林成子心头瞬间压抑了不少 持飞池到了小林成子办公桌旁 见小林成子有些心不在焉 主动出声道 小林老师打扰了 啊 小林成子回神 拉过一旁的空椅子 抱歉 我刚才走神了 您请坐吧 谢谢 持飞池把椅子往后拉了一些 从容坐下 小林成子也重新坐了回去 发现自己抬眼 就能看到持飞池 大概是离压力员过境 心里还是有种即将考试的紧张感 缓了缓 拿起之前翻找出来的一些照片 正色道 持先生 虽然我跟你之前见过 但我从来没有作为会员同学的班主 正式跟您沟通过 既然今天劳烦您跑过来 在说我个人的事情之前 我想跟您说说 会员同学在学校的表现 如果您对地单小学 或者我个人的教学工作 有什么疑问 请务必指出来 前言正式严肃 但实际上说起情况来 气氛就轻松得多了 小林成子跟持飞池 分享了班里手工课的作业展照片 有把孩子们全部作品 放在一处拍的照片 也有小组的照片 而在小组照片中 孩子们和作品是一起出镜的 少年侦探团五个人在一组 用黏土做的小海豚放在桌上 人就在桌旁 元太手边的作品 与其说是海豚 不如说是长得像鰻鱼的奇怪生物 黏土还涂了一片黑墨 朝镜头比V手势露出大笑 光焰 不每站在桌后 身前的作品显得正常一些 不过还是加了黑墨 再往又是辉元埃 看辉元埃的作品 就能知道三个孩子 为什么在作品上加黑墨了 那做的根本就不是海豚 而是虎精 只不过三个孩子做的比较抽象 辉元埃做的逼真不少 辉元埃在照片中 侧身在不美身后 就像一个害羞的小女孩 低着头 在被不美和一旁的柯南一挡 连侧脸都不怎么能看清 至于柯南那边 桌上就是规规矩矩的海豚 没有特地染色 做成虎精 原本我是让孩子们做海豚的 因为海豚可以在动物园 电视上看到 出现的频率很高 是很受大家喜欢的动物 大家也都认识 小林橙子说起孩子们 倒是把之前的不自在 忘得一干二净 无奈笑了起来 不过小岛同学 吉田同学 远古同学和会员同学 都加了黑墨 池飞驰低头看着照片 飞驰从池飞驰一领探头 也认真盯着照片 不时吐一下蛇性子 我问小岛同学 是不是在做飞驰 他说不是 是你养的虎精 小林橙子偷偷抬眼看了看池飞驰 见池飞驰 依旧一脸平静冷淡 心里不由感慨 现在的有钱人爱好真特别 不仅养蛇 连虎精都养上了 江湖川同学 说他比较想做海豚 小岛同学 还差点跟他吵了起来 不过他们最后还是决定 让一只海豚 混进小虎精的队伍里 真的很可爱呢 池飞驰 他觉得小林老师 这种说法更可爱 对了 你看这里 小林橙子伸手 指着照片上 会员挨做凭 虎精的前端 兴致勃勃地继续分享 会员同学做的小虎精 不仅身体结构 颜色都很逼真 头前端也没有海豚那么尖 对吧 他说 是因为海豚有突出且细长的会 而虎精的嘴巴 看起来没有那么突出 会圆润一些 还有背棋 想到那杰克 变成了辉原哀 和柯南进行虎精科普 小林橙子 陷入痛病快乐者的情绪中 因为那杰克上 辉原哀和柯南 还陆陆续续说了 虎精和海豚是近亲 不过区别有以下几点 虎精用肺呼吸 虎精被叫杀人精 能捕食鲨鱼 但是跟海豚一样 对人类还算友好 除非虎精由于圈养 精神压抑 所以他们持哥哥的虎精 是放养在大海里的 野生虎精 可以活四十至六十岁 虎精群体生活 由雌性主导 虽然有一些话 他不太懂 比如放养在大海里 是怎么做到的 是不是需要在海上 设置为往 防止虎精跑掉 但总的来说 他上完那节课 感觉掌握的知识增加了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 他才会时不时地郁闷 感觉自己 像那几个孩子们的学生一样 但他又忍不住自豪 其他班可没有这种科普 他们班的教学质量超棒 孩子们也超棒 反正心情很复杂 就是了 池飞池一看小林成子这模样 就知道小林成子 肯定跟学校其他老师 没少分享 当然 也可能是自豪地炫耀 小林成子巴拉了一通 突然想起 池飞池似乎经常带孩子们玩 自己又养了虎精 搞不好这些知识 还是池飞池教的 他在池飞池面前说 就像班门弄斧 果断打住 低头翻找出一张画了画的美术纸 这个呢 池飞池看到画之后 来了兴趣 画作颜色鲜艳 除了大胆地用了紫 绿 黑 清这类颜色之外 灰色 棕色颜料 也选取饱和度比较高的颜色 用丰富的色彩 神奇地构建出了光照效果 画风抽象 隐约能看出 是由不同颜色的直线 三角和方块拼凑的三张人脸 人脸的脸部 也相当夸张 最左边 面向左的人脸 主要是灰色调 方块和直线 组成了一张夸张又僵直的脸 靠中上方的眼睛位置 是一个大大的紫色三角形 右边 脸朝右的人脸 主要有灰色和棕色 线条扭曲出圆镜的视觉效果 脸上有两个竖着排列的白色三角形 中间的人脸 似乎是正面脸 色彩主要是橙 紫 黑三色 整体细长 除了占据画纸中间 从上到下一整块位置之外 两侧错落的黑色方格 还铺满了左右的空白处 跟左右脸的灰色块 棕色块 形成了让人舒服的色彩过度 就像把三张脸 诡异地拼接在了一起 乍一看 画上总体说不上来 是什么抽象的东西 但仔细看 画上的脸从左中右的顺序 应该是他 石家奈 阿丽博士 这就是会员同学美术科的作业 小林成子汗了汗 作业的题目是家人 时飞时点了点头 嗯 能看出来是我 我母亲和阿丽博士 小林成子 等于 等于 这都能看出来是谁 他当初第一眼看到 觉得画上夸张的线条 过于亮丽的颜色 不明所以的图案很诡异 差点怀疑灰原小朋友 平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心里不太健康 所以才会画出这么诡异的画 不过少年侦探团的其他孩子 能认出画的是谁 池先生也能认出来 问题来了 是他瞎 还是他自身携带的艺术细菌不够 池飞池继续观察着 整体风格和色彩的运用 仿照罗伯特德劳内的战神广场 红塔 但颜色运用比战神广场 红塔 夸张得多 是 是啊 会员同学也是这么说的 小林成子干笑着 算是彻底服气了 没错 当时会员爱用 跟池飞池有八分相似的冷淡神色 说出同样的话 这是仿照罗伯特德劳内的画作 战斗广场 红塔 来画的 不过 我想让颜色造成的视觉冲击 更强烈一点 然后一脸了然的柯南 又开始跟他科普 什么是厄尔普斯主义风格 下华线 其他人怎么能明白 每天接受学生教导的他 心情有多么复杂 心里同情 且心疼了自己两秒 小林成子打起精神来 收拾着桌上摊开的画作和照片 会员同学的基础课业 完成得很优秀 手工课 美术课的表现也很好 他的动手能力强 又有想法 体育课的成绩 也能排得上前列 学业上绝对没有半点问题 不过 池先生 虽然这么问很冒昧 但我还是想知道 您家里对孩子的教育 是不是有些完美主义 比如对各方面的要求 都比较高 池飞池没有丝毫迟 从容且冷静地回应道 您大概有所误会 我们家养孩子也是放养的 是 是吗 小林成子有点猛 她以前跟学生家长沟通 遇到过对方说 我们家很开明 我们家比较重视规矩 孩子健康就好了之类的话 还是第一次听有家长说 我们家养孩子是放养的 小艾的父母很早就过世了 她被身为亲戚的阿丽博士收留 池飞池说了阿丽博士 和汇圆埃忽悠她那套说辞 之后 我母亲成了她的教母 但无论是阿丽博士 我 还是我母亲 都不会对她的学业有严格的要求 只希望她能够快乐成长 原来是这样 小林成子缓了过来 一脸感慨 她和班上的江湖川同学一样 比同龄的其他孩子成熟稳重 但江湖川同学 偶尔也会跟同学打闹 上课有时候 也会像其他孩子一样走神 而会员同学 不只是体育课上 对互动游戏不太活跃 平时从来不会像其他孩子一样 跑跑跳跳 走路都显得很稳重 听课很认真 作业完成得很认真 所以 说着 小林成子看了看身旁 坐得笔直的池飞池 尴尬笑了笑 我还想着 是不是池先生家里 对孩子的学业 日常的行为举止 有过高的要求 以至于剥夺孩子的玩耍时间 忽略了孩子成长所需的快乐 虽然误会了 但其实也不能怪她吧 自从认识池飞池以来 她跟池飞池的见面不多 记忆最深刻的 还是第一次在学校活动上见到 她朋友直接被池飞池吓到了 她当时只是觉得 这个年轻人一脸冷漠 穿着黑衣服 看起来不太好相处的样子 但也没从池飞池身上 感觉到蛮横或者粗鲁的气息 正好相反 池飞池 似乎天生就散发着一种 从容沉静又疏离的气度 之前受她朋友的惊吓影响 她没怎么注意 池飞池站着说话的细节 就记得脸色和目光是够冷漠的 不过刚才她留意了一下 无论是之前见面 还是今天池飞池进来 拉椅子 入座 她从来没有从池飞池走路的步伐中 感受到拖沓笨重 或者急切慌张 池飞池走路速度很均衡 每一步的距离也不会有太大差距 就像丈量过一样 以最从容内敛的速度 踩在最从容内敛的点 坐下时的速度平稳 椅子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 坐着跟她聊天 躯干给人的感觉依旧端正 却又不显得僵硬死板 反而很从容 很自然 她突然想起 辉渊哀走路 也不会像小女孩一样蹦蹦跳跳 上课时也没有见过辉渊哀 露出懒散模样 写字坐姿都十分标准 所以她就在想 会不会是持家对孩子的教育 太过于追求完美 不仅要学业好 行职礼仪优雅得体 性格还要稳当内敛什么的 严重怀疑辉渊小朋友 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上学要学习 放学回去还得学 失去了小孩子 该有的快乐童年 池飞池见小林成子 一直往自己身后 转头看了看椅子靠背 大概猜到小林成子 为什么会误会了 解释道 我小时候 确实有过行为举止的纠正 大概是五岁之前 我母亲比较在意这些 不过她不会太苛刻 只是纠正身体晃动 太背懒之类 会显得失礼 或者不利于健康的问题 至于小爱的行止 从我们认识她就是这样 也没有什么可纠正的 小林成子点头 看池飞池的目光 莫名就带上一丝同情 池先生小时候 会觉得很辛苦吗 不会 从一开始出现问题就纠正 身体会慢慢形成习惯 池飞池往后靠了些 看着小林成子 而且 我母亲是觉得 如果不在意坐姿 要么显得背懒 没精神 似乎不太重视对话 要么显得过于强势 给人居高零下的感觉 我和小林老师 用这种姿态 沟通会很不合适 有时候自己注意一下 可以让别人更舒服 小林成子 看着往后靠的池飞池 感觉压力觉得大了不少 再想想 之前跟池飞池沟通 确实没有被轻视之类的感觉 笑道 也对 原本就有些 啊 也没什么 再者 既然跟小林老师说正事 我也想正事一点 池飞池又恢复了之前的坐姿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也会躺得趴着 所以也说不上辛苦不辛苦 小林成子很想说正事大可不必 您冷着脸 就够正事的了 不过话出口 还是委婉了不少 其实不用那么正事 您可以把我当朋友 相处起来也可以放松一些 我好像也只是大了您几岁 咦 对啊 他记得池飞池应该是比他小六岁吧 是什么 让他丧失了面对弟弟一样的感觉 要是池飞池稍微成熟一点也就算了 偏偏他觉得 像是面对一个比他年长很多的强势家长 觉得紧张诉讼 就像是有时候觉得 江户川同学和辉员同学 可以做他的老师一样 角色颠倒 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毛病 比如对人的感觉出了问题 想不通 很想不通 我知道了 池飞池本来想说我们没那么熟 不过考虑到他现在想了解 自家妹妹在学校的情况 不能冷场 也就没那么直白 小林成子笑了笑 低头看到桌上的照片 又抬头认真脸看池飞池 我们继续说会员同学的情况吧 他是比同龄人早熟 但您看照片应该也发现了 他在拍照的时候会表现得很胆怯 那您觉得 他会不会是因为父母去世的早 心情一直压抑 也很没有安全感呢 还是不太喜欢拍照 时飞时想了想 都有 这样啊 小林成子认真思索着 失去的安全感 可以一时找回来 但心里的遗憾和不安 要让时间去消除 会员同学每次回家都很积极 看来在家里让他很放松 也很有安全感 而在学校里 大家其实都很喜欢他 既然环境好 那就慢慢来吧 至于他不喜欢拍照的问题 我以后会注意一下 尽量少一些 不让他觉得为难或者勉强 等他接触多了 习惯并接受再说 您觉得呢 这样就好 迟飞迟到 小林成子对学生上心 心态和思想也正 遇到这么一个老师 他没什么好指手画脚的 那我说说 个人的私事吧 小林成子抬手 低头看了一下手表 发现时间不多了 也就没再耽搁 说了自己找吃飞时的原因 起因是 一年必班有两个学生 一个是刚转学过来的女孩 由于不熟悉环境 又不太喜欢说话 所以一直没有交到朋友 另一个是开学前就受伤休学 回来上课后 同样难以融入班里的男孩 小林成子发现 两人独来独往 在学校里跟同学 也几乎没有交流 担心这样下去会出问题 所以就想找一个有趣的方式 让班里其他同学认识 记住两个人 最好能通过一场活动 让孩子们产生互动 让两个孩子能够尽快融入班级 想到的方法 就是把两个孩子的名字 和柯南 元泰 光艳 不美的名字编成暗号 让班里的同学 趁着活动课 玩一场推理游戏 在地单小学一年必班 少年侦探团 就像是核心小团体一样 其他学生都崇拜又佩服 由于有柯南和会员埃 两个观念正确 震得住场子的人在 少年侦探团说话 比较让人幸福 又因为都是学生 由少年侦探团的五个人 主动去接纳那两个孩子 带动其他学生去接纳 会比小林成子 这个做老师的提出来 要好得多 至少两个转学生 不会尴尬 或者觉得刻意 怀疑同学 是因为老师的话 才接纳自己 在人际交往方面的信心受挫 也会过早对情义的真实性 产生怀疑 池飞池听着小林成子解释 发现少年侦探团 就是一年必班班霸小团队 还好有柯南和会员埃 两个假小学生在 其他三个孩子也不坏 不然稍有偏差 那就是霸凌小团队的雏形 不过小林成子找他来的原因 他也算是弄明白了 简单来说 是小林成子设计暗号的时候 中二病上头 觉得自己虽然在侦探技巧 和知识储备稍微弱一点 但他是成年人吗 还是老师 有必要作为少年侦探团的监护人 所以觉得自己 当得起少年侦探团的顾问 一时热血上头 就给他打了电话 想把他这个顾问也叫过来 玩一场正式的推理游戏 也算是作为顾问 给少年侦探团组织了一场活动 嗯 哪怕小林成子说得委婉含蓄 遮遮掩掩 哪怕小林成子说 是想找他来看看暗号行不行 不过池飞池还是判断出 小林成子当时就是中二之魂熊熊燃烧 给他打电话 百分百有冲动的成分在里面 本来是想算上会员同学的 不过他的名字加不进暗号里 这个暗号已经让我头疼好久了 小林成子无奈笑着 突然听到上课铃声响 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小林老师 池飞池看小林成子这模样就明白了 估计还是现在开始的这节课 是啊 我要去上第四节课 顺便组织孩子们吃午餐 小林成子回神后 起身拿起桌上的教材 急匆匆往外跑 池先生 你先看暗号吧 要是觉得无聊 可以在学校里四处看看 一个小时后我们在这里见 我到时候会从供应餐点那里 给您把午餐带过来 真是抱歉 适赔了 池飞池没有伸手拿桌上的暗号纸 帮忙拿过一本书 押住纸页 起身出办公室 到了一楼走廊间 看着朦胧的雨幕走神 他原本就记得大概的剧情走向 在听小林成子说了 一边暗号怎么想到的 解暗号的关键是什么 以至于完全失去了期待感 还不如自己清静一会儿 眼前秋雨如烟如雾 孩子们稚气未脱的声音 在身后各个教室响起 明明学校里算不上安静 却有种宁静美好 与天真活跃交织的奇特气氛 有时间得适当放空 一下大脑 不然容易变成蛇经病 飞翅跟着发了一会儿呆 觉得很无聊 搜一下窜进雨幕 在水洼里打滚洗澡 哒 哒 身后楼道间 传来骂青的脚步声 飞翅留意了一下 继续在水洼里玩水 主人 有人从楼梯上下来 是一个眉毛和胡子很长 穿着棕色西服 看上去身体很硬朗的老爷爷 鉴于飞翅没说有危险 迟飞翅也就懒得回头看 老爷爷 那大概是地单小学的校长吧 是叫 叫什么来着 前世在剧情里 分明看到过地单小学的校长 出场不止一次 穿越过来之后 他也在学校活动上 听过这个校长演讲 不过他只记得 那个名字尝起拗口 算了 他选择放弃回忆 脚步后 在楼梯口停了一下 又继续接近 来人走上前后 和持飞翅并肩而立 侧头看了看身旁年轻人 面无表情的侧脸 冷淡 却没有焦距的双眼 跟着看向雨幕 假装出疑惑的语气 调侃道 我记得学校里 可没有这么高的雕像啊 持飞翅 怎么不说他 是具尸体呢 总不可能是一句 立在这里的尸体标本吧 直松龙四郎 依旧直视着雨幕 像是自言自语一样的低男 算了 哪怕天空一直阴沉沉的 但这场秋雨内脸稳荡 细看下来别有风韵 尤其是校园的秋雨 很适合感受其中的静谜 持飞翅看向身边 某小学校长 怀疑老爷子年轻时 也是位阴阳家 不过是年岁大了 说话语调慈祥平缓 损失了身为老阴阳家的攻击力 察觉到对方手里并没有拿伞 心里的警觉一闪即逝 面上没有丝毫异常 轻声问道 您是特地来找我聊天的 一 对方没有带伞 身边也没有跟着带伞的老师 助理 或者司机 说明不是为了离开学校 才到一楼来 二 在这种气温颇低的下雨天 一般人能不出门 就不会出门 免得雨水 把衣服打湿 着凉感冒 作为一个校长 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 如果不离开学校 想看雨在办公室 看窗外就行 到一楼走廊下来看雨 视野反而没有在楼上那么开阔 要是实在闲得慌 坐不住 也可以去教室外的走廊寻游 顺便了解一下学校的情况 总之 对方应该是特地到一楼来的 是巧合吗 还是看到了他 专门来找他聊天呢 三 问题来了 他从教室办公室 所在的三楼到一楼来 只在封闭的走廊和楼道间移动 期间没有遇到任何人 而校长办公室在教室办公室上一层 对方理应看不到他的动向 怎么会知道他在这里 还是说 一直在悄悄盯着他 细思极恐细练 直松龙私狼 转头看了看走廊镜头 又对持飞时笑道 我到一楼来拿些东西 看到有年轻人站在这里 看着雨幕走神 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 忍不住多说了两句 你不会嫌我啰嗦吧 不会 持飞时见飞翅爬回来 蹲下身拎起飞翅 我也并非心事重重 只是想静静看会雨 哦 在一个人的世界里 放松一下吗 那还真是不错 直松龙私狼看到飞翅 也没有被吓到 好脾气地笑着道 对了 小林老师和一些老师聊天的时候 我听到他们说 一年级有学生家长养了蛇座宠物 他们说的就是你吧 我记得是池 池飞池 池飞池主动报名字 也主动问了 那您 直松龙私狼慈祥校校 我是地单小学的校长 池飞池陈默等下文 这个他知道 所以 名字到底是什么 静了一瞬 直松龙私狼街上之前一段 直松龙私狼 很高兴认识你 懂了 就是不记得他的名字 几乎每次学校活动 他都有开场致辞 难道他就这么不容易 给人留个印象吗 您好 池飞池拎着飞翅 手里 也都是泥土和雨水 也就没有伸手 只是打了招呼 又如实道 您的名字比较拗口 我没记住 直松龙私狼 用无语目光 瞥了池飞池一眼 很快又热心邀请 那么你要不要跟去看看 我要拿的东西在展厅 那里 摆了不少孩子们 为学校迎来的奖杯 好 池飞池没有拒绝 掐住飞池的脖子 阻止一身脏兮兮的飞池 往袖子里爬 不过 我想先去烫洗手间 挣扎中的飞池 他是差点忘了自己 还没洗干净 不过主人能不能 别学小爱掐他脖子 两人达成同行协议后 池飞池去洗手间 冲洗飞池 又跟着直松龙私狼 去了展厅 展厅里 奖杯 奖状摆满了好几排玻璃柜 大多数是学生团体奖 直松龙私狼开门后 笑咪咪让池飞池随便参观 自己去看奖杯 顺便解释了自己过来的原因 办公室 只有学校奖项的奖杯 还是太单调了点 我想再挑几个孩子们和老师们获得的奖 拿去装饰办公室 池飞池走到玻璃柜前 看着里面排列整齐的一张张奖状 一个个奖杯 来挑奖杯去摆发 这个理由没什么问题 下雨天闲着无聊 想重新整理一下办公室也不奇怪 那果然是他奖多了 这里的奖杯还好 只刻了某某届X比赛 但奖状上会详细印上X班某某某某某某同学 奖状能留在这里的 全部是社区性质的比赛 一般会给学生单独发一份 再给学校发一份 他这么看过去 居然看到了不少熟人的名字 宫藤幽座 毛利小五郎 宫藤有西子 飞英里 邱婷莲子 宫藤新衣 毛利兰 林牧原子 体育类的 有足球 棒球 文化类的舞台剧评选 辩论赛 手工设计 地单小学的人才不少 他记得阿力博士 木之下福沙会 千叶和深 工业明美 也在地单小学上过学 其他像是某个政要 张状中看到 大概是阿力博士 毕业的时间太早 他没有看到 阿力博士的名字 而且有一部分人 在小时候 没有展露头角 却在长大之后 获得了惊人的成就 说到底 这只是人生中的 一小段时光 奖项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比如天赋 智慧 但又不能说明 全部问题 比如人生的成功 或是失败 直松龙私郎 用钥匙打开柜子 拿出两个奖杯 又转身去 另一边的柜子前 继续开锁 坚持飞持 对奖状感兴趣 笑道 不少已经毕业的孩子们 有时候会回到学校来 在学校里走走逛逛 追忆一下童年 偶尔也会来这个展厅看看 不管名单有没有自己 只要看到同时期 某个大家都知道的名字 就能聊上半天 十分钟后 持飞持帮忙 抱着放了五个奖杯的纸箱 跟着笑眯眯的 直松龙私郎出门 上楼 严重怀疑老爷子跟他搭话 就是想勾搭 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来 帮忙搬东西 直松龙私郎 带路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把奖杯摆好后 还邀请持飞持一起去吃午饭 不过持飞持想到 跟小林成子约好了 果断拒绝 直接出门 在持飞持出门时 直松龙私郎笑呵呵的声音 还从办公室里传出 如果平时想过来 的话就过来看看吧 我随时欢迎哦 啪哒 持飞持把门关上 将声音隔绝在身后 往楼梯口走去 路过转角时 转头看了一眼窗外 那是体育仓库的方向 他记得 那里有个废弃的地下室 里面还躺了一具 已经化为白骨的尸体 不知是想起 有人也曾 翘无声息地死在这个学校 还是今天的天空太过阴沉 他突然觉得 地单小学 也没那么像 光明正义的象牙塔了 给他一种神神秘密的感觉 他似乎 也一直把直松龙私郎 往坏的方向去想 被害妄想症 好像不是 他没觉得自己处于险境 但也没办法 这种在剧情里出现过 个人性携手 可以被取代或者忽视 却又不时晃一下的人 让他不知不觉 就想提起防备心 下课铃声响起后没多久 池飞池跟小林成子 在一年几组的办公室门口碰面 地单小学 除了供应老师的午餐 还会多预留几份 提供给有师到学校来的家长 小林成子 跟下课回来的其他老师 打了招呼之后 把带回来的午餐盒 递给池飞池 拿着写了暗号的纸 跟池飞池跑到音乐教室 吃午饭 我要开动了 小林成子拿着筷子 双手合十 一脸虔诚地说完 看了看已经开吃的池飞池 欲言又止 他跟孩子们说过 我要开动了 是需要认真说的一句话 意思 其实是对食材说抱歉 我用你的生命 来延续了我的生命 也是感谢食材的付出 感谢曾经为了 摆在眼前这份食物 而付出过的人 好想跟池先生聊聊 但这样会不会显得太多管闲事 毕竟怎么做是人家的自由 又不是他的学生 他没必要盯着别人的习惯不放 可是 池飞池发现小林成子盯自己 解释道 抱歉 不是特别正式的场合 我不太习惯守那些规矩 啊 没什么 小林成子连忙摆手 见池飞池都解释了 决定放弃纠结 低头吃了一会儿饭 觉得沉默吃饭 有点不够热情 聊起别的话题 我让孩子们放后去别的地方活动 把教室借给我用一下 一会儿 我们偷偷去教室里布置暗号 是非吃 小林成子 然后我们就回音乐教室来等 江湖川同学很聪明 不过想要破解我的暗号 应该还是需要花点时间吧 不对 还是要防备一下 要是没有大家都参与的环节 那就变成 他一个人出风头 而不是让那两个孩子 更好地融入团体了 池飞池 小林成子 话说回来 刚才我那两个同事 看我们的目光 是不是有点奇怪 不过也难怪了 虽然平时也会有家长 在学校里用餐 但谁让池先生这么年轻呢 不是大叔们 所以大家才容易想多 池飞池 飞池看了看 坐在前排喋喋不休的 小林成子 又看了看默默吃饭的池飞池 总觉得画风很奇怪 小林成子 不过他们 好像只知道 你是我班上学生的哥哥 不知道你小我好多岁 我没有考虑过姐弟恋 还真是可惜 池飞池 小林成子 不过我是有考虑过 让池先生来活动课上帮帮忙 因为听小岛同学他们说 你会弹钢琴 料理也做得很棒 而且 作为名侦探毛利小五郎的徒弟 应该知道很多有趣的事件 所以我想邀请过来 跟孩子们互动一下 如果你有空的话 能不能考虑一下 至于时间 就由你来决定好了 或者由会员同学跟你商量 你看怎么样 池飞池吃得差不多了 起身收拾 没问题 池先生没有说我吃饱了 小林成子瞬间注意起这个细节 又强迫自己忘记 好奇问道 池先生一直不太喜欢跟人交流吗 池飞池看了小林成子一眼 一脸平静地低头继续收拾桌面 话都被你说完了 我没什么好说的 小林成子一夜 甘笑道 池先生不会是在吐槽我画牢吧 不过也没关系啊 你也可以说说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我的兴趣爱好其实还蛮多的 毕竟作为小学老师 有时候也应付孩子们天马行空的各种问题 不过如果是特别专业的话题 我就不是很了解了 池飞池 他真的觉得话都被小林成子说完了 大家又不熟 他听就是了 饭后 两人收拾完桌子 又到了一年闭班教室里 小林成子把写了数字的暗号纸翻出来 走在座位间 左右看着 一号放在远古同学的课桌抽屉里 二号是吉田同学 池飞池站在教室门口 看着小林成子一边喃喃自语 一边把暗号纸放进孩子们的课桌抽屉 目光不时在小林成子的手上停留 虽然他们不是在做违法犯罪的事 虽然一个活动不至于有人查指纹 但他真的很想让小林成子戴手套 做这种鬼鬼祟祟神神秘秘 假装自己被怪人绑架的是 小林成子不戴手套 就把纸放进课桌抽屉 在纸张胶带书桌上留满了指纹 他强迫症都快犯了 不过这种事确实没必要戴手套 他提出反而会显得神经兮兮 他人 小林成子放好暗号纸 又拿着胶布和剩下的两张纸 到黑板前 转头笑道 池先生 这一张要贴在黑板上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 哎 您这是 池飞池已经用手帕垫着手 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 黑色扭扣样的东西 在讲座旁蹲下 我装个窃听器 方便我们远程监控禁度 爷 也对 小林成子遗憾 心里感慨 不愧是侦探的徒弟 调查什么的 一点都不含糊 连窃听器都随身带着 他果然还是不够专业啊 那您帮忙布置一下 交代我自己来撕就好 池飞池心里松了口气 蹲着模仿了一下 小孩子的视线高度 把窃听器放在小孩子 也不容易看到的 讲座内侧最下角 让他看着小林成子 把指纹到处留 他已经够难受的了 要是自己 还得在交代这种 容易沾上指纹的东西上 留一堆指纹 他会更难受的 小林成子动作很麻利 在黑板上贴了张暗号纸 又在门上贴了一张 小林老师在我手里 你们知道他在哪里吗 怪人二百面相的纸张 招呼跟出来的池飞池 撤到音乐教室 我是江湖穿乱步的推理迷 里面的怪人二百面相 虽然是坏蛋 但是想起来还是迷得不行 孩子们应该也能知道的 对了 池先生放置那个窃听器 怎么用啊 咦 用手机就可以了吗 那能不能接上电脑 我觉得 有看起来很专业的设备的话 会显得更酷哦 二十分钟后 结伴回教室的孩子们 发现了教室门上的纸 一个个担心得不行 少年侦探团班霸五人 组到门口时 就被围住了 孩子们像找到了主心骨 叽叽喳喳说着小林老师 被怪人绑架的是 柯南看出了 这是小林橙子设计的推理游戏 也没拆穿世界上 没有怪人二百面相 进教室后 组织孩子们 找出了抽屉里的暗号纸 疯狂带节奏 趁机思考 在被追问时 准备推理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 元太的数字六 为什么是红色 叮咚 教室里的广播响起 一年B班的江户川柯南同学 请马上到教员室来 重复一遍 一年B班的 元太一愣 柯南 是找你言 是啊 柯南也有点猛 猜测是小林橙子 故意叫走他 决定配合一下 把游戏交给孩子们 慢慢玩 转身往门外去 总之我先去一趟 等等 柯南 那暗号 交给你们了 啊 在柯南离开后 辉原哀接手了带队任务 鼓励孩子们 别依赖别人 自己去思考 柯南出门后 左右看了看 眼里多了一丝疑惑 也没声张 思索着往楼梯口走去 奇怪 如果不是小林老师 他实在想不到 学校里有什么人 能够用学校广播 在这种时候 把他叫走 但小林老师 没有在门口偷听 是怎么知道 他已经解开了暗号的 不在附近偷听 却能对他们的情况 了如指掌 那就只有用窃听手段 小林老师 不可能会用这种方式 事情 好像有点不对劲 音乐教室 所在的走廊尽头 小林橙子猫着腰 躲在楼梯口 压低声音 也掩不住 跃跃欲试的心情 江湖川同学 要去教员市 一定会路过这里的 我们就在这里把他绑走 同学们也想不到 他被带到了哪里 他没想到 池先生那里 是这么有趣的人 居然提议跑来下柯南 一想到 那个小鬼 平时一脸老长的模样 他就举双手赞成 太值得期待了 池飞池站在一旁 转头看窗外 雨听天放晴 那具白骨还在躺在那里 不能只有他一个人 胡思乱想 疑神疑鬼 怎么也要让柯南 不同甘指共苦一下 看小林老师的样子 心里也很期待 大家在吓哭柯南这件事上 好像特别容易达成共识 他 他 柯南上着楼梯 皱眉思索 他身后没有人 鬼鬼祟祟地跟着 那说明 真的没有人在教室外偷听 是巧合吗 小林老师只是随便猜到了 他可能已经破解了暗号 才把他叫出来 不对 小林老师不可能猜准 他什么时候说暗号的答案 万一他不说 他早一点或者晚一点解除暗号 叫他出来 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叫他出来的时机太巧了 他 他 上楼的脚步声越来越慢 柯南神色越来越凝重 现在要不要回教室里确认一下 看教室里有没有窃听器 如果有窃听器 那这件事就得重新考虑了 小林老师怎么也不会放窃听器 很可能还有别人 这次只是一场推理游戏吗 还是说 小林老师遇到了什么危险 上方楼梯口 小林橙子 听着脚步声越来越慢 最终停住 有些急了 刚想探身偷看 肩膀就被一只手给按住 疑惑回头看吃非吃 吃非吃朝小林橙子摇了摇头 示意小林橙子 别出声 别露头 名侦探觉得想不通 想不通是正常的 如果没有这些疑似有危险的铺垫 一会儿怎么可能吓到柯南 至于柯南会不会折返回去 他倒是不担心 估计是去找窃听器 等找到之后 柯南就会确定事情不妙 小林老师可能有危险 那名侦探会怎么做呢 组织孩子们帮忙查明真相 还是觉得危险 决定隐瞒下来 自己想办法解决 不管柯南怎么选 他都可以准备更精彩的套路 等着柯南 停了一会儿 柯南怀疑自己想多了 继续上楼 这里可是学校 有那么多孩子 老师 又是下午的活动课时间 虽然因为之前下雨 活动都改在了室内 但也随时有可能会有人路过走廊 楼梯 一些教室 如果真要有人想搞点什么事 也不可能选择这种地方 这个时间 楼梯口 时飞时发现一眨眼的功夫 小林成子 就在他眼前变身了 变成了全身漆黑 分不清男女的小黑 这 不可学 难道小黑是光之魔人的半生物 只有柯南接近到一定程度 或者跟柯南产生某种联系 对某人有邪恶念头的时候 黑哥马甲 才会附着到某个人身上 不过话说回来 除了他之外 其他人好像看不到黑哥马甲 这种全身屏蔽外挂 只是没看清特征 没看到脸 不确定是男是女 小林成子弯腰多好 听着脚步声又继续接近 黑哥马甲附身 嘴角咧出细血的笑 白牙森森 在脚步声踏上最后一级阶梯 柯南也出现在视线中时 猛然伸出了双手 柯南正纠结着 要不要回去 突然发现 耳边有不正常的风声 脸色一白 但根本来不及反应 嘴就被一只手捂住 而偷袭的人另一只手 也死死抱住他的腰 把他整个人往后拖 对方是冲他来的 为什么 为什么会 一旁 池飞池看着小林成子 把柯南无嘴拉到后方 欣赏了一下 名侦探花容失色的反应 虽然不如组织吓唬出来的效果 但这表情也相当不错了 让人瞬间身心愉悦 柯南瞪大着眼睛 发现视线鱼角 出现一抹黑色的人影 一瞬间想到了某个组织 额头瞬间渗出冷汗 瞳孔往右转 直到看清是池飞池后 眼神从惊恐转为迷茫 等等 是池飞池 那么 当当 小林成子抱住柯南直接起身 笑咪咪道 抓住了 音乐教室 小林成子跟柯南解释完前后经过 柯南双手抱胳膊 坐在客桌上 垮着一张小脸 所以说 你们是临时决定吓我一跳的 抱歉抱歉 小林成子从桌上 拿起巴掌大的窃听 接受设备 插上耳机 准备继续监听 笑咪咪把耳机塞进右耳 因为江户川同学 平时一脸臭屁 让我好想看看 你被吓到的模样 柯南 什么叫一脸臭屁 就算他一脸臭屁 也不是吓他的理由吧 知不知道 人吓人会吓死人呢 小林成子 专心听着耳机那边传来的声音 跟池飞池传递信息 他们好像已经发现了规律 版本同学和东伟同学 也跟大家聊上了 原来大家记得他们的名字 柯南见池飞池 一脸冷淡地转头看着窗外 跳下客桌 走到池飞池身旁 伸手拉池飞池衣角 等池飞池看过来后 面无表情地仰头问道 你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这两人把他吓个半死 小林老师是他现在的老师 人也不错 又道歉了 他是气不起来 不过池飞池这家伙 是不是欠句道歉 听小林老师解释 这个馊主意 还是池飞池提出来的 如果不是打不过池飞池 他又不是那种喜欢打架的人 他真想挽袖子 跟池飞池好好讲讲道理 池飞池看着一脸别扭的柯南 有些没反应过来 说什么 柯南一噎 半月眼提醒道 这么吓唬小孩子 不是应该说句抱歉什么的吗 怎么 池飞池笑了笑 由于嘴角勾起的笑意过于浅淡 又因为目光始终平静 那很快消失的笑 显得有些冷 你还想跳起来 打我的膝盖吗 小林橙子一愣 忍不住看向石化在池飞池身前的柯南 他突然就预想到自己 接下来该做什么了 一分钟后 小林老师 你别拦着我了 小林橙子蹲在地上 双手锁着柯南的肩膀 甘笑道 柯南 放开 柯南手脚扑腾 拼命想往池飞池那边窜 我要跟他拼了 池飞池背靠窗台 侧头看着窗外飞过的鸟 神色平静 且无动于衷 跟他拼了 名侦探还是省省吧 小林老师 你放开我 柯南看池飞池这模样 感觉更气了 继续扑腾 扑腾 什么叫跳起来打膝盖 气人 吓他个半死 不道歉还嘲讽 相当气人 等他变回功腾心一 那虽然 也没有池飞池高 但就是十公分的差距而已 真是的 长得高了不起啊 真相让池飞池的话 变得更加气人 可是江户川同学 小林橙子抱紧柯南 笑得无奈 老是觉得 你跟池先生拼了 是不可能的事 柯南一秒实话 手脚步扑腾了 神色也在一瞬间凝固 是的 他打不过池飞池 就算恢复高中生的身体 也不可能跟池飞池拼了 最大可能是被一脚踢飞 他讨厌气人的真相 池飞池看着窗外的飞鸟飞走 这才收回视线 发现名侦探快气哭了 沉默了一下 抱歉 柯南 他气了那么久才说抱歉 简直毫无诚意 好了 小林橙子见柯南不扑腾了 才松开手 用哄小孩子的语气安抚道 池先生那么说是过分了一点 不过柯南你也冷静一下 听老师说 老师可以保证 他只是开玩笑 对吧 池先生 池飞池点了点头 本来就是开玩笑 名侦探要是努力跳一跳 还是可以打到他的腰的 柯南平复了 蹭蹭往上蹿的血压 听两人这么说 气势不怎么气了 就是郁闷 我知道 也对 明明知道是开玩笑 他刚才为什么 还让自己气得抓狂 郁闷 那就不要闹了 小林橙子叮嘱了一句 这才起身 拿起之前放在桌上的窃听设备 还好他有所准备 第一时间把设备放好 拦住江湖川同学 不然设备摔坏就不好了 柯南反思了一下 觉得应该是他之前刚被吓过 所以情绪不稳定 把生气当做了积压情绪的发泄口 心里默默告诉自己生气就输了 抬头看着继续监听的小林橙子 暗号的答案就是音乐教室 对吧 是啊 解开暗号就可以找过来了 小林橙子一手压在右耳边 听了一会儿耳机那边的响动 有些遗憾道 大家好像快 解开暗号了 池飞池和小林橙子对视一眼 确认到看来是没法把小爱提前叫出来了 柯南心里瞬间平衡了 看来这一套不是只给他准备的 池飞池的原定计划里 辉元也有份 想想他刚才瞥见一抹黑衣人影时 那种良意瞬间席卷全身的感觉 要是换成辉元 可 算了算了 那太残忍了 小林橙子叹了口气 又笑了起来 不过这样也好 辉元同学聪明又比大家稳重 说话也能让人幸福 要是把他也提前叫过来 其他孩子多费一些时间不说 还可能吵架或者想错思路 那样可就糟糕了 那就能大家过来吧 柯南装出小孩子的模样 一脸认真道 绑架小林老师的怪人二百面向 接受正义的审判吧 池飞池低头对上柯南的视线 神色平静且认真的轻声道 柯南别这么说 说到什么正义审判 他又会怀疑柯南这个刁民早晚害死他 会忍不住去考虑 要不要找机会把柯南弄死的 柯南一愣 听着池飞池放轻的声音 猜想着池飞池是不是不喜欢被当成坏蛋针对 心突然软了下来 解释道 我也是开玩笑的了 小林橙子 原本还想跟池飞池商量一下 要不要续场游戏 名字他都想好了 就叫怪人发出的挑战 他躲起来 让池飞池假扮怪人二百面向等在这里 想要彻底解救他 孩子们就要答个题什么的 不过看池飞池这么认真的表示抗拒 也就不好意思再提 也是啊 大家解完暗号 应该已经很累了 今天到这里就可以了 柯南感觉心态渐渐恢复正常 坐到椅子上 不过 小林老师 你和池哥哥的关系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 小林橙子回想着 大概是今天吧 柯南 这两个人平时也没什么来往 肯定是今天啊 他想知道的是 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让这两个人 透着古狼被围歼的气息 小林橙子笑了起来 而且我觉得自己之前对池先生有误会 他其实挺好相处的 柯南点头 这个没话说 他也觉得 只要耐心一点了解 池飞池这家伙 其实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难相处 小林老师作为小学老师 一向有耐心 跟池飞池的关系 突然好了不少也不奇怪 小林橙子继续监听 心里有些感慨 虽然池先生话不多 但也不会嫌他啰嗦 习惯了 就觉得池飞池说不说没关系 当成一个可以听他吐槽的人 也挺好的 而且吓唬了江湖川同学 他发现 池先生也不想他想象中那么冷漠刻板 是个很有趣的人 真要说起来 吓唬江湖川小朋友 才是有意快速发展的关键 不过江湖川同学刚才就气得不轻 这些真相他还是不说了 十多分钟后 一大群孩子吵吵闹闹地 跑到音乐教室外 辉元埃一脸无感地跟着大部队 江湖川被叫走 他得假装出小孩子的模样 一点点提示 引导着一群小孩子解暗号 是真的嘞 他多少有点理解江湖川平时的感受了 袁泰一马当先地冲推开门 豪气吼道 小林老师 我们来救你了 音乐教室里很安静 坐在客桌前的柯南和小林橙子转头 站在窗前的池飞池 抬眼 袁泰 被池哥哥的注视洗礼 突然就热血不起来了 不美有些惊讶 池哥哥 走在后面的辉元哀探头 看到池飞池后 也有些惊讶 他家老哥 居然玩到学校来了 挺意外的 其他孩子在门口交头接二 那个 是怪人二百面相吗 不是 是辉元同学的哥哥 上次学校活动我见过的 江湖川同学 好像早就到了 我们是不是太慢了 不是哦 小林橙子 听到孩子们的窃窃私语 起身走上前 弯腰对一群孩子笑道 老师被抓到之后 才发现 辉元同学的哥哥 也被怪人困在这里渴 江湖川同学去教员室的路上 也被怪人抓住了 是大家解开暗号的瞬间 怪人发现有好多好多人会来救我们 他害怕得先一步逃走了 辉元哀 瞥见小林橙子手里的东西 瞬间了然 小林老师说谎忽悠小孩子之前 能不能先把窃听设备收一收 周围孩子们眼睛亮了起来 灰元哀嘴角也露出笑意 大家真的很厉害呢 小林橙子笑眯眯说完 发现孩子们只是眼睛发亮地看着他 没有想象中 庆祝打败怪人的欢呼 顿时一头雾水 静了一下 一个孩子转头对同伴笑道 看来我们的推理是正确的 小林橙子一愣 哎 其他孩子也加入讨论大军 是啊 看样子也没有时间早晚限制 大家跟江湖川同学一样得分了 不过我还以为小林老师会找人扮演一下怪人二百面相 之后会有别的环节 结果居然没有啊 一个小女孩见小林橙子待在原地 目光复杂 略带同情 小林老师 你不会真的相信怪人二百面相存在吧 旁边 双手抱着后脑勺的男孩一脸无语 应该不会了 毕竟连小孩子也知道 那是推理中的人物 根本不可能存在于现实 我想 老师是觉得我们会相信 所以才那么说吧 另一个男孩一脸认真的生命 拜托 小林老师 我们已经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了 小林橙子干笑着 不知该说什么 他只是为了保护孩子们的童心啊 结果完全被看穿了 这年头的小孩子 真难应付 有孩子期待 看着小林橙子 小林老师 我们解决了暗号 会有奖励吗 这个 小林橙子继续汗 最后决定蒙混过关 鞠躬道 好了 老师认输 大家真的好棒 这样可以了吗 不行 一群孩子笑着起哄 少年侦探团小队 趁乱穿过孩子堆 往池飞池身旁集合 池哥哥 不每看到飞池探头 笑着打了招呼 飞池 你也来了呀 袁太转头看被缠住的小林橙子 暗号是老师和池哥哥一起想的吗 应该不是 会原哀评价道 这个暗号太简单了点 柯南点了点头 池哥哥好像只是过来帮忙 而且太复杂的暗号 也不适合小孩子啊 那边的小林橙子 他听到了 请收敛一点 不要再打击他了 谢谢 会原哀看着池飞时求证 那小林老师的目的 果然是为了让转学过来的东伟同学 开学就休学了一段时间的版本同学 融入大家 对吧 池飞时点头 小林老师是这么说的 小林橙子彻底放弃挣扎 连动机都被看得一清二楚 这年头的小学一年级学生真可怕 他还是先把眼前这一群应付了吧 最终 还是池飞池出了钱 让少年侦探团跑腿 去买些零食 给孩子们当奖励 小孩子是最懂小孩子的 拿到假面超人糖果的一群孩子 不闹腾了 高兴欢呼了一阵 谢谢小林老师 其实也不是非要老师给奖励 虽然有奖励更棒 奖励不是老师提供的 而是 小林橙子试图寻找池飞池的身影 结果寻找失败 池先生呢 在发糖果之前 池哥哥就已经走了啊 圆胎一脸无语 老师不会一直没发现吧 活动课结束 小学生早早放学 一年B班的孩子离开时 一个个兴高采烈地 给其他班的孩子分糖果 池飞池也被确定为 超级好的大哥哥 无形的好人卡在 地单小学上空满天飞 慧原哀下楼的时候 听了一路 慧原同学的哥哥真好 好羡慕慧原同学 嘴角忍不住上扬 压下 上扬 忍住 忍住 这些小孩子知道什么啊 拿到了糖果就觉得好 可是 他就是想嘚瑟 到了楼下 柯南看到慧原哀 还是那副我高兴 但我要保持 含蓄淡定的别扭模样 刚想无语吐槽两句 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停步 转身 一手搭上慧原哀的肩膀 一脸认真的低声道 慧原 请你做好觉悟 慧原哀疑惑 抬眼看着柯南 觉悟 当你心里不安的时候 家人是能让人安心地赶弯 可是当你安心的时候 家人可能反而是让你不安 和惊慌的源头 柯南本来是想起 池飞池这个坑货 还想下慧原哀 可是说着说着 就想起自家老爸老妈 也是坑的人头皮发麻 不由唏嘘道 他们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慧原哀想歪了 脸色微变 出什么事了吗 江户川说的 他们是指谁 组织的家伙 那不安和惊慌的源头 是指那些家伙 会对他们的家人下手吗 江户川一直把事态对他保密 今天突然给他这种暗示 难道是出什么大事了 或者江户川发现了什么 细思极恐系列 柯南不知道 慧原哀挠不出了各种可怕的情况 想不通慧原哀的脸色 为什么苍白的吓人 什么出什么事啊 我是说 池哥哥本来打算把你也叫上楼吓唬的是 慧原哀一猛 神 什么 就是小林老师让学校广播通知我去教员师的事啊 我走到半路 就被他们偷袭了 他们原本 还打算把你再叫上去吓唬的 柯南怨念极深的吐槽 没有注意到 面前慧原哀 渐渐变黑的脸色 当时小林老师动手 池哥哥站在一旁 我撇到黑衣服 还以为是那些家伙 吓了一跳 慧原哀缓和了脸色 发现三个孩子 找到了站在院子里大树下的池飞池 留意了那边一眼 又收回视线看柯南 是吗 没把你吓哭 还真是可惜呢 柯南 慧原哀把柯南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拨开 转过身 一秒冷脸 往池飞池那边走 江湖川说话都不说清楚 才叫真的吓他一跳 柯南彻底无语 往池飞池那边去 跟小伙伴会合 也不知道慧原这家伙生什么气 改天被吓了 可别怪他这个过来人没提醒过 小林橙子 跟着少年侦探团行动 原本就是 想找突然消失的池飞池 跟着三个孩子 先一步到了树下 池先生 真是不好意思啊 让你破费了 对了 买糖果的钱 就由我来出吧 不用 池飞池一脸无所味道 就当我送给他们的 小林橙子想到 那些糖都是常见的糖果 花费不多 他在跟池飞池争谁买单太矫情了 笑道 那改天 有空我请您喝咖啡 跟上来的辉原哀 抬眼看了看小林橙子 心里默默列入观察名单 不过池哥哥 光燕问道 你怎么那么早就走了 是啊 不没想到这件事 郑瑟道 大家都很开心 也想认真跟你说声谢谢呢 柯南最后抵达 也觉得池飞池这种行为活该孤僻 需要开导一下 果断加入话题 你是不是对接受感谢这种事 有排斥心理啊 短期内 同样的话被说上很多次 你们不觉得很麻烦吗 池飞池心平气和地反问道 柯南顿时无话可说 懂了 不是什么排斥心理 心理阴影 就是老毛病犯了 会麻烦吗 小林橙子茫然脸 池哥哥不太喜欢把一件事重复好多遍 不美回想着 大概也不太喜欢 别人把什么话重复好多遍 不同的人说 同一句话也是一样 对吧 池飞池点头 见学校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 带路往学校门口走 但这是感谢啊 袁太不解道 跟啰嗦的话是不一样的吧 说明在飞池哥心理 感谢跟其他啰嗦的话 没什么区别 会原哀悼 只要自己愿意就去做 不在意别人会不会感谢 其实也是种很好的心态哦 小林橙子默默跟上队伍 总算理解了 池飞池那句你把话都说了 我没什么好说的 其实这种感觉他熟啊 跟着群小鬼头在一起 他经常觉得 能说的话都被说光了 柯南走着 仰头问池飞池 小林老师之前说 池哥哥答应 有空会来参加学校的活动课 你有考虑好 参加什么活动了吗 光艳眼睛一亮 惊喜的神色眼都掩不住 这是真的吗 袁太提议道 料理绝对是料理活动 最棒 这样大家能做好多中华料理出来 可以一口气吃个饱 不美干笑 袁太 以前你也没少吃啊 光艳脑海里飘过一道一道菜 我也同意 可是这样的话 小岛同学搞不好 会因为吃太多而肚子疼 灰元哀悼 柯南在美食跟推理之间挣扎了一下 还是选择后者 还不如跟这次一样 组织一个推理游戏 这也是他提这个话题的原因 他觉得石飞池关注的案子 或者想出来的暗号 都是很值得期待的 石飞池没有掺和讨论 他对组织活动课没太大兴趣 随便怎么样都行 除了推理游戏 中华料理之外 网球滑雪 刀剑棍连枪 格斗擎拿 马术骑射 人体结构 解剖小白鼠和小兔子 开锁 侦查追踪与反追踪 表演 网络安全和编程 汽车驾驶 直升机驾驶 只要场地和装备跟上 只要家长和老师没意见 只要不会被人抓走调查 让他去一年必班掩饰一下 怎么做炸弹 拆炸弹都没问题 柯南 你这家伙 怎么那么不合群啊 原太别柯南 这一次 大家都支持我 分明是选择料理比较好吧 推理游戏今天已经玩过了 不美犹豫了一下 我更想学会 一道特别的中华菜 以后做给大家吃 光艳正色提醒 而且 男孩子会做好吃的菜 也是很加分的哦 柯南 要是以后你有了喜欢的人 而他又很累 或者心情很不好的时候 还可以做到好吃的菜去哄他 不是吗 小林成子 这年头的小孩子 已经考虑到这些了吗 挺温柔的 但是还是 让他想感慨事丰日下 人心不古 柯南 说得他都心动了 小兰好像是很喜欢中华料理 尤其是池飞池这家伙 教的那些点心 小爱 你呢 不美转头拉盟友 这个应该由飞池哥自己选择吧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需要提前考虑 会员挨仰头看着池飞池 还没有拿到痊愈证明 你可以来给小孩子上活动课吗 有没有什么限制 少年侦探团 其他人齐齐一愣 随即沉默了 也对 他们差点忘了 池飞池情况特殊 小林成子发觉气氛不对 疑惑问道 痊愈证明 小林老师 也请你认真考虑一下 飞池哥曾经有过抑郁症 多重人格 总之是很复杂的病症 至今没有痊愈 会员挨觉得 提这个有点对不起池飞池 但为了避免以后可能发生的意外 还是压下了心里的愧疚 一脸淡定道 我们几个还好 能够有自己的判断力 可是对于一些判断力不足的孩子们 要考虑他们 会不会因为飞池哥的某句话 受到不良影响 比如情绪消极低落 或者 可是池哥哥没有这样 不美回想着 神色认真道 我从来没有觉得 池哥哥让我情绪消极低落 兔子做食材那次的是除外 光艳小声补充 是 我们相信飞池哥不会传递不良的情绪 但是其他家长呢 他们不会担心吗 小林老师 也该理智对待这个问题 考虑好是否能够承受影响 再做出决定 会员挨捫抿了抿嘴角 抬头看着池飞池 低声道 对不起 我不是非得提这件事 可是 不用说了 我明白 池飞池阻止会员爱说下去 我这里没问题 如果非要说限制的话 大概就是 别跟大家聊人生 聊哲学 带着孩子们做一些活动是没有关系 不过小林老师 确实要好好考虑 他一直相信自己是正常人 以至于经常忘了 他在生活中 还是有一些限制的 比如 过不了司法部门的心理考核 比如今天这件事 会员挨不是泼冷水 或者把情况想得太严重 正好相反 他家妹妹今天在这件事上 比他和柯南 更先找到重点 他还能想得更宁暗 却也更现实一点 就算现在家长们接受了 并表示不在意 等以后这个班里的孩子长大 万一要是谁有心理问题 家长会不会想起这件事 会不会怀疑 是他的影响 会不会怪在他 小林成子和地单小学头上 虽然这种思维很牵强 且不讲理 但世界上什么人都有 一些人在逃避现实的时候 想法是不可理喻的 甚至连自己都在欺骗 连一心救助病人的医生 都会遇到那些 无法接受痛苦 把痛苦转化为 对医生的仇视 把攻击医生 当成情绪发泄口的家属 更何况 他这个有诊断证明的病人 被当作情绪发泄的对象 也不是不可能 这个 小林成子见孩子们 看着自己 一阵为难 他是很多孩子的班主任 要对很多孩子和家长负责 确实不能 只考虑自己 或者一小部分孩子的感受 但邀请是他提出来的 这么改口 他又觉得很对不住池飞池 犹豫了一下 小林成子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期待地 看着池飞池 池先生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先说清楚 由孩子们和家长们商量决定 要是想参加有你的活动课 就自愿参加 不参加也没关系 我班里的很多家长都是开明 真的 班里的学生家长 我都接触过 我可以保证 停着红色雷克萨斯SC的路边 池飞池停下脚步 转身看向小林成子 双眼中的情绪过于平静 也深邃地让人捉摸不透 小林成子面对那种洞悉一切 自身又藏匿的严实的目光 心里不自觉地开始忐忑 戒备 怎么了吗 你是不是还打算借此机会 让参加活动课的孩子来鼓励我 池飞池问道 没 小林成子下意识地想否认 但被池飞池盯着 还是没把谎言说出口 弱弱道 是啊 我 我也想帮帮池先生 我不需要 池飞池注视着小林成子 声音清却带着不容智慧的笃定 由一群人围着安慰 鼓励 只会让我觉得厌烦 可是 小林成子低下头 说不清是心慌多一点 还是失落多一点 抱 抱歉 我知道了 我在医院里接受治疗的时候 遇到过一个抑郁症患者 他的家人和朋友经常来看他 每次都会安慰鼓励他 明天会更好的 你要快点好起来 大家都在等着你 持飞持语气平静地说着 转身拉开车子 副驾驶坐的车门 探身进车 抬眼看了一眼后视镜 低头从储物阁里找东西 然后他尝试自杀的频率增加了 医生不得不帮他增加用药量 啊 小林成子轻呼出声 他很愧疚地跟医生说过 他知道大家是为他好 可是他没办法 持飞持从储物阁里翻出一本书 转身对小林成子道 那是很复杂的想法和情绪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不过 专业的事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其他的顺气自然就好了 那是之后 原意识体传递给他的记忆 原意识体当时看到女孩子 被一群人围着打鸡血 居然没有羡慕女孩 有那么人关注 而是觉得可怕和同情 他反复琢磨过 原意识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绪 但伴随着记忆传递过来的情绪 很混乱 很复杂 真要让他理个头绪 他也理不清 不过总结来说 原意识体应该不是不希望被关心认可 而是不喜欢太过刻意的关心和认可 或者说 想要感受到一点更真实的情绪 大家就像平常一样 顺其自然地相处 让气氛轻松一些 在自己真正想说我在乎你的时候表达出来 远比刘鱼形式地打一通鸡血要好 提到这个 他只是不想让小林成子 以后好心办坏事 所以才提醒一下 遇到这种情况 别想着组织什么鼓励会 搞不好会让人有被情感绑架的窒息感 要是觉得复杂 那就一句话 交给专业人士 作为亲属和朋友 也不用不知所措 那个女孩 可不是因为一次两次被打鸡血 就觉得压力大 只是累积次数太多了而已 这个他倒是多少能理解 如果一堆人围着他 反复地跟他说 谢谢你 他心情不错的时候 会选择屏蔽掉 听着就行了 但他心情不怎么美好的时候 可能会直接甩脸色走人 同样 他也怕小林橙子 真给他搞什么鸡血大会 到时候他冷脸 大家都难看 小林橙子垂眸思考着 整理出了持飞池式提醒他 不要莽撞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我好像明白了 可是活动课的事 坦白说 我还没想好怎么办 不如延后 持飞池把手里的书 随手递给挥原哀 觉得这种事 根本没必要为难 等我拿到痊愈证明 再给孩子们 补上一节活动课 小林橙子一愣 侍然笑道 也对 那我帮持先生 留一节活动课 随时可以安排 等合适的时候 我们再组织 大家一起参加 持飞池点了点头 虽然他觉得自己 这辈子都别想 拿到痊愈证明 但这是最不为难 大家的办法 由他提出来 也比小林橙子 提出来要好 会员挨低头 看着持飞池 递给他的书 原本以为是什么 心理学书籍 课外书 或者是他之前提到的 时装杂志 以至于在看到 封面上的未文花名 我们仍未知道 那天所看见的花的名字 意外了一秒 再看到下方署名是H后 更意外了 这 这个是 前几天我在忙这个 持飞池解释到 刚排版印刷出来 我先拿了一本 来给你们看看 他前段时间 调查水无连耐的下落 虽然早上 会去毛利侦探事务所 去机背主店里 刷一下存在感 免得其他人觉得 他神秘失踪 但还是以 我在忙为理由 拒绝了不少 毛利小五郎的 喝酒邀请 拒绝了不少 少年侦探团的活动邀请 次数多了 其他人又一直不知道 他在忙什么的话 容易让人觉得 他行踪神秘 引起怀疑 他又不能每次都说 我在看剧本 我要写曲子 也没那么剧本让他看 这本书正好能补一下那段 他说不清 自己在做什么的时间档 反正其他人不知道 他只是把脑海里 有的故事文字化 根本没花多少时间和精力 写书这种事 花的时间多点 可以说自己没思路 花的时间少 可以说自己有灵感 怎么样都说得过去 很适合拿来顶锅 什么东西啊 柯南好奇 凑到辉原哀身旁 好东西 辉原哀报警书 看到三个孩子 也好奇凑过来 迟疑了一下 还是把书封面 给其他人看了 如实道 就是那次录音 飞池哥只说一小段的 那个故事 有关于面码的 啊 面码啊 池哥哥是把那个故事 写下来了吗 好吧 那我们就可以把故事看完了 三个孩子互相对视 眼里满满的惊喜 脸上也带着笑 能知道面码他们当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能知道大家最后怎么样了 能知道面码的愿望 到底是什么 如果他们 没有帮面码完成心愿 我们可以帮忙 池飞池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难道还能爬进书里 去帮忙吗 柯南没有起哄 若有所思的 看着被辉原哀紧紧拿着的书 虽然不是推理 但是池飞池说 故事不填坑的行径 实在混蛋 害得他一直很好奇 看辉原这样子 他想第一个看不太可能 那一会儿去阿里博士家 把书蹭完再回去 会员爱看了看柯南 总觉得名侦探目光贼贼的 收好书 报警 神色平静且认真 我先拿到的 我第一个看 啊 不美有些失落 开始琢磨着 要不要去阿里博士家 把书蹭完再回家 那要不要去咖啡店坐一会儿 小林橙子抬起手腕 看了表上的时间 对一群孩子笑道 现在才下午两点 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咖啡厅 你们可以去那里一起看书 我就按说好的 请池先生喝咖啡 怎么样 三个真孩子立刻把活动课什么的都忘到了脑后 琪琪欢呼出声 好业 地单小学附近的咖啡厅 刚硬刷出来的新书被摊开 平放在桌上 五个孩子坐在沙发上排排坐 会员挨在中间 一边是柯南 不美 一边是光雁和元太 五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书页 小林橙子 只能跟池飞池 坐在对面沙发上 见服务生端着托盘到桌旁 伸手把冰咖啡端到桌上 已给靠窗位置的池飞池 池先生 你的冰咖啡 池飞池用手机发着邮件 头也不抬道 谢谢 小林橙子见服务生帮忙端了自己的热咖啡 出声提醒五个孩子 你们的果汁也端上来咯 啊 柯南转头对服务生道 请放在桌上就可以了 谢谢 其他四个孩子连头也不抬 光雁出声道 这两页我看完了 你们呢 我也看完了 我也是 柯南呢 我早就看完了呀 那我翻页咯 小林橙子见五个孩子 看得连果汁都顾不得喝了 有些惆怅地搅拌着热咖啡 这五个孩子真是的 要是上课这么专心就好了 这么一说 他还真就想起来了 虽然五个孩子成绩不错 但会员同学 有两次提前把考试试卷做完 偷偷用手机聊天 江湖川同学 隔几天就要在上课期间走一次神 今天早上写汉字女的时候 居然不按笔画顺序来 一看就知道是态度问题 小岛同学平时也还好 就是上课一说到食物有关的话题 好不好吃 有没有鰻鱼饭好吃的方向跑 鸡天同学和远古同学 应该是学习态度最好的 可是有时候也会在上课的时候 跟其他三个人一起说悄悄话 对了 他记得有一次江湖川同学 还在上课期间突然往教室外跑 避避避 池飞池坐在一旁 右手手指灵活地用按键手机发邮件 小林橙子心里莫属了五个孩子 违反了上课纪律 叹了口气 深感自己这个老师不容易 转头看池飞池 心里又开始感慨 原来池先生说的是真的呀 在咖啡厅里 坐得明显比学校里更放松 居然也会手肘放桌上 身子前倾的发邮件 就是 出来喝个咖啡 大家都个忙个的 就没人发现他很无聊 来陪他聊聊天吗 求关注 池飞池发完一封邮件 察觉小林橙子在看自己 和上手机 疑惑转头 小林橙子一看 有人注意到他了 立刻回忆微笑 池先生有重要的事要处理吗 有一些事要确认 池飞池没有把手机收起来 而是随手放在了靠窗的桌上 垂眸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小林橙子也没有追问是什么事 同样喝了口咖啡 感觉总算找回在咖啡厅休息的气氛了 今天天气有点冷 池先生还选择喝冰咖啡 是因为特别喜欢吗 冬天适合喝冷的 池飞池到 小林橙子脑海里冒出一个问号 这个 有什么讲究吗 没有 个人爱好 是吗 虽然沟通时常让人无语 但不想一个人 发呆的小林橙子 还是坚持下来了 并且让自己越聊越上头 刚才池先生是提醒我 不要凭自己的意愿乱来 导致好心办坏事 对吧 小林橙子一脸感慨 不过您说就好了呀 别用那么凶的眼神看我 池飞池觉得自己很冤 低头跟把头搭在领口的飞池对视一眼 他眼神凶 哪里凶了 飞池猜到了池飞池想确认什么 蛇脸面无表情 蛇童漆黑发冷 主人 绝对没有 刚才我都没感觉到杀气 池飞池收回视线 没错 他刚才半点恶意都没有 眼神哪里凶了 小林橙子要是在诽谤他 他明天就去把白鸟人三郎揍一顿 我当时真的有点不知所措呢 小林橙子疯狂沉迷于自言自语式沟通 丝毫不受对方有没有回应的影响 至关吐槽 就好像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一样 我突然想起我上小学的时候 班主任真的很严厉 对面 柯南打了个哈欠 等着辉渊挨翻好夜 又继续往下看 他也觉得 有时候被池飞池盯着 很不自在 不是很凶 但肯定跟温和搭不上边 而且有种很诡异的感觉 就像一眼看穿他的伪装 看到了他的内心 想在深究 但注视着平平静静的那双眼睛 又分辨不出 池飞池有没有发现什么 有没有怀疑什么 被那种诡异又平静的目光盯着 换了其他人 也一样会觉得不安 不自在的吧 倒是辉渊这家伙 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 真 双眼选择性失明 辉渊挨看完左右两页的内容 等着其他人点头后 才继续翻页 心情逐渐低落 前面的一段 池飞池讲过了 所以他们是跳了一部分 正好跳到肃海人泰对面 马发完火之后的一段 早知道他就不指望表达 兴趣薄弱的飞池哥说故事了 就跟画犯罪手法图一样 这么写下来 明显比飞池哥说的详细了不少 他们刚看到了肃海人泰 被安成名字 问到是不是喜欢面码 其他人起哄逼问时 肃海人泰害羞 而别扭地脱口而出 谁会喜欢这种丑八怪 之后那一段回忆里的内心独白 我以为他会哭 因为面码一直都很爱哭 但是 那天 本间牙医子正正看着他 在他看过去时 努力挤出一个笑脸 那张笑脸 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我以为 只要第二天去道个歉就可以了 但那第二天却永远没有到来 不美看着 神色同情又伤感 慧玥埃抬头看了看其他人 发现连柯南都一脸沉重 心里叹了口气 开始考虑 这故事可能不太适合小孩子 并默默翻了个页 不管了 反正他 今天要一口气看完 五个孩子继续凑堆专心看书 再看到本间牙医子一个人回家 母亲还牵挂着早就去世的他 而本间牙医子又悄悄离开之后 不美眼眶红了 慧玥埃翻了夜 看到开头两段 开口安慰 没关系 素海追上去了 嗯 不美点头 心里稍微升起一点点希望 可惜 五个孩子想象中 素海仁太一下子 找到本间牙医子的情况没有发生 素海仁太找到童年时聚集的小屋 只看到了波波 然后又是一段当年同心同趣 建立超和平chers的回忆纱 不美再次恢复 同情又难过的表情 慧玥埃心里一阵咬牙切齿 他就说吧 飞驰哥口述讲故事一点都不靠谱 那晚他们问素海仁太有没有找到面码 飞驰哥一句找到了就敷衍过去了 省略的也太多了 他选择翻页 并且以后要把最前面跳过的内容也补一下 后面的故事还算轻松 波波出现之后 画风好像变得逗逼起来 看到五个孩子神色渐渐放松 不时还能笑一下 小林成子见五个孩子 一会儿一脸伤感 一会儿又笑 一头雾水之余 又有点好奇 很想问问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看 并且想参与进去 可是转头一看 发现慧飞驰又在看手机 还是忍下了 嗯 她是成熟的成年女性 面对那种小孩子看的故事书 她要矜持 一旁 慧飞驰盯着邮件上的内容 垂了垂眸 老大说 人确定是找冤己一郎 米花六 他最早发现有人盯着他们 是在他们出校门的时候 所以他借着去车里拿书的时机 从车外后视镜看了一下 疑似有人监视的地方 不然他送辉员挨去阿里博士那里 再把书拿出来也行 没必要非得在校门口 之后同意到咖啡厅来 也是因为 他当时没看到对方 想找个地方 让飞沫军团那些鸟去探探对方 到底是什么来头 在他出门到学校的路上 肯定没有人跟踪 否则早就被乌鸦们发现了 那对方出现在学校那里 应该是跟踪小林成子 或者少年侦探团中的艺人 他原本是猜测 这会不会是柯南招惹来的事件 并且打算确认一下就不管了 没想到会是找冤己一郎 那么 小林成子 跟找冤己一郎 没有任何交集 找冤己一郎 不可能越狱之后 就来跟踪监视小林成子 可以先排除 剩下少年侦探团五个孩子和他 都跟找冤己一郎有过交集 他跟找冤己一郎的交集最多 那天在森林里迷路 被找冤己一郎 帮忙带到他面前的光焰其次 剩下灰云埃 柯南 不美 原太四人 跟找冤己一郎的交集 倒是没有多少 找冤己一郎 更大可能是冲他来的 可是为什么 除了当初第一次找冤己一郎的时候 找冤己一郎像疯狗一样想弄死他 之后 他跟找冤己一郎相处时 没有从找冤己一郎那里感受到恶意 那家伙不是那种擅长伪装的人 他的感觉应该不会错 找冤是想跟他说点什么 还是脑子突然不对劲 想起第一次被他抓住时的恼火 打算来捅他一刀 前者可能性比较高 但后者也不是没可能 思索着 石飞池回复了邮件 继续监视 不用瞎琢磨 一会儿大家分开走 找冤己一郎跟谁 就是冲谁来的 等确认完了 才好判断找冤己一郎想做什么 咖啡厅斜对面的巷子口 找冤己一郎裹着一套 就去打理得干净的西服 脸上贴着花白的落腮胡 修饰了过高的颧骨 下颚又挡住了特征太明显的朝天敌 头上还戴了一顶长度极尖 颜色花白的微卷假发 微拓地背靠着墙 守风琴往身前一杯 妥妥一副欧式流浪老艺人的风范 巷子中断的墙头 两只乌鸦蹲在一起 窃窃私语 原来就是他啊 伪装成这样子 要不是飞沫老大偷偷来看过 我们还真难认出来 不过他警觉性也太高了 哎 这次任务难度不小 为什么有人连乌鸦也防备啊 我就不会防备小虫子 刚加入特别巡查队的小乌鸦 很惆怅 在过来的路上还好 他们可以飞着跟踪 盯着找冤己异狼 假装成流浪艺人过来 但到了巷子里 周围太安静 又没有别的生物 去牵扯找冤己异狼的注意力 他们刚打算停在墙头歇息 找冤己异狼就猛然抬头 用恶狠狠的眼神瞪他们 似乎下一秒就打算弄死他们一样 害他们只能远远地盯烧 他也不是第一个 过来押有些感慨的安抚同伴 你刚入队 没有参加过之前的任务 所以不清楚 飞沫老大曾经带着我们跟踪过琴九 琴九也是一个连鸟都怀疑的人类 而且还不会像找冤那么凶 很狡诈地假装自己没发现 偷偷确认 我们是不是在跟踪监视他 要不是飞沫老大发现得早 带着我们撤了 我们早就被他发现了 小乌鸦若有所思的点头 难怪现在没有对他的监视行动 过来押拢了拢翅膀 望天感慨 随缘吧 谁在路上碰到就留意一下 多少也是份攻击吗 两只乌鸦觉得自己在窃窃私语 还打算继续谈谈家人 晚饭安排什么的 但那嘎鸦嘎鸦的叫声 再怎么压 也低不到哪里去 还因为刻意压嗓子 显得阴森森的 找冤极一郎 听着巷子里的墙头 有乌鸦吵个不停 莫名不爽 恶狠狠抬头看过去 瞪 要不是担心一个 不小心跟丢了人 不想离开巷口 他早就窜过去 逮住那两只乌鸦了 他越狱出来容易吗 不容易 他想找七月 但不知道七月住在哪里 平时在哪里活动 他想到群马县那个菜鸟警官提到过 七月明面身份是毛利小五郎的徒弟 越狱出来 还冒险去毛利侦探事务所蹲点 又跟踪毛利侦探事务所的小鬼 找到地丹小学 他容易吗 不容易 知不知道 他被逮到就死定了 不过还好 发现那五个孩子 都在地丹小学上学 他选择蹲地丹小学是对的 这不就蹲到人了吗 墙头两只乌鸦被瞪了一眼 近了两秒 又开始嘎嘎嘎吵 前辈 他居然瞪我们 低调一点 勤九那家伙 连飞沫老大都瞪 过来鸦 又把勤九拿出来当教材 我们被瞪一下 又不会少块肉 可是 小乌鸦迟疑之后表示妥协 好吧 那就算了 我不给他天降正义了 嗯 他好像嫌我们吵 我们安静止贴话 过来鸦嘎嘎叫着指导 这家伙很危险的 飞沫老大 说他能穿墙 我们最好别招惹他 找冤极一郎 可恶的乌鸦 争吵 过来鸦继续认真地教导小弟 注意他的动向 只要他打算跳 我们就立刻飞起来 飞沫老大还说了 就是因为这个家伙能穿墙 他才不敢 让猫猫们来凑热闹 我们还能飞起来躲避攻击 猫猫们被他攻击 可不好跑 找冤极一郎深呼一口气 告诉自己 要冷静 要顾大局 悄悄探头 看了一下 斜对面街边的红色跑车 车子已经锁定 争取今天锁定7月的住处 一个小时过去 找冤极一郎 不止一次地怀疑 某个紫眼睛的家伙 不要自己的小红车 带着女人和小鬼 步行离开了 也不止一次地悄悄探头 确认那群人 还坐在咖啡厅里 两个小时过去 三个小时过去 找冤极一郎 在反复地怀疑 急切确认 怀疑 急切确认中 神色渐渐目燃 那群人到底还走不走了 日静黄昏 五个孩子还没把书看完 其他两个人 也都找到了事情做 他飞厅里 小灵橙子发现 自己加入看书队 可能也蹬不上剧情 无聊了一会儿 直接从包里 拿出一叠试卷开改 石飞驰跟小田切敏 也打了两通电话 跟身处 英国的菲利普小王子 远程沟通了一个小时 闲下来之后 连组织的事 也上手处理着 这里的沙发够宽 身边的小灵橙子 转头也看不到 他手机上的邮件内容 对面的五个孩子 更不可能看到了 而且 这六个人 一个比一个专注 柯南连外面有人监视 都没察觉 这个时候 发邮件处理一下组织的事 被发现身份的几率不大 可以浪 闲于贝尔摩德 已经开始接触新目标了 那个程序设计师的情报 被调查得一清二楚 怎么恐吓威胁贝尔摩德 自己去安排 不过大概的进度 会发邮件跟他说一声 他在从潜伏在那个程序设计师公司里的小泉九美 确认对方的情况 以保证情况一直在他们掌控中 绿川沙西 在上次行动中 拿了一大笔报酬 最近在疯狂学习 训练 还兼顾着确认 深入调查一个知名人士的黑历史 目前只有一次进度汇报 行动方面没多少事 新的走私货物 还得半个月才能到 迎娶延南 最近不是泡在夜店 寒蝶会总部 就是帮勤酒跑跑腿 要安排迎娶延南 明天去取炸弹 勤酒这家伙又算计他的炸弹 还有研究组 工具人发过两封邮件 一封是第一批实验小白鼠死光了 人还活着 另一封是第一人体样本解剖完成 具体的报告需要他亲自过去看 那些报告可不允许从邮件发出来 他也不用回复 等要去看报告的时候 发邮件跟那一位说一声 然后直接过去就行了 旁边 小林橙子批改完最后一张试卷 把笔放到一旁 伸了个懒腰 池飞池面不改色地 把邮箱账号切到明面身份常用的那个 粗略看了新邮件 小田切名也发来的 香马托发来的 大山迷发来的 刷完组织情报 行动 研究三组的日常工作 再来刷明面身份娱乐公司 宠物医院 宴会活动的工作 没有什么比之更让人充实的事了 工作使他快乐 小林橙子把眼镜取下来 擦了擦镜片 重新戴好 剑池飞时还在盯手机 孩子们还在看书 又转头 看了看外面被夕阳染红的街道 池先生 天色不早了 不如我们就在咖啡厅里 随便吃点东西吧 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 池飞池快速回完了小田切名也的邮件 转头看柜台 服务生很有眼力镜 当然 也可能是这群人坐在这里看太久很奇怪 一直关注着 在池飞池看过去时 就拿起菜单走来 小林橙子 见五个孩子没半点反应 还在低头看书 伸手压在书页上 故意板起脸 好了 眼睛也是 需要休息的 看书太长时间不好 小心变得跟老师一样 必须戴眼镜 不美抬起头 眼眶红通通的 脸颊还有泪痕 光燕和袁台抬头 眼眶也是红的 看小林橙子的眼睛里 还有泪光在闪 池原挨抬头 一脸生无可恋的忧伤 柯南低头摘了眼镜 拿眼镜啪擦擦 揉了一下眼睛 戴好眼镜 才看向小林橙子 小林橙子愣了半天 心里发慌 低头看到桌面上 书页上有泪滴 连忙摆手 老师不是兄弟们 都哭好几次了 持非持伸手 把摊开的书盒上 拿起放在一旁 以批改试卷太专注 没有发现 啊 袁太想伸手捞书 却捞了个空 小声嘀咕道 只有最后一段了 他们要送面马成佛了 是啊 不美一脸倔强 眼里开始闪泪光 大家好不容易才化解了误会 团结起来 不美想看到面马成佛 光燕情绪也很低落 虽然有点可惜 明明大家 才刚解开心结 面马就要离开了 但还是希望他能够成佛 我觉得 开心最重要 袁太顿住 一脸纠结道 可是他好像 也想成佛吧 柯南叹了口气 他本来觉得 这种故事 只有小孩子 才会哭得稀里哗啦 自己身为名侦探 只会去分析里面的伏笔 推理当年事件的真相 才不会被干扰 他一开始也是这么做的 但看着看着 就开始心塞了 死亡的童年伙伴 让活下来的人的时间 好像也停留在了那个夏天 饱受愧疚折磨的人们 明明都是很好的人 却那么别扭地压抑自己 假装自己已经忘记 还互相伤害 看起来热心招待一群人的 本兼牙医子的母亲 其实一直没有放下 在怨恨着一群人 真相随着回忆和故事推进 一点点被揭开 每个人都真实地可怕 他好像可以从其中 看到不少国中生 高中生的影子 也包括他自己 他一会儿想到国中 高中时的自己 也是别扭地维护面子 好像也说了不少口是心非的话 也会想到小学的一些朋友 到国中之后 也很久没有联系了 一会儿又想到 他们少年侦探团 想到他是个早晚会离开的人 想到时间这个残忍又温柔的东西 十年后元太 不美 光艳长大 他们再相遇 大概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了 是会让时间淡化这份童年记忆 还是成为永远的遗憾 抱着复杂的心情看下去 他看着别人的故事 心情变得更复杂了 说不上是心疼 感慨 压抑 轻松 还是别的什么情绪多一点 但每种情绪都有 混在一起 心里像是压了块沉甸甸的石头 怪难受的 慧玥艾一手撑着下巴 一脸惆怅地看窗外 脑海里一会儿闪过 公演明美的笑脸 一会儿又闪过 跟少年侦探团去露营 与其悠悠道 飞驰哥选择在夏天露营的时候 说这个故事 还真是残忍 柯南默默点头 先不说好好的露营 迟飞驰居然打算说 这么扎心的故事 等他便回宫腾心衣 听到那个夏天这句话 想到少年侦探团的那个夏天 肯定会比其他人更觉得难过 不 他现在想想 就已经很难过了 可恶的池飞驰 不美可怜巴巴看着池飞驰 池哥哥 让我们看完最后一段吧 光艳叹了口气 没错 不看到他们都快了起来 我感觉没什么胃口 池飞驰翻开书 找到了五个小鬼头之前看的一页 垂眸看了一下内容 又把书盒上 吃完饭再看 最后一段 呵 这五个熊孩子太乐观了 看下去就会发现 面码这一次是没有成佛离开的 放飞花火 根本就不是面码真正的心愿 而其他人愧疚 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有人愧疚自己 最后那一天口是心非 以至于伤害喜欢的人 有人愧疚自己最后一天 表白不成的恼羞成怒 有人愧疚自己 因为喜欢的人面码 而产生的嫉妒 就算是一直提供笑料的波波 也有深藏在心底的秘密 那一天 面码被大水冲走的时候 他看到了 可是却害怕地直接跑回去了 同样的是 每个人都觉得 是自己害死了面码而愧疚 也都被折磨了好些年 五个小鬼都觉得 接下来就是快乐到底 未免也太乐观 不如吃完饭再看 至少这一段 还是很有希望的 吃饭的胃口也能好一点 一顿饭吃下来 五个孩子的胃口果然不太好 一边吃一边讨论一边叹气 连袁太也才吃了一块三明治 一份意面 一个汉堡包 和一个冰淇淋而已 对于袁太来说 确实是食欲不振的一餐了 服务生刚收拾好桌子 五个孩子又找吃飞吃药了书 摊开 在咖啡厅亮起的灯光下继续看 小林成子这一次 没再做别的事 神色认真沉重地 盯着五个孩子 作为老师 他之前居然没发现 孩子们哭了好几次 实在太不应该了 五个孩子满怀期待地 等着看到顺利的结局 柯南还在心里默默祈祷了一下 他也不希望面码的死 有什么隐情 好好结局就够了 结果看着看着 五个孩子脸上的期待渐渐凝固 面码没有消失 不美惆怅低难 不过也是好事吧 光燕努力挣扎 他的母亲也释怀了 他留下来 跟大家一起生活也不错呢 一直盯着五个孩子的小林成子松了口气 转头看向在一旁淡定抽烟的池飞池 忍不住问道 池先生 这到底是什么故事啊 不知道 池飞池侧头看窗外 看着那个从对面店里出来 站在路边拉手风情的流浪艺人 似乎在走神 有人会看到友情 有人会看到爱情 有人会看到亲情 有人会看到一个纯真的天使 有人会看到被救赎的青春 也有人会看到时光和成长 小林成子一听 就觉得很复杂 汗了汗 孩子们看这个没关系吗 他们好像看得很难过 我是觉得 小孩子应该看一些快乐的故事 疼痛是比快乐更为深刻的感受 更能让人铭记于心 是非是收回视线 没在看外面 看着低头看书的五个孩子 默默欣赏了一下 也是成长不可或缺的养分 五个孩子看完了故事里的人 愧疚背后的真相 也看到了 面码即将消失 真正的心愿 是完成素海仁太母亲去世前的委托 让素海仁太哭一次 正眉头紧皱 紧张地看书 根本没在意 对面两个大人在谈什么 小林成子感觉池飞池说得好有道理 但又觉得哪里不太对 担忧问道 那接下来 就是快乐大结局了吧 应该算 池飞池给了个不确定的答案 心里默默补充 泪点低的 可能还得再哭一场 小林成子没有体验过池飞池说得应该 一般有多大水分 放松下来 还有心情去好奇八卦 那池先生你呢 你想让大家在故事里看到的是什么 我是旁观者 池飞池道 旁观者 小林成子一头雾水 池飞池没再说下去 抱歉 我去一下洗手间 小林成子没再问下去 连忙起身让路 池飞池向服务生问了洗手间的位置 进洗手间后 反手把门锁了 他是旁观者 前世看着还有点惆怅 这一世却是一点都没有了 总之 一会儿肯定得有人哭 这种场面 还是交给小林成子 来应付 他先溜了 咖啡厅外的街上 找冤己一郎 继续假扮流浪艺人 一边演奏 一边靠近咖啡厅的窗户 偷偷瞥一眼 继续演奏 七月离开了 看样子是去上洗手间 但会不会是趁机开溜 不管了 盯紧这几个人 七月就跑不了 呜 哇 身后突然传来小孩子的哭声 把找冤己一郎吓了一跳 这一下他也不用偷偷看了 路过的人都在往咖啡厅窗户看 咖啡厅里 先哭出声的是不美 小林成子 连忙试图阻止孩子们继续看 不过不美一边哭一边反抗 坚持看到底 小林老师 我想看完了 可是 就只剩最后一段了 这次是真的 面码一直很喜欢大家 他就要消失了 不美 不好意思 打扰了 咖啡厅的服务声都看不下去了 走到小林成子身旁 鞠了一躬 笑得无奈 虽然我不该多管这些 但小孩子想看书的话 就让他们看下去吧 太严厉 也不太好 小林成子愣了愣 才反应过来 看了看四周 发现咖啡厅里的客人 员工 咖啡厅外的路人 都用不赞同的目光看自己 觉得自己很冤 大家不会以为他太严厉地阻止孩子们看书 不美看书才哭的吧 服务生见不美 还是一边哭一边看 而其他孩子 也一脸难过 连两个小男孩 都在悄悄抹眼泪 也不知道这几个孩子受了多少委屈 才会这么难过 他不走了 就留在这里盯着 小林成子突然觉得自己没法解释了 再听到袁太爷乌叶起来 更顾不上解释了 手忙脚乱地哄着 好了好了 让你们看完还不行吗 等等 乱了乱了 孩子们真的不是因为他不给看完这本书才哭的 他也是因为孩子们哭才 下话线 石先生上完洗手间了吗 能不能来帮帮忙 他也好想哭 说到底 故事最后一段 只是让人感动而已 五个孩子哭了一通 等书翻到最后 情绪很快就缓过来了 小林成子一脸颓然地站在桌旁 完了 大家肯定都觉得 孩子们就是因为他不通人情才哭的 不然为什么书看完就不哭了呢 前台 池飞池卡着时间出了洗手间 也可以说是听着动静出来的 找收银的妹子结账 妹子结完账 还不忘向池飞池低声提醒 您那位朋友对小孩子 好像太严厉了一点 刚才小朋友们都哭了 大概是误会 池飞池转头看着小林成子 只能说死道友不死平道 并试图捞一下背锅的道友 他平时脾气挺好的 是吗 前台妹子江姓江仪 不过池飞池已经转身过去了 临走了闹童丸 心情好了不少的五个孩子 还有被闹童丸 一脸生无可恋的小林成子 到了店外 小林成子板着脸 朝会员挨伸手 会员同学 书能不能给老师一下 老师要做什么 会员挨面上平静 动作诚实 双臂收紧 警惕报警书 三个真孩子也警惕起来 小林老师 不会想抢他们的书吧 小林成子 感觉周围路人的目光又不对了 弯腰看小鬼头们 努力露出微笑 老师也想看看这个故事 只是想借一下 他是真的想看看 这是什么奇怪的故事 让一群孩子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一会儿期待一会儿惆怅 还能前一秒哭得稀里哗啦 看完就不哭了 不美犹豫着 可是我们之前跳过了前面一段 我想把前面的补上 小林成子 看故事 还能跳过前面 会员安很快考虑到现实 正色提醒 小林老师 借给你看是没有问题 但这本书还没有发售 内容提前泄露 说不定会有不好的影响 所以很抱歉 借你看的时候 我要在旁边 飞驰哥这本书的收益 由他来守护 小林成子逗逗眼 也 也对 他差点忘了这一点 那样 他确实不该 把书借回去看 而今晚天色已经这么晚了 孩子们要早点回家休息 那就只能明天了 柯南没有参与这个话题 伸手拉持 飞驰衣角 他怀疑 持飞驰跟素海人太差不多 是压抑情感 封闭内心的那类人 很想确认一下 小伙伴的情况 如果可以的话 他是能够帮忙的 持飞驰蹲下身 等着名侦探说悄悄话 名侦探该不会发现他们 旁边那个拉手风情的流浪艺人 不对劲了吧 我说 柯南凑近持飞驰耳边 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迟疑了一下 神色认真的问道 你想哭吗 持飞驰脑海里冒出一个问号 侧头打亮了柯南一眼 无语站起身 神经病 柯南 警号百分号 Eddy警号 深夜 红色雷克萨斯SC 转过米花亭的街道 停在一栋公寓楼楼下 车上 小林成子解开安全带 拿起包向持飞驰道谢后 下车往公寓楼走去 持飞驰目送小林成子进了公寓楼 没有急着开车离开 拿出手机发邮件 让他送小林成子回来 是孩子们的提议 至于五个小鬼 则是决定结伴回家 这也不奇怪 日本很重视小孩子的保护 小学生都习惯了自己结伴上学 放学 只要少年侦探团不做死 去追什么杀人犯 被拐卖的几率 几乎是零 与之相对的 是尾随年轻单身女人的跟踪狂 那些跟踪狂 只是深夜尾随 一般不会主动攻击 报警也很容易被推脱为 我就是路过 根本没有证据定罪 而就算被逮到两三次 跟踪狂大多 也会说 我只是喜欢他 我错了 下次不会了 警方也不可能因为这个 就抓人 要是再有类似的情况 也只能对跟踪狂发出警告 由于不用付出太大的代价 这类跟踪狂泛滥成灾 不是隔段时间就会出现 而是天天都有 闹大的才会上报道 而这些人 都会选择独居的单身女性 瞄准一个目标 就会坚持不懈 像是死变态一样 一直跟下去 那些独居女性 晚上下班回家 身后却一直有一个成年男人尾随着 想到对方可能还会尾随到自己家 怎么都不可能安心 就算第一晚吓了一跳跑回家 第二晚也还是会被跟踪 一想到对方说不定还会找到自己的住处 可能会在某天跑进自己家 精神绝对一步步崩溃 而且 有时候跟踪狂还会一点点试探 施压 比如 今天远远的跟 过两天就明目张胆的跟 再过两天 就出现在某个女性公寓楼的楼梯间 再过几天 开始去深夜敲门 这么一说 组织有时候也是这种套路 只不过 组织有能力 有耐心 去做得更恐怖 贝尔摩德现在对某个可怜程序设计师做的事 就跟跟踪狂队独居女性做的事一样 今天让人潜入对方家里 把对方某个重要物品挪一挪位置 明天让人潜入对方家里 放一件奇怪的东西 一步步施压 最后套住崩溃的目标 如果说出门后 疑似东西被动过 还有人觉得没什么 只要自己粗心 就不会被吓到 那如果是睡觉前锁好了门窗 一觉睡醒 却发现自己被窝里 被放了一窝死老鼠呢 自己却不知道 这是什么时候被放进被窝的 就问目标怕不怕 如果不是独居的目标 那就更容易被针对了 父母 妻子 孩子 都可以利用上 比如在家里出现怪事 觉得自己被人盯上了 某天家里老母亲很奇怪地问你 昨晚为什么敲我房门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而目标清楚 自己昨晚没出房间 就问目标有没有被威胁的感觉 有没有觉得毛骨悚然 有没有崩溃的冲动 没有 很好 继续磨 他记得贝尔摩德 曾经好像半夜潜入人家家里 去给目标三岁的儿子拉被子 还很慈爱地帮孩子把第二天要用的衣服 都收拾 叠好 放在床头 像急了死变态 目标报警也没用 组织的人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警方去调查之后 也只会怀疑是屋主自己记错了 屋主需要好好休息 毕竟到处是需要追查的大案子 这种没有任何损失 没有任何可疑痕迹的报案 警方不劝屋主去精神科看看 就是好的了 甚至有时候 目标的家人 同事 朋友 都会觉得是目标自己神经质 而在一次次的心理折磨之后 目标本身也确实会有一些反常 比如 听不得一点风吹草动 睡前反复检查门窗 对东西摆放的位置极度敏感 失眠 也会显得更不正常 让其他人越发肯定是目标自己压力太大 胡言乱语 被折磨上一段时间 目标会觉得 自己身边一直潜藏着不知名的危险 而没有人能跟自己站在一起 如同置身孤岛 甚至不被相信和理解 随之情绪 就会越来越不稳定 基本都会选择妥协 在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目标甚至会丧失对外求助的想法 因为不止求助过一次 根本没用 谁也帮不了忙 所以只想着答应组织的条件 赶紧摆脱组织的纠缠 还会在必要的时候 被要求对外说不好意思 前段时间是我压力太大 以此掩盖住组织的存在 仔细想想 他也被这种套路欺压过 当初那一位才给他发了 当年杀死小仓鼠的真相 之后 从商场里一出来 杀死小仓鼠的凶手 就被一枪拘杀在商场门口 妥妥地心理施压套路 嗡 手机上接到新邮件 池飞池收回思绪 打开邮件 主人 找冤己一郎的目标是您 当前位置在您东南方向 24小时便利店旁边的巷子口 新尾装是粉色外套 墨镜 很浮夸地摇滚打扮 飞沫 池飞池试图脑摇滚风的 找冤己一郎 结果发现自己实在想象不能 没有回复邮件 收好手机后 把系在脖子上的项链拉出来 把指环挂式转了一圈 放清了声音 飞沫 飞沫嘎嘎回应 主人 我距离他有一段距离 他听不到的 那你继续带乌鸦跟着 我给他挑个地方 池飞池没有切断通讯 开车往人烟稀少的住宅区去 后面的巷子里 找冤己一郎探头看了看 用翻墙的方式 到了街道另一边 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车子 开车跟上 两辆车一前一后开过街道 前者均速行驶 后者也不远不近地跟着 搜 红色车子开过住宅区的大街 突然偏移急转 开进一条狭窄的小道中 后方 找冤己一郎有些急了 加速跟上 不过刚打算同样急转进小道 却发现路口旁的建筑墙角 比他预计中更靠外 等他看到时 已经来不及调整了 黑色车子在急转偏移时 车身不可避免地甩了出去 撞到建筑墙角 碰 找冤己一郎松了口气 发现车子熄火 也没有多管 抬头看了看 停在前方的红色雷克萨斯 SC和靠在车旁的人 打开车门下车 池飞池靠在车旁 刚把烟点燃 转头看到走来的找冤己一郎 愣了一下 才把手里的火柴梗丢到一旁 之前飞沫说 找冤己一郎的新伪装 是粉色外套 墨镜 摇滚风 特征总结得很到位 找冤己一郎的伪装 确实穿了一件粉色外套 不过 那是一件粉色长绒毛的大衣 长度到膝盖 衣领大敞着 露出底下的白衬衣 再加上墨镜 粉色西服长裤 皮鞋 威脱的背 风格相当招摇 也让他怀疑 找冤己一郎 是在 卡斯多佛朗明哥 如果不是发色 走路姿势不符合 他会怀疑 找冤己一郎 突然来越狱这么一出 会不会是被人穿越了 要是遇到穿越者 大家可以结成同盟 相亲相爱 一起构建美好家园 才怪 要是真遇到了穿越者 等他试探清楚 对方的本事之后 绝对先给对方来一枪 穿越者就是会破坏 他布局的变数 还是死得比较让人安心 找冤己一郎 剑持飞驰打量他 走到进前后 嘴角扬起 给人感觉凶残的笑 声音低雅地问道 认不出我来了吗 七月 没有 池飞驰没有太大反应 事先再次扫过 找冤己一郎的外套 有的人就是这样 明明没恶意 看上去也像下一秒 就会捅人一刀的 蛇精病一样 习惯就好 找冤己一郎拉了一下 垂在身侧的外套衣摆 呲牙笑道 从一个摇滚歌手身上 扒下来的 还不错吧 警方绝对想不到 我会做这种打扮 池飞驰咬住烟嘴的牙 往下压了一点 神色依旧平静地问道 人呢 找冤己一郎一头雾水 人 那个摇滚歌手 池飞驰道 那个家伙啊 我没杀 找冤己一郎摘下墨镜 语气漫不经心 今年早上 我潜入他家里吃东西的时候 他刚喝得醉醺醺地回家 被我打倒后 绑在他家里了 看他这身衣服不错 我就扒下来 当作躲避警方追查的备用衣服了 你问那个家伙干什么 相比起来 难道你不想知道 我为什么来找你吗 池飞驰先把那个摇滚歌手的事放到一旁 垂眸间 左眼闪动了一下蓝色保护伞图标 抬眼看找冤己一郎 为什么 找冤己一郎总觉得自己说了 池飞驰才问的感觉很不得尽 不过也没有在卖关子 露出一个阴瑟瑟的笑 我不甘心就那么死了 就算是被你杀了 也好过被那些人处决了墙 别人用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对我 我心里舒服不起来 所以我想来问问你 对我这条命感兴趣吗 在我回应你之前 我有个问题 你被捕的时候 说的那句都是他们不好 是非是盯着找冤己一郎 他们是谁 找冤己一郎愣了一瞬 脸色变得煞白 咽了口唾沫 缓和了难看的脸色 他们很轻的一声笑来的突然 打断了找冤己一郎的话 在找冤己一郎变得疑惑的目光中 池飞池嘴角笑意收敛 双眼冰冷沉郁的 像是笼罩了一层阴云 声音轻了许多 像是细血的低语 组织有那么可怕吗 一个个的 听到都会露出那么有趣的表情来